我本是富二代 每天都有一个亿的零花钱 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开着八千万的跑车 到街边吃一毛一串的烤船 不但有很多爵士美女追求我 而且就连好哥们的女友同时都爱上我 但我却对这些好事非常烦恼与恐惧 因为我知道自己穿越的这个角色 是都市爽文里的大反派 而男主灵异在主角气韵的加持下 邂逅女主白苏苏 一路装逼打脸 走上人生巅峰 而我作为书中大反派 虽然是高富帅 却是比李中恒还要舔的舔狗 一路跪舔白苏苏 非她不娶 可结果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 所以为了能顺利狗到大结局 我决定逆袭自己的命运 按着剧情 女主闺蜜以我的名义定制的三十万一件白群 被我中途截狐买走送给了青梅竹马 正当林凤娇和女主白苏苏 激动地走进店里领取时 却被告知长裙被人买走 差点被弃得原地升天 林凤娇很是愤怒 她突然看到角落的背影 顺时大惊失色惊恐万分 夜夜夜夜少 林凤娇直接磕巴地不会说话 如同老鼠见了猫 不敢看我的目光 林凤娇虽然不甘心 可她也不敢找我讨要 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顾云香 林凤娇我女朋友这裙子漂亮吗 我笑盈盈地问道 漂亮 林凤娇磕磕巴巴地回答 林凤娇啊 我知道你也特别喜欢这裙子 可是你没我女朋友漂亮 穿上也没她好看 你看看就行了不要多想 你觉得呢 我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林凤娇额头上直冒黑线 虽然是实话 但很伤人的好吗 等一下 女朋友 林凤娇连忙捂住自己的小嘴 惊恐万分地望着我和顾云香 上天呀 夜少居然谈恋爱了 她连忙朝古池店里 角落的白苏苏望去 那眼神似乎在说 你家叶峰哥哥被别人挖抢脚了 与此同时 白苏苏鬼使神差地走了过来 摇手打起了招呼 叶峰哥哥 好巧 随即也打量起了顾云香 心中莫名升起了一股醋意 就如同自己喜欢的玩具 突然被别人抢走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你好 是叶少爷吗 我是 叶少爷 您上次订购的国外钻戒 星辰之星道 叶少爷您有空了过来看吧 好的 我现在就过来 挂了电话我才想起这场 南非出产的星辰之星 是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才拍到手 原本这是想送给白苏苏的礼物 只不过现在他只有看看 立马拉着顾云香的手 就去珠宝店 苏苏 咱们快跟上去吧 叶少肯定要把钻戒送给你 林凤娇热血沸腾很是激动 当到店里店长就恭迎上来 叶先生 您来了 他在我的手机上见过白苏苏照片 当即夸赞道 这位是白苏苏小姐吧 也只有您这样的绝世美 才有资格佩戴星辰之星 这么珍贵的钻石 接着店长将星辰之星钻戒 从柜台取出 激动地说道 叶少为了得到这钻戒 可谓是花了天价 今日一见白小姐 我总算是明白了 店长炉火纯青地拍着马屁 末了他还下意识地朝我望远 意思是他表现得如何 好漂亮的钻戒 林凤娇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就连白苏苏也看吃了 钻戒就在他的面前 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他的魅力 难道这是叶峰哥哥 送给自己的情人节礼物 而只有顾云香不太自然地站在一旁 白苏苏小姐来带上试试吧 店长继续羡媚 就在此刻 我皱着眉头说道 王店长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枚钻戒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女朋友 王店长瞬间露出吃屎的表情 上次明明说是送给白苏苏小姐的 难道换人了 察言观色的店长 很快把目光放在 离我最近的顾云香身上 他立马把钻戒递了上去笑道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在下眼桌没有发现 您才是最漂亮的女孩 最珍贵的宝石配最美丽的女孩 随即店长如法炮制一通产妹 派得顾云香一阵无语 来带上试试 我拿过钻戒戒在顾云香手指上 与此同时 白苏苏感觉心中隔音得很 刚刚有一点感动的 结果还没感动完 钻戒就戴在了顾云香的手指上 看到顾云香欣喜的模样 她心里很是不熟 随后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牵着顾云香转身说道 我们准备去看电影 你们哪 我有些不舒服先走了 说吧白苏苏转身就走 连闺蜜也不要了 走到门口处 她又回过头来说道 叶峰哥哥 我下个月的钢琴大赛你还来吗 看情况吧 我不一定有时间 我淡淡地说道 白苏苏钢琴能考级 还是我动用关系帮她找了喂好师傅 钢琴比赛至关重要 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 直接影响老师们的评分 但现在我显然不感兴趣 很快到了晚上十点半 我和顾云香从电影院走出来 一场电影让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 现在顾云香已经开始主动挽起我手臂 随即我很快送完顾云香返回家里 躺在床上寻思着 按照剧情 过几天在白苏苏父亲 白剑好武士大手 会有很多大佬到场 而且得了国画大师颜文锦的上识 颜文锦想遇全国门下弟子五千 皆是社会的栋梁 可她名声虽大 但真正认识她的人并不多 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大佬 这么好的逆袭场景 我怎么会错过呢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就是白苏苏父亲大寿的晚宴 于是我邀请了顾云香与我一同参加 在原著中顾云香很爱我 在我被灵异搞得家破人亡的时候 顾云香不离不弃 甚至还因为我赔掉了一切 包括她的生命 这个世界最真挚的情感 便是言出必行 她无条件信任我 从不问缘由 我怎能辜负这么好的女孩 很快到了傍晚六点 宾客陆续到场 而我则是去了白家别墅不远处古玩街 因为本书的男主角林毅要在这里登场 而且她是气韵之子上来就撞着大宝贝 不远处 一对老少正在讨价还价 此人正是本书的男主角林毅 他看上的是一幅字画 林毅同学这么巧的 我微笑着打招呼 林毅望着我瞬间愣住 但出于礼貌还是笑着回了句 巧啊 我笑一见浓 林毅在古玩街的气韵 便是眼前的这幅字画 我立马问道 老板你这字画怎么卖 三百块啊 但这话 我已经 还没等老板话说完 我手轻轻一挥 我出五百 文言老板一愣 顿时精神狗索 把字画从林毅的面前又递给我 看着老板把字画给我 林毅立刻就急了 愤恨说道 叶峰少爷 你一个豪门 要什么得不到 至于跟我一个穷学生抢 林毅同学 你是不是误会了 这字画是从老板手里买的 不是从你手里抢的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 语气软了几分说道 叶少爷这字画对我至关重要 还请给个面子 把他让给我 来日我必敢记不尽 林同学 你说笑呢 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那玩意儿拿来擦屁 还没卫生纸好用 与此同时 林毅气的痔疮病都犯了 差点就去地府报道 而此时 白家别墅门口 车神马龙鞭炮齐名 有不少人过来捧场 有些是因为 给面子捧个人场 而有些则是为了 巴结叶家 众所周知 我做白苏苏田狗很多年 所以即便白家示威 也没人敢小去 反而还要巴结 为日后攀附叶家做准备 叶少来了 叶少还真是 人中龙凤风流倜傥了 咦 叶少身旁的那个女还是谁 这长相一点也不输 给白老祖的千金 这还用说 肯定是叶少的女朋友呗 人家叶少平易静人 还长这么帅 我要是个女的 给他生一锣筐猴子 自己讨好叶峰的生意 竟全都被他们给盖住 更糟糕的是 叶峰身边有一个角色美 白剑豪心惊肉跳 别看白家现在还能起高楼 叶宾客 但没了叶家高楼 直接看一大板 叶少 您来了 白剑豪笑脸迎接 刻意忽略我身旁的顾云香 但是偏偏有人不识好歹地问答 叶少 这位小姐是尊夫人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白剑豪的脸刷的一下就黑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随即我牵着顾云香 陈家家主身旁朴时的花甲老者 他就是在原著中 男主角灵异此次所欲的机缘造化 国画大师严文景 在原著中 灵异前妻之所以能快速崛起 从穷学生变成了社会名流 只因是严文景送去的温暖 因此也仅用一年时间 就把我叶家搞得家破人亡 这份给予对男主的赏识 我准备收纳截胡了 严文景出身于书香门第 除了在国画上有很深的造诣外 其本人更是手眼通天的大能 其门下弟子三千 皆是社会上的栋梁之才 别看叶家在精灵护风唤雨 但放在整个江南 江北 能不能排进前十 还要两说 严文景相比 更是不值一提 在原著中 灵异前妻之所以能快速崛起 从穷学生变成了社会名流 当中少不了 严文景送去的温暖 只是 这份给予对男主的赏识 叶峰准备收纳了 叶少 看什么呢 这时 一名穿着西装 丝丝纹纹的青年 来到了叶峰的身边 此人正是精灵四大家族 陈家的少爷陈子勋 当他见到 叶峰的目光 朝向自己父亲身旁的那位老者时 陈子勋说道 那老者是我父亲的朋友 似乎来头挺大 不过我不怎么熟 叶少想认识 陈子勋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叶峰好奇地看着他 陈家虽与叶家没什么来往 但同为富二代圈子的人 叶峰跟陈子勋喝过几次酒 只是 陈家的家教特别严格 陈天磊严禁儿子 跟叶峰这种顽固子弟来往 并且 陈天磊断言 只要叶峰这种顽固一当家 叶家绝对会走下坡路 富不过二代 说得很对 可陈天磊绝不会想到 援助中的叶家 因为是被林毅给搞垮的 叶峰败家 仅用了一年不到 我爸这要应酬 没空管我 陈子勋一脸狡黠 他是在棍棒教育下长大的 对父亲非常畏惧 别的富二代去自家公司 都是翘着二郎腿喝咖啡 陈子勋可没这好命 事情没办好 他可以被父亲 从上班骂到下班 回家了再接着骂 最让陈子勋无语的是 连交朋友父亲都要管 自己又不是小孩子了 这好不容易才逮着个机会 跟叶峰亲近亲近呢 毕竟叶家如日中天 陈家还差一大截 这不得跟叶家未来的接班人 打好关系 陈子勋看了看叶峰身边的美人 笑问道 叶少 这位想必就是顾云香小姐吧 你知道的倒挺多 叶峰说道 没办法 现在圈子里都在传你的事 陈子勋笑道 这位想必就是陈子勋少爷吧 陈家名列精灵四大家族 陈少可是陈家主演中 未来的接班人呢 顾云香盈盈笑道 所谓在商言商 精灵但凡有头有脸的人 顾云香都有研究 指不定哪天 就会有合作呢 哇 嫂子好眼力 陈子勋一惊 她之所以认识顾云香 是因为想结交叶峰 而专门去调查了一番 可这个顾云香刚回精灵 居然认识自己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当即回道 不过嫂子过誉了 也是我那几个兄弟不成妻 我爸才看中我 但我陈家毕竟只是家族 而只有叶家 才能算作豪门啊 少拍马屁了 你要是不怕 你爹骂你 你就继续待在这儿吧 叶峰其实无所谓 陈天磊不想与叶家结交 叶家未必就想跟他结交 两家没有利益冲突 也没有商业合作 这样井水不犯河水 也没什么不好 倒是这陈子勋 在原著中 可是个小机灵鬼 在灵异对付叶峰的时候 他没少给叶峰出主意 只可惜 灵异主角光环太强大 没人招架得住 我待一会儿就走 陈子勋笑着说道 忽然话锋一转 凑到叶峰的耳边 问道 叶少 你真不追白苏苏了 咦 白小姐出来了 哇 今天白小姐打扮得好漂亮 不愧是叶少追了好几年的女孩 白老板能有如此千金 真是可喜可贺啊 据说白小姐 还是黄家祥大师的高徒 弹得一首好钢琴呢 真的吗 今晚这不得哑揍一曲 陈子勋的话刚出口 就听到别墅大厅一阵骚动 只见白苏苏身着碗里浮出场 他容颜如画 气质绝佳 虽然才二十岁 但隐隐有倾国倾城之字 这一幕 连陈子勋都看吃了 心说 难怪叶少会追着女的好几年 这是从人家十六岁就开始想入手了吧 感谢各位书版 来参加我父亲的寿宴 宴席稍后开始 侄女不才 来给各位弹奏一曲 祝福 献丑了 将一架钢琴抬了上来 白苏苏静静地坐在钢琴前 像是公主 星辰在窗檐外闪耀 仿佛在惊叹她的美 祝福 是非常有名的钢琴曲 这首曲子献给来宾 也献给她的父亲 情音为妙 唱上即便不懂音乐的人 也觉得十分悦耳 三分钟后 一曲以弊 场上响起了雷霆般的掌声 真不愧是白小姐 人长得美 没想到钢琴也弹得好 毕竟人家是黄家祥大师的高徒 黄大师可是出了名的眼光高呢 没错 人家黄大师的徒弟 好多都是走向国际的呢 以后白小姐的前途 绝对不可限量啊 众人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他们大概想明白了一件事 为何叶峰会痴迷白苏苏好几年 这换谁 谁不得爱上她 如今叶峰少爷有了新欢 或许并非是她移情别恋 而是白苏苏要求太高 看不上她 至于白家快要破产的事 众人目前并不关心 只要还为真正的破产 只要白苏苏还能牵动叶峰的神经 白家随时都能死而复生 诸位谬赞了 小女只不过略有天赋 还多亏了黄大师的悉心栽培啊 白剑豪的脸上笑开了花 女儿刚才真是给自己长面子 黄家祥坐在一旁 只是礼貌性的笑了笑 老实说 她见过太大的音乐天才 甚至鬼才 白苏苏的天赋 只能算中等偏上 若非叶峰少爷几次三番的哀求 自己绝对不会收她为徒 对于白苏苏 黄家祥跟她语气说是师徒 倒不如说是一桩交易 筹码就是卖叶家一个面子 云香 我记得你也是从小学钢琴吧 角落处 叶峰问道 啊 顾云香一愣 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上去演奏一曲啊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上钢琴课 回来都是 你在给我补习 白苏苏弹的其实也就那样 只是这些老板没文化 才在那儿捧 你上你 绝对比他弹得好 叶峰眼珠子一转 打起了坏主意 第十四章 梦中的婚礼 顾云香在大学的选修课 便是美学与钢琴 当白苏苏还在未考钢琴六级发愁时 顾云香早过了钢琴八级 而且顾云香在乐器方面 特别有天赋 只需要一些点拨 就能融会贯通 在原著里 顾云香本来是吊打白苏苏的存在 可因为白苏苏是女主角 有光环护体 钢琴大赛上 顾云香被他虐得体无完肤 就连黄家祥都说 顾云香绝对是天才 但白苏苏足够努力 所以才能超越他 叶峰才不幸 作者脑淤血写的那一套 开挂就开挂 跟努力有啥关系 叶峰哥哥 这不太好吧 人家过生日 顾云香不太好意思 这有啥 你现在创业缺的是明界 你不主动展示自己 还指望这些没眼力镜的老板 来主动找你吗 说到创业方面 顾云香犹豫了 这是他除了叶峰之外 最在意的事情 叶峰连忙给陈子勋去了个眼色 后者瞄懂 他站起身来 叫道 诸位 当才白小姐的表演 是不是不太尽兴 人家叶峰的女朋友 顾云香小姐 在大学里 可是进修过钢琴的 而且考过了八级证书 不如让他哑奏一曲 为白老板贺寿 如此岂不美哉 陈子勋话音落下 全场喧哗起来 叶峰女朋友 还有这本事 我一直以为她是花瓶呢 管她呢 反正我就是来赶长子的 越热闹越好 人家白苏苏 可是黄家祥大师的徒弟 她这该不会是来献丑的吧 谁知道呢 反正我也想看看 叶峰的这位女朋友 比起白苏苏小姐如何 众人莫衷一世 听到这话 白剑好脸都绿了 什么献上一曲贺寿 这是来砸场子的吧 只是你没看到 我女儿的实力吗 你能砸得下来 那再好不过了 顾学姐请多多指教 白苏苏心头一笑 自己刚刚才惊艳全场 顾云香要送助攻 她当然没意见 那就献丑了 话都到了这个份上 顾云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提起裙摆朝钢琴台上走去 步履从容而优雅 我去 这位顾小姐走路 好像模特啊 你们发现没 顾小姐身上的这件古典白裙 和她的气质好大 明显也不过如此吧 你们究竟在看啥 没看到顾小姐手指上的那颗戒指吗 如果我没猜错 这应该就是前几天 被某个神秘土豪拍走的南非钻剑 星辰之星 之前光拍叶峰马屁去了 众人这才仔细端向顾云香的容貌 这气质 脸蛋 身材绝了 完全就是颠倒众生相 一点都不输给白苏苏 白苏苏和她闺蜜林凤娇 则有些不舒服 古典白裙 本来是属于林凤娇的 星辰之星钻戒 本来是送给白苏苏的 现在这两件奢侈品 两份殊荣两份美 全都给了顾云香 如果说刚才的白苏苏是星辰 那么现在顾云香则是满月 星辰怎与满月争辉 我想弹套的曲子 来自浪漫之都巴黎 克莱德曼大师的著作 梦中的婚礼 这首曲子我练了很多次 一直想弹给某个人听 可一直没机会 现丑了 坐在凳子上 顾云香调整好情绪 食指搭着钢琴键 准备弹奏 哇 这是给叶峰少爷表白吗 也太浪漫了吧 在别人生日宴会上表白 顾小姐不愧是叶大少的女朋友 顾小姐太美了 我决定了 我要当她的舔狗 你再想屁吃 你连你助理张翠花都舔不到 还想舔顾小姐 弹奏之前 众人已经沸腾起来 人家顾小姐 跟叶少可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听说他们还没出生时 双方家长就以指负为婚 陈子勋开始起哄 一通胡编乱造 真的假的 这么待劲 这么看来 叶少爷跟白 跟某个女的 只是玩玩 他心疑的 其实是顾云香吧 那肯定啊 人家长这么漂亮 肯定是正宫 妥妥的未来叶家少奶奶 众人无脑跟风 真是羡慕叶少 事业爱情双丰寿 你们告诉我 什么才叫人生赢家 为了帮叶峰给顾云香造势 陈子勋疯狂起哄 可哄着哄着 他身体发自本能的后背一凉 他转过头去 竟发现父亲陈天磊 正狠狠地盯着自己 陈子勋果断闭嘴 全场也安静了下来 顾云香按着动钢琴键 优美而深情的钢琴曲 缓缓响起 梦中的婚礼 是顾云香心底最深沉的愿望 他的每一个音符 都极为精准 每一个音符 都在诉说爱意 别墅大厅内 众人随着钢琴曲 仿佛置身于一场浩大的婚礼中 而忘了 这是某人的武士大寿 一曲以弊 现场依旧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还陶醉在这场爱的乐章里 而忘了鼓掌 忽然 一个人站起来深懒 众人发现 这竟然是一向低调的黄家祥 他缓缓朝顾云香走去 激动地说道 我教过无数学生 他们有的人已然成了大师 可他们的音乐 能打动世人 却打动不了我 顾小姐这首梦中的婚礼 让我感慨万千 黄家祥今年48岁 马上就要导致天命的年纪 她曾有过一位长跑14年的女朋友 两人分分合合几十次 最终无缘白手 这些年 黄家祥一直单身 一直没有在找新欢 网上有人分析说 她为情所困 她是音乐上的大家 也是爱情上的囚徒 在她的梦中 或许也有一场婚礼等待进行 顾云香小姐 你是近几年来 唯一用音乐打动我的人 而且弹奏的 还是克莱曼德 以高难度著称的代表作 我想收你为学生 带你去巴黎深造 我会倾我所能地传授你 再陪你 将来你一定会成为 名震世界的大音乐家 黄家祥越发激动 不仅仅是因为 顾云香的钢琴曲打动了她 还因为她发现了一个天才 只要顾云香愿意 她将是黄家祥将来最优秀的学生 我的天啊 黄家祥大师 不是收徒极为严苛 非天才不收的吗 黄家祥可是国内少有的 世界级音乐家 能当他的徒弟 也太幸运了吧 众人震撼之后 还是震撼 钢琴座椅上 顾云香显然心动了 能成了黄家祥的学生 未来可是一片光明之路啊 这首曲子 我只是因为练了太多遍缘故 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天赋 也未必值得黄师刮目相看 所以 我没想过去巴黎深造 也没想过朝音乐的道路上发展 抱歉了黄师 顾云香说完 缓缓地走下台去 可全场却为之哗然 第十五章 男主角的逆天气云 顾云香竟然拒绝了收徒邀请 这能拒绝吗 这恐怕不能吧 在场之人 无不唏嘘 白苏苏的心情也非常失落 当初为了拜黄家祥为师 他连续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最后还是叶峰以叶家的名义出马 才让黄家祥勉强收自己为徒 然而 拜师这么久 黄家祥从来都只是正常教学 连一句夸赞都没有 更别提带自己去国外进修 这让白苏苏 怎能不去羡慕极度 不过好在顾云香选择了放弃 能让白苏苏心情平衡一些 但黄家祥并不想放弃 他朝着叶峰走去 说道 叶少爷 当初你三次拜访我 希望我能收白苏苏小姐为徒 今天 我也向你请求 让顾云香小姐 能跟我学习音乐 思索了一下 黄家祥继续说道 我可以跟你保证 只要顾云香小姐跟我学习音乐 我就承诺 带白苏苏小姐 去天府音乐学院进修 天府音乐学院 是国内最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 可相比之下 去巴黎进修 才是更好的选择 我的天 黄氏真是爱财 为了能收雇云香为徒 真是用心良苦 不过话说回来 黄氏收白苏苏小姐为徒 是买叶少面子 不是因为白小姐的天赋 你才知道 抱歉 村里刚通往 不过白苏苏小姐也值了 天府音乐学院 一般人考不上 顶多去旁听 但要是黄氏的徒弟 那就两说了 众人感慨万千 白苏苏的脸色 他也很想去天府音乐学院进修 可他当众这么说自己 这情商是拿去喂狗了吗 搞得自己 好像就是顾云香的赠品一样 白剑豪也很尴尬 顾云香方才弹奏钢琴 抢了自己女儿风头不说 黄家祥还在这里大搞收图 搞清楚 这是劳资武士大授的现场 承蒙黄氏厚爱 不过云香有自己的想法 他虽然是我女朋友 但我尊重他的选择 另外 云香主要的精力 现在放在商业上面 无暇他顾 但以后他要是清闲了 我可以答应黄师 多劝劝他 叶峰笑着回答道 在原著里 白苏苏就是在黄家祥的带领下 成了世界文明的音乐家 而这重身份 也给男主角灵异 带来了颇多好处 彻底让他实现了阶层跨越 现在的叶峡 虽然在金陵很厉害 但放眼江南江北 放眼全国 甚至放眼全世界 都算不得什么 叶峡想要崛起 确实需要一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 比如文明世界的音乐家 可这是条漫漫长路 所以叶峰也不急 毕竟音乐家 不是明星戏子之流 让顾云苏多在商界历练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那好吧 听到如此回答 黄家祥这才不再强求 他发现了一位天赋 比自己还强 将来可以飞得比自己 还高的天才 他不想就此错过 可以知道 势在人为 一切不能强求 只要还有机会就行 至于白苏苏小姐 正所为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黄师顺势而为便可 叶峰又说道 嗯 此言一出 黄家祥直接愣住 众人也愣住 这明显是话里有话 难道叶峰有了新欢 对旧爱就可如此无情 白苏苏更是被吓得不轻 脸色苍白起来 如果黄家祥不再收自己为徒 那么在荆棘遍布 四处都是对手的音乐丛林中 自己该如何走下去 他的身体 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望着叶峰 心中不解 这是叶峰哥哥的报复吗 就因为自己拒绝跟他看电影 他便怀恨在心 以后小女 还请黄师多多照顾 白剑豪连忙笑着打圆场 比起女儿的音乐道路 他更在乎的是 叶家对自己的白家的态度 没了叶家 白家的大厦 随时都会倾他 嗯 黄家祥何等聪明 怎能听不出叶峰的弦外之音 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算是对白剑豪的回应 众人更是唏嘘 他们中大部分人来到这里 是为了趁机巴结叶峰 可叶峰 似乎不再宠爱白苏苏了一般 那这样看来 过了今晚 白家也就没有再结交的必要 白剑豪的武士大寿 直到宴会开席 众人给他敬酒 他的兴致都始终提不起来 他满脑子都是 白家失宠了 白家要完蛋了 家主 有人擅创别墅 该如何处理 这时 保安突然来报 这要我教 你们这帮保安是干啥吃的 白剑豪大发雷霆 可是 我们打不过他 保安颤着声音说道 白剑豪愣住 这搞不好是仇家来寻仇的吧 他连忙问道 来的是什么人 一个穷学生 保安答道 应该是灵异哥哥 我去接他 闻言 白苏苏急忙冲了出去 白剑豪和林凤娇在后面 都来不及圈 不多时 灵异在白苏苏的带领下 走了进来 灵异贫穷的气质 瞬间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尤其是 白苏苏跟他站在一起时 看着特别清静 特别的不大 老白 不是我说你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知道叶少爷 为啥一亲别恋了吗 是啊老白 放着金龟婿不要 你要个穷学生 有人低声劝道 白剑豪脸都绿了 对着女儿训斥道 白苏苏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 全荡耳旁风了 白剑豪一直不准 白苏苏跟灵异有任何来往 已警告了无数次 灵异也是知晓的 白叔说 我是来给你喝瘦的 这是我的喝脸 说吧 灵异将在古玩街地摊上 花了二百七 买来的破瓷碗拿了出来 此晚上 还有一个缺口 灵异递上去 就仿佛乞丐在找土豪要打赏 这是来喝瘦的 还是来要饭的 笑死我了 他这是想带着白老板 以后一起去乞讨吧 在场之人 无不捧腹大笑 白剑豪的脸色 越发的难看 白苏苏在一旁也很尴尬 心说灵异哥哥 我知道你没钱 可你这 好家伙 不会是本书男主角 气运真是无敌了 秋燕落霞图没搞到 居然搞到了一个 明朝正德时期的青花瓷碗 叶峰忍不住扎舌 同时 他也发现 李家家主李天磊身旁的 国画大师严文景 也睁开了眼睛 方才顾云香和白苏苏 弹奏钢琴 他一直兴致缺缺 可现在 他来了兴趣 你在戏弄我吗 白剑豪脸色 难看到了几点 叫道 保安 给我把他轰出去 保安正准备动手 忽然 一道声音 如红钟般响起 住手 这小朋友我很感兴趣 让他留在这里 第十六章 什么叫做 针对你灵异 这老头儿谁啊 这里有他说话的份 小点声 你没看见人家身边 站着的是陈家主吗 还真是 怎么感觉陈家主在他面前 就跟仆人一样 咱们精灵有这好大能 严文景的出面 让众人纷纷好奇起来 他们搜遍自己的每一寸脑海 却都查无此人 白剑豪也愣住 老者很朴素 就连穿着也非常普通 可他不敢轻举妄动 上去问道 这位老先生是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位年轻人 确实是来给你合授的 严文景淡淡地说道 随后走上前去 看着灵异手里的那块破碗 严道 如果我没看错 这应该是明朝正德年间的青花瓷碗 市场价应该在八十多万 可惜缺了一脚 只值十多万了 此言一出 全场沸腾起来 这个破碗 竟然值十多万 啥钱啊 这么好账 不会吧 就这破碗 白剑豪大惊 就这破碗 送给乞丐乞丐都要骂人 老先生不是说了吗 这是明朝正德时期的青花瓷碗 莫非白家主 信不过我们 陈天磊促没说道 不敢不敢 白剑豪连忙白手 他跟陈天磊之前 有不少业务往来 所以 这次寿宴 才能请得他过来 但陈家乃精灵四大家族之一 白剑豪万不敢得罪 这碗 真是古董 白剑豪从灵异手里拿过此碗 仔细研究了一下 老先生说是 那便是 倘若不是 我照价赔给你 陈天磊的一句话 直接把白剑豪 整得没脾气了 众人也再次好奇 这老者到底是谁 能让心高气傲的陈天磊 甘心作父 老先生好眼力 这确实是正德年间的古董 我特意从古玩市场逃来 送给白叔叔的 不知白叔叔是否喜欢 灵异笑着说道 喜欢喜欢 当然喜欢 白剑豪连忙答道 开什么玩笑 送钱谁不喜欢 而且算起来 在场之中 就灵异的这礼物 最为贵重 爸 那你还让保安轰灵异哥哥走 白苏苏嘟闹着嘴 没想到灵异哥哥 居然这么给力 不愧是他 年轻人也懂古董 严文景看着灵异 略懂皮毛而已 灵异谦虚地答道 小小年纪 能有如此见地 伪实不易 只可惜 我也只是略懂皮毛 不然倒是可以跟小友 好好切副一二了 严文景笑着说道 他长处在于国画 古董只是爱好 可饶是如此 他家中收藏的古董与字画 单论价值 已经超过十亿 小兄弟 你叫灵异是吧 难得老先生喜欢你 以后若遇麻烦 可尽管来陈家找我 陈天磊看得出来 严文景非常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 所以他也不另拉拢 众人再次一惊 灵异这就跟陈家搭上线了 这狗运要不要这么好 显然陈天磊 比那破碗古董更值钱啊 多谢两位台爱 灵异依旧彬彬有礼 忽然画风一转 叹道 原本在来的途中 我看中了一件字画 价值可达千万 只可惜被人刻意针对 将之几乎抢买了 谁干的 严文景的脸色铁青了起来 他喜欢珍藏古董 但更爱收藏字画 眼前的年轻人 小小年纪 对字画与古董能有研究 可实属不易 但究竟是谁这么不讲武德 竟然针对于他 将字画截胡抢满 真是欺人太甚 是强盗行径 白剑豪更是一惊 价值千万的字画 如果不被截胡 那岂不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这是白剑豪头一次 对灵异产生好感 陈天磊也问道 那人是谁 小兄弟你认识吗 认识是认识 但我不敢惹 此人在精灵颇有势力 而且就在现场 灵异摇头说道 小兄弟别怕 只要是在精灵 不管他是谁 我都为你做主 陈天磊本身就爱仗兼任侠 听到灵异这话 当即愤愤不平地表态 那好吧 今天我就不畏强权 直接明说了 灵异深呼吸一口气 他等的就是陈天磊这句话 但说无妨 这等无耻之事 岂能姑息 陈天磊义正言辞地说道 灵异这年轻人 看着挺顺眼 为啥说话这么磨叽 此人便是叶峰少爷 灵异的目光朝向叶峰 哄 五雷轰顶 怎么会是叶峰少爷 开玩笑的吧 打死我也不相信 叶峰这么有钱 会去接别人的东西 我也没听说 叶峰少爷对字画有啥兴趣 不懂了吧 你们仔细想想 白苏苏小姐 跟这个叫灵异的如此亲密 搞不好叶峰 是在刻意打击暴富呢 众人议论纷纷 叶少爷 你怎么 白剑豪惊了 陈天磊也惊了 没想到会是叶峰这个败家子 他陈天磊确实不拍叶峡 但也没有必要去跟叶家结仇 但出于对叶峰的厌恶 他怒视着叶峰身旁 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陈子勋吓了一跳 以最快的速度 滚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叶峰哥哥 你又不喜欢字画 干嘛要抢灵异哥哥的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 你干嘛要针对他 白苏苏义愤填膺的教导 白剑豪也下意识地点头 但他想得更深邃一些 叶峰肯定不懂字画 但他截胡灵异 恐怕没那么简单 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而在争风吃醋吗 叶峰少爷 你叶家乃精灵豪门 那幅字画纵然价值千万 但想必你叶家 也不缺这点钱 这幅字画 是我准备送给白叔叔的礼物 还请还给我 之前若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叶少海涵 我只是个穷学生 不值得叶少刻意针对 林毅上前 做陪礼道歉模样 叶峰却莫名觉得好笑 林毅这招 看似天真 实则居心险恶 如果叶峰不还字画 就说明他这个大少爷 是在故意欺负林毅 这个穷学生 会被道德卫士 用唾液喷死 但若还了字画 就坐实了 他是因为白叔叔 而去刻意针对林毅 在人们眼中 他依旧是那个舔狗叶峰 只是 林毅聪明 叶峰也不傻 既然要斗法 那就比比看谁道高一丈 当即冷哼一声 质地有声地说道 林毅同学 你真会开玩笑 那幅字画 是我花钱买的 不是抢的 莫非 你认得那是秋燕落霞图 而我就不认得了吗 再说了 你连买字画的三百块钱 都掏不出来 而我却花了五百 大家伙给翻译翻译 什么叫做抢 什么叫做截胡 什么特么的 叫做针对你灵异 第十七章 秋燕落霞图 秋燕落霞图 那是什么 我刚用手机查了下 好家伙 这竟然是原末四家之一 尼赞的一世名作 尼赞我知道 名列古代十大画家 还入选了 不列颠世界百大名人 江南梁西市就有他的纪念馆园林 竟然是尼赞的一座 莫非叶少爷懂字画 当叶峰道出字画来历时 全场都沸腾了起来 灵异更是瞪大了眼睛 他万没有想到 叶峰居然还有这本事 如此一来 什么针对灵异 半路截胡之类的话 完全不成立 灵异小朋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叶少爷也懂字画 你怎么能说人家 是抢你的呢 是啊 你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人家叶少 可是花五百买的呢 买东西又不是谈恋爱 讲究啥先来厚道 毛线 谈恋爱 为啥要讲究先来厚道 别说妹子没男朋友 就算有 我追到了 那也是凭的本事 老兄 你不对劲 如与曹梦德何意 一时间 林毅成了众矢之地 唾沫星子都往他那飞去 就连颜文景那赞许的目光 也逐渐转向了叶峰 跟我斗 叶峰嘴角微微扬起 小说男主角又如何 气韵逆天又如何 你的气韵与机缘 我全部都掠夺掉 人家林毅同学 不仅懂字画 还懂古董 谁知道某些人 是不是故意跟风抢满 这就好比 一个歌手写了首好歌 有些人不但抄袭 还打压原创 光说个字画名字 就证明他懂字画了吗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林毅心头大喜 那种感觉 就如同照进黑暗中的一束光亮 他转过身去 竟然发现 说话的是林凤娇 林凤娇撇着个嘴 他原本对叶峰颇有好感 反而对林毅各种看不上 但是 谁让叶峰把自己所有联系方式 都给拉黑了 从此他就粉转黑 凤娇说的没错 以叶少的本事 要查出这字画不是难事 但我对那扶秋燕落霞图 却略懂一二 林毅连忙说道 如果这条言论成立 叶峰确实是在欺凌弱者 恶意抢购 他虽然不用归还字画 但名声肯定不好听 更何况 场上还有陈天磊 以及他身边的那位老先生 为林毅仗义相助 哈哈 叶峰突然大笑起来 忽然画风一转 目光凛冽 说道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毫不夸张地说 在场之人 没人比我更懂字画 此言一出 众人全都无语 叶少 你这也太狂了吧 本来大家 还想站你这边的呢 严文景皱起了眉头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他感觉 叶峰这事在打他的脸 陈天磊更是眉目深皱 心中对叶峰的评价更低了 诸位请看话 叶峰将字画拿了出来 走上前去 指着字画说道 这幅便是倪赞的丘焰落霞图 我敢说我懂 但临翼你就敢说你懂了吗 临翼正准备开口 叶峰指着画上 一行大雁说道 看清楚 这些大雁要么有头无尾 要么缺了只翅膀 可知这是何意 这 众人不懂 严文景略有好奇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字画 对此并不是很了解 可他对倪赞了解 倪赞一声字意潇洒 作画行云流水 不可能无端画出这种作品 临翼同学 你们说我不懂话 那我想问你 这些大雁代表何意 叶峰问道 啊 这 灵异语色 他在物色字画时 只看出这是倪赞的手笔 却没注意到 这些画上的大雁 不知道是吧 那我来告诉你 叶峰语气一顿 说道 众所周知 倪赞是元末明初的人 元朝仅存98年 倪赞盛年时 天下较为安定 但倪赞晚年时 天下崩坏 一军四起 倪赞作为世子 胆楷山河破碎 神器更迭 苦了天下百姓 却又无民主出世 当时坐拥江南的是军阀张世成 张世成之地张世信 请倪赞作画 但倪赞看不上他们 不但拒绝作画 把张世信送来的卷部撕毁 还把他送来的钱财 扔进粪坑 为此 倪赞后来 在游玩太湖时 遇见了张世信 还被他殴打了一顿 倪赞不但看不上张世成兄弟 就连明太祖 也十分看不上 他这一生 没有遇到他 想要的民主 他感慨自身遭遇 感慨天下百姓 故而才画下这些在秋风之中 残缺而迷茫的大雁 叶峰的话音落下 全场震惊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叶大少吗 这学识 未免强大的有些过分了吧 即便是颜文景 也刮目相待 叶峰说的 完全符合倪赞的遭遇 编故事谁不会 林凤娇嘀咕道 编故事 叶峰呵呵一笑 指着画上 左下角的那句词 说道 一将秋水淡寒烟 谁引名如恋 眼底梨愁树航艳 雪晴天 倪赞的这句词 是用汉朝的历书写的 倪赞的政治暴富 是在驱逐达鲁 收复汉家江山 他想要的是 恢复大汉时的荣光 林凤娇小姐 你觉得我这故事 编得如何 叶峰冷笑一声 林凤娇被呛的一句话 说不出来 众人的目光都望向他 林凤娇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真是见鬼了 叶峰啥时候 变得这么有学识 这根本不符合他的人设 一江秋水淡寒烟 谁引名如恋 这句词出自倪赞先生的月调小桃红 而这句词的上句 是后庭玉树当识调 可怜商女不知王国 吹向子鸾霄 叶少爷才学过人 令老朽自叹不如 严文锦大笑一声 走上前去 对叶峰赞叹不已 再来精灵的时候 他便听陈天磊提起过叶峰这人 对他的评价 是不学无数的顽固 可现在看来 是陈天磊看走了眼 老先生过誉了 我只是略懂一二 叶峰微微一笑 这幅丘焰落霞图是倪赞的仪式之作 其作画的背景故事 也跟着一起丢失了 在场之人 包括严文锦 谁都不可能知道 但叶峰不一样 拥有自画专精技能 他知晓上下两千年 一切关于自画的知识 现在 还有人说我是在针对林毅同学吗 叶峰笑着看向众人 林毅的脸色 则变得尴尬起来 第十八章 自画不值钱 你值钱 林毅同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叶峰少爷这么有才学 用得着去捡你的糊 就是啊 你可别得了被迫害妄想症 老觉得有人针对你 我说 你该不会是仇富吧 我怎么感觉 是你在针对叶峰少爷 年轻人 人穷不要紧 关键是要奋发图强 要有志气 你懂吗 林毅差点被扑面来的唾沫星子 给喷死 林凤娇赶紧躲得太远远的 以前就觉得他是废物 没想到 现在还是废物 白剑豪皱起眉头 心中庆幸 刚才自己没有多话 不然自己这老脸往哪哥 只有白苏苏 心疼被众人指责的林毅 与此相反的是 叶峰被众人一个劲的夸赞 都快被夸上天了 简直一改他之前 顽固子弟的形象 顾云香意识十分欢喜 他刚才还为叶峰哥哥 捏了把汗呢 只是没想到 叶峰哥哥 居然这么有学识 越来越喜欢叶峰哥哥了 怎么办 这位小友 老夫有个不情之情 这时 严文景朝叶峰走去 全场也随之安静了下来 众人不知严文景的身份 但却知道 他的来头 一定比陈天磊家主还要大 严老请说 叶峰淡淡地说道 你 你认识我 严文景惊讶万分 就连陈天磊也瞠目结舌 要知道 严文景一向低调 不惜抛头露面 众人最多听过他的名讳 而绝对没有见过 其本尊模样 陈天磊还是十几年前在艳斗 一个机缘巧合 才结识的他 可叶峰是怎么知晓他的 既然我对字画有所涉恋 那么又怎会不识 是国画大师严文景了 叶峰笑着回答 请客间 场下再次沸腾 卧槽 这居然是国画大师严文景吧 我的天啊 严文景何等身份 怎么会到这里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白剑豪在内 都实在难以置信 自己的武士大寿 竟然来了这么一尊大佛 严文景不仅是国画大师 而且还是手眼通天的大能 门下弟子三千 皆是社会精英 叶家虽是精灵第一豪门 但精灵经济在省内倒数 放眼江南江北 可谓强敌无数 可要是能跟严文景搭上线 叶家绝对可以更进一步 他就是严文景 灵异也是痴痴地望着严文景 他没想到 刚才赞赏自己的老人 会是这般大能 要是自己能跟严文景搭上关系 何仇不能一飞冲天 只是 这末大的机缘 随着叶峰刚才的表现 自己已经失去了 现在 不管是严文景 还是陈天磊 都对自己毫无兴趣 要是早知如此 不提 秋燕落霞图的事 该多好啊 既然叶少爷认识老朽 那老朽就厚着脸皮直说了 可我对这幅 秋燕落霞图 十分喜爱 不知叶少爷能否转让给我 我知道你们叶家不缺钱 但我愿用高出市场的价格 来收购此画 严文景说道 话一出口 众人再次议论纷纷 这幅字画 究竟值多少钱 之前灵异说过 这幅字画价值千万 但到底是多少 严老是国画大师 就算是让在下 把字画送给严老 我都没有意见 叶峰淡淡地说道 严文景的毛子里 也透着一丝欢喜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 他能得到这心仪的字画 忽然 叶峰接下来画风一转 叹道 只可惜 这幅字画 我准备送人 抱歉了严老 送人 众人一惊 叶少这么豪横的吗 价值千万的字画 居然拿去送人 可你不知道 这是你们叶家的机缘吗 什么人能比严文景更值钱啊 听到这 白剑豪激动得浑身哆嗦 今天可是自己的五十大寿 叶峰买来这字画 除了送给自己 还能送谁 不愧是叶少爷 我就知道你忘不了诉说 只要你愿意 我绝对把女儿嫁给你 送 送人 严文景也愣住 以他的身份地位 几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即便是在拍卖行去买字画 别人也会看在他的面子上 不与竞争 这可以说是严文景第一次失手 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恨 毕竟这是叶峰的东西 理应由他做主 云香 这幅字画 你拿着吧 在众人的目光下 叶峰将字画递向顾云香 啊 顾云香十分震惊 这么名贵的字画 叶峰哥哥居然送给自己 他下意识地摆了摆手 说道 叶峰哥哥 这我不能要 他知道自己创业艰难 叶峰哥哥想帮助自己 可也没有这么帮的呀 买字画时 是你给的钱 按道理说 这字画本来就是你的 叶峰直接把字画塞给了顾云香 他还想说什么 但叶峰直接不给他机会 随即 叶峰又道 严老 这字画并非我的 所以还请见谅 叶少爷确实有情有义 严文景的眼中 对叶峰有多了几分赞许 同时也对这个最开始 印象并不好的年轻人 多了几分好奇 严老 当叶峰哥哥开玩笑的 我不懂字画 但我知道 人尽其才 而物尽其类 这幅字画 对我的意义 最多是钱 但对严老而言 想必更有其他的意义 既然严老喜欢 我将他免费赠给先生吧 说着 顾云香就将字画奉上 他很聪明 知道结交严文景这种大能 会带来什么好处 他也不贪小利 反正这字画是五百块买的 不如给严文景当顺水人情 他隐隐感觉 在将来的某一天 叶峰哥哥需要严文景 这 严文景有些诧异 他刚刚几乎放弃了 购买这幅字画的愿望 可现在 字画又到了自己眼前 除了诧异 严文景更多的还是惊讶 字画是云香的 不管他怎么安排 我都支持他 叶峰笑着说道 哈哈 两位小友确实有些意思 不过老朽可没白拿人家好处的习惯 严文景朗笑一声 继续说道 这样吧 我观这幅字画 价值应该在两千万左右 老夫就用两千万购买 不会让两位吃亏的 严老 不用了 顾云香连忙摆手 他想要的 其实是严文景的人情 字画不值钱 严文景才值钱 严文景为人坦荡 银行卡递给顾云香 后者坚持不受 最后 严文景直接把银行卡 强塞到顾云香的手里 这字画我不能要 我没有白拿的习惯 叶少爷 莫非老朽的钱 就这么烫手吗 第十九章 顾云香的嫁妆 既然严老执意如此 云香你就把钱收下吧 叶峰淡然说道 在原著中 叶峰便是拿了严文景的钱 又收到了严文景的赏识 这不冲突 重点是这场交易 不要变成纯商业性质的购买 好吧 谢谢严老 见叶峰如此 自己执拗不过 顾云香收好了银行卡 叶少爷 不知你研究字画 有多久了 迎获两气后 严文景饶有兴趣的问道 也谈不上研究 只是平时感兴趣罢了 叶峰谦虚的回答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 身为富二代 却不骄不躁 谦虚手里 叶少爷真是可造之才啊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叶少若有机会来验东 老朽定当进地主之意 说吧 严文景将自己的联系方式 给了叶峰 众人一惊 不愧是叶少 不但受到了严文景的赏识 就连那两千万也揣进了兜里 这明显就是套路啊 灵异忍不住嘀咕 因为他平时就喜欢用这招 但遗憾的是 在场没几个人关注他 白剑豪倒是关注他 手一挥 两个保安上来 把灵异请了出去 至于青花此晚 什么青花此晚 我不知道 白苏苏想去阻拦 被白剑豪瞪了一眼 知道 还嫌弃不够丢人吗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和灵异 这小子有任何来往 还有林凤娇 你也跟他绝交吧 刚才林凤娇帮着灵异对付叶峰 白剑豪担心叶峰怀恨在心 把白家也一并算了进去 这时候必须撇清关系 爸 你怎么这么霸道 白苏苏非常委屈 你还知道 我是你爸 白剑豪目眼圆争 赤道 咱们白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已经丝毫不放在心上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 你要是争气 叶少那幅字画 就是送给咱们的 咱们白家 也不至于这般进退两难 爸 我 白苏苏也变得担忧起来 那自己跟父母都得去喝西北风 苏苏 你想想办法 去找叶少爷 把投资的事情敲定下来 爸爸相信你 白剑豪柔声说道 可是叶峰哥哥 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对我 似乎已经 白苏苏望着不远处 正在与颜文景等人交谈的叶峰 默默地叹了口气 你这丫头 怎么不想试呢 叶峰追了你多久 顾云香又才出现多久 他无非就是因爱生恨 他若真的释怀了这一切 今天有必要来参加我的寿宴吗 你姿态摆地一点 跟叶峰好好相处 他会回到你身边来的 白剑豪宛如一个情场老手 滔滔不绝地交女儿差异 我待会儿去试试吧 白苏苏没想过 与叶峰发生男女感情 他只想跟叶峰回复如初 那个宠爱自己的叶峰哥哥 白家的寿宴 持续到晚上九点 才陆陆续续散场 叶峰吃饱喝足 也准备跟顾云香离开 走至别墅前花园处 顾云香将银行卡拿出来 朝叶峰帝去 说道 叶峰哥哥 这钱还是你收下吧 为啥 叶峰问道 这花是你买的 理应归你 顾云香还是想自食其力 不想当花瓶 那行 我把那五百还你 说着 叶峰就准备转账 啊 顾云香急了 连忙拉住叶峰 叶峰哥哥 我是你女朋友 咱们之间不用算这么清楚 你还知道 你是我女朋友啊 你要知道 咱们两个缺钱的人可是你 而且 这钱原本就不是我的 叶峰嘴巴一撇 说道 是白捡的 这 顾云香哑然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他一路陪着叶峰 自然清楚 自画就是抢的灵异 而这钱 原本也在意料之外 顾云香说道 叶峰哥哥 这钱我只能拿一半 剩下的一千万 我还是得还给你 也行吧 叶峰点头 一千万对于顾云香创业而言 已经够了 他想要的 一来是磨练顾云香的能力 二来 将来顾云香嫁入叶家 偌大的家业 总得有人帮自己打理 所以 顾云香需要快速成长 在原著中 顾云香是准备将自己的公司 当做自己的嫁妆 一起嫁入叶家 在叶峰眼中 你都我的 其实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反正以后都是自己的 咦 白小姐 顾云香忽然间 看到白苏苏 站在自己和叶峰身后的不远处 有事吗 叶峰问道 我 白苏苏突然语色起来 他站在这已经好一会儿了 刚才叶峰哥哥和顾云香这么恩爱 他也看在眼里 他们之间 完完全全就是一对恩爱的恋人 尤其是顾云香 白苏苏感觉得到 他对叶峰是发自真心的喜欢 愿意付出任何一切 一想到之前顾云香弹奏钢琴时 皇室的赞许 白苏苏打心底的觉得自愧不如 便没了勇气 去找叶峰谈投资的事情 他不想自去欺辱 到底啥事 叶峰好奇地问道 由于改变了原著情节 他也不知道白苏苏来找自己干啥 我 我其实想问下顾云苏姐姐 你为什么不肯跟皇室学音乐啊 白苏苏连忙说道 他其实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 因为我想创业 我想为自己定制一份嫁妆 然后风风光光地嫁给叶峰哥哥 顾云香笑着回答道 哦 是这样吗 白苏苏心中更加失落了 难道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家 还不是嫁给叶峰 白苏苏无法理解 忽然 他又想起了之前叶峰 对皇家祥说过的那句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皇室顺势而为便好 他紧张地问道 叶峰哥哥 你说 皇室会不会嫌我笨 不肯再教我了呀 不会的 叶峰轻轻摆手 在原著中 白苏苏之所以后来 能成为世界级音乐家 除了自己努力之外 全靠名师教导 只是在原著中 先是自己舔他 后来又有灵异帮他 所以白苏苏才会顺风顺水 他的老师 也不止皇家祥一个 叶峰只是想告诉皇家祥 白苏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也爱咋办咋办 皇家祥是个很孤高冷淡的人 绝对不可能 因为白苏苏长得漂亮 就高看一眼 也不会无缘无故 就跟白苏苏解除师徒关系 他只会正常教学 这也正是所谓的修行看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白苏苏的音乐之路 也多半到此为止了 不过白苏苏却像是 吃了一颗定心丸 亲情也不再沮丧 他自觉天赋不差 只要皇室还愿意教自己 哪怕没了叶峰 自己也能一飞冲天 第二十章 商业专精 直到叶峰离开之后 白苏苏都没能鼓起勇气 向叶峰提及投资的事情 但因为音乐方面 不会重生变故 白苏苏的心情格外美丽 白剑豪看到这一幕 心情更是十分激动 以为自己女儿美人计得逞 叶峰又重新变回了田狗了呢 送顾云香回去之后 叶峰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叮 恭喜宿主更改原著剧情 对原著产生影响 获得一千逆席值 叮 恭喜宿主掠夺灵异气韵 获得一千逆席值 叮 系统提示 灵异气韵五百 叮 系统提示 灵异隐魅力值一百 卧室里 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 叶峰大喜 这次的收获 可比前两次还要丰厚呢 系统 灵异的气韵是怎么回事 叶峰好奇地问道 他记得系统上次说过 灵异是逆天气韵 并且给他附加了九百隐藏魅力值 灵异是小说的男主角 为逆天气韵 气韵等级分为 逆天气韵 神级气韵 仙级气韵 人级气韵 普通气韵 当男主灵异的机缘 后宫 宝物等被宿主掠夺时 灵异的气韵就会下降 直到成为普通人为止 系统说道 叶峰点头称赞 只要灵异成了普通人 那他就是个真废物 而他的一切 都将成为自己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如此看来 以后还得多跟灵异亲近亲近才是 系统 兑换技能 叶峰说完 脑海里便浮现出了系统商店 叶峰看了一圈 重点关注了一下 自画精通方面的技能 虽然已跟严文锦攀上了线 但以后肯定还会有交流 他想未与筹谋 自画精通 能了解上下两千年 一切自画有关的知识 一千逆袭值兑换 以学 自画专精 能了解上下五千年 一切自画有关的知识 两千逆袭值兑换 未学 技能要分等级 从低到高 分别为 涉猎 熟视 精通 专精 圆满 叶峰思索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这个自画专精 就目前而言 自画精通已经够用 后面的剧情 虽然还要在严文锦那遇几次机缘 但不是现在 所以也没有必要急于一时 系统 兑换商业专精 叶峰最终选择了商业上的技能 原因很简单 帮大佬只是一事 而掌握商业的核心技能 却是一事 丁 恭喜宿主 习得商业专精 消耗两千亿席值 商业专精 宿主的商业水平 等同于国内十大商业帝国的首脑 丁 恭喜宿主 获得衍生技能 蛊惑 蛊惑 宿主在商业上 语言将充满煽动性 使成功率大幅度提升 很快 大量跟商业有关的知识 涌入叶峰的脑海 让叶峰忍不住直呼好家伙 自己有着本事 还愁叶家不能一飞冲天 并且 叶峰比那些商业帝国的首脑 还多了一个蛊惑的技能 一日 新的一天开始 顾云香的设计公司 有了一千万资金的鲜血注入 开始招兵买马 变得非常有活力 叶峰则是在物色新的投资风口 叶家不缺钱 但精灵的市场只有这么大 除了叶家与四大家族外 别的一些家族 也瓜分了一些市场 比如张泽浩的张家 几乎占据了精灵服装市场 60%的份额 市场一旦被占据 想要杀入 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而且各行各业之间 虽然明争暗斗 但若有外敌贸然闯入 便会团结一致 叶峰一时间 也没有好的想法 不是商业专精这技能不给力 而是精灵的市场 确实也就那样 否则 堂堂省会城市 经济会在江南省排倒数 叶家在五年之间 都没法更进一步 整个家族 也都还是老爸以前打下来的那些 忽然 叶峰接到了陈子勋的电话 他邀请叶峰去喝下午茶 陈子勋这家伙 搞什么管 叶峰不由好奇 虽然昨天晚上 他挺给面子 但两人联系其实不深 也就喝过几次酒的交情 更何况他父亲陈天磊 非常不喜欢叶峰 思索了片刻 叶峰还是赴约 去看看陈子勋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下午三点 玉光大酒店 一楼 包厢 叶峰 来了呀 陈子勋坐在包厢里 一边喝茶 一边跟叶峰招手 他身边跟着几个手下 见到叶峰也纷纷问好 你什么情况 不去你爸公司上班 跑来找我喝下午茶 你昨天晚上那样 你爸回去没收拾你 叶峰笑着鱿鱼 嘿 别提了 陈子勋尖笑一声 说道 我爸昨晚回去 在床上躺了三个钟头 然后跑来跟我说 子勋啊 你以后多跟叶峰储下关系 你们年轻人 要多来往 嗯 叶峰望着他 还不是你昨晚表现得太好 连老对你刮目相看 连带着我爸 对你的印象都变好了 陈子勋说道 呵呵 叶峰不以为意 所以呢 你今天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联络关系的 也不全是 主要我爸批准我出去搞投资了 但我不晓得搞啥 想来请教叶峰 陈子勋郑重地说道 他们陈家的谋臣 不比叶家的少 但显然遇到了 和叶峰一样的困局 现在生意不好做 有机会再说吧 叶峰回了一句 呼得想起一件事 问道 你认识有搞服装生意的吗 服装生意 这你得找张家 现在他们邵当家的是张泽号 陈子勋说道 除了他 也不一定是服装行业 其他的行业 像是珠宝行业 品牌设计这些都行 叶峰说道 咦 陈子勋一愣 呼得奸笑起来 叶峰 你这是给嫂子找的客户呢 顾云香学的是服装设计 但其实只要创意够好 设计软件玩得够溜 做啥设计都行 现在顾云香的设计公司 不缺钱 但应该缺客户 有的话你介绍就行了 叶峰说道 还真有一个 是江北那边的大老板 不比张家的生意差 他跟我们陈家关系不错 改天我让他过来 跟你认识一下 陈子勋说道 行吧 叶峰点头 这只是一个插曲 顺手帮一下顾云香 创业方面 叮铃铃跟陈子勋聊完 出了酒店 忽然一位宣的老板刘文豹 打来了电话 叶少 大事不好了 张泽浩那家伙 带人把顾小姐的公司给砸了 第21章 叶少息怒 你说什么 叶峰的目光阴沉 在电话里 刘文豹大概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昨天张泽浩在一位宣餐厅 挨了顿毒打之后 就心有不甘 想要报复 于是在今天下午 他就带着一帮人 去顾云香的公司闹事 刘文豹想阻止 可奈何张泽浩他们人多 我马上过来 叶峰直接开车去了顾云香的公司 但张泽浩却已经提前离开 公司里一片狼藉 桌子 凳子 电脑都被砸得稀巴烂 所有员工都面面相去 顾云香正趴在桌子上 小声抽气 叶峰走上去 安慰道 别担心 有我在 绝对会为你讨回公道 叶峰哥哥 顾云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张泽浩不但撕毁了签约合同 还在这大闹一场 这对顾云香这个新生的公司而言 是严重打击士气的事情 好在顾云香和其他员工 没出什么事 叶少 刘文豹走过来 倩然说道 我没能阻止张泽浩 还请原谅 你没跟那家伙说 是我找人揍的他吗 叶峰的眉头 依旧身皱 正因为他知道是你 所以不敢找你和我的麻烦 才对着顾小姐撒气 刘文豹低头说道 这姓张的 真是找死 叶峰大怒 张家这几年 确实在服装行业赚了不少钱 但论体谅 他就是一个小孩 连四大家族都比不上 更别提与叶家相比 这也是他 不敢直接报复叶峰的原因 这姓张的 知道我叶峰不好惹 难道以为我叶峰的女人 就好惹了吗 叶峰宁眉 按照正常情况 张泽浩打了也就打了 是他自己活该被打 但他还敢报复 这足以说明 他太把他们张家当回事 以为叶家会稀释宁人 或者只跟他打嘴炮 叶少 要不要我找人 再把张泽浩打一顿 刘文豹提议到 他虽然跟张泽浩是好兄弟 但他是叶家养的狗 这时候肯定向着主人 打一顿 这么便宜他 叶峰冷笑一声 张泽浩的背后 是他们张家在撑腰 但张家 在我叶家眼里 就是个小孩 小孩子不听话 就应该好好打一顿屁股 叶少是想 听到这话 刘文豹心头不禁一愣 叶少这是准备 直接对张家动手 如果是的话 那张家的日子 恐怕不会好过 我说两位 你们先别顾着聊天 你们惹了张泽浩 他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客户 现在他撕毁了合同 我们接下来再咋办 一名女孩上来说道 他叫周婷 是顾云香的助理 上次叶峰见过他 比起公司的这点小损失 和所谓的面子 明显公司未来的发展 才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 没了客户 公司就是个空壳 放肆 你怎么跟叶少爷说话的 刘文豹大怒 直接开队 叶 叶少 你是叶峰 周婷大惊 目瞪口呆地盯着叶峰 他以为对方 是个跟张泽浩 差不多的富二代 可没想到 竟然是叶峰 再精灵 只有一个叶家 敢称叶少爷的 也只有叶峰本人 客户的是 本少爷自会处理 叶峰淡淡地说道 此事我确实有责任 但你们信不信 顶多三天 公司就会有数不清的订单 你们现在 就可以提前准备加班的事了 叶峰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 这相当于在饥荒年代 大米都没有 就开始想着做饭 当然信 周婷等员工 一时间尽无话可说 竟然叶峰少爷都打包票了 他们又岂敢不信 但似乎 传闻中叶峰是白酥酥的舔狗 他跟顾云香又是什么关系 难不成 他在追求顾云香 亦或者 他们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何筹公司不能发展 叶峰又安慰了一下顾云香 后者也很快振奋了起来 叶峰这才放心地 带着刘文豹离开 我发现叶少爷长得又高又帅 就跟电视上的明星一样 岂止呢 娱乐圈渣男多 人家叶少 可是个专情的好男人 而且 叶少还特别有担当 亏我刚才还为公司的发展瞎担心呢 望着叶峰离开的背影 周婷等女孩 忍不住夸赞起来 顾云香也收拾好心情 开始重新购置办公器具 就如叶峰哥哥说的那样 已经可以开始考虑加班的事情了 叶峰哥哥 岂时会食言 离开顾云香的公司后 刘文豹把叶峰拉到了一个百人群里 里面除了有张泽浩之外 还有不少精灵的富二代 以及高级别的老板 群里面 张泽浩正在跟人吹水聊天 谈论哪家会所的嫩魔正典 叶峰直接艾铁张泽浩 开始炮轰 姓张的 昨天是劳资叫人打的你 你不服直接冲着我叶峰来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认识几个社会上的地毛 你很嚣张是吧 劳资就去你公司门口 你有本事叫人打我一顿 只要你敢打 劳资保证不还手 让你打个够 此言一出 群里直接炸锅 这不至于当众打脸 群里一百多号人 纷纷刷屏 张绍 你别怂 跟叶峰硬钢 我相信你可以的 张绍 我他妈太佩服你了 在金陵你是第一个 敢找叶家麻烦的人 张绍人呢 刚刚不是 还在讨论嫩魔吗 帮叶峰呼叫一下张绍 有看见他的人 麻烦撕我一下 我擦 刚去写个报告 怎么都在at张泽浩 张泽浩至少被at了上百次 可他仿佛消失了一般 谁都叫不出来 不少富二代和老板 都去私聊他 结果张泽浩硬是一句都没回 他在三分钟前 可还在跟人吹水聊天来着 擦 亏我还高看了张泽浩一眼 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耸包蛋 对 耸包蛋 特别耸 他们张家的脸 都被他丢进了 众人开始在群里 一个劲的黑张泽浩 反正看热闹 不嫌是大 而且说不定 还能巴结一波叶家 但也有人不一样 这时 一个昵称为赵文泉的人说道 叶绍 那家都是精灵的名流 抬头不见低头见 何气才能生财 张泽浩是有不对 可冤家一解不一解 叶绍还是息怒吧 第二十二章 文斗武斗 随你 赵文泉 居然把他给炸出来了 不愧是赵总 说话都稳重一些 不像群里某些人 就知道跪舔叶峰 叶绍 要不还是给赵总一个面子吧 张泽浩就是个傍人 我找人帮你弄他一顿 赵文泉是赵家的十全派人物 赵家更是精灵的四大家族之一 他的出现 也炸出了很多潜水的人 他们几乎都跟赵家 有商业上的合作 而跟叶家 却没什么瓜葛 支持叶峰的人 和支持赵文泉的人 开始交流了起来 场面比较友好 围绕的话题也是 到底要不要放过张泽浩 诶 赵文泉 你管得还挺宽 这里有你鸡毛的事 我给你脸了是吧 老子叶家弄死他们姓张的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你姓赵的又算了什么东西 也配叫我息怒 叶峰消息发出去 全场都沉默了 好家伙 叶少爷竟然连劝下的赵文泉 一起给对了 赵文泉 打扰了 许久之后 赵文泉才回了两条消息 众人猜测 赵文泉肯定无比的郁闷 他这辈子 估计都没被人这么对过 但不服又不行 赵文泉虽是赵家的十全派人物 但赵家比叶家 还差的档次啊 而且叶峰又是叶家的独子 要论动用家族资源的能力 绝对强过赵文泉 很快 赵文泉就潜了水 连他的拥顿 也都彻底熄火 开什么玩笑 谁没事跑去招惹叶家 自己又不是张泽昊那个傻叉 车上 叶峰放下手机 身旁的刘文泡问道 叶少 接下来咱们去哪 去张氏服装的话 我多叫几个人 这样稳一点 去那干嘛 打张泽昊一顿 叶峰看了看他 如果真要揍他 叶峰一个人去就行 张泽昊要是敢还手 叶峰把名字倒过来写 但叶峰想要的 显然不是单纯的揍他一顿 刚才在群里 叶峰明面上是在对张泽昊 但实际上是告诉精灵 这些人一个消息 张家惹上叶家 按照正常情况 叶家如果贸然进入服装市场 抢份额 肯定会遭到众人抵抗 不是明面上 就是在暗地里 但现在不一样 叶峰完全就是奔着报复张家去的 这也是喜得商业专精后 叶峰会的全数 刘文豹望着叶峰有些讶异 因为这跟他过去认识的叶少爷 完全不一样 如果换作以前的叶峰 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找人打回去 可现在 叶峰不但变得老谋深算 还所谋甚大 他想要的 恐怕是进军服装市场 抢占张家的份额吧 只是 张家拥有精灵服装市场60%的份额 恐怕不会这么好拿 但无论成败 这已经够张家好好喝上一壶了 张氏服装总部 办公室里 赵文泉放下手机 也取下了眼睛 他是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 语众心长地说道 张少 你麻烦大了 叶峰恐怕不会对你善罢甘休啊 呵呵 他想来文的还是武的 张泽昊不屑一顾 望着门外站岗的保镖 黑压压一片 约有50多人 如果叶峰想来武的 我这里这么多保镖 我会怕他 就算我不敢打叶峰 但赵总你觉得 叶峰能打得到我吗 如果他要来文的 那好 请问他怎么来 我张氏服装 跟他叶家没办毛线关系 如果他要利用叶家的威势 对我张家发动经济制裁 那也最多是一时 到最后 他叶家损失的 还是他们自家的威势 与我张家而言 反而是送了温暖 再说了 如果我们张家 真干不过他们叶家 不是还有你们 赵家给我们撑腰吗 张泽昊笑呵呵地 对赵文泉说道 在不久前 张家为了寻求 在其他行业的发展 与赵家签署了战略合作 赵家承诺 给张家的资本放开关卡 带张家一起挣钱 可代价则是 张氏服装要让出 百分之十的市场份额 来给赵家 所以 张泽昊才有了 不服叶峰的勇气 也给了他胆子 报复顾云香 那个贱女人的胆子 张少啊 话说这样讲没错 但叶峰是叶家的独子 做事向来无所顾忌 如果他是来真的 你可千万要当心 家族派我来跟你们谈合作 但你也知道 我在我们赵家的权力有限 能调动的资源也有限 你有什么事情 最好和我们少爷联系一下 赵文泉淡淡的说道 他酒精阵仗 老实说 他不太看得上 张泽昊这样的顽固 他又不是叶峰 有叶家那么大的家底 但张氏服装百分之十的份额 还是比较诱人 大哥也十分重视 所以 赵文泉才好心提醒 赵总放心 我前不久才给赵少爷打了电话 他明天就回精灵 到时候 我好好的给他接风洗尘 张泽昊笑着说道 张家 花了这么大代价巴结赵家 自己肯定要讨好 他们未来的接班人啊 而且 如果能争取赵少爷的支持 届时叶峰报复起来 自己不也是多了份筹码吗 他叶峰还真以为 有叶家作底 他就能为所欲为了 陈少 下午我们才喝了下午茶 现在你又叫我喝酒 是个啥情况 晚上八点 明光大酒店 陈子勋请示范 叶少 你不是 让我给嫂子找个客户吗 陈子勋起身迎接 笑着看了看身旁 一位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 说道 这位是李永华李总 从江北过来的 现在才到 叶总 久仰大名 李永华笑容满脸 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合同 走上去说道 你的事 陈少 已经跟我说了 正好我们公司 也准备上市一批新服装 设计的工作 我们相信叶少的女人 叶少 人家李总在江北的服装生意 不比张家的差 你的事 我可给你认真办了呀 陈子勋笑着插了一句 服装设计什么的 都是小事情 叶峰不慌不忙 淡淡地把合同放在一旁 说道 今天李总过来 正好我们来谈一件大事 大事 叶峰之前可没提这个 江北那边 也是家族伶俐 各种市场份额 被占据的差不多了吧 叶峰微微一笑 郑重的地说道 李总有没有兴趣 进军精灵的服装市场 第23章 老谋深算 叶峰说完 二人直接傻了眼 叶少 你开玩笑吧 我知道你看张泽浩不顺眼 但也没必要这么搞吧 陈子勋猛地摇头 今天叶峰 在群里怒喷张泽浩 以及顺便对了赵文泉的事 正在富二代圈子和商业圈风传 嗨嗨 李永华年长一些 为人要稳重一点 用咳嗽掩饰尴尬的气氛后 说道 叶少 恕我直言 精灵服装行业 张家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剩下的40% 也被各家瓜分 这个时候 我们再进场 最多也就一些边角料 没几个钱可以赚的 叶少若是真想投资做生意 改天来江北 我定帮助叶少大展拳脚 李永华的这番话 说得十分委婉 如果只是给个服装设计的合同 即便设计搞砸了 也无所谓 就当是结交叶家 可进军服装市场 去别人的地头抢生意 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搞不好 一分钱没捞到 还把奔给折里面 李总 我自有万全的打算 才会跟你提这件事 李永华和陈子勋的反应 早在叶峰的意料之中 他顿了顿 说道 张家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间崛起 全靠张泽昊 他爹张远山 娶了个好老婆 对方是个独生女 又是二婚 结婚后 两家合并在一起 所以才有了那60%的份额 但论实力 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 张家根本不是我的叶家的对手 如今 我有意干掉张家 进军服装市场 所以才把矛盾 往私人恩怨上引 在别人的眼中 我的目标是张氏 不是整个服装行业 其他的那些服装商家 恐怕巴不得我干掉张家 从而好来分世 叶峰的话极具煽动性 两人听完 直接愣住 陈子勋揉了揉眼睛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叶少 这老谋深算的 完全不像的24岁的青年 叶少 我当然相信 张家不是你叶家的对手 但问题是 别的服装商家也不蠢 你如何保证 他们不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李永华沉申问道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低估了眼前的这个富二代 叶峰也不像传闻中的那样 是个彻底的顽固子弟 起初陈子勋说起 昨晚上叶峰会言买下字画 受到颜文景赏识的事情时 李永华还以为他在吹牛 如今看来 确实有几分可信度 只是在商界中 同一个行业 内部厮杀可以 但绝不允许外人随意染指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 当市场内头部商家被干掉后 中部 尾部的商家 会不会跟着遭殃 纯王齿寒的道理 这年头谁都懂 而且 市场份额一旦确定下来 便是均衡之道 只要不逢变故 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叶峰如果只瞄准中部 尾部的商家 应该不难 毕竟头部商家 也不敢轻易出头 可如此一来 利润就不会太大 但叶峰要对付张家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在挑战整个行业 如何保证 服装市场的那些商家 不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会让他们相信 我确实是在针对张家 他们占据的市场份额 我不会去动 我只要干掉张家就行 甚至也可以让他们一起分尸 但只要张家一倒地 其余的商家根本不足为惧 李总应该知道 勤灭六国 靠的就是远交进攻 与合纵连横吧 叶峰质地有声地回答 李永华和陈子勋再次傻眼 他们完全被震撼到了 叶峰这商业水平 毫不夸张地说 已经比精灵商业第一人 他父亲叶龙舟还要厉害 而且 他的话语非常有感染力 李永华和陈子勋的心脏 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叶峰则是嘴角轻轻地一笑 有商业专精技能 他的商业水平 堪比国内十大商业帝国的首脑 恐惑技能更是可以穿透人心 增加叶峰在语言上的成功率 叶少 倘若如此 那干掉张家或许不难 李永华喝了杯水 来缓解内心的激动 叶峰刚才说的方法 他认为可行 别的人或许想这么干 但缺乏条件 但叶峰的背后可是叶家 而且还有跟张泽浩的私人恩怨 作为迷障 但李永华有一事不解 问道 叶少 这件事情 你为何会找我 以你们叶家的人脉 应该不缺有钱人入场才是 我叶家确实人脉很广 但没有一个是做服装生意的 不同的行业之间 拥有壁垒作为防御 贸然入场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叶家虽然有钱有人脉 但这些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 说着 叶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要想破解行业壁垒 靠的是知识 所以 李总你在我心里 是绝佳的不二人选 好 李永华热血沸腾 举起自己的保温杯 我敬叶少一杯 如何去做 叶少吩咐在下就行 你们这就谈妥了 陈子勋砸了砸嘴 说道 我也想入场 这场商战 投资的钱是暗意算的 你要是能说服你父亲出资 倒也可以一起搞 叶峰淡淡的说道 算了吧 我爸就给了批了几千万 让我去试试水 我要是跑去跟他有几个亿 他绝对第二天 就让我滚回去上班 陈子勋感到无奈 他父亲陈天磊 在商业上颇有手腕 年少时也一腔热血 敢打敢拼 但毕竟岁数大了 心态趋于保守 不愿冒险 叶少 我再问句 你觉得咱们的胜算有多大 李永华心态平复了一些后 开始问道 如果我说是百分之百 你可以当我在吹牛 这世上百分之百得力的事情 是给人打工 而非投资经商 李总也是做生意的人 自然知道 风险越大 回报越大 我只能说 咱们有八成的胜算 叶峰思索了一下 八成应该是保底的一个数字 八 八成 李永华正住 我滴个乖乖 居然这么高 要知道 有个五成的胜算 就可以去博一博 这八成 岂不是相当于稳赚不赔 但叶峰的样子 似乎这八成 他还觉得有些低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叶峰请说 李永华的态度 变得恭敬起来 李总配合我出资 出资比例五五 但股份我占七成 李总你占三成 同时 李总必须亲自出任总裁 负责具体的一切事务 叶峰说完 李永华手中的保温杯 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人傻了 第24章 陪叶峰一起 打江山 出资比例 与股份的事情 李永华能理解 毕竟叶峰和他所在的叶家 才是核心 但自己负责一切事务 就过分了 他的精力与生意 可都放在江北 当即说道 叶峰 我手下比我强的人也不少 你可有随便挑一个 来出任总裁 我恐怕没那个精力啊 李总 你要不来 那谁来镇压精灵服装市场 那些中部 尾部的人 我叶家虽强 可我不懂服装市场 当心好不容易到了张家 结果却喂饱了别人 叶峰宁眉说到 这一句话 立刻点醒了李永华 在叶峰的战略中 有一点 就是会让其他商家 参与到分尸张家的行为中去 带到张家一道 再逐个击破 收回份额 这是非常核心的一条策略 李永华名声在外 有他坐镇 就一定能镇压那些痴妹亡俩 防止他们坐大 可若没有他 那就要两说了 那行吧叶少 我这就在精灵柱下 陪叶少一起 打江山 李永华质地有声地说道 次日 叶峰从叶家账户上 挪出2.5亿 与李永华一起 合计出资5亿 成立了夜市服装 叶峰直接登 精灵商报 向张家宣战 怒斥张泽浩 带人砸自己女朋友的公司 张家是带黑性质的家族 叶峰要为女朋友 向张家报仇 报纸一出 整个精灵商界 一片哗然 我去 我以为昨天叶少 在群里骂了张泽浩 就气消了你 没想到今天来这么一手 我也是 我以为叶少最多打张泽浩一顿 好家伙 是直接奔着挖人家祖坟去的 叶家家大叶大 是精灵第一豪门 张家估计是完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张家虽比不上叶家和四大家族 但也是精灵服装市场的龙头 叶家未必能在人家的主场 干过人家呢 就是就是 当初毛熊那么强大 不也栽在了帝国坟场 反正我不管 我看谢 叶家赢了我吃瓜 张家赢了我还是吃瓜 吃毛线 兄弟们 精灵要变天了 跟我带上钞票 一起随叶少干他压的张家 没错 服装行业苦张家久矣 我早就看张家家主张远山不爽了 二婚寡妇他都娶 真是不要脸 精灵商界 几乎人人都以为 叶峰冲冠一怒为红颜 要为女朋友血恨 但没人知道 叶氏服装的总裁 会是江北的大佬李永华 即便是在披露的资料中 去查股东 也不见李永华的名字 他的股份 是找人代持的 与此同时 叶峰宾贵神速 直接冲着张家命门开干 一方面 叶峰派人去谈下张家所有的合作厂家 以高出张家的价格 抢到了服装订单 合作合同签一年 并且禁止这些厂家 再给张家供货 大部分厂家都欣然接受 毕竟有钱不赚王八蛋 但还有些厂家 跟张家关系密切 不愿合作 这些都被叶峰 列入了铲除计划当中 至于有些人扬凤英维 接受了叶峰的优待条件 又暗中给张家供货的人 叶峰表示 自己的律师团 会跟他们好好喝茶聊天 让房东违约 违约金由叶氏服装出 并且花高价足售店铺 房东的其他店铺 也禁止再出售给张家 网店方面 叶峰也成立了专门的电商部门 准备对着张家狙击 一时间 整个精灵商场都风声鹤唳 叶峰竟然是完真的 而且还对着张家的生产 销售渠道 一通胖揍 也就叶峰有钱 才敢这么玩吧 没想到叶峰还挺会搞的 这次张家怕是摊上市了 话别说早了 我倒看看 能烧到什么时候 去你的 你看不起我家叶少 叶家要捏死张家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你的棒锤 懂个鸡毛 虽然叶家有不少拥顿 以及不少人巴不得张家落败 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 叶峰能干倒张家 他们对叶峰的印象 还停留在富二代的层面 这场商战 最有可能的结局 就是烧钱烧到张家心慌 然后出来赔款道歉 不过 这是双输的结局 但以叶峰的为人 这也是常规操作了 并不会因为 叶峰今天亮眼的表现 就改变什么 就连坐在办公室里 享受秘书按摩的张泽昊 也是这般认为 叶峰这败家子 烧钱是吧 你慢慢烧 张泽昊一点都不慌 虽然生产 销售都受阻 让张家的生意变得停滞 但他并不慌 家族甚至连会都没有开一次 要搞事是吧 他谈任他谈 自己不动如山 他挖任他挖 自己躺在家里笑话 张绍 你说叶峰烧钱 能烧到什么时候 我听说叶家的资产 有十位数 女秘书一边捏肩和蹭 一边担忧地问道 你管他烧什么时候 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 张泽昊翻了翻白眼 又说道 我是让你来捏肩的吗 一点都不懂事 还想不想涨工资了 张绍息怒 女秘书连忙道歉 然后目光 瞥向张泽昊的拉链 忙活了一天 晚上七点 叶峰才回到家里 父亲叶龙舟 此刻正坐在餐桌上 有一碟花生米 几个小菜 还有两瓶啤酒 见到叶峰回来 招了招手 说道 叶峰 过来陪我喝点 爸 你今天下班这么早 叶峰好奇地问道 父亲叶龙舟 可是个工作狂人 正常情况 都是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 你成立的夜市服装 有五亿资金吧 另外二点五亿 是江北的那位李永华出的钱 叶龙舟淡淡地说道 他向来沉默寡言 沉稳淡恋 被誉为精灵商界第一奇才 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不愧是我爸 还真被你说对了 叶峰笑着说道 李永华入股的事情 精灵众人并不知晓 他是叶峰的一张隐藏牌 在前期可以麻痹张家和其他商家 在后期可以坐镇夜市服装 镇压痴妹王良 不过这对夜龙舟而言 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夜市服装的核心骨干 都是从夜市集团抽掉过来的人 一向不露悲喜的夜龙舟 忽然笑了起来 拍着叶峰的肩膀说道 那成吧 你好好干 如果二点五亿太少 你可以有继续砸钱 咦 老爸你是不是喝醉了 叶峰好奇 以前的父亲可不会这样 他绝对会骂一句败家子 然后再默默地允许叶峰的所作所为 今天有点奇怪 第二十五章 顾云香 铺头小宝贝 喝醉 夜龙舟哑然一笑 自己可才一瓶啤酒 他继续说道 我只是觉得连李永华都参与了 看来你并不是在胡闹 我们叶家的生意 近五年来都没有得到扩展 你万一要是成了 也算我为 我们家开疆破土 另外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需要多去历练一下 即便是亏了也无妨 只要你的能力上去了 咱们叶家才有未来的希望 你知道那些人在背地里 怎么嘲笑我的吗 说我夜龙舟英雄一世 结果继承人却是个废物 我们叶家要二十而亡 说到这里 叶龙舟的心情明显有些激动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成功的 干掉张家 抢占服装市场 不单单是为了帮云香报仇 也是为了我们叶家的拓展 叶峰也有些感慨 虽然是书中的世界 但他却看到了 一个为家人拼搏 默默承受一切的负金 他们提供的 不仅仅是物质条件 还有酒为的情情 哈哈 我当然相信你 来 喝酒 叶龙舟大笑 拿起啤酒 直接吹瓶子 叶峰也心中高兴 自然奉陪到底 于是 父子两人 直接各干了一箱啤酒 母亲周雪华回到家的时候 看着家里散乱的酒瓶 还有躺在沙发上 睡得打汗的父子两人 醋眉怒道 当爹的喝躺了 当儿子也喝躺了 还把家里也弄得乱糟糟的 因为家里只有三个人的缘故 叶家并没有请保姆 所以 周雪华开始收拾酒瓶子 但周雪华心中也高兴 他们父子两人 已经很久没这么其乐融融了 以前叶峰不成器 叶龙舟也只会骂败家子 但现在 叶峰不但安安心心地 跟顾云香谈恋爱 还开始着手生意上的事 且不管成败会如何 周雪华打心底 感觉到欣慰 四日一早 叶龙舟就从沙发上爬起来上班 叶峰也不含糊 睡醒就去自己的公司 早餐就啃了两个面包 由于昨天谈下了不少厂家和房东 公司的事情忙到报 好在有李永华坐镇指挥 李永华不愧是江北来的大佬 做起事来井井有条 让叶峰忍不住直呼内行 叶少 厂家和房东 今天我们会继续派人去谈 昨天谈下的店铺 有现成的装修 可以直接营业 我从江北那边 调来了一批我自己公司的服装 先来充数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打响自己的品牌 设计方面的事 还是你来处理吧 李永华说到 他可以找到很多设计公司合作 但显然 这方面叶峰有自己的想法 除了上次李永华带来的那份合同之外 夜市服装本身 也有很多的设计需求 嗯 我待会儿就去找云香 叶峰微微点头 说好的三天之内 就给云香公司新的订单 当然不可能食言 叶少 这时候 叶峰的秘书唐雪兰走进办公室 说道 白家家主白健豪 在外面求见 不见 叶峰一口回绝 好 我这就去跟他说 你在忙 唐雪兰立刻去办 他是叶峰 从夜市集团调来的人 能力非常出众 除此之外 他的容貌也沉于落叶 碧月修花 穿上职业装 是公司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白家做的是建材生意吧 我听说白家快破产了 八成是来找叶少宁投资的 李永华微微扎舌 同时也在提醒叶峰 投资不理智 但收购他们却是可以 建材行业 虽然不像上个世纪那么吃香 但现在依旧是赚钱的行业 不着急 叶峰微微一笑 他对白健豪并没有什么好感 至于他女儿白苏苏 拜托 自己又不是他的舔狗 唯一对他们还有兴趣的 便是他们的建材公司 只是 古话说得好 趁你病才能要你命 白家不到绝对的山穷水尽 是不可能将公司建卖的 拿着设计资料 叶峰去了顾云香的公司 好家伙 设计资料一大堆 叶峰哥哥 这也太多了吧 顾云香直接吃惊 他相信 叶峰会帮自己搞来订单 可也没说搞来这么多 这恐怕得加班加到秃头 才能做得完吧 叶少 你这也太狠了点吧 我们公司可都是邪弱女子 顾总 要不我们再招点人吧 我还年轻 不想秃头 是啊 顾总你这么漂亮 要是成秃头小宝贝了 那多可惜 众人可怜巴巴的望着顾云香 同时震惊于叶峰的办事能力 顾总的这男朋友 真不错 加班做也行 公司再招人也行 动作都快点 设计出来的服装图纸 我们要得及 叶峰笑着说道 很多厂家已经谈好 开始拒绝张氏服装的定班 叶峰也不能让他们闲着 早点开工 对双方都有好处 不过 顾云香公司 除他以外 也就五个女设计师 这么庞大的工作量 确实是难为他们了 招人吧 顾云香震声说道 叶峰哥哥 事情交给我 不会让你失望的 顾云香很开心 自己终于能帮到 叶峰哥哥了呢 更何况 有了上次的一千万 自己公司 也不至于 处处捉襟见肘 前两天 被张泽浩带人砸的桌椅 电脑设备 也都焕然一新 随时可以开始战斗 加油干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叶峰笑着说道 随后 顾云香就去发布了 招聘信息 同时开始奋战服装图纸 叶少 叶峰刚走出 顾云香公司 所在的办公大厦 就遇到了白建豪 你怎么在这 叶峰愣了 我知道您在忙 所以我在这等你 白建豪露出最卑微的笑容 说道 叶少 那个投资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谈谈 改天吧 我还有事 叶峰说完就走 叶少 我知道您不肯给我们投资 是因为对白苏苏那丫头死心了 不过 我已经深刻教育过她了 叶少 我们也知道 您现在有女朋友 我也知道苏苏那丫头 比不上顾小姐 但是 只要你和苏苏是情投意合 两情相悦 我们并不介意顾小姐的存在 白建豪急了 连忙赶上去说道 叶峰一愣 差点一口陈年老血喷出来 听白建豪这意思 是要把女儿送给自己 当小Sam 第26章 他是吃叶峰的药 叶少 你看要不要我把苏苏叫过来 现在也快中午了 你们正好吃顿烛光午餐 白建豪一个劲的馋妹 生怕叶峰说不 见叶峰没有说话 白建豪壮着胆子 给白苏苏去了一个电话 苏苏 你在哪呢 玄武胡 你们是跑玄武胡去干嘛 你这丫头 赶紧给我回来 挂了电话 白建豪继续挂着一张笑脸 说道 叶少 苏苏马上就过来 请你稍等片刻 他在玄武胡适吧 位置发我 我直接去找他吧 叶峰说道 行行行 我马上就让他发位置 说吧 白建豪又给女儿去了的电话 让他站在原地不准走动 把所在位置发给叶峰 很快 叶峰的微信上 就收到了白苏苏的定位 叶少心中 果然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苏苏 我的好女儿啊 这次你可得好好把握积住坏 望着叶峰离开的背影 白建豪露出的久违的笑容 虽说叶峰没有答应投资的事情 但他还肯去跟白苏苏约会 就足以证明一切 至于当不当小三 白建豪觉得无所谓 反正这年头 富二代都花心 只要苏苏能干掉顾云香 成为正宫就好 叶峰心中 则是在想另一件事 按照原著的剧情 这个时间点 灵异在玄武胡 有一桩机缘 白苏苏之所以会去玄武胡游玩 主要是为了跟灵异也会 只是现在 叶峰要过去抢机缘了 这两天在忙公司的事 居然差点把这么好的事给忘了 多亏了白建豪提醒 苏苏啊 我的好闺蜜 叶峰都要过来了 你怎么还在跟灵异聊天 不准聊了 看到闺蜜 这副不成器的样子 林凤娇简直火冒三丈 伸出手去抢手机 但白苏苏早有防备 她没抢到 凤娇 我记得你不是说 叶峰哥哥把你拉黑了 你超级讨厌她吗 白苏苏不解地看着她 这 提起这事 林凤娇老脸一红 上次在白家寿宴上 自家去质疑叶峰 简直就是失策中的失策 但这也不是自己 对叶峰感到生气 再加上她有女朋友 不再跪舔白苏苏了吗 但现在叶峰主动提出来 玄武狐找白苏苏 显然她还没有死心 毕竟舔狗这东西 主要还是心理疾病 一时不舔 可能觉得人生豁然开朗 但长时间不舔 就会像得病了一样 浑身难受 而白苏苏就是支叶峰的药 林凤娇插着自己的小蛮腰 振振有词地说道 那不一样 我讨厌叶峰归讨厌 但我这么做 不都还是为了你的幸福 你想想 你们白家现在是个啥处境 就拿前两天你爸的寿宴来说 你没去找叶峰要投资 你爸有多生气 居然还要你跟我绝交 我的好闺蜜啊 你都多大个人了 怎么不想想事情 你就算再对叶峰不感兴趣 那他不也比林一那个loser强 林一哥哥才不是loser 白苏苏连忙反驳又说道 凤娇 我不是说了吗 我只是拿叶峰哥哥 当哥哥看待 更何况我跟林一哥哥 也只是朋友 为什么你和你爸都逼我跟叶峰哥哥在一起呢 我自己的幸福 我自己做主 林凤娇直接无语了 闺蜜老师这幅说辞 就不能换个有心意的说法吗 而且 你天天跟林一聊私信 跟我都没这么勤快过 你大大方方承认 自己喜欢林一不行 我累了 世界赶紧毁灭吧 呀 叶少来了 林凤娇一斜眼 恰好看见叶峰的劳斯莱斯停在路口 顿时又来了精神 为了保证约会的顺利 他趁闺蜜不注意 连忙把手机抢了过来 防止他继续跟林一你们我门 破坏叶少约会的愉悦感 凤娇 你 白苏苏气得半死 林凤娇把手机藏进兜里 不再管他 见叶峰走来 连忙上去打招呼 叶少 您来了呀 久等了 叶峰微微一笑 没 没事 应该的 林凤娇受宠若惊 叶峰这么随和 看来没有因为上次的事情 生自己的气 也对 以他的身份 若是跟自己计较 降低的是他自己的身份 于是 林凤娇再次当场黑转粉 叶峰当然记得上次 他帮着林一 质疑自己的事情 只是 他林凤娇算了什么东西 自己只要打个喷嚏 就能把他喷到太平洋去 留着当下工具人 也算是把垃圾再回收利用 叶少 今天天气晴朗 又不热 咱们去逛逛吧 林凤娇调媚说道 同时疯狂给白苏苏实眼色 叫他营业 五月初的天气 江南风光正好 鸟与花香 玄武湖位于紫金山角 是古代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 也是江南仅存的皇家园林 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别看精灵商业在省内排倒数 但毕竟是六朝古都 名胜古迹这些 可不少 行 逛逛吧 叶峰回道 不过身体却纹丝不动 因为最重要的主角 还没登场呢 林凤娇见状 还以为叶峰不满白苏苏的态度 嫌他不主动吗 正准备给闺蜜做思想工作的时候 他都离手机响了 是白苏苏的手机 打电话的人 正是林毅 林毅哥哥 白苏苏没烧一喜 想去拿手机 林凤娇眼挤手快 直接挂掉了电话 是林毅同学的电话吧 为啥不接呢 叶峰没烧也是一喜 啊 叶少年 林凤娇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真是叶峰说出来的话 而不是自己唤听了 搞清楚 林毅是你的情敌啊 林凤娇来没来得及多想 讨人厌的林毅又打来了电话 接吧 今天天气好 多一个人 有玄武胡 也热闹一些 叶峰微微一笑 听到这话 白苏苏拿过手机 人家叶峰哥哥都不在意 你在意啥 这闺蜜 还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林毅哥哥 我们在 咦 你看到我了 白苏苏放下手机 果不其然 林毅正在不远处跟他招手 苏苏 凤娇 咱们走吧 林毅笑呵呵地走来 忽然发现 瞪大眼睛 惊到 叶少爷 你怎么也在啊 第27章 玄武胡 陈方林 见到叶峰 林毅的心情坏了一半 自己今天好不容易才休假 特地约了白苏苏 出来同游玄武胡 结果叶峰这丝居然也在 上次见到叶峰就没好事 不但秋燕落霞图被他抢了 而且本该属于自己机遇的颜文景 也转亲爱于他 他还害得自己被白剑好赶了出去 连自己全身家当 270块巨额买下的青花瓷碗 都被白给 就算再讨厌叶峰 林毅还是发动了他的特技 厚脸皮 笑道 叶峰少爷 居然也有空 你们夜市服装还顺利吧 一切顺利 逗垮张家 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范为叶家者 虽远必诛 叶峰淡淡地说道 林毅不愧是男主角 当一个穷表司 消息还这么灵通 怒斥张家 叶峰登的是精灵商报 自己的事情 几乎只限于精灵商界知晓 林毅显然还没到那个级别 哇 叶少 你们叶家 是要进军服装行业吗 林凤娇崇拜到眼睛里冒星星 不算吧 报仇二爷 叶峰轻轻地恢复 开玩笑 真心话怎么能乱说 不愧是叶少 真是绝世好男人 林凤娇再次赞许 同时瞟了闺蜜一眼 意思是说 白苏苏你给老娘家把劲 别让叶少被顾云苏彻底抢走了呀 但白苏苏没反应 林凤娇大怒 看了看旁边的loser林毅 指着他赤道 林毅 你看看人家叶少 帮女朋友报个仇 都这么浪漫 让张家与一身作赔 你再看看你 穷馊馊的 租个房子 居然还找苏苏借钱 你还算不算男人 啊 林毅无语 这怎么扯到自己身上来了 可林凤娇说的是实话 她也没法反驳 凤娇 你别这么说 林毅哥哥已经很努力了 租房子的钱 是我主动借给林毅哥哥的 谁没个困难的时候啊 再说了 林毅哥哥说了 今天请我们吃大餐 白苏苏不满 赶紧维护林毅 苏苏 你没毛病吧 林凤娇差点晕死 叶少在这 你居然说这种话 你忘记 你爸给你交代什么了吗 希望叶少不要在意这些 我当然没病 但是凤娇 你在针对林毅哥哥 别怪我不认你这个闺蜜 白苏苏有些生气了 林凤娇 好了 咱们去逛逛吧 马上就该到饭点了呢 叶峰微笑和说道 她当然不在意白苏苏如何 也没兴趣 看着对闺蜜互私 她有她自己的正视 好的 叶少 咱们这就走 林凤娇连忙音声 她看了看身旁 一副穷酸样的林毅 鼓起勇气靠近 踹着她就往前面走 给叶峰留下 和白苏苏单独相处的空间 林毅无奈 只好走在最前面 不然慢一点 林凤娇的脚 就踹上来了 白苏苏皱着眉头 对闺蜜越发不满 叶峰哥哥 咱们也走吧 白苏苏强行露出笑容 行 一路上 白苏苏和叶峰都心不在焉 因为有林凤娇在 二人没能好好地约会 白苏苏后悔 带闺蜜一起来了 林毅也想找机会 跟白苏苏单独相处 可却无果 不知不觉 一到了饭点 众人也走累了 我们去这家餐厅吃饭吧 众人在一家很普通的餐厅停下 叶峰记得 在原住中 林毅就是在这里 请白苏苏吃大餐时 才触发的机缘 叶峰说 在哪就在哪 林凤娇赶紧附和 虽然这家餐厅 不太高端 可玄武湖毕竟是旅游景点 也不能奢求太多 那行 就在这儿吧 林毅也表示赞同 为了这次的约会 请白苏苏吃大餐 她向实习公司 预制了一些工资 刚好能在这里吃得起 不过 有叶峰在 肯定不是自己买单 自己也正好省下这笔费用 省到就是赚到 待会儿多吃点她叶峰的 进了餐厅 开始点菜 叶峰和林凤娇 对这里没啥兴趣 就随便点了一些 白苏苏没心情吃饭 林毅就不一样了 疯狂加菜 她一个人进 点了二十多个 点这么多 吃得完吗你 林凤娇醋没怒斥 这林毅 怕是饿死鬼投胎的吧 能吃是福 林毅同学要是觉得不够 可以再加几个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行 那我就再加两个 于是 林毅就又加了几个菜 好家伙 一共三十个菜 把服务员都给吓了一跳 叶峰心中冷笑 杀笔 你以为劳资要给你买单吗 你找公司预知的工资 准备全交代在这里吧 因为叶峰这桌是大客户 所以上菜非常迅速 林一一想到能白屁叶峰 心情大好 更是敞开了吃 见到他果真是饿死鬼头的胎 林凤娇更加感到厌恶 吃到一半的时候 隔壁桌忽然骚动了起来 没钱你们吃什么饭 赶紧给钱 想吃霸王餐 也不看看地方 几个服务员 凶巴巴的对着一老一哨 我们就点了三个菜 怎么就吃出三百块来了呀 你们这是黑店 一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对着服务员叫道 他个头不大 却气势十足 年龄虽小却清秀可人 隐隐有倾国倾城之姿 嘿 你怕不是刚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吧 不知道这是旅游景区 三个菜两个饭 就是三百块 而且还给你们抹了领头 菜单上也写着呢 不给钱的话 你们今天就别想走 领头的经理被气乐了 手一招 又来了几个服务员 把他们爷孙两人围住 防止他们逃跑 我 岑芳林要急哭了 他发现了是自己理亏 可是身上的钱不多了 嗨嗨 老者一个劲的猛咳 差点把肺给咳出来 服务员健壮 纷纷退了一步 生怕这老头 有什么奇怪的病 爷爷 岑芳林急得落泪 这次进城 他是带爷爷来看病的 而且家里很穷 身上就带了八百块钱 如果给了这三百块的饭钱 那看病的钱咋办 据说城里的医院 都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不给钱就不给看病 想到这里 爷爷咳得更厉害 而岑芳林 直接哭出了声 我说小女娃 是你欠饭钱不给 你在这卖什么草 别怪我没提醒你 不给钱 别怪我们不客气 给我把饭钱搜出来 经理拉下脸来 手下的服务员 准备动粗 住手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竟然欺负人家 一个小姑娘 还敢搜身 谁给你们的权力和胆子 这时 叶峰扬声骂道 瞬间吸引住了 所有人的目光 眼前的这个小女孩 岑芳林 正是原著中 林逸此次遇到的机缘 第28章 抢林一台词 叶峰的见义勇为 让所有人都赞赏不已 虽然小女孩吃饭不给钱 但这几个服务员的做法 也确实霸道 林逸更是一惊 心说 我去 叶峰的速度咋这么快 本来自己还想出马呢 林逸发现 这个女孩不是普通人 她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气质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来自南疆 而且 她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 而且修为之高 本领之强 寻常几十个人 都没法进身 林逸确实看得没错 在原著中 岑方林是书中的战力单位 虽然不是最强 但很特殊 因为 她出身南疆 会识古术 原著里面 帮岑方林付钱的人林逸 就因为这个举动 她收获了一名保镖间后宫 在后来的剧情中 岑方林多次帮林逸化解危机 然而 剧情马上就要改写 这机缘 叶峰要了 我靠 你谁啊你 你旁边点三十个菜的大爷都没说话 你算哪根聪 经理狗眼看人低 可看着看着 她发现不对劲 叶峰少爷 经理吓得魂飞魄散 腿脚一个不利索 直接跪了下来 叶峰 我们刚才没认出你来 还请恕罪 你认识我 叶峰惊了 自己在外界眼中 一向是指纹其名 不见其人 这个小小餐厅的经理 怎么会认识自己 叶峰 这家店就是你们家开的呀 经理战战兢兢的回答 自己家开的 那特么不是打自己脸 叶峰怒道 约你马 赶紧滚 再发生这种事 你滚犊子吧 是是是 叶峰息怒 经理以最快的速度 带着人滚蛋 我靠 这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叶峰爷 我算是见到真人了 叶峰还真是正气凛然 连自己家的员工都对 爱了爱了 谁敢再说叶峰的一句坏话 我第一个不答应 叶峰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赢得了满堂彩 马德 怎么好运都被叶峰给抢了 灵异心中郁闷 他发现 自从遇到叶峰 自己准没好事 叶 叶峰 谢谢你 陈方林怯生生的走过来道谢 他虽然不知道 叶峰具体有多厉害 但他知道 这家店是他家的 而且还给自己 免除了三百块钱的饭钱 不客气 小事一桩 我只是 欠不惯他们 欺负小女孩 叶峰照着原助理灵异的话 复读了一遍 灵异惊了 你特么怎么知道 我心里想说这句话 刚才灵异准备出手时 连后续的台词都想好了 只可惜 叶峰快了一步 可一步快 步步快 灵异再也无缘 他只能记恨着叶峰 大口大口吃他的菜 你刚刚救了我 也间接救了我爷爷 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 我要以身相许 陈方林脸色羞红 很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来 如果没有叶峰 那三百块的饭钱肯定保不住 再来的时候 他就打听过 给爷爷看病 至少要花七百块 叶峰相当于救了自己爷爷 啊 此言一出 全场正主 这就以身相许了 你们那儿到底什么规矩 早知道 我也可以啊 不就是三百块钱吗 换个媳妇 太划算了 只可惜 机会已错过 从表面上看 损失的是三百块 但四舍五入 就是一个亿 痛是一个亿啊 良心都痛了 这 我这是在做梦吗 林凤娇掐了掐自己胳膊 好疼 确实不是在做梦 但这也太魔幻了吧 白苏苏更是震惊无比 林一发现自己更亏了 气呼呼的大口吃菜 嘿嘿 我说小姑娘 你才十七八岁吧 这法律不允许我们结婚 叶峰继续照着援助复读 年轻人 不 叶少 岑方林的爷爷 岑父强急忙说道 你的大恩 我们无以为报 还请你务必答应 不然 岑父强说得激动 又开始一个劲地咳嗽 血都咳出来了 叶峰也开始无语了 这剧情苟写是吧 早就说了 作者没十年脑淤血 写不出来这种剧情 爷爷 你没事吧 爷爷 岑方林急忙大叫 扶住渴到昏迷的爷爷 眼角再度挂上两行泪水 向周围求助 谁能救下我爷爷 我来 周围的单身汉们 纷纷自告奋勇 建议勇为这种事 只要是个好人 都愿意做 然而 速度最快的是灵异 他疯一般地冲到 岑方林面前 说道 我会写医术 我来救你爷爷吧 谢谢 岑方林满眼都是感激 是肺结合 灵异一眼就看出了病症 肺结合在老年人当中 是高发病 非常难治 但灵异自有办法 救他一时 应该不成问题 喂喂 灵异同学 你是医生吗 叶峰无语 你灵异是跟真呢 怎么见风就差 不是 但我会写医术 现在人命关天 不能再等了 灵异说道 准备开始救治 小姑娘 你爷爷得的是肺结合 搞不好会死人的 你确定让这家伙救 叶峰故意夸大病情 啊 这么严重 岑方林有些怕了 也开始变得犹豫 当然 尤其是不懂医术的人乱来 死亡的几率非常大 叶峰满口胡周 叶少爷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我即便医术再不行 但要救醒这老人 绝对不成问题 灵异反击道 叶少爷 莫非也懂医术 我不懂 叶峰大大方方地承认 又道 不过 我认识懂医术的人 小姑娘 你想好了 灵异同学救你爷爷的话 你爷爷多半会死 但我找人救你爷爷 你爷爷却一定能活 叶峰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相信叶少爷 存放林没得选择 比起灵异 他还是更相信 当才帮自己解围的叶峰 在心里面 他也更亲近一些 行 那叶少叫的人不行 我再行救治也不迟 灵异退至一旁 心里却不慌张 他发现 这存腹强的肺结核不简单 一般的医生 根本看不出来 但能看出来的 只有精灵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医师 随后 叶峰给吴主任打去了一个电话 他是精灵市人民医院的主任 也是叶家聘请的私人医生 母亲周雪华心脏不好 父亲抽烟肺不好 全靠他帮着护理 电话打完 吴主任以最快的速度 在十分钟后 开着救护车就赶了过来 叶少 病人在哪 吴天敏提着救护箱 快步走了进来 见到来人 灵异傻眼了 怎么会是他 吴天敏可是精灵赫赫有名的大名医 比自己医术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有他在 岂能看不出来 这老爷子岑腹强 是练武导致的肺部病变 第29章 金蝉传人 还好 病人只是呼吸道受阻 缺氧导致的昏迷 我这就开始施救 吴天敏一眼 就看出了岑腹强的症状 包括他是因为练武 导致的其他一些病变 他手一招 身后的护士赶来 带来一台呼吸机 以及九根银针 呼吸机给岑腹强供养 而银针则用来刺血 调理岑腹强气血 呼吸不畅的病变症状 咦 我才认出来 这不是世人民医院的吴主任吗 哇 真的是吴主任 上次我爸快死了 就是他就回来的 小姑娘 你也有救了 我发现叶少的人脉好强啊 一个电话 居然把吴主任给叫过来了 认出吴天敏后 众人纷纷赞到 谢谢吴主任 谢谢叶少爷 曾方林喜极而泣 心中对叶峰的感激更胜 已决定了非他不嫁 除了以身相许 实在没有别的任何办法 能回报他的恩情 灵异则是满脸黑线 本来属于自己表现的机会 又被叶峰给抢走了 如果救了曾富强的人是自己 以身相许这事 还跟叶峰有关系吗 虽然不一定非要以身相许 但曾方林以后 绝对是个可堪大用之人 现在相当于白简啊 嗨嗨 几分钟后 曾富强睁眼醒了过来 再次对叶峰道谢 叶少 你的大恩我实在无以为报 请受我曾富强一拜 说着 他就要下跪 曾老不必多礼 见义勇为 乃我背本分 叶峰拦住了他 叶少人也太好了吧 如果精灵的富二代都像他这般 那人间岂不就是美好的天堂 切 不就是见义勇为吗 我也可以 你那是见义勇为吗 你是在缠人家小姑娘身子 你下践 就是就是 我都不好意思戳破你 众人再次对叶峰纷纷赞扬 叶少 曾老爷子的病比较严重 需要长期住院治疗 吴天明走来 对叶峰说道 行 吴主任就帮着安排一下吧 叶峰微微汗手 谢谢叶少爷 曾富强感激涕零 叶少爷真是个好人啊 把孙女许配给他 绝对没错 老爷子要主住院 曾小姐有何打算 叶峰朝曾方林问道 我 曾方林俏脸通红 当叶峰当度解救自己和爷爷的时候 在他心里 自己就已经是叶少的人了 要不这样吧 我看曾小姐也并非常人 要不给我来当保镖吧 正好 我的身边也居然保护 叶峰笑道 保镖 这小姑娘 是练家子 此言一出 众人愣住 这曾方林 长得小巧玲珑 怎么看也是个柔弱女子 叶少你究竟是咋看出 她是练家子的 曾富强和曾方林 也愣了半生 他们是南疆金蝉派传人 可他们一直住在南疆的农村 靠种地生活 武功一想隐藏着 从不外露 叶峰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次来到金蝉 除了看病之外 曾富强还想帮孙女 找到她的父亲 集曾富强的儿子 当初 曾方林是金蝉出生 她父亲把曾方林 抱回南疆老家后 又返回了金蝉 从此再也秒无踪迹 这狗日的叶峰 到底都会些啥 林义瞪大了眼睛 起初她还以为叶峰 只是贪图曾方林的美色 没想到她的眼神 抢了曾方林 这家伙 莫非是个挂逼不成 怎么 不愿意 叶峰问道 愿意愿意 曾方林连忙点头 以后我就24小时 贴身保护叶峰 叶峰是自己和爷爷的恩人 曾方林岂能不愿意 更何况 保镖还是一份工作 自己再精灵 也能养活自己 于是 吴天敏带着曾富强去了医院 叶峰则是带着曾方林回家 叶峰爷 见到叶峰离开 林凤交集了 今天叶峰不是过来 跟苏苏约会的吗 怎么这就走了 难不成是新人圣旧人 她突然间又对苏苏 失去了兴趣 而此刻 白苏苏正在给林一夹菜 怕她还没吃饱 林凤交大怒 把白苏苏拉到一旁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苏苏啊 你可长点心吧 你这样下去 连个小散都当不了 凤交 你 白苏苏眉头深皱 这是赤薄薄的侮辱 当即不再理会闺蜜 走过去对林一说道 林一哥哥 咱们继续去逛玄武湖吧 好 林一一口答应 终于有了跟白苏苏 单独相处的机会 准备离开时 餐厅经理带着服务员 冲了上来 叫道 几位 你们还没付账呢 什么付账 白苏苏一愣 不悦地说道 你难道没看见 我们是跟叶峰哥哥一起来的 你还找我收钱 呵呵 叶少点的菜 我们自然不敢收钱 但是这个家伙 点了27个菜 取整抹零后 一共三千块 今天这饭钱必须给 否则你们试试 经理蛮横起来 身后的服务员 直接朝林一围了上去 如果他是叶少的朋友 经理当然不敢问他要钱 可是当才他看得仔细 这家伙跟叶少 显然是情敌关系 而且 居然还想染指存放林小姐 这不是自己邀功的机会 三千块 林一咽了咽口水 他就找公司 预制了一千多块 哪付得起账啊 但不给钱 今天显然走不了 他对白苏苏说道 苏苏 你能借点钱给我吗 我发工资还你 没事的林一哥哥 我这里刚好有三千 白苏苏掏出手机 准备转账支付 白家虽然快破产了 但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 一个大男人 居然找女人要钱 你要不要点脸 林凤娇伸出手去 再次把手机抢走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林凤娇 你怎么能这样 白苏苏大怒 赶紧追上去要手机 喂 林一傻眼了 心说自己也没得罪林凤娇吧 这女的为啥老是针对自己 小子 赶紧给钱 经理怒眼圆争 打千条行吗 林一提议道 打你马 你信不信劳子打你一顿 经理怒斥 好吧 林一无奈 掏出手机 给自己的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领导名字叫做赵红英 是赵家的千金小姐 林一在电话里说道 红英姐 能再给我预支两千块钱吗 我这里有急用 第三十章 张大少 射圈套 丁 恭喜宿主更改原著剧情 掠夺林一气韵 获得一千五百逆袭值 丁 灵异隐藏魅力值一百 丁 灵异气韵值一千 系统提示 灵异气韵值再减一千 将降低一个档次 车上 叶峰准备带岑方林回家 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 降一个档次会怎样 叶峰好奇地问 降低之后 男主角灵异的机缘 会大大降低 从而减少 他的奇遇 同时也提升宿主的气韵等级 系统提示 气韵分为五个等级 逆天气韵 神级气韵 仙级气韵 人级气韵 普通气韵 系统提示 宿主目前为普通气韵 系统回到 任你嘛 我气韵咋这么跌 叶峰非常不满 回宿主 你是书中大反派 气韵咋可能高 系统回到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叶峰一时间 竟无言以对 不过没关系 以后多和灵异清静清静便是了 请问宿主是否用用逆袭值兑换技能 属性 物品等 系统提示 逆袭值可以储存 以备不时之需 系统说道 那先存着吧 叶峰暂时也不需要急着兑换 毕竟超能力 就已经足够解决大部分的事情 存着以备不时之需 富有余粮 心才不慌 兵 恭喜宿主首次存入逆袭值 宿主将获得系统的随机奖励 兵 恭喜宿主获得属性强化 当前属性 姓名 叶峰 性别 目前是男 体力 200 普通人为60 精神 150 普通人为60 武力 150 普通人为60 天赋 150 普通人为60 魅力 300 男神水平 逆袭值 1500 技能 自画精通 商业专精 衍生技能 蛊惑 还有这操作 随着身体状态的加强 叶峰惊了 有着操作系统 居然不早说 叶峰问道 系统 我能看看灵异的吗 别看了 他是主角 属性肯定比你强 但宿主也不必感到自卑 最强的能力其实是钱 我愿称之为超能力 系统好心说道 叶峰 开车回到叶家别墅 陈芳林 现在是叶峰的保镖 负责贴身保护 自然也要住进叶家别墅 今天是周末 母亲周雪华 也难得休息一天 见到儿子 领了个小美女回家 顿时大吃一惊 从沙发上一蹦而起 小峰 这是 周雪华傻了眼 儿子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 从外面带女孩回家 当然 以前叶峰给白素素当狗 对别的女孩也没啥兴趣 儿子突然间风流起来 让他这个当妈的 有些不适应 妈 这是我姑的保镖 以后负责保护我 当然 也能保护你和爸 叶峰解释道 保什么来着 周雪华大跌眼镜 瞅着眼前精致小巧的岑芳林 好一阵子都反应不过来 就这身板能当保镖 究竟谁保护谁 阿姨好 岑芳林怯生生地打招呼 你好 坐吧 周雪华热情的回应 不管怎样 她都是自己儿子领回来的女孩 而且模样也讨喜 不当保镖 当别的也行 紧接着 周雪华把叶峰拉到一旁 说道 小峰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啊 叶峰说道 咱们叶家可是精灵第一豪门 不知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家的钱 你和爸也是心大 都不请个保镖啥的 你看四大家族 他们请个保镖 各自都能组建一个加强连 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那某首富儿子被绑架 花了十个亿 才把人给赎回来 而且 那还是九几年的十个亿 以现在的购买力换算 至少等同于两百亿 这钱能把精灵四大家族 加起来买一遍了 叶家在精灵数大招风 指不定每天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当然 叶家虽然没顾保镖 但叶家养的狗多 随时都可以过来护主 比如上次的刘文豹 别看他只是餐厅老板 他起家可是很不干净的呢 当然有贴身保镖的话 更加稳妥 谁跟你讨论保镖了 周雪华翻了翻白眼 说道 我只是觉得 那小姑娘那么漂亮 你可别动什么外心思 可千万不能对不起云香 叶峰无语 妈 你连你儿子都信不过 嘿 你别以为你不给白素素当那傻 你就是个好人了 物极必凡 你知道吗 好多男孩一开始痴情的不行 后来还不是花天酒地 见一个爱一个 有句话咋说的来着 雪崩的时候 每一片雪花都在涌闯天涯 周雪华阵阵有词的说道 是雪崩之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叶峰纠正道 对 就是这一次 小峰啊 咱舔狗不能当 可渣男也不能当 周雪华继续说道 不说了 我去给刚刚那姑娘收拾下房间 她来咱家住 不能委屈了人家 说着 周雪华就转身离去 忽悠折返回来 问道 她是给你住一间吗 叶峰 不是说好 不当渣男吗 最后 在叶峰的安排下 岑方临住在二楼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在李永华的操作下 叶氏服装继续与厂家谈合作 与房东签合同 经最大的能力和财力 去挖张氏服装的墙角 很快 张氏服装在渠道 销售方面 丢失了80%的阵地 网店方面 更是不攻自破 因为张氏服装供货不足 放了顾客鸽子 被顾客疯狂举报和刷差评 最后 因为举报太多 电商网站直接把张氏服装的店铺给封了 夜市服装则抓紧机会 一军突起 中午 张氏集团总部 张泽浩吃着火锅唱着歌 正考虑着秘书玩腻了 要不要也对着财务部刚来的小美女 也结个色 忽然 办公室的大门 被人一脚踹开 只见一名中年男子闯进来 啪的一声 抽在张泽浩的脸上 你个败家子 究竟在搞什么飞机 老子前脚刚离开精灵 你就把业家给得罪了 以后我要是把家业交给你 迟早被你给败光 我干脆现在打死你算了 来者正是张泽浩的父亲张远山 他怒目缘争 怒火冲天 露出一个砂锅般大的拳头 爸 你听我说 张泽浩摸着被打肿了的脸 急忙说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算计 是我故意设好圈套 让叶峰来钻 第31章 有内鬼 爸 你先别激动 把拳头放下 听我说完 张泽浩连忙制止父亲的不文明举动 丛容说道 目前我们张氏服装 优势了80%的阵地 但这只是暂时 叶峰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一来是靠烧钱 二来是我们没有反击 但把你仔细想想 叶峰能有几个钱可以烧 这段时间 他起码烧两个亿了 最多一个月 我敢打赌 他们叶氏服装 就会陷入经济危机 到时候就是我们反击的机会 不但能收复失地 还能因为叶家的经济危机 一举反杀 届时 精灵就该有五大家族了 而叶家 则会因为叶峰这败家子 不但豪门当不了 连家族都没法并练 张泽浩分析完了之后 还有些沾沉自喜 老爸绝对会对自己刮目相看 自己再怎么不争气 张泽浩 你个煞笔玩意儿 老子当初就该把你卸在墙上 张远山不但没有消气 反而更加愤怒了 又一巴掌狠狠地抽在张泽浩的脸上 爸 咋了 张泽浩被打得头云眼花 瑟瑟发抖地问道 你个白痴 你不知道这世上 有个玩意儿交贷款吗 你还敢跟叶家比稍限金流 我们才四五年的积累 人家叶家可是积累了二十几年 张远山怒不可遏 可是 我们不是跟赵家签订了合作协议 有军有难 他们还能不管 张泽浩说道 哼哼 赵家 你指望他们帮你 你咋不指望从天上掉个几千亿下来 干脆把叶家砸死 张远山气的身体直抖 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 你看看这是什么 叶峰 张泽浩看着照片 提到 他旁边那个秃头大汉是谁 什么秃头大汉 那是江北的李永华 你肯定是从猪肚子里钻出来的吧 眼睛喘瞎了 张远山气的直骂自己过世的王妻 李永华 张泽浩瞪大眼睛 他怎么会再精灵 江北的李永华 可是服装巨头 各方面都不比张家差 可是 他怎么跑到精灵来 开疆拓土了 居然还是跟叶峰一起 而且 李永华既然入场 亲自坐镇指挥 肯定不是放两枪就走 如此一来 张家确实非常危险 你个蠢货 居然还有心情在办公室里烫火锅 赶紧去给叶峰道歉 割地赔款什么的都无所谓 只要他肯撤军 我先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办不好 别怪下个月的六一儿童节 老子拿你祭祖 张远山骂道 正所谓祭祖何须清明日 儿童节照样能行 我这就去 张泽浩下的浑身发抖 如同得了瘧疾一般 在那打摆子 进攻形势一片大好 叶峰和李永华等人 也终于难得清闲下来 叶峰其实还好 当甩手掌柜 动动嘴皮子就行 具体事情 都是由李永华亲力亲为 他本来人到中年就发福 现在更是有些过劳肥 由于张氏服装 没有反击和组织防御 任由市场阵地被叶氏攻占 叶峰和李永华等高管 展开了讨论 最后得出结论 张远山出差去了外地 董事长不在 而邵总张泽浩 只是单纯的菜 叶少 精灵商报 那边刚刚打电话来 他们收到了一张投稿的照片 您和李总过目一下 这时 叶峰的秘书唐雪兰 推门而入 逃出手机 将照片递了过去 照片上面 正是叶峰和李永华 在公司的办公室 一起聊天喝咖啡的合照 这直接透露了一个信息 叶氏服装的另外30%的股份 是李永华的 叶峰和李永华勾结 意图吞并精灵整个服装市场 不用说 照片是张氏头的稿 这照片谁拍的 公司里有内鬼 李永华大怒 一拍桌子 扔着所有的高管 高管们也非常疑惑 这件事情立刻去查 我倒看看 是谁敢跟张氏勾结 叶峰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很在意 他在意的是叛徒 要知道 为了给李永华的存在保密 公司能接触到李永华的人 都是他们李家和叶家的人 那鬼必出自其中 叶峰 接下来咋办 李永华问道 虽然照片被精灵商报 截获 但毕竟他的身份已被暴露了 在原计划中 为了不引起服装市场 其他商家的疑心 李永华是不能提前露面的 很好办 兵来将党 水来土眼 叶峰淡淡地说道 雪岚 你打电话帮我感谢 精灵商报 扬编辑 照片的话 让他发吧 啊 唐雪岚愣了一下 就连李永华都愣住 叶峰这什么操作 让扬编辑写 李永华李总 历龄指导夜市服装 全体夜市员工 向李总学习先进的企业经验 叶峰淡淡地说道 我去 叶少真是绝了 好一个将计就计 众人大惊 原本一场危机 就这么被他给轻描淡写的话解了 如果是由张氏 去指责叶峰与李永华勾结 这污水恐怕很难洗 但这话 如果是叶峰自己说的 那可就不一样了 人家叶峰是外行 还不准找人拜个师傅学习一下 瞧不起叶家的人脉 还是咋地 至于洋编辑 毕竟他们精灵伤报 是私企 也要恰饭的吗 随后 叶峰将唐雪岚拉至一旁 单独说道 内鬼的是 你从夜市集团调人过来查 我怀疑是我们叶家出了叛徒 夜市服装的高管和中层 很多都是跟随叶家十几年的老臣 最低的资历 也有五年 不是叶峰信不过他们 而是因为 李永华那边带来的 就几个核心骨干 他们在理事服装都有干股 没理由去当内鬼 而夜市企业太庞大 人员也鱼绒混杂 出个叛徒 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这年头 人都是向前看齐 被收买了 也实属正常 我这就办 唐雪岚点头 立刻去夜市 抽掉人马成立调查组 夜少 不多时 公司的保安快步走来 张泽昊带人求见 张泽昊 是的 他带了三十多个保镖 恐怕来者不善 您见还是不见 当然要见 叶峰微微一笑 嘴角扬起一丝森寒 我不仅要见 而且还要见他们 所有人 让张泽昊的保镖 也跟着一起进来 第32章 赔款求和 夜少 我要不去找点人过来吧 万一张泽昊闹事 我们也好应付 保安提议道 公司的人员虽多 但大部分都是普通员工 管理层又大多上了年纪 保安只有四个 而且还有两个在轮休 待会儿若是动起手来 他怕吃亏 不用找人 我叶峰就在这里 他要打我 我就让给他打 他要砸我们公司 我就让给他砸 叶峰神态轻蔑 他正愁跟张家的矛盾 不够尖锐 商界看热闹的人 未必肯完全信服 他必须将矛盾 尽可能地往私人恩怨上引 当然 张泽昊若真来找事 这公司 他也未必砸得下来 存放林一人 就能打他们一群保镖 他是叶峰的贴身护卫 叶峰走到哪 就把他带到哪 很快 张泽昊便带着三十多个保安 走进了公司 但他在办公大厅 不肯去办公室 因为办公室 装不下这么多人 张泽昊 你砸公司砸上瘾了吧 叶峰冷笑道 哎 你随便砸 砸下来了 我还请你晚饭 哈 叶峰误会了 我绝无此意 张泽昊打着哈哈笑道 老爸交了死命令 来给叶峰道歉 他哪有这个胆子 之所以带这么多人 原因很简单 他怕叶峰趁机把他打一顿 上次在一位宣餐厅挨得打 才刚好没多久吗 那你有屁块放 叶峰寒生说道 是这样的叶峰 咱们两家 其实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没必要这般大动干戈 说着 张泽昊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 说道 里面有三百万 是我给嫂子赔款 我做的不对我道歉 银行卡经由保镖的手 递了上去 张泽昊本想亲自递上去 以表诚意 但他怕不安全 三百万 啊 你还挺大方 叶峰冷笑一声 收好支票 让财务小姐去银行兑换 把钱打给顾云香 上次顾云香的桌椅 设备等损失 加在一起才几万块 新设备换了点好的 也才十几万 这三百万 几乎是白女票 叶峰 既然赔款已经收了 那咱们可以谈正事了吧 张泽昊笑着说道 正事 叶峰呵呵冷笑 你当我花这么多钱 成立夜市服装 何着是跟你闹着玩 叶峰 你怎么 张泽昊笑容戛然而止 脸色俱变 赔款是你应该的 而且 这钱也不是给我 难道你还想赖账 但钱归钱 仇归仇 我就是要干死你们张家 叶峰锋芒毕露 你 你 你他们玩 张泽昊气得不轻 指着叶峰立声叫道 你跟李永华狼被围奸 不是报仇 是为了染指服装行业吧 啥玩 这是跟李总有啥关系 叶峰直接否认 他没让叶永华出来 反正张泽昊就一张嘴 难道还能说破天 叶少 之前是我不懂事 得罪了您 我知道 你们成立夜市服装也不容易 耗资巨大 要不这样吧 咱们讲和 你让厂家恢复给我们供货 网店方面也不要再拒绝我们了 实体店铺 我们自己 再去和房东谈 我不会让你白忙一场的 我们愿意赔款两千万 以及整个服装行业 百分之十的市场份额 还请叶少高抬贵手 张泽昊神色艰难的说道 这完全是下了血本 两千万是小事 被耽误的赚钱时间 也是小事 关键这百分之十的市场份额 才是重中之重 之前为了攀附赵家 就已经让了十个点的份额 如今赔款让利 又给了十个点的份额 如今张氏服装 只剩下四十个点的市场份额了 这完全是血亏 但老爸下的死命令 他没法不照做 割地赔款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叶少 如果你同意 咱们就签字带张吧 说着 张泽昊将早已拟定好的合同拿了出来 虽然说 叶峰如今已烧了两个亿 但他们也霸占着 原本属于张氏的市场 钱是可以回流的 而且还免费获得百分之的市场份额 他已经赚了 张泽昊 你耳朵不好使吧 我说了 我就是要干死你们张家 你们要么跟我血拼到底 要么就滚出精灵 或许你们张氏服装 还有一条生路 叶峰冷冷一笑 叶峰 你别欺人太甚 张泽昊彻底怒了 这欠也到了 气也忍了 钱也赔了 弟也割了 他叶峰还想怎样 张氏服装若是搬出精灵 以他们的体量 在强敌环似的江南江北 哪可能会有活路 没事就滚 当然 你要想砸我公司也行 叶峰冷冷地说道 张泽昊半上说不出话来 他确实想带人冲上去 把叶峰打一顿 但这样一来 矛盾会更加激化 叶家怕不是不敢死自己不罢休 而且 估计等不到六一而同结 父亲就要杀了自己祭祖 张泽昊忍气吞声 想身后望去 目光所及 是一名容貌俊秀 穿着休闲T恤 留着长发的青年 哈哈 叶峰果然雄劲 青年笑着走出来 说道 不知叶峰还认得在下吗 咱们两个月前 喝过一次酒 赵家的大少爷赵洪波 你要干嘛 叶峰看着他 此人是赵家未来的继承人 他今年年初 才从国外镀金回来 赵洪波为人狡猾奸诈 在精灵富二代圈子里 呼声很高 远胜同级的陈子勋 只可惜 他在原助理也是个反派 因为惹上了灵异 被一路吊打 最终弄死在了厕所里 值得一提的是 他妹妹赵洪因天资国色 还被灵异收进了后宫 叶峰 不知能否给我个面子 话干戈为玉伯 张家诚心道歉 要是叶峰觉得赔礼不够 可以再谈 这样逗下去 容易两败俱伤 最终便宜了他人 赵洪波笑着劝和 啊 上次你叔叔赵文权 在群里让我息怒 你今天又跑来当何事佬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叶峰就是要干死 他们张家 名犯我叶家者 虽远必诛 虽强必破 虽万劫亦杀之 叶峰僧寒可不 指着张泽浩 又说道 商场如战场 三国演义 里面有句话 我今天送给你 能战则战 不能战当手 不能手当走 不能走当降 不能降则死 何必摇尾起怜 赔款求和 第三十三章 想给叶家荡狗 好你个叶峰 你这是 想要我的命 张泽浩气得发指 同时心中一寒 自己回去 会不会被父亲打死 知道就好 叶峰微微一笑 那大不了就与死网破 张泽浩气汹汹地 带着人走出去 赵洪波也随即跟上 除了叶氏服装 张泽浩依旧一难平 叶峰到底在想什么 他真要进军 整个服装行业 赵洪波忍不住思索起来 同为精灵顶级富二代 他很能理解 叶峰想大干一场的冲动 但如今 叶峰能取得优势 全靠拿钱砸 以及张氏服装没有反击 当然 别人也不知道 叶峰跟李永华勾结 还以为叶峰只是单纯的败家 冲冠一幕 为红颜呢 赵少 这是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回去 肯定被我爸给打死 张泽浩带着哭枪求救 放心 此事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赵洪波一口答应 毕竟张家60%的市场份额 有十个点是给赵家的 而且 只要张氏一旦反击 叶峰就得继续烧输备于他的钱 只要把叶家带到战争迷命里去 届时就是属于四大家族的机会 更何况 叶家已经是精灵第一豪门了 谁也不愿看着他继续做大 虽然不太好跟叶家明智作对 但暗中给张家送点资金 却没啥问题 赵洪波又道 上次的那张叶峰跟李永华的合照 你投了吗 放心吧赵少 照片我早就发给了 精灵商报的主编杨胜 只要我们一句话 下午六点就能刊登出去 张泽浩连忙点头 这也是他们留的后手 居然还真派上了用场 肯定能打叶峰一个措手不及 那就好 也不愧我们重金买通叶峰手下的人 赵洪波也微微汗手 至于杨胜 他可没少拿赵家的钱 还不得认真办事 下午五点四时 夜市服装总裁办公室 叶少 杨主编那写好了文章 您过目一下 秘书唐雪兰将文档发到了叶峰的工作号上 上面的标题叫做 江北李永华对夜市服装展开指导工作 文章里面 除了叶峰跟李永华被那间偷拍的那张合照之外 还有不少原夜市服装的高管 听李永华讲课的图片 不管怎么看 他都是叶峰找来的老师 而非什么合作者 行 叶峰满意的点了点头 说道 顺便把这篇文章发给杨主编 文章是叶峰亲自写的 上面的配图 正是今天张泽浩带着保镖来夜市服装 但拍摄的角度很刁钻 完全把谈判拍成了找茬 叶峰取的标题更是夸张 带黑家族张泽浩打砸夜市服装 叶峰表示 跟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唐雪兰一看 顿时直呼好家伙 叶峰这是把矛盾 完全往私人恩怨方面引了 而且有图有证据 再说了 精灵商报 毕竟是个私企 他们正愁没机会巴结叶家呢 他们一定会卖力宣传 这两篇文章 让杨主编都发在头条上 说着 叶峰的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张泽浩 你也配跟我在背后玩音的 我看你怎么戒招 下午六点整 精灵商报的两篇头条文章一出 精灵商界 舆论一片哗然 不是吧 张泽浩这么嚣张 竟敢跑去砸夜市服装 为啥我感觉 反而是叶峰在卖萌 张泽浩这笔绝对脑子不好使 真把商场当战场了 有这么干的吗 马德 一个败家子 一个二傻子 竟然把精灵商战给打起来了 这不是菜鸡护卓是啥 叶峰可不是败家子 叶家的狗那么多 随便放几条上去 都能够让张泽浩搞进ICU 但他没这么做 说明什么 说明叶峰善于隐忍 是个干大事的人 说的没错 有句古话说的好 打蛇的七寸 挖人挖祖坟 精灵商报的舆论 对张氏服装很不友好 都认为张泽浩在作死 同时 还写了一波叶峰的形象 如果再说 他是败家子 那就是自己眼睛不好使 有毛病啊 这是 我啥时候带人砸夜市服装了 我带保镖去 完全是出于自保 我怕叶峰趁机打我 张氏服装的办公室里 张泽浩正对着电话里 逐一向公司高管解释 这些可都是公司元老 张泽浩见了要叫叔叔 连续解释了十几次后 张泽浩讲得口干舌燥 而且还没解释清楚 他们也认为张泽浩是被陷害的 但关键问题是 现在咋办 刚刚精灵室官方也打电话询问 张泽浩到底有没有靠暴力 去非法竞争 张泽浩想哭 张绍 这时 一名西装男走了进来 张泽浩认得他 他是父亲的司机 司机说道 你父亲让你去楼下 他有话想问你 可以不去吗 张泽浩吓得瑟瑟发抖 不行 司机摇头 你父亲说 如果你不去 我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张绍 请吧 司机很客气 张泽浩直接吓得身体一瘫 从沙发上滑了下来 杨主编 你别他妈跟我说 你那儿信号不好我 知道你听得清楚 本少就想问问你 我赵家没亏待你 为啥你要帮叶峰 赵家别墅 赵洪波压抑着自己愤怒 对杨胜问道 既然赵少 你非要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我直接跟你明说吧 因为我想给叶家当狗 电话里 杨胜理直气壮 老子看你是真的狗 你拿我赵家的钱拿少了 啥比玩意儿 还给叶家当狗 叶家看得上你吗 赵洪波大怒 就是因为以前看不上 所以这次我才要把握住机会 好了 不说了 我要构思一下 明天的稻子怎么帮叶少写 不然去晚了 这狗就被别人抢去当了 嘟嘟 说完 杨胜直接挂掉了电话 赵洪波更是气得不行 恨恨地骂道 你叶家会养狗了不起 老子就看看 你叶峰凭什么干死张家 就你叶峰会养狗 会去外面摇人 难道我赵家就不会 第34章 求良 赵洪波想得很清楚 养狗肯定养不过叶家 毕竟他们是专业的 但在外面摇人就没问题 唯一敢跟叶家掰手腕 巴不得他们倒下的 便是精灵四大家族 他给陈子勋去了个电话 兄弟 在干啥呢 我不刚回精灵吗 咱们兄弟今晚聚一个 晚上八点 公司外的商务街灯火通明 叶峰看着窗户的繁华景象 战役十足 李永华他们 还在为了公司的事业而秃头 叶峰则是在等消息 叶少 我们查到内鬼了 秘书唐雪兰走来 将一张照片递到了叶峰的手上 集团那边查到 此人经常暗中跟赵洪波接触 也就是说 是赵洪波在背后搞我是吧 叶峰猝眉 照片上的人 是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叫做刘浩 公司的中层领导 不过叶峰跟他不熟 整个叶家麾下 员工太多 中层领导更是多的不可数 出一两个败类 也在情理之中 叶少 这个刘浩今晚没有加班 唐雪兰提醒道 没事 我会让他知道 当叛徒是什么下场 叶峰冷冷地说道 这个刘浩只是个小人物 不足挂齿 倒是赵洪波 敢在背后搞这手 他们赵家 是不是过得太舒坦了 叶家贵为金陵第一豪门 其后便是四大家族 这是金陵的格局 既然赵家不知好歹 那我也不必客气 正好拿你们记起 如果说搞垮张家 占据服装市场 只是为了开疆拓土 那么弄死赵家 则会打破 金陵一超四强的格局 从此叶家在金陵 便是真正的霸主 叮铃铃 这时 叶峰的手机响了 是陈子勋打来的电话 叶少 刚刚赵洪波那家伙 给我打电话 找我喝酒谈大事 但我听说 赵洪波那家伙 跟张氏集团倒在一起 可能不是啥好事 陈子勋在电话里说道 估计赵洪波想摇人搞我 所以才找到你 叶峰微微汗手 刚一说完 忽然旁边传来一道 迷人的香水文 秘书唐雪兰 附在叶峰的耳边 一声说道 叶少 刚刚集团那边打来电话 叛徒刘浩 今晚准备密会赵洪波 那你答应没 叶峰眉头一领 急忙朝电话里问道 当然没趣啊 咱们才是兄弟 陈子勋当即表示 开什么玩笑 叶峰被严文景赏识 他当然要跟叶峰 绑在一条绳子上 你现在立刻 给找赵洪波打电话 说要赴约 然后把地址发给我 叶峰说道 咋了叶少 你该不会伤动他吧 是的 啊 这 陈子勋愣了半课 又道 要不要我带几个人过去 不用 我自己搞定 挂了电话后 叶峰又打电话 让刘文豹 去叫几个人过来 人数不要太多 以免打草惊蛇 紧接着 叶峰朝坐在办公室里 正在吃那条的陈方林 说道 方林 跟我走一趟 一听这话 陈方林连忙放下辣条 给叶峰哥哥当保镖 已经好几天了 可他发现 叶峰哥哥平时也没啥危险 陈方林 有种吃白食的感觉 现在终于能有用武之地 他也来了精神 帝王阁娱乐会所 根据陈子勋发来的位置 他们在帝王厅包厢 陈子勋已经在里面了 而叶峰带着陈方林 刘文豹等几个人 也走进了会所里面 站住 干什么的 会所保安颇有眼力镜 一看就知道叶峰等人 来者不善 当即 几名保安围了上去 滚 刘文豹非常嚣张 一巴掌抽在保安脸色 叫道 老子是刘文豹 不认识 可以去外面打听打听 居然是刘文豹 这家伙想干药 我不是听说 他投靠叶家后 就开餐厅当老板 已经洗白了吗 这是要重干老本行 过日 我报个霸气 连赵家开的厂子都敢砸 不少人都认识刘文豹 在前几年 他可是凶名远播 几名保安也被吓住了 尤其是挨了一巴掌的保安 都不敢再去阻拦刘文豹 走吧 叶峰继续带人往帝王厅走去 还未走出两步 忽然 前方一个大汉拦住 冷笑道 刘文豹 你胆子不小啊 跑赵家的 场子闹事 球粮 你怎么在这里 刘文豹吃了一惊 什么 他就是酬粮 我约 当年江湖上的第一打手球粮 他进头靠赵家了 我靠 刘文豹这是踢到铁板了 遇到个比他还狠的人 众人对球粮的出现 感到一惊 他们大部分人 其实并不认得球粮 但他比刘文豹 更加凶名远波 在原著中 球粮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非常忠心 但可惜的是 他惹上了男主角林逆 赵洪波被林逆弄死在了厕所里 而球粮也被林逆费了武功 刘文豹 你我也没啥丑 今天我给赵家办事 这里轮不到你来放肆 你若是来消费的 我双手欢迎 但你要是来闹事的 就立刻给我滚 球粮不怒而微 他个头很高 头发很长 气场更是压了刘文豹一截 我们就是来闹事的 你想怎样 叶峰走上去 轻轻的说道 哼哼 这位想必就是叶少吧 你叶家跟赵家 也没啥仇怨 不至于这样 球粮笑呵呵的说道 他准备先礼后兵 呵呵 是没啥仇怨 叶峰冷笑一笑 对刘文豹等人说道 咱们继续往里面走 如果有人要阻拦 打一顿便是 是 刘文豹领命 既然选择了给叶家荡狗 就必须忠心护住 即便对方是酬粮 也不能退缩 更何况 少爷既然敢来 就一定有准备 虽说球粮的出现 确实是在意料之外 叶少爷 你莫不是吃了冲托 才非要在这里闹事 我已经跟你们很客气了 希望你们也不要让我为难 否则 就休怪我无情 球粮上去阻拦 他是不可能 让叶峰去帝王厅的 那里面有叶峰 千万不能看到的某个人物 不过 对方是叶家大少爷 球粮倒也不敢对他做什么 但阻拦他的同时 又不伤到他 却没问题 敢对叶少出手 我跟你拼了 刘文豹见状 连忙带着人 忽在叶峰的面前 与此同时 一道娇贺声响起 要动叶峰哥哥 先过我这关 岑方林一拳砸上去 第35章 这得多大仇 不是吧 叶少居然要女人保护 港珍啊 有钱真是大帅 这么可爱的妹子 都在用身体保护叶少 众人再一次感觉到 有钱的好处 也认出了眼前这位 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便是叶峰 我不打女人 球粮眉头一皱 但没有停止攻势 先打得过再说 岑方林促没说到 那就得罪了 球粮冷哼一声 一拳砸去 只要不伤到叶峰 其他的人都无所谓 反正这小姑娘 是自己冲上来的 她非常讨厌 这种不知死活 像富二代表忠心的女人 蹦 啊 我的手 出一交锋 球粮便向后退却 抱着手臂蹲在地上 痛得冷汗直冒 我了个去 这小姑娘好生厉害 球粮都不是她的对手 真是的 亏你们这些人 还以为人家 小姑娘只是花瓶 现在打脸了吧 我们 刚刚说 叶少有钱就是大赛的人是谁 咋 我讲错了 要不是叶少有钱又有魅力 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妹子 当保镖吗 见球粮落败 众人炒作一团 刘文豹也惊了 他和球粮 当初都是江湖中人 自然晓得他的厉害 可是 他竟不敌岑方林的一招 那这个女孩的实力 到底该有多强 想到这里 他对叶峰 以及叶家的敬畏 又上了一层楼 走吧 叶峰并没把球粮放在眼里 存方林可是金蝉派的传人 打他完全就是吊打 旋即 叶峰便带着人进去前行 会所的保安等员工 见球粮都如此 更不敢上去阻拦 球粮倒是忠心 但他又比有些轻微的骨折 动一下都疼 帝王听 碰 一声巨响 包厢的门被人踹开 谁呀这么嚣张 赵少不少说了 没他的吩咐谁都不许进来吗 咦 叶少怎么是你 包厢里坐着好几个人 除了内鬼刘浩之外 都是精灵有头有脸的富二代 见到叶峰带着人走进来 都梦了 倒不是叶峰不该出现在这里 而是他进来的方式 有点不太文明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来找茬呢 叶少 这是个啥情况 说话的是个嘶嘶闻闻的青年 戴着个金丝眼镜 非常骚包 此人是四大家族周家的少爷周文斌 此时和众人一样 正处于迷糊状态 不关你事 叶峰没有理他 目光落在了一名中年男子的身上 此人正是叶氏的叛徒刘浩 见到叶峰闯进来 他吓得三魂丢了气魄 想往厕所钻 但刘文邦一个抢先 直接把他抓到了叶峰的面前跪下 叶 叶少 你听我解释 刘浩吓得瑟瑟发抖 啪 刘文邦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怒斥道 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叶家带你也不薄 你竟然敢勾结赵洪波 出卖叶少 叶少 让我弄死他得了 刘文邦请示道 哎 大家都是文明人 做事还是斯文点吧 叶峰摇了摇头 叶少 东西给你 陈子勋从沙发上坐起来 将一支录音笔交给了叶峰 由于赵洪波坚信不移地认为 四大家族会团结起来对付叶家 所以才会和陈子勋推心致富 不宜有他 陈子勋则趁机将刘浩作商业间谍的证据 给录了下来 叶少 看在我为叶家办事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 还请放过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小儿子还在吃恩 求求你了 刘浩声泪俱下 希望叶峰能大发慈悲 他刚娶了小自己十八岁的娇妻 还不想坐牢 叶峰纹丝不动 只是将录音笔交到了刘文邦的手里 嘿嘿 这个时候知道求饶了 背叛叶家 你就知道该是这个下场 不过你也别担心 你最多判了二十年 辱妻子我自养之 辱无虑也 刘文豹不是傻好人 在来之前 就打听过刘浩的老婆 可是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呢 反正刘浩姓刘 自己也姓刘 属同一个家门 这老公 他刘浩当得 自己就当不得 刘文豹你个混账东西 竟然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他是不会背叛我的 刘浩大怒 话可别说太满 你都能为了钱背叛叶少 怎知你老婆为了钱 不会背叛你 我特么比你有钱多了 刘文豹非常自信 我日你马 刘浩越发愤怒 知道自己老婆是个拜金娘妈 于是冲着刘文豹 骂骂咧咧个不停 反正自己死路一条 刘文豹手一挥 手下的人冲上去 将刘浩带去报官 交付有私处理 一点小事 让诸位见笑了 叶峰笑着 看向周文斌等人 众人强称着笑容 对叶峰好狠的手段 虽然刘浩背叛了他 但报复他一个人还不够 居然还去破坏他的家庭 真是让人死了都不明目 赵洪波呢 叶峰扫尸了一圈 并没有赵洪波 在泽索里 进去好几分钟了 说着 陈子勋就去踹厕所的门 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啪 门被踹开 陈子勋愣了 里面近空无一人 只有一扇被打开的窗户 那么这可是二楼 好几米高 赵洪波从这里跳下去了 陈子勋惊了 朝着窗子外面看 外面没有人 但有一辆车的车顶 被凹了 不用猜都知道 这是赵洪波的杰作 跑得还挺快 叶峰并不在意 他打量了下厕所 窗户到地面的高度 虽然不至于摔死人 但摔进医院躺几天 应该没问题 这赵洪波倒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自己前来 没有好果子给他吃 所以才学壁虎断尾求生 叶少 我兜党问一下 这到底什么情况 赵少刚刚回精灵 你跟他之前应该无冤无仇吧 周文斌等人 好奇地问道 他们刚来不久 被眼前的这一幕 彻底给搞猛了 赵洪波居然被叶峰给吓得 从厕所二楼跳下去 这得多大仇啊 就算挖了叶峰公司里的人 也不至于这样吧 诸位 赵洪波今天请你们来 你们不知道原因吗 叶峰看着他们 不是来喝酒吗 说给他接风洗尘 对了 赵少想投资 说要带我们搞个大生意 有人想了起来 但还是不清楚 这跟叶峰有啥关系 人家赵家 不是跟叶家井水不犯河水吗 都是各做各的生意 赵洪波说的 搞个大生意 指的便是帮助张氏 来对付我叶氏 叶峰话音一落 周文斌等人 脸色瞬间巨变 第三十六章 精灵最亮的仔 叶少 我们不知道有这事 不然我们就不来了 我们跟赵洪波 一点关系都没有 众人连忙表明立场 开啥玩笑 谁嫌得没事 跑去得罪叶家 即便想搞叶家 那也不能明着来啊 何况暂时也毫无此心 再说了 赵洪波这货 自己啥的性 自己不清楚 你都被叶峰 吓得从厕所二楼跳下去了 就你还搞叶家 这么耸的人 咋搞得下来 行 我叶峰也不是个 不讲道理的人 我相信 这事跟你没关系 叶峰微微汗手 又说道 我看各位都是精灵的亮仔 是值得交往的朋友 我们夜市服装准备招股 要不这样 你们都来投资吧 目前张家和赵家 还没开始反击 商场大战一旦打响 烧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 叶峰不想动用叶家太多的钱 正好现在可以拉一波投资 继续说道 每人一千万起步吧 我拿百分之一的股份出来 给你们六个人平分 百分之一 众人愣住 你夜市服装什么的 总共也就投资五个亿 百分之一的股份 也才五百万 这里六个人就是六千万 你叶峰哥这打土豪呢 如果诸位觉得困难也没关系 我会一一登门拜访 向各位家中的叔叔伯伯们 阐明原由 想必他们不会拒绝 叶峰笑盈盈地说道 怎会有困难 不就是一千万吗 这钱我王不都投了 对对 王少都投了 我下少岂能不投 一时间 这六人纷纷豪爽起来 马德 不好爽不行 这叶峰摆明了坑钱 而且 这是也是自己惹出来的 没事跑来跟赵洪波喝什么酒 尼玛直接喝出一千万出来 最重要的是 家中长辈要是知道得罪了叶家 还不把自己腿给打断 这一千万 全当是破财免灾 对了周少 你周家怎么说 也是精灵四大家族之一 一千万有点看不起你 这样吧 你投五千万 这样你就能占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 将来要好分红 叶峰笑着说道 叶少 我就是后妈养大的可怜娃 平时也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 你不用看得起我 能投一千万 我已经很荣幸了 周文斌连忙拒绝 百分之零点零五的股份 很多吗 还给我说分红 你夜市服装什么的 都还没开始盈利呢 就算盈利 精灵的服装市场 盘子也就那么大 按照这比例 你啥时候能给我分够五千万 万一你叶峰搞不过张事 我还得把本折里面 周少客气了 你可是我们这最量的仔 投资个五千万 还不是谭笑间 我为大师说过 投资多少钱 就决定你有多大的气度 将来你爸一看你这么有气度 选定你为继承人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再说了 周少你后母 也就比你大个十岁不到 跟你也算是同龄人 你问他要一下 他那么疼你 肯定会支持你事业的 说完 叶峰还走上去 拍了拍周文斌的肩膀 周文斌脸都绿了 叶峰你个坑比玩意儿 好羊毛 怎么揪住我一个人好 不过有一点 叶峰倒是说对了 为了跟兄弟们 抢夺周家的继任人 周文斌没少讨得后母欢心 平时买姨妈指啥的 都是周文斌帮着买 要是向后母开口要点钱 问题应该不大 但叶峰要是跑去找 自己老爹要钱 这问题可就大了 这继承人身份 将来绝对跟自己无缘 叶峰这是吃死了自己 既然叶峰这么给面子 那这钱我肯定投 但你得丢点时间 周文斌强称起一副笑容 行 文斌兄果然爽言爽语 将来肯定是干大事的人 叶峰对他赞赏不已 说道 三天之内 行 周文斌笑着比哭还难看 你叶峰急着要钱去PC呢 心里骂归骂 但这钱周文斌不敢不出 说不定还能因为结好叶峰 将来抢到继承人的位置呢 不然得罪叶家 周文斌最后的结局 多半就是他爸给他银行卡里 扔个一两亿 存个二十年定期 每个月他就吃点利息钱 这得多悲惨啊 拉完一亿投资之后 叶峰回去也开始和李永华商量 增加投资的事情 其实六亿足以跟张氏号 就算不够 也有底气增投 但赵家的资本入场 为了必胜就得增投 说不定 还能顺便把赵家 给拖入战争迷命 把他搞垮 最终 叶峰和李永华各自增投两亿 公司前后一共攒了十个亿的资金盘 三天后 所有资金全部到账 包括周文斌等人的资金 叶峰 我这全副身家可都投进去了 我话得说在前头 我们要是失败了 将来你得娶我女儿 李永华认真的说道 他们李家跟张家的规模差不多 只有五亿左右的家产 除了固定资产不能动之外 李永华账上基本没啥现金 而且还贷款了一亿 放心 我们必不可能失败 叶峰信心满满 自己拥有商业专精 能力这块足以秒杀江南江北 各大牛人 他找不到自己失败的理由 接下来的几天 张家暗中得到了赵家资本的注入 开始反攻 原本被叶峰抢去的厂房 店铺 他们也开着高价反抢 在销售方面 他们打起了价格战 用比夜市服装低廉的价格 售卖服装 就一个字 只要卖出去不亏本 那就往死里卖 叶峰这边也不含糊 早就等着跟你烧钱呢 于是 叶峰把张家做的事 又给做了一边 而且 顾云香公司设计好的服装样板 已经开始投入生产 无论是衣服的质量 还是款式 都掉打张家 最后 厂家 房东 顾客吃饱 两家公司都在亏本大甩卖 短短五天 双方就各自亏了一亿多 叶峰依旧抢了张氏服装 百分之五十一的阵地 之前是百分之八十 之所以会降 原因很简单 不让阵地出去 张家怎么烧钱 不烧钱 张家怎么破产 很快 双方的战场就白热化 整个精灵商界都硝烟弥漫 过了几天 赵洪波暗中又给张家打了一笔钱 张家开始展开猛攻 跟他烧 劳资账上还有五亿多 正等着他们呢 一个张家 一个赵家 敢给劳资笔钱多 叶峰在办公室里大斗志昂扬 第37章 赵家怂了 干 干死张家和赵家 马德 这段时间加班累死劳资了 早点投降被收购不好吗 非要跟叶少对着干 办公室里 其他高管也陷入狂热状态 这段时间 他们杀红了眼 随即 在李永华的指挥下 众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是要搞死对方 金陵市中心医院 VIP病房 赵洪波 你给劳资滚出来 病房的门被踹开 赵家家主赵文伟气冲冲地走了进去 旁边的小护士都被这气场吓傻了眼 爸 我这腿受伤了 没法滚 赵洪波吓了一跳 上次从自己会所的厕所里逃生后 他就来医院躺着 经鉴定 他的右腿有些骨折 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两个月 在他旁边躺着的是球粮 他手有些骨折 见到父亲如此 赵洪波问道 爸 出啥事了 我问你 我们积攀账户上的三个亿 你拿去干啥了 赵文伟气冲冲地问道 投资啊 赵洪波如实回答 投资啊 赵文伟呸了一声 骂道 我看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管张家那档子是干嘛 还去跟叶峰撒币 我看你是真的杀币 爸 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了 张家只是我的一颗旗子 我的目的是搞垮叶家 爸 你别看叶家比我们赵家有钱 但想搞垮叶家的 可不止我们赵家 说着 赵洪波把手机递了上去 上面是他的一些聊天内容 赵洪波继续说道 陈家的陈子勋 周家的周文斌 都准备入局 帮着我们一起搞叶家 还有其他一些家族 比如王多多 夏朱爱等人 也准备入局 我们的资金盘 绝对比叶家大 只要叶家敢继续烧 他们可以直接等死 赵洪波非常自信 他们同意入局 钱呢 赵文伟更加愤怒了 应该快到了 我去催一下他们 赵洪波愣了下 准备打电话 你还打个锤子的电话 你被叶峰耍了 赵文伟怒到 当场把一份文件 甩在赵洪波的腿上 痛得赵洪波倒吸了三口凉气 一看文件 赵洪波连腿都顾忌不到痛 脸都绿了 怎么会这样 周文斌 王多多 夏朱爱这些家伙 怎么会得叶峰投资 赵洪波当场傻眼 这不科学 大家应该一起齐心协力 搞垮叶家才是 这几天 他们来医院拜访自己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周文斌我不知道 但陈子勋 是跟叶峰穿一条裤子的 陈家家主陈天磊 有位来自燕多的神秘朋友 据说背景大的通天 而这神秘人 对叶峰非常赏识 你觉得陈家会跟叶峰作对 赵文伟气得浑身发抖 赵洪波直接当场正主 赵文伟膝下义子一女 女儿赵洪燕 早就开始在家族上班了 而赵洪波则是在国外深造 前不久次啊回来 是他看好的接班人 结果 这家伙居然跟别的富二代 没啥两样 啥能力没有 却心高气傲 想一口吃个胖子出来 反而被叶峰这种 老挪深算的人 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赵文伟的失望 比愤怒还大 从今天开始 你在家族的特权 被我取消了 每个月给你两万块的零花钱 你好自为之吧 赵文伟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病房 爸 你听我解释 我还可以 赵洪波吓坏了 想去留住父亲 结果一个不小心 摔到了地板上 赵少爷 你的腿不能再受伤了 不然会废掉的 小护士连忙上去 搀扶起赵洪波 赵洪波要哭了 自己几乎都被父亲给废掉了 哪还有心情管腿 这完全是自己失事 赵洪因那娘们 小人得志 好你个陈子虚 周文斌 敢耍劳子 劳子要弄死你们 赵洪波怒火冲天 一声怒吼 旋即急火攻心 昏死了过去 赵少爷 快来人啊 赵少爷昏倒了 小护士吓得大叫 下午五点 叶峰的办公室 叶少 刚刚家主打来电话 赵家那边表示 资助张家的事 与赵家无关 是赵洪波一人所为 赵洪波现在被取消特权 赵家那边希望能和解 甚至与叶家结盟 家主同意了赵家的请求 秘书唐雪兰说道 行吧 赵家倒还是挺聪明 结盟的话 我们叶家资金 就能渗入到赵家旗下的产业里去 见好就收也行 叶峰微微汗手 虽然没能趁机拖垮 赵家有些可惜 但也拿到了相当分量的好处 叶家寻求扩展 需要踏入其他从未踏入过的行业 四大家族与叶家 这次结盟赵家也算是为赵洪波的不理之行为道歉 让利给叶家 当然 如果真要打下去 叶家发动攻势 赵家必不可能是对手 但其他三大家族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金灵的格局是一超四强 谁都不愿意平衡被打破 张家可以倒 但赵家却不行 目前的叶家还没有同时对付四大家族的实力 但这不代表叶家会退缩 叶峰想要的不单单是称霸金灵 甚至不单单是称霸江南 他想要的是将叶氏打造成商业帝国 而当中是敌是友 是战是核 都是瞬息万变的事情 叶峰在乎的 只要叶家能够获利 由于接下来只剩下张氏 几乎是稳赢的局面 公司上下也都轻松了起来 兄弟们 这段时间辛苦了 今晚去团建 TTV唱歌曲 叶峰对公司上下说道 这段时间 他们疯狂加班 也确实需要休息和娱乐 否则容易猝死 叶峰又不喜欢吃人血馒头 好嘞 叶少万岁 众人欢呼雀悦 除了李永华等来自莱利家的高管 不方便去之外 公司上下的一百多号员工 全都参加团建 叶峰定了精灵最好的金差荣华 KTV 包下了好几个房间 同时 叶峰还把周文斌等 几个小股东也叫上了 他们正在泡妞 本不想来的 可不敢来 陈子勋不是股东 但叶峰也叫上了他 毕竟搞赵洪波的时候 他是功臣 刚进KTV大厅 叶峰忽然瞅到了一个熟人 嘴角一洗 叫道 呀 这不是灵异同学吗 怎么今天你有钱来KTV找乐子了 第38章 欺负老实人 叶 叶峰 见到叶峰叫自己 原本笑容满面的灵异 脸蛋刷的一下就黑了 怎么又遇到这个灾心 哪得 每次遇到他 准没好事 就拿上次有玄武胡的事情来说 蹭饭没蹭到 自己还倒贴三千块 还好最终红英杰给自己预制了工资 你们也团建 叶峰走上去 发现跟灵异一起的 还有不少人 似乎是他的同事 哇哦 这位兄台真是一表人才 腰上还悬挂着劳斯莱斯的车钥匙 应当是哪家的少爷吧 林毅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的这位朋友 不介绍一下 兄台 我先介绍一下 我叫杜江寿 是林毅的同事 咱们这就算认识了 林毅的不少同事 都过来跟叶峰打招呼 他们其实心里非常看林毅不爽 这家伙球本是没有 偏偏受公司这么多妹子喜欢 就连赵红英赵总 都对他刮目相待 众人羡慕 嫉妒 但不影响他们巴结土豪 诸位不要误会 我跟林毅不熟 叶峰云淡风轻的笑道 我靠 我就说嘛 林毅这种loser 一件九块九包油的体恤 能穿一个月不洗的人 怎么可能认识土豪 就是就是 林毅这种货色 就是一辈子的穷酸相 兄台 其实我们跟林毅也不熟 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熟 最后说话的人是杜江寿 有点胖胖的 一脸谄媚 林毅 我特么又没说 我跟叶峰熟 这都能扯到我身上来 甜土豪 也没有这么甜的吧 尤其是那个杜江寿 平时都够猥琐了 现在更像是一只 吐着舌头的哈巴狗 看了就恶心 你们待在这干什么 要不要去包厢 忽然 一道杀气从旁传来 只见一名穿着运动装 竖着马尾的女孩走来 他身材苗条 大腿很长 可与火辣身材不同的是 他的脸仿佛一块千年不化的冰 十足的一个冰山美人 红英姐 众人赶紧晋升 恭敬地叫道 此人正是赵家的千金小姐 赵红英 哼 原来是叶少爷 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 英俊潇洒呢 见到叶峰 赵红英皮笑肉不笑 他原本就看这种顽固不爽 而且这顽固 还让自己拿不成器的哥哥 给家族亏了三个亿 还导致父亲去给叶家道歉 还和叶家结盟 给他们开放自己这边的商业渠道 虽然是无奈之举 但赵红英深以为耻 我这容貌还行吧 比赵小姐欣赏的灵异 还是要帅那么一点 叶峰微微笑道 毕竟自己的魅力值有三百点 相当于男神 而灵异只有一百 剩下的都是几百隐藏魅力值 灵异 物Q 灵异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 自然比不过叶少 只是这人嘛 看的还是本事 不知有多少顽固 将父辈的家业化作乌有 不知有多少草根 白手起家 最终笑看风云 叶少当之 王侯将相 并非生来就是贵种 赵红英冷冷笑道 明显是抬了一手灵异 又贬低着叶峰 说得好 说得妙 叶峰忍不住要为这女人鼓掌 再次看着灵异 笑道 灵异同学在古玩地摊 认出秋燕落霞图的本事 我可钦佩着呢 灵异 特么的 说了乌Q 你咋又扯我身上去了 秋燕落霞图的事 我好不容易快忘了 你又就是重体 真当自己老师好欺负吗 秋燕落霞图 这是居然是真的 赵红英忍不住大惊 他听说过此事 但起初没有相信 认为这是杜撰 叶峰这种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怎么可能有这本事 但看灵异的反应 此言应当不虚 这样一来 刚才赵红英刚才说的话 不就成了打自己的脸 赵红英有些不悦 咦 赵小姐 这时 陈子勋 周文斌等人 也跟了上来 一眼就认出了赵红英 原来是陈少跟周少 赵红英礼貌地打招呼 原本他对这两个人好感还不错 毕竟是未来家族的继承人 但他们竟然跟着叶峰 一起跟赵红波那个憨憨 让身为赵家人的赵红英 对他们生出了一些芥蒂 不过转念一想 若无此事 父亲又怎会把属于赵红波的特权 转交给自己 父亲对赵红波失望 对自己则开始看重起来 说起来 还要感谢他们才对 不过对于叶峰 赵红英还是喜欢不起来 玄机说道 叶少 我们还要团建 告辞了 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合作 合作这两个字 赵红英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他不会忘记赵家的耻辱 也不会忘记那被亏掉的三个亿 自己会讨回来的 玄机 赵红英就带着人离开 叶少 我感觉赵红英这女人 似乎对你有意见 陈子勋说道 人家青睐的是 灵异那种才华横溢的人 我不行 我只有钱 叶峰叹息 陈子勋 周文斌 叶少 别装笔了 你肯定哪方面不比这灵异强 我看赵红英这娘们 单纯的就是家族被你搞亏了钱 所以怀恨在心 陈子勋分析道 其实他分析的没错 叶是跟赵家都亏了钱 但叶家的钱是要回来的 而赵家的钱属于白给 而且三个亿的资金 对赵家来说 是一笔足以伤筋动骨的大数目 四大家族的资产 平均也就五十来亿 除却不动产 只算现金流的话 能拿出十亿来就很不错了 但叶峰也没说错 在原著中 赵红英确实欣赏有才华的男子 才会被叶峰所征服 哪怕是同父异母的哥哥赵红波 别灵异弄死在了厕所里 他也不惜与父亲为敌 死保灵异 最后 他竟然还放下一身骄傲 跟白苏苏一起嫁给灵异 而且还是白苏苏做大 他做小 这剧情 真是简直了 灵异的后宫 叶峰的毛子里露出一丝笑容 他对赵红英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毕竟是灵异的后宫 只要是跟灵异有关的人和事 叶峰就有兴趣 毕竟逆袭男主 才是自己崛起的核心要素 第39章 法拉利限量款超跑 公司一百多号人订了七个包厢 叶峰跟陈子勋 周文斌等人 在一个房间 酒过三巡 气氛正蒙 叶峰 今年飙车你去吗 陈子勋边玩手机边问 靠 我听说江北那边出了个车神 说起这个 周文斌来了兴趣 连金丝眼镜都犯着兴奋 啥车神 讲段子的 陈子勋不屑 又问道 叶峰你去不去 这可是我们展露头角的好机会 江南与江北毗邻 但隔着一条大江 让南北有着巨大的差距 江南自古以来 便是自一致 文化 经济中心 而江北啥也没有 且文化成分复杂 经济发展 更是被江南摁在地上抱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江北的这帮富二代 觉得脸上无光 为了找回场面 就搞了个赛车会 说是赛车 但跟专业的没啥关系 就是一帮富二代一起飙车 PK成能耐 江北那边很团结 每年都在五月份发起挑战 江南则有些恼火 因为省会精灵 经济发展不给力 谁都不服他们代表江南 再加上在原著中 叶峰的车技一般 去了要被调打 所以每年都找借口不去 结果 让江南省孤苏城的富二代 当了代表 赢了的话 孤苏的富二代要武扬威 输了的话 就骂精灵的富二代杀笔 不争气 当然 也并非所有富二代 对此都有兴趣 毕竟大部分人 都喜欢搞事业 不过这次的赛车会有些特殊 江北那边确实有位车神 将孤苏的富二代 摁在地上疯狂摩擦 但赢得比赛的人却是灵异 他原本是 跟着赵洪英去凑热闹的 但结果大出风头 不但迎来江南 江北富二代的钦佩 还迎来了赵洪英的青睐 从此他对灵异 愈发的刮目相看 好在原著中 叶峰没去 不然又免不了一场羞辱 叶少 见叶峰没回答 陈子勋继续问道 你到底去不去啊 去的话 我借辆跑车给你 这么好的一个成名机会 我为啥不去 叶峰微微一笑 斗志昂扬 正所谓扬名才能立万 叶家要想拓展 名气是必不可缺的东西 叶家现在的名气 几乎只限于精灵 毕竟姑苏 江都的这些家族 确实足够地大 至于跑车 叶峰手上现在没有 平时他都是九百多万的 开劳斯莱斯幻影 但也不至于向陈子勋建 叶峰有自己的想法 三天后便是赛车会 好小不巧 商业街4S店里 来了款法拉利F12限量款超跑 叶峰提前得知了消息 准备去买车 这车咋卖 叶峰掏出自己的名片 直接开门见山 他可不想遇到什么 4S店员狗眼看人滴之类的戏码 毫无乐觉 叶 叶少 这车是别人订的 并金都给了 车主今天过来提车 美女店员结结巴巴地说道 谁啊 叶峰好奇 姓朱 不认识 叶峰不记得 道士书中有个叫朱虹的配角 但他不是江都城的吗 多少钱 我直接刷卡吧 叶少 这车真的不能卖 店员劝道 我说你这店员咋回事 叶少买车 你都不买 去去去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就说我陈子勋找他谈话 陈子勋说道 店员无奈 只能叫来经理 叶少 陈少 你们有啥事 不一会儿 经理赶了过来 这车我兄弟看上了 你给打个巴掌 陈子勋说道 陈少 这车 经理本想同意 但看到这车 是法拉利F12限辆款后 就噎住了 你咋回事 叫你卖个车 你在这默默唧唧个傻 你信不信我让我二叔开了你 陈子勋微怒 是是是 我这就给叶少办理手续 经理吓了一跳 连忙去办 这你家开的 叶峰好奇 不是 我二叔开的 他嫌我爸管他太厉害 就一气着跑出来 单干了 他还搞了个跑车俱乐部呢 陈子勋说道 好吧 叶峰倒是知道 陈子勋有个二叔 一天天不务正业 当年也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倒是碰巧 跑到他这买车来了 叶少 这车原价980万 打八折之后780万 零头我给你抹了 不一会儿 经理拿着合同 跟POS机走来 刷卡 提车 叶峰开着法拉利F12限辆款超跑 美滋滋的离开了4S店 走在街上 都是妹子们羡慕的目光 这车 帅气 马德 改天我零花钱存够了 我也得订购一台 陈子勋羡慕道 朱少 欢迎来到金陵 商务街 赵洪英花枝招展地站在路口 他的面前 停着一辆商务车 车上 走下来一个小胖子 笑着说道 洪英姐 你亲自过来迎接 这怎么好意思 咱们这交情 应该的 赵洪英微微一笑 对方是江都朱家的少爷朱洪 也是赵洪英 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当初 朱洪追求过赵洪英 一连写了十几封肉麻的情书 但赵洪英嫌他胖 就没同意 后来 赵洪英越长越漂亮 朱洪觉得自残行贿 觉得自己是猪八戒追长鹅 所以就放弃了 但他却成了赵洪英的首席护花使者 赵洪英也没少拿他荡荡剑牌 就感情而言 两人是蠢有益 毕竟一个嫌对方丑 一个知道自己长得丑 朱少 你订个车到了 咱们去看他吧 今天晚上 就靠你大展神威 为我们江南争夺第一 赵洪英笑着在前方引路 不远处就是4S店 哈哈 说到大展神威 今年我可不会输给崔人那王八蛋 他们姑苏成的人 都连续两次夺魁了 崔人一定不知道 我在背后苦练车技的事 朱洪兴致勃勃的说道 他其实是个悲催的富二代 花钱炮的妹子 他没啥兴趣 他感兴趣的妹子 又总是拒绝他 所以 他想着自己能不能把车技练好 给自己增添点魅力 好应来属于自己的爱情 当二人来到4S店的时候 却被告知 朱洪的那辆法拉利F12限量款超跑 被人买走了 你们什么意思 这车是我们订购的 订金都给了 你们竟然卖给别人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我倒看看 是哪个王八蛋这么嚣张 连我朋友的车都敢抢去 赵洪英愤愤不平地叫道 第四十章 吴拜金的女主播 赵小姐 实在抱歉 我们也很无奈 经理正想解释 但赵洪英却只顾着发脾气 继续叫骂 呵呵 你们4S店真牛逼 我朋友的车都敢卖 你说说看 卖给哪个牛逼轰轰的家伙了 赵洪英气的发抖 脸上寒意愈浓 是叶少 经理无奈 只能爆出叶峰的名字 什么 叶峰 赵洪英一愣 随即大怒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叶峰惹不得 我就惹的 赵小姐 我们本来不想卖的 但陈少爷也在 我们毕竟是打工的 不敢违背他的意思 经理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甩锅 呵呵 原来陈子勋也有份 行 都给我等着 赵洪英的脸色愈发难看 虽然父亲再三声明 禁止在招惹叶家 但是这个仇 自己今天是记下了 同时 他也对朱洪感到愧疚 他是因为相信自己 才来精灵订购跑车 以准备今晚的赛车会 不曾想 居然被叶峰给截了胡 朱少 这事实在抱歉 要不我借辆跑车给你吧 赵洪英怯然说道 没事 只要车系好 啥车都能一样跑 朱洪虽然不爽 想揍叶峰 但当下也只能如此 叶峰的名字 朱洪倒也听过 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以前的赛车会 他都是找各种理由推托 怎么这次想通了 要去丢人现眼了 只要他敢去 朱洪有绝对的自信羞辱他 毕竟自己的车技 堪比职业赛车手 由于赛车会禁止扰民 所以 开赛的时间 选在了晚上十二点后 地址选在长江高速 一条几乎没什么人的车道 参加的人 无论是否赛车 每人需缴纳一万的入场费 以及十万的报名费 以作为给冠军的奖励 报名费不多 即便靠零花钱过活的富二代 攒一攒也能拿得出来 毕竟能去混个脸熟 跟别的富二代打好关系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赛车会 除了赛车之外 另一项重要的功能便是交际 但近来就得交入场费 很快 蒋池的资金 就堆积到了一千多万 这其中 除了参加赛车的富二代之外 还有别的一些圈子的人 很多还都是妹子 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 有的是为了寻找投资 有的则是单纯的为了吊铠子 长江高速两侧 人山人海 连卖宵夜的大叔大婶 都闻讯赶了过来 生怕饿着这帮娇生惯养的富二代 叶少 你来咋不带妹子 嫂子呢 还有你那个超能打的保镖妹子呢 入场之后 陈子勋好奇地问道 他虽然不赛车 但也带了个妹子过来交进 云香这段时间太辛苦 下班我让他好好休息 至于岑芳林 他这个时间点要练功 叶峰靠在车边 淡淡地说道 这位就是叶少吧 真是跟传闻中的一样英俊 叶少你好 我叫汤思莹 是斗鱼的一名主播哦 陈子勋身边的美女 落落大方 伸出手去跟叶峰打招呼 你好 叶峰礼貌性地 去跟他握了握手 忽然 他感觉到汤思莹的手指 在自己手心勾了勾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撩拨性的动作 两人的手分开之后 汤思莹像个无视人一样 只露出甜美的笑容 叶少 汤小姐长得漂亮吗 一般人 我还不让他握手呢 陈子勋笑着说道 他把叶峰当兄弟 何况叶峰有女朋友 他并不介意这种动作 你女朋友 叶峰好奇 暂时还不是 陈子勋答道 他目前在追汤思莹 但距离成功 也只差一步 现场的人很多 往来之间 除了买宵夜的摊贩 就没有白丁 汤思莹也遇到了 同为主播的闺蜜 正凑在一块聊天 这汤思莹 是老女 叶峰好奇地看着陈子勋 不是 他不败金 挺有才华的一个主播 老实说 我在他那儿 也就刷了几个超级火箭 能约出来玩 还是靠我自身的魅力 陈子勋有些自豪 富二代不缺女人 缺的是真情实感的女人 行吧 叶峰也懒得多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到两旁的人 变得更多了起来 黑压压一片 全是人头 洪英姐 没想到你们公司 这位小老弟 车技居然这么厉害 我甘拜下风 不远处 赵洪英一行人边走边聊 其中朱洪 更是对林毅赞不绝口 朱少客气了 我也就运气好而已 当然也是洪英姐的车好 林毅谦虚地笑道 这让朱洪 更加喜欢这个小老弟了 其实林毅不太看得起朱洪 就这家伙的车技 也好意思说 不逊于职业赛车手 要不是 怕他输得太惨 让洪英姐不好做人 这小胖子 连自己汽车屁股都看不到 林毅 真没想到 你车技竟然这么好 以前咋不见你说过 照洪英发现 这个林毅 真是宝藏男孩 主要我也没车啊 林毅低调地说道 行 只要你帮我们江南赢了比赛 我会去送你一台 赵洪英大方地许诺 谢谢洪英姐 林毅可开心了 以自己的车技 要赢下这场比赛 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林毅笑得正欢 忽然他看到了前方一个人 笑容瞬间僵化 怎么 赵洪英好奇 顺着林毅的目光望去 顿时一震 脸色森寒 竟然是叶峰 走上去咬牙切齿地说道 叶少爷 咱们可真巧啊 不巧了 精灵富二代 我都遇到好几个了 叶峰随口回了一句 忽然看到了他身后的灵异 灿烂地笑道 灵异同学 咱们又见面了 灵异 不知为什么 他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自己还是离这家伙远一点比较好 这位想必就是叶少吧 朱虹走上去 冷着脸说道 这位小胖哥是 朱虹 朱虹脸色愈发深沉 盯着叶峰不远处的那辆法拉利F12限量款超跑 恨得牙痒痒 咋了 叶峰明知故问 这车是我订的 你抢我车 叶峰你几个意思 朱虹指着法拉利 力声质问道 第41章 谁来当下冤大头 靠 这小胖子谁啊 这么嚣张 竟敢对着叶少大呼小叫 我认得他 他爸是江都的一个土豪 在市中心有十栋楼 哇 包租公啊 可惜就是长得错了点 没叶少好看 所以这波我沾叶少 吃瓜群众还没搞清楚啥情况 本着谁帅谁有理的原则 先站对叶峰 朱虹一听 眉毛都要气炸了 公道还在人心吗 原来这车是你订购的呀 叶峰微微一笑 慢条思理的朝陈子勋看去 说道 这车是他说卖我的 你找他去 是我卖的又咋样 你咬我 陈子勋特别刚 叫道 谁他妈叫你 在我二叔店里订车的 老子就要卖 众人 好家伙 这一唱一鹤 是想把朱虹提前高血压来吧 本来人家就已经够胖了 朱虹起猛了 心里全是脏话 但嘴巴上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陈子勋的话 自己竟然无法反驳 赵红英见状 气呼呼地指着叶峰 咬牙切齿 咋了 买车犯法 叶峰问道 呵呵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赵红英叫道 你抢朱绍的车 不就是要参加今晚的赛车会吗 胆不敢跟来我们比一场 不来 叶峰摇了摇头 你 赵红英大怒 心说这个叶峰 怎么一点都不按常理出牌 人家叶绍 肯定是来代表江南出战的 你们算老几啊 没错 换我是叶峰 我也不赖 众人纷纷附和 继续战队叶峰 朱红的脸蛋被弃成了朱干色 上前一步 叫道 叶峰 我看你就是无胆 如果你真有本事 就跟我比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就把车还给我 并且跪在地上道歉 如果你赢了 这车我也不争了 原价多少 我把钱不及你 并跪在地上 叫你叫爸爸 朱红十分傲气 说白了 就是看不起叶峰 这种顽固子弟 长得帅有啥用 也配跟自己比 那行啊 这车一千万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叶峰当即表态 一千万 你糊弄鬼呢 你不是买成七百多万吗 赵红英冷着脸质问 这明显是敲诈 别看朱红家里是收租的 但他买车的钱 还是向他母亲要的 朱红本人一年的零花钱 加奖金 也才一百万不到 叶峰一张嘴巴 就要吃人家两年的收入 人家叶绍买车能打折 就是九百七十万 四舍五入 刚好一千万取证 陈子勋回道 赵红英再次被气得够呛 自己倒没发现 这个陈子勋的口才 居然这么好 行 一千万就一千万 就怕你输不起 朱红紧咬牙关 他不认为自己会输 所以叶峰帮自己买车 何乐而不为呢 放心 这么多人看着呢 叶峰微笑着说道 富二代这个圈子 最怕的就是被人看不起 否则 也不会搞赛车会 除了在金钱上面 还有别的很多地方 可以被拿来比较 旋即 叶峰便准备和朱红 先来比赛一次 江南这边 很多人的目光 也聚集在了两人的身上 哟 采集护拙呢 这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众人望去 只见一鸣戴着墨镜 搂着漂亮妹子的富二代走来 咦 这小子谁啊 竟然敢同时挑衅叶少和朱少 哟 这不是姑苏城的崔人 崔少爷吗 我听说 姑苏崔家特别有钱 完全不比叶家差 岂止呢 人家崔少连续两次代表江南出战 把江北那帮飙车的富二代 按在地上抱锤 难怪他敢说 叶少和朱少是菜鸡护拙 原来是有本事啊 认出崔人之后 不少人都变得恭敬起来 今晚的主题是飙车 人家崔少可是拿了两次冠军 崔人 你嚣张的锤子 有本事你 跟你朱爷爷比一场 朱红怒到 他前两年 都是被崔人给吊打 所以才下定决心 苦练车技 他很自信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灵异之外 自己不输任何人 行啊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输了你 也得给我买一辆车 崔人笑盈盈地 朝法拉利望过去 赞道 这车看着真不错 是不错 但跟你无缘 这是限量款 叶峰懒懒地答道 这位想必就是精灵的叶少吧 怎么今年想通了 要来受辱 崔人笑呵呵地说道 是不是受辱 咱们比过才知道 叶峰继续说道 那这样吧 咱们三本人比赛 输得各出一辆车的钱 赢家子通吃 行 崔人笑着回道 随着崔人的入场 场面变得更加火热起来 按照老规矩 谁先跑完一百公里 谁就胜出 赢了近赚两千万 这比这赛场的奖金还多 有人扎舌道 赛场奖金只是个彩头 重点是下注好吗 你以为一帮富二代跑来赛车 除了这名声之外 就为了这一千多万奖金 说的没错 我先下注崔少了 谁这么多东 赶紧过来收钱 厂下的富二代们都十分激动 反正买了崔少不亏 马德 这帮人有毛病吧 都去买崔人 陈子勋握着银行卡簇梅 他也想买崔人 大家都想买崔人 结果导致无人做庄 这特么的 没有庄家谁给钱啊 陈少 你去做庄 叶峰说道 叶少 你别开玩笑了 我又不是冤大头 陈子勋正色道 你怕得鸡毛 你去做庄 压我 叶峰也正色道 叶少 咱们是兄弟没错 但兄弟归兄弟 恰钱归恰钱 你咋坑我呢 陈子勋抱怨道 如果没有崔人 他肯定压叶峰 毕竟人家崔人连续两届冠军 本是摆在那 不低头不行 我约 你听我的 去做庄压我就行 亏了算我的 叶峰叫骂道 要不是为了防作弊 禁止选手下注或做庄 他早就自己当庄家了 虽然在原著里 叶峰的车技非常一般 但现在的叶峰 压根没想过 自己会输 那行 赢了咱们五五 陈子勋咬牙说道 既然亏了算叶峰的 那他当下冤大头 也没关系 不是说了 亏了算我的吗 怎么还五五 赢了肯定也都是我的呀 你要想赚钱 就自己下注去 叶峰说道 开啥玩笑 这赢了收入起码过亿 能跟人五五分账 第四十二章 叶少 你也太装笔了吧 虽然不晓得 为啥叶峰这么自信 赢了还不给自己分钱 但陈子勋还是照做 事实上 有催人在 陈子勋也没指望叶峰能赢 毕竟亏了 也不用自己贴钱 就全当是给叶峰 当回工具人吧 当陈子勋宣布 由自己做庄 还是庄家押叶峰的时候 全场沸腾了 数百个脑袋 几十号富二代 全都像看沙笔一样的看着他 我去 陈少大气 撒币都撒得这么清新脱俗 我宣布 你们陈家 以后就是精灵四大家族之手 某大师说过 花过多少冤枉钱 就决定你有多大气度 我看陈少这气度就挺大的 没错 以后陈少就是我哥嘛 谁要跟他过不去 就是跟我过不去 望着众人的冷嘲热讽 陈子勋脸都黑了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被嘲讽 但没想到 被嘲讽的滋味这么难受 开始下注吧 陈子勋不耐烦地说道 随口众人开始下注 由于娱乐性质居多 庄家只需要一赔二 但饶事如此 下注的钱 已经累积到了一亿五千万 即便不是富二代的人 都在下注 就连买炒饭的阿姨 也押了一千块 买催人营 可怜的叶峰 竟无人问津 那些跪舔叶峰的人 也不见了踪影 陈子勋一怒之下 自己掏出钱来 找人帮自己 怒压叶峰两千块 帮陈子勋压的那人 也很尴尬 陈少你咋就压两千块 你这搞的 我要被人嘲讽吧 这群杀笔 看老子怎么吊打催人 朱虹郁闷地说道 这帮家伙 全压催人去了 竟然都没人压自己 最后 赵红英带头 开压朱虹 兄弟 你支持我不 朱虹看向灵异 那当然 灵异从兜里 掏出五十块钱来 尴尬道 只是我钱不多 没关系 我支住你 说吧 朱虹狠讲义气地 给灵异掏了五千大洋 灵异道谢之后 便去压住 除了给朱虹压了五十 那五千块 他全都压了崔仁 开啥玩笑 你朱虹能赢 大不了待会儿 那五千还你 下注之后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崔仁率先坐在了跑车上 副驾位置上 是他带来的那个漂亮妹子 朱虹也不知道 从哪里找了个妹子 坐在了他的跑车上 轮到叶峰的时候 众人都看着他 因为叶峰没有带妹子来 要不 现场选一个 有人提议道 在场的妹子特别多 叶峰要找个女伴特别简单 更何况 他的跑车 还是法拉利F12限量款超跑 堪称全场最豪 那行吧 叶峰的话音刚落 不少妹子都冲了过来 选我 叶绍选我 选我 场面瞬间如同皇帝选妃 不少妹子争先恐后地跑了过来 其中不少都是撈女 来的目的就是掉凯子 一名化妆后约有八分的妹子 由于跑得快 最终来到了叶峰的面前 这种姿色 足以是很多舔狗眼中的女神 毕竟顾云香这种九分多的妹子 非常罕见 行吧 毕竟只是女伴 叶峰也不计较太多 那名女生 像是中奖了一般 特别开心 还用炫耀的眼神 望着身后的一帮女生 咦 这女的不是网上的那个女人 何时才能站起来吗 上次打拳 好像还被人对了来着 好像就是她 她不是说她离婚三次后 开始创业 现在已经百亿身价了吗 靠 不是吧 你们说这女的离了三次婚 我信 特么百亿身价就离谱 百亿明币吧 我刚给她烧的 不少富二代开始狂喷 马德 这拳师把赚钱 说得比吃饭还简单 百亿身价 都能被称之为豪门了 业家的资产 也不过如此吧 你有这钱还需要去跪舔叶峰 网上ID为女人 何时才能站起来的那个女孩 顿时脸色大变 向叶峰解释道 叶少 网上都是说着玩的 我没离婚 我男朋友都没有吗 要不还是算了吧 叶峰无语 自己还是离开原点的比较好 他准备重新做找个女伴 首先一条 打拳的不能要 不过很快 叶峰发现 这些女孩倒是不打拳 但是败金 仔细想想也对 专门吊铠子的能是啥好女孩吗 叶峰 还是喜欢顾云香这种正常点的女孩 叶少 如果不介意 我可以给你当女伴吗 在叶峰还定下人选的时候 一名女孩来到叶峰的身边 她的声音略微熟悉 回过头一看 竟然是陈子勋带过来的那位 斗鱼女主播汤思莹 啊 叶峰语色 这汤思莹不是被陈子勋约出来的吗 此时 陈子勋也是一脸猛逼 只是当女伴 先赛车最重要 汤思莹主要也是为叶峰着想 富二代飙车 不带妹子 容易被鄙视 行吧 叶峰转身对陈子勋说道 陈少 先借你朋友用一下 陈子勋 叶少 我这在给你当工具人呢 你跟我喜欢的妹子去飙车 她跟汤思莹只是朋友 并不能限制汤思莹的自由 虽然只是客串一下女伴 但她抹极度了 叶峰选择汤思莹的原因很简单 这女孩看着比较干净 没老女那么辣眼睛 再者 叶峰确实只是想找个女伴来赛车 并没有找小三的意思 顾云香才是叶峰喜欢的那款 既然妹子选好了 那就开始吧 崔人眉毛轻条 继续说道 我前两届都是冠军 别说我欺负你 我让你们先跑五公里 哇 崔少真是太牛逼了 百里竞赛也能让五公里的 不愧是崔少 这就叫做自信 不少人表示震撼 但饶势如此 也没人认为她会输 拽什么拽 朱虹怒了 但她可不敢让五公里 毕竟万一输了 多没面子 叶少 我知道你车击一般 如果你觉得五公里不够 我可以让十公里 崔人继续鄙视叶峰 他家是豪门 而朱虹只是世家 他只把叶峰当对手 行 你让吧 叶峰无所谓 又道 不过我也得让你 咱们礼尚往来 我重新选辆次点的车吧 毕竟你也知道 法拉利F12专位竞速为生 说吧 叶峰朝着旁边卖炒饭的大叔走去 说道 大叔 我要赛车 能把你的武林红光借给我吗 众人 买炒饭的老板 陈子勋 叶少 你也太装笔了吧 第43章 百里竞赛 最后 在全场惊呆了的目光下 叶峰借来了武林红光 这特么是辆面包车啊 你拿这玩意儿比赛 这能赛吗 这不能吧 他没这个功能你知道吗 叶峰 你啥意思 看不起我 崔人脸都黑了 这你马 赢了也不光彩啊 只要车系好 换啥都是一样跑 叶峰从容而自信 又对身旁的汤思寅问道 不介意面包车吧 不介意 汤思寅确实不介意 只是有点尴尬 行 别自取其辱就行 崔人愤怒地坐上了自己的跑车 他之所以让出十公里来 除了装笔 还有自己的车技过硬 可叶峰有啥 还面包车比赛 就这么想丢人显眼 两个杀笔 都在作死 老子这不赢定吗 朱红勒开了花 他自问车技不输崔人 这家伙 又自让十公里出来 至于叶峰 别说他用面包车 就算他开飞机 自己也稳赢 很快 咱们没问题吧 坐在面包车的副驾驶上 汤思寅有些担忧 没问题 叶峰随口回到 他现在的正在找系统 兑换车技精通 之前在逛系统商店的时候 他就看到过这项技能 兵 恭喜宿主兑换车技精通 消耗1000逆袭值 剩余逆袭值500 车技精通 宿主将拥有顶级职业赛车手的水平 不多时 叶峰便融合了技能 自己现在单手赛车都没问题 更何况吊打这两个业余水平的富二代 叶峰说完脚下油门一踩 武林红光直接窜了出去 朱绍 想不到人长的 你人这么随和 车技也这么好 我真是爱死你了 朱红的车上 旁边的美女一个劲的产妹 虽然朱红胖了点也丑了点 但架不住他家里有钱 市区可是有十套房的呢 杀笔吧 朱红向来看不上这种拜金女 他想要的是纯洁的爱情 他现在的所有注意力 全在赛车上面 已经快跑十公里了 虽然自己保持着第一 但不能大意 马上催人就要开跑了 至于叶峰 开个武林红光 完全是来搞笑的 咦 朱上你看后面 忽然 朱红身边的美女大声叫道 啥 朱红一愣 下意识地从后视镜里望去 顿时吓得把车往旁边开 这叶峰是疯了吗 朱红停下车 望着一骑绝尘的叶峰 武林红光的时速 最快在250公里 这家伙 起码飙到了220 整个车身都摇摇晃晃的 刚才差点撞上来 真是吓死个人 哦 面包车上 汤丝营拿着油纸口袋 一个劲的干呕 差点能把胃给呕出来 叶峰 你开车开太快了 我头好晕 好在我带好了 安全透 不然我就惨了 不对 是套好了安全带 汤丝营脑袋迷迷糊糊的 他现在开始 有些后悔 坐上叶峰的车了 准确的是说 是这辆面包车 跑车哪会出这种情况 但驾驶位置上的叶峰 一点是都没有 一路保持着22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 甚至还游刃有余 哥 你就没发现 这车都摇摇晃晃的吗 好怕你一个不小心 车就掉长江里了 不过 汤丝营也对叶峰多了些好奇 这个精灵的顶级富二代 似乎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朱虹 你搞什么鬼 开这么慢 就你还自称不下于职业选手 我特么单手就能吊打你 催人追了上来 对着朱虹竖起了终止 你在我这儿狂什么 有本事你追叶峰去 朱虹回击道 刚才叶峰不要命的开车方式 可是把他吓傻了 这泥马的 名字带疯的 果然都是疯子 呵呵 面包车都把你抄了呀 你也太猜了 崔人被逗笑了 面包车开得再快 又能有多快 自己要超越他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于是 崔人加快速度 穷追猛感 然而 他硬是没有见到叶峰的车 马德 这家伙 不是掉长江里了吧 崔人忍不住猜测起来 崔少 你看前面 身旁的美女 往前面路口一指 叶峰的面包车 正停在那 叶峰 你在这干嘛 崔人停下来 好奇的问道 等你啊 等我 崔人有些纳闷 喂喂喂 百里竞赛 我早就到终点了呀 叶峰提醒道 啥 崔人大惊 这才猛的醒悟过来 惊讶的问道 这才半小时 你开的多少码 时速220 叶峰淡淡的说道 你搞笑吧 这坡面包车 能跑220 崔人头皮发麻 要知道自己的跑车 也才时速180 这可是自己能够驾驭的最快速度 而且 这高速上弯路又多 你叶峰咋不到江里去 随后 崔人便看到 汤丝营蹲在旁边干呕 绝对是被叶峰给晃晕了 行 算你牛逼 最后 崔人不得不承认 行 打钱吧 叶峰笑着伸出手去 崔人 崔人虽然输给了开面包车的叶峰 但还是把1000万转给了叶峰 这么多人看着 他还是要面子的 不一会儿 朱虹也来了 叶峰继续找他要钱 于是 合计2000万到手 朱绍 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 叶峰提醒着他 啥 朱虹心情很不爽 很不客气地回答道 会在地上叫爸爸呀 你自己说的呀 好多人听着呢 叶峰说道 朱虹 他是说过这句话 但谁能想到叶峰车记这么骚 朱绍 你要是不肯叫的话 我就把你这事传出去了 这可是 你自己认的电 崔人跑车输了 又亏了1000万 直接拿朱虹撒气 你慢 朱虹气得肝疼 这叫了丢人 不叫又被鄙视 怎么这都要被嘲笑 他思考了一阵子 觉得还是稀释宁人算了 用走上去说道 叶峰 我可以叫 但你得保证 不把这事传出去 我保证 叶峰点了点头 他看到旁边的催人 在掏手机 爸爸 没听到 你不知道我们老年人耳朵不好吗 你 朱虹气得够呛 但还是咬紧牙关 再次叫道 爸爸 你还没跪下呢 叶峰又提醒道 朱虹心中万马狂奔 心说 叶峰你玩我呢 但随后 他猛地跪下 又愤怒又卑微地叫道 爸爸 好嘞 拍摄完成 旁边的催人兴奋地大叫 好像他才是朱虹的爸爸一样 第44章 含泪赚了一亿多 姓催的 我透你先人 你干啥 朱虹气得脸色横肉乱跳 恨不得生吞了催人 这家伙 居然玩偷拍 随后 他又气冲冲地看向叶峰 你看我干啥 又不是我拍的 叶峰是个老实人 向来说话算话 说不传出去 就不传出去 他对着催人说道 视频发我一份 行 虽然输了一千万 对叶峰很不爽 但有一说一 叶峰的车技确实牛逼 至于朱虹跪下认爸爸的视频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姓催的 我要弄死你 朱虹朝着催人冲了过去 喂 你要干嘛 我叫保镖了 擦 刚飙车 保镖没跟上来 催人惊了 最后 两人扭在一起殴打了一番 吓傻了旁边的两个妹子 叶峰 则身藏身语名 带着汤思营原路返还 叶峰 他们两个没事吧 车上 汤思营回望着后面 打得正兄的朱虹和催人 有些担心事情闹大 能有啥事 皮糙肉厚的挨顿打咋了 叶峰事不关己 他现在只想回去数钱 刚才压住 自己预计赢了一亿朵 崔仁也跟了上来 二人互相揍得对方鼻青脸肿 连衣服都被扯破了 蓬头垢面 活像个乞丐 你们撞车了 见此情形 有人忍不住大胆猜测 哼 崔仁冷哼一声 把刚才录下来的视频 直接发在了各大朋友圈里 哇靠 朱绍你啥情况 飙车就飙车 你咋还认起爸爸来了 不知道了吧 刚才朱绍跟叶绍打赌 输了就叫爸爸 那这么看 朱绍肯定输了 那冠军是谁 看群里 叶绍第一 啥 叶绍 在嘲讽完了朱绍之后 众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 自己刚刚可够全压催人了 结果这家伙输了 有没有搞错 你可是两届的冠军 会输给叶峰 王八蛋 朱绍气得要死 本来叫就叫了 只要不外传就行 结果这催人倒好 直接让自己社会性死亡 你以为救你会作妖 老子就不懂报复了吗 旋即 朱绍扯开了嗓子 叫道 诸位 你们知道催人为啥要让十公里出来吗 你们又知道 陈子勋为啥要跑出来做庄吗 这两句话 直接让众人的精神抖擞起来 特么这么一看 何着你催人跟叶峰在搞钱呢 一亿五千万 虽然平摊下来 但大家亏得不多 但特么你们赚的可不少 喂 大家别误会 我的车技确实不如叶少 人家开面包车跑的呢 催人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解释起来 然而 愤怒的众人压根不听 好你个姓催的 你特么不会是姑苏催家的豪门大哨 真是商业鬼才呢 姓催的 你狗日别落单 不然我弄死你 日泥马 还钱 愤怒的众人 把催人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他带的保镖够多 不然就危险了 没的意思 欺负老实人 明明是我靠实力跑的第一 咋成催人故意放水了呢 叶峰坐在一旁 晾仔是叹气 他手里握着银行卡 查询这里面的余额 这些都是刚刚当庄家营的钱 加上之前的两千万 便是一亿七千万 并且还多出了八千块的零头 叶绍 就你还老实人 我咋看咋觉得 你分明是个老英帝 你还好意思叹气 看着叶峰数钱的模样 陈子勋羡慕不已 他也想含泪赚个一亿多 早知道自己就多压点了 两千块钱压出去 也就回本六千 还特么不如叶峰的零头多 你真的没有跟崔人串通好吗 陈子勋忍不住怀疑 林毅老爹 不好意思啊 把你那五十块钱 也赔进去了 冷静下来后 朱红对着林毅致歉 要不是自己拉着 林毅也不会压住 他刚刚找赵红英打听过了 这五十 可是林毅一个礼拜的早饭钱 但无奈的是 朱红输了一千万之后 身上就还剩两个钢笼 估计宵夜还得让红英结寝 没事的朱绍 咱们是兄弟 不讲究这些 何况有红英结在 我不会乐着的 林毅也很耿直 赵红英玩耳一笑 他很看重叶峰 当然挺他 朱红也想着 要不回去找哥们借点钱 把林毅的命吊着 呀 林毅同学 原来你在这儿啊 这时 陈子勋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后面还跟着叶峰 林毅脸色刷的一下 就冷了下来 自己之前说啥来着 遇到这叶峰 准没好事 原本朱红给自己的五千 全拿去压催人了 没叶峰的话 自己能回收一万五 净赚一万 那么这个月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倒好 得喝西北风 你们干什么 赵红英醋没说到 他很不待见这两人 别误会 我有事找林毅同学 说吧 陈子勋从手里掏出一张收据 上面是林毅压住时 写的条子 他这做了保存 陈子勋将收据递过去 装作很惋惜地说道 林毅同学 好可惜啊 你压得催人他输了 朱红 赵红英 两人不约而同地 朝林毅望过去 他买的催人 他难道不应该是买朱红吗 而且那五千块钱 还是朱红给的 林毅 特么买输了就输了 用得着跑来 特地跟我说吗 我怎么看 都觉得你是故意来搞事的吧 林毅正想发火时 陈子勋忽然转身离开了 林毅只能对着他和叶峰的背影 骂骂咧咧 林毅兄弟 你解释一下吧 你是这么支持我的 朱红黑了脸 自己给钱 是让林毅压自己 赢了算他的 输了算自己的 这家伙竟然背着自己买催人 亏自己还把他当做兄弟 林毅 你过分了 赵红英也皱起了眉头 这是他第一次对林毅感到失望 他有点同情朱红 别看他胖 但他很讲义气 非常的重感情 从表面上看 林毅买催人没错 他只是想捞点钱 但实际上 他欺骗了朱红的感情 红英姐 朱绍 你们听我解释 林毅有些慌 正准备解释的时候 忽然前方一阵骚动 一道很嚣张的声音响起 卧日啊 你们江南不愧是内斗大省 我们都还没来 你们就比上了 我说催人啊 你特么为了捞钱 也真是不择手段 居然还假装输给叶峰 叶峰人呢 怎么不敢出来 听说你面包车开得极好 说话的是个精壮的汉子 骑马一你八的个头 他东张希望着 想把叶峰从人群里 找出来羞辱一番 第四十五章 林毅参赛 草 你啥背景啊 就敢直呼叶少的大名 陈子勋看着他就很不爽 都是富二代 凭啥你这么嚣张 呵呵 我啥背景 精壮的大汉冷笑一声 身后的狗腿子们 便指高气昂地介绍道 看清楚 这可是我们江北淮南的 韩天龙 韩大少爷 哇 他就是江北的 那个车神韩天龙 据说韩少跟职业赛车手比赛过 连赢人家三场呢 有一说一 韩少人长得帅 又是豪门出身 一点也不比叶少差 是呢 淮安是江北的省会 精灵是江南的省会 要是叶峰输了 可就糗大了 丢 你们江北这帮玩意儿 在这王婆卖瓜呢 劳资实名战叶少 哼 别说叶少了 估计崔少都能秒了他 人家崔少可是连续两届的冠军呢 韩天龙一出场 就有不少江北的富二代 给他造势 主要是韩天龙代表江北出场 而他的知名度不太高 主要原因是 他常年在国外 去年才回来 但这也引起了江南这边的不满 虽然不晓得 崔人到底有没有放水 但叶峰确实是嬴王 哼 崔人不行 他太垃圾 要是不想自取其辱 听到我名字 就该乖乖的闪一边去 韩天龙冷笑一声 他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扬名立万 在富二代圈子里 打响名声 博一个地位 有了地位 就有了人脉 有了人脉就有了生意 有了生意 家里的那些哥哥弟弟 凭啥跟自己抢击成人 听你名字 崔人反击道 去年江北扫H 我可是听说 你被抓个正着呢 啥 韩天龙PC被抓 我丢 我得查查 尼玛 还真是 我说韩大少爷 你要是饥可难难 我给你介绍嫩魔呀 PC多不卫生 众人赶紧起哄 韩天龙 江北众人 你崔人是干情报工作的吧 这么隐秘的消息 你竟然都知道 韩天龙脸都绿了 他本是想来装笔的 可结果装笔不成反被C 这丢人丢大了 崔人 别在这跟我耍嘴皮子 咱们今天是来比车技的 兵对兵 将对将 我的对手是叶峰 韩天龙含着脸叫道 叶峰人呐 别躲着了 赶紧出来 你要不要代表江南出战了 喂 我说你是不是票仓票多了 眼神不好使 我不是一直在这儿吗 叶峰在无语地说道 韩天龙 韩天龙确实没注意到 叶峰就在自己斜对面 第一次找他 是韩天龙压根没用眼睛看人 好显得自己有笔格 而刚刚则是被崔人搞了拨心态 有些梦了 过日 这就是江北的车神 车轮子 是往女人肚皮上开的吧 江南众人继续嘲讽 搞心态这种事 他们也会 说吧 你想怎么比 叶峰开门见山 老规矩 谁跑完五百公里 谁就赢比赛的奖金就归谁 今年也跟往常一样 压住的钱为三亿 韩天龙说道 压住其实有些特别 这个是分阵营的 双方商量好一个金额 然后按照一比三的赔率 按照购入比例 进行赔付或者瓜分 作为参赛的代表选手 则不能下注 但赢的话 则可以额外抽成10% 这个钱 也是游输的那份额外补贴 比赛奖金得一千多万 只是小头 没人在意这个钱 之所以给冠军 是为了让入场 参赛的这个钱 有个去处 至于大头 则是这10%的抽成 往年都是三个亿 输的那方赔九亿 抽成则有九千万 再加上奖金的一千多万 刚好一亿出头 但这点钱 叶峰明显看不上 自己刚刚可赢了一亿七千万 韩大少号称车神 就这点野心 叶峰微微一笑 啥意思啊 韩天龙有些不解 他来这是为了扬名的 而且赢了拿一个亿 已经很多了好吗 职业赛车手 跑十年都赚不到这个钱 我的意思是 你我单独赌一个亿 谁输谁给 叶峰笑着说道 这 韩天龙没想到 叶峰是闲置一亿太手 想再赚一亿 只是 自己虽然是豪门子弟 但又不是叶峰这种独生子 根本拿不出来一个亿 擦 这叶峰挺牛比的呀 韩少别耸 这钱我们给你凑 对 不就是一亿吗 咱们再凑一下 也不是拿得出来 江北这边豪气壮 毕竟韩天龙的车技 他们很有信心 由于双方各有一百多个 大大小小的富二代 所以和在一起掏钱并不是难事 很快 这事就敲定了下来 叶峰要撒币 那当然要奉陪到底 很快 比赛就要开始 叶峰和韩天龙 分别代表江南 江北出战 同时 双方还各有二十多个富二代 也参加比赛 与其说是参赛 不如说是陪跑 顺便干扰一下对方 毕竟输赢 还是得看双方选出来的代表选手 朱少 你还参战吗 另一边 林毅问道 我 朱虹有些犹豫 见识过叶峰的车技之后 他的自信很受打击 有些不想去了 不去的话 能把名额让给我吗 林毅请求道 如果自己赢了冠军 不但能拿两个亿 还能扬名立万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不是梦想 行吧 朱虹也不是小气的人 当即把名额让给他 至于参赛的跑车 原本就是赵红英提供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叶峰没有妹子 参赛是要带妹子做副驾驶的 否则不允许参赛 毕竟 这是富二代尊严的问题 红英姐 你能当下我女伴吗 林毅厚着脸皮请求道 只要我参赛 就一定能拿冠军 你能拿冠军 真的 赵红英问道 一定可以 红英姐请相信我的车技 林毅非常肯定 赵红英思索了一阵 他跟林毅是上下属关系 而且 刚才林毅压住催人的事 让他有些不舒服 但对于林毅的车技 赵红英还是相信的 当即说道 那行 不过拿不了冠军也没关系 尽力而为 话说这么说 但赵红英也希望林毅能拿冠军 这总比叶峰拿冠军好 何况 还能打击江北那边嚣张的气焰 因 系统提示 主角林毅要参赛 如果宿主选择阻止 将改变原著剧情 获得一千逆席值 但如果不阻止 超越林毅获得冠军 将获得两千逆席值 并且获得一次属性加强的机会 宿主是否选择阻止 忽然 系统的声音 从叶峰的脑海里响起 叶峰当即一喜 第四十六章 白苏苏的笑友 宿主是否选择阻止 听到系统的声音 叶峰心头一喜 为啥要阻止 林毅不是自己的经验宝宝吗 不多时 林毅就跟赵红英走了出来 赵红英小姐 你也要参赛 不过 你能带一个帅气点的男模吗 这家伙看着好咯 有人对林毅品头论足 是他要参赛 我给他当女伴 赵红英淡淡地说道 我去 啥玩意儿来着 赵小姐 你要是被绑架了 就眨下眼睛 我们给你做主 马德 这小子怎么看都是个 Lowy 凭啥能让赵小姐 给他当女伴 江南一众 尤其是精灵来的富二代 几乎都大跌眼镜 要知道 赵红英可是以高冷著称 人家连叶峰这种富二代都瞧不上了 可这个林毅 有什么魅力 虽然女伴不一定非要带女朋友 临时客串一下称的场面 也不是不行 但赵红英给林毅这种穷调私称场面 可他们真是活久见 诸位 如果没其他事就开始吧 现在都半夜一点多了 林毅提醒道 行 开始吧 韩天龙当即点头 他对林毅没啥兴趣 只对击败叶峰或者催人 赢得冠军有兴趣 不急 这时 叶峰忽然站了出来 你想干啥 韩天龙和林毅 异口同声地问道 韩天龙是好奇 林毅则是猛逼 马德 这个叶峰一肚子坏水 准没好事 我们江南这边 连续赢了两场冠军 而前两届的冠军 却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也不想以大欺小 这样吧 我直接让你一只手 我单手飙车 叶峰淡淡地说道 所有人 你叶峰搞毛泥 这条赛道弯路超多 你单手不怕开到江里去 到时候 可别捞都捞不上来 叶少 你开玩笑吧 你可是为我们江南而战 叶少 还请三思啊 如果你输了 我们得赔死 是啊 为了支持你 我连裤衩都当掉了 江南富二代们全都震惊 这可是三个一压住啊 说了得赔酒一九千万 然而 叶峰一生行事 何须向他人解释 说罢 就让人反绑了自己的右手 众人彻底无语了 究竟是谁给了叶峰自信 梁静茹吗 我去 叶少你可真是太秀了 刚刚是开面包车 现在是单手开法拉利 我能说啥 这特么绝了 散了吧 叶少待会儿走得肯定很安详 记得去请吹索纳的呀 马德 只能指望催哨了 可千万不能说啊 江南众人要哭出来了 叶峰则很淡然 自己的水平 可是堪比最顶尖的职业赛车手 单手飙车咋了 好多残疾人 还用两只脚来飙车呢 呵呵 随便你 韩天龙感到到了侮辱 心里很不爽 但也知道 没必要跟叶峰逞威风 能赢才是最重要的 到时候 叶峰只会人为笑柄 对了 这位灵异同学的车技不比我差 我建议让他也单手飙车 这样显得我们江南更有诚意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他的目的 就是把灵异也拖下水 要把灵异赢的希望 给扼杀在摇篮里 我去 这小子深藏不落啊 难怪能被赵小姐的刮目相待 我同意叶峰说的 让这小子也单手吧 不然取消他的比赛 对对 这小子也单手 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不少人纷纷表示赞同 本来赵弘英给灵异当女伴 就让他们嫉妒 更何况 叶峰把比赛跟搞着玩一样 他们无语得很 但又没法阻止 可特么治不了叶大少 难道还治不了 灵异心中仿佛日落太敌 早就知道叶峰不安好心 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搞我 他自问自己车技很强 但单手飙车这事 只有煞笔财蛋吧 其人太甚 赵弘英眉头紧锁 脸色森寒 对灵异说道 咱们不比了 让这些家伙自己玩吧 叶峰自己单手飙车 属于作死 灵异有赢的希望 但这帮富二代作死 既然这么想输掉比赛 那就由得他们 反正最后输了 自己也只需要赔个几万块 无所谓 红英姐 就这么放弃了 多可惜啊 要不 让我试试吧 灵异对那两个异 有点执着 灵异 你别逞强 不行我们就放弃 赵红英还在生气 红英姐 虽然我没试过单手飙车 但是我以我的车技 要拿下冠军 依旧不成问题 灵异还是很有信心 而自信来源于实力 在原住里面 叶峰的车技 本来就吊打韩天龙 让一只手 其实也无妨 只是他不知道 他现在的对手 不是韩天龙 而是叶峰 你确定 赵红英性格谨慎 询问道 确定 灵异信心满满的说道 那行 我相信你 最后 赵红英同意了 灵异单手参赛 还有十分钟开赛 两边开始制定策略 由于重点放在 代表选手身上 所以必须给对方 制造阻碍 但有个前提 不能违规 类似撞人家车之类的 就洗洗睡吧 原本催人打算陪头 但因为叶峰 要单手开法拉利 他觉得 这是自己的机会 你特么面包车能赢我 是因为我让了十公里 你特么这次单手还能赢 不在拐弯的时候 飙到江里去 就谢天谢地了好吗 催人现在的目标 是击败韩天龙 争得冠军 很快 比赛正式开始 汤小姐 如果你害怕的话 现在下车还来得及 坐在法拉利上 叶峰看着副驾驶上 有些不自然的汤思营 确实害怕是有点 不过叶少 你都无所谓 那我自然舍命赔君子了 汤思营从容一笑 叶峰的命可比自己之前多了 何况看叶峰这驾驶 也不像是闹着玩 那行 坐稳了 叶峰说罢 便准备左手握方向盘 右手踩油门 叶少 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之所以单手飙车 是刻意针对灵异吗 汤思营问道 这你都知道 叶峰好奇地看着他 虽然自己刚才 做得确实有些明显 但在这个时候 应该没人去关注灵异吧 那个 汤思营犹豫了片刻后 说道 其实 我跟白苏苏是校友 念的都是精灵艺术学院 只不过 他读的是音乐系 我读的是舞蹈系 我知道 白苏苏跟灵异同学走得很近 所以 叶少你是因为白苏苏 才想趁机报复灵异的吧 第47章 韩大少 耍花招 你跟白苏苏是校友 叶峰诧异 没想到精灵这么大 居然圈子这么小 是校友 不过关系也不是那么熟 汤思营脸一红 说道 其实这次会过来 主要也是听陈少说 你会来这里 我想看看 你这样的舔 痴情男子 究竟长什么样子 汤思营连忙把舔狗二字 给验了回去 也就这样子吧 比郭富城还差点 主要还是多才多艺 叶峰不太想解释 关于白苏苏的事情 按了下车钥匙 法拉利的引擎轰然作响 坐稳 我要开车了 嗯嗯 汤思营乖巧地点着头 他早就把安全带给绑好了 但他还是大意了 只见叶峰一手握方向盘 一脚踩油门 法拉利搜的一下标了出去 好快 尤其是当叶峰单手飙车 还在超车的时候 那感觉就仿佛是在与死神擦肩 整场比赛 几乎都在利保叶峰 和韩天龙两位代表选手 并且拼尽力气 给对方制造干扰 不过也有例外 林毅和崔仁 虽处于江南阵营 但都是奔着冠军去 林毅 要不我们还是退赛吧 这样单手飙车 实在太危险了 赵红英坐在副驾驶上 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刚才拐弯时 差点跟前面一辆车撞上 当时直接把赵红英 吓得脸色煞白 放心吧 红英姐 没事的 林毅自信地笑道 他发现自己单手飙车 其实压力不大 而且对手都太惨 唯一让他有点压力的 只有韩天龙 他的跑车比较好 跑得贼快 而且有人给他保驾护航 想到这里 林毅提了提速 忽然 砰的一声 在拐弯时 前方一辆车突然变道 林毅直接撞了上去 两架跑车的前后追尾处 直接撞了个稀巴烂 煞比玩意儿 砸开的车 给劳资滚出来 前车的主人勃然大怒 抄着保龄球棍 就冲了出来 催人 林毅和赵红英都傻了眼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车祸 而且还撞的是催人 毫不夸张地说 江南这边 最有希望得冠军的两人 都彻底交代了 更何况 催人一直跟自己和朱红不对付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你怎么开的车 考过驾照没有 转弯能随便便车道吗 林毅下车 醋眉质问 日尼玛 你煞比是吧 这是赛车比赛 你要讲交通规则 那你还跑你麻辣隔壁 催人的气得浑身发抖 手上的保龄球棍 随时都有可能砸在林毅的身上 林毅其实心里清楚 这种赛车比赛 只要不撞车 几乎不用讲任何规则 但无论如何 气势这块不能耸 他正准备继续找催人理论时 催人直接叫道 啥也不说了 我这跑车是兰博基尼 修车费至少五十万 五十万 你咋不去抢 林毅怒了 然后又问道 你报保险不行 你这穷屌丝 有毛病是吧 劳子凭啥给你报保险 五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我待会儿就找人弄死你 当然你不赔也行 劳子的修车费 必须有人买单 说着 催人看向了赵红英 赵小姐 要不你帮他赔吧 我记得他这跑车 好像是你的吧 可以赔 但赔了钱 这是必须了 赵红英担心 催人后面还要报复 报复 劳子弄死这姓林的 比捏死之马也还简单 搞快点 别担得劳子继续比赛 催人连忙催促 赵红英也只能无奈的 把钱转给了他 随后 催人拦了一辆江南这边的选手 借他的车继续参赛 但五百里竞赛 每一分每一秒都十足珍贵 他耽搁了差不多一分钟 跟冠军怕是再也无缘 要不是对催人 咱们也不会这样的 林毅抱怨道 同时心里咒骂了叶峰一百遍 这玩意儿 没事搞什么单手飙车 而且 你单手就单手 特么非要自己跟他一起 这不是有病吗 看了看自己这边 被撞得稀巴烂的车头 林毅问道 红英姐 这车咋办 我修 不好意思啊 又得让你破费了 林毅叹了口气 这跑车虽然没那么贵 但修下来 应该也要十几万 破费 赵红英冷哼一声 说道 林毅 我早说过 不行就退出 你非要逞强 我不买单能行吗 红英姐 这也不能全怪我 当当你也看到了 是那催人乱开车 林毅解释道 当然不怪你 都怪我 行了吧 说完 赵红英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现在非常后悔支持林毅 叶峰要单手飙车 那是他自己作死 可自己为啥想不开 要同意林毅跟着作死 赔钱和修车都是小事 六七十万对赵红英来说 不算什么 但发生的是 让他的心情糟糕透顶 他对林毅 也感到无比的失望 如果不是他贪恋奖金 和对赌的钱财 这事从一开始 就不会发生 没有那个金刚钻 干嘛懒那个瓷器活 红英姐 见到赵红英 突然间陌生起来 林毅非常紧张 这时候 他不知道是去给赵红英道歉 还是先把破车给开回去 以免变成路障 又被人给撞了 林毅和崔人撞车了 车上 叶峰一路绣车记 一边听着广播频道里的交流 他原本只是想给林毅 制造点困难 让他自然淘汰 没想到 还有意外之喜 不过这个催人倒也是给力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把林毅给撞死 那么接下来 叶峰的目标只有一个 超越韩天龙 成为冠军 叶峰 他追上来了 他不是单手飙车吗 竟然还跑得这么快 狗日的 这家伙有点东西啊 难怪敢单手飙车 很快 叶峰便要追上韩天龙 全都给我拦住他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江北阵营的广播频道里 韩天龙大叫道 他发现他的车技 确实没有叶峰墙 人家单手飙车 都跑得这么快这么稳 很快 七八辆车占据车道 把叶峰给彻底拦住 而且速度极慢 如果要冲过他们的防线 时有八九要撞车 对韩天龙来说 只要能赢得比赛 不讲武德算个啥 我去 这韩天龙太卑鄙了吧 人家叶峰单手跟你跑 你都跑不过 玩一招 马德 这姓韩的咋不去踢球 用他这方法 十一位国族围成圆圈 不是直接夺冠吗 不管了 为了胜利 我要撞上去了 兄弟们 记得丢我打修车钱 江南阵营 不少人破口大骂 有些暴躁老哥 甚至嚷着 要撞上去 给叶峰开刀 呵呵 等我少花招 叶峰呵呵一笑 再次对旁边的汤思雨说道 坐稳了 嗯 汤思营一愣 心说自己 不是一直都坐得很稳吗 双手都把这扶手呢 忽然 他看到叶峰右手一甩 被反绑着的麒麟臂 正拖了出来 第四十八章 拒绝赵红英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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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双手握着方向盘上 跑出了一个S型 闪电般的穿过了前方 横拦着的车辆 汤思营被晃得脑袋晕 想吐又吐不出来 比孕妇还难受 呦 这叶峰是黄扇变的吧 这么能钻 讲真 换成我的话 我直接撞车了 马德 叶峰车技简直强到离谱 他是邱明山来的吧 不对 叶峰是双手 他啥时候把右手给解放出来了 众人在广播频道里交流的时候 有人发现了叶峰的飙车实况 很快 江北这边就开始骂骂咧咧 叶峰这人真不讲信用 说好了单手 现在居然又用双手 没错 这种人就该被抵制 谁以后要是跟他做生意啊 谁倒八辈子血没 江南这边还击道 啥毛病啊 你们都在耍无赖了 我们还得惯着 要点脸行吗 叶峰单手 那是让的你们 真把他当成了规矩 有一说一 你们寒车神的车技当真不行 连叶峰单手都跑不过 居然还用一字阵 拦人 我还是那句话 韩天龙就该去踢足球 用他那方法 国足稳稳夺冠 江南江北两拨人炒得热火朝天 而叶峰也快速追上了韩天龙 此时距离终点 只有二十公里不到 韩天龙异常紧张 额头汗珠密布 叶峰飙车又快又稳 这样下去 他迟早要输 韩绍 你得稳住啊 千万不能让叶峰赢 韩绍 快提起裤子最后一拨 赢了我给你介绍双胞胎 韩绍你 可是我们村的希望 如果输了 我们就三连跪了啊 江北的广播频道里 那些富二代们急忙呐喊 倒得韩天龙也压力山大 眼见着叶峰距离冠军越来越近 韩天龙下定决心 又提高了一些速度 冒着掉入长江的危险 跟叶峰竞速 呼 突然 叶峰也加速 一起绝尘而去 在五百里的终点停了下来 他等了足足一分钟 韩天龙才跟上 与此同时 江南的广播频道里 疯狂欢呼 江北的频道 则对着韩天龙的先人各自问候 韩天龙恼羞成怒 质问道 叶峰 你特么说好的单手 你双手是个啥意思 哼 我还想问问你 你让人排成一字来赌我 是啥意思 我让你一只手 只是不想以大欺小 算是很讲武德了 但你呢 既不如人 就滚回去多练练 你以为靠些小手段就能赢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你简直可笑 叶峰呵呵冷笑 这句话 直接把韩天龙给咽了回去 他气急了 很想把叶峰盾着打一顿 但又怕打不过 最后 叶峰在欢呼声中赢下了两个亿 无数人对叶峰的车技 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的冠军实至名归 能以S型闪电般的钻出对方的防线 即便是职业选手 也未必能做到 至于你问为什么叶峰要双手 搞笑吗 你把世界冠军请过来 人家也没法单手突破好吗 而且 韩天龙的这种行为 虽然不是被明令禁止 但也为人所不耻 如果没有这叶峰 今晚夺冠的会是我 灵异则亦难凭 对那两个亿巨款 仍旧念念不忘 但现在 最重要的则是 如何平息赵红英的愤怒 今晚算是把他惹炸毛了 叶峰 你别孝张 总有一天 我会好好的教你做人 韩天龙上前 对叶峰放狠话 这场比赛 他输了不少钱 也让他在江北富二代圈子中 鸣声扫地 他对叶峰恨到了极点 啊 你还是不服事吧 要不这样 你我再单独比一场 我还是单手让你 说了的话 再陪对方一个亿 叶峰笑呵呵地说道 在没人干扰的情况下 他单手吊打韩天龙 呦 叶峰太嚣张了 韩少你别怂 我支持你 跟叶峰比 好好叫他做人 我觉得一个亿太少了 赌十个亿吧 江南这边的富二代们 纷纷起哄 韩天龙被噎得差点心机梗塞 自己就想放点狠话 找回点面子而已 他不认为自己的车技 比叶峰强 杀比韩天龙 还在跳呢 江北这边 全都把气撒在了 韩天龙的身上 最后 韩天龙只能灰溜溜地退场 他怕自己输了比赛 江北这边有人搞他 最后 他是扛着跑车回去的 叶峰也准备回去睡觉 这场比赛 差不多快持续到了半夜三点 今晚收入也不菲 总共三亿七千万 这绝对是笔巨款 好多上市公司 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明年自己还要来 叶峰 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散场的时候 崔仁走来 行 叶峰很爽快 加上了崔仁 毕竟这家伙 也是自己今晚的财主 而且 以姑苏崔家的实力 今后或许会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呢 叶少 咱们也加个呀 咱们江南省的富二代 要团结一心 叶少你知道吗 在江南省 只有我们金口试任 你们精灵为老大 其他的事都不服呢 所以加个联系方式 以后你就说老大了 一时间 不少富二代 把叶峰围了起来 轮流要联系方式 竟然还把陈子勋 从叶峰身边给挤了出去 这个叶峰 赵红英心情复杂 他其实很不待见叶峰 认为他就是一丸酷子弟 除了败家和当田狗 啥也不会 但现在 他居然还夺得了 今晚赛车会的冠军 反观一旁的灵异 简直就跟个傻叉一样 最后 他通过精灵的富二代朋友圈 加上了叶峰的微信 验证信息上 赵红英写的是 父亲说过 赵家与叶家是盟友 要多多联系 哼 这赵红英 终于不敌是劳资了 看着验证消息 叶峰心头一乐 果然这女人 还是欣赏有才华的男人 但叶峰还是认为 自己只是单纯的 长得帅和有钱 莫得才华 于是 他拒绝了赵红英的 好友请求 丁 恭喜宿主 改变原著剧情 对后续剧情产生影响 丁 恭喜宿主 赵红英对灵异的 好感度降低 丁 恭喜宿主 获得两千逆席值 两千五百 丁 系统提示 男主角灵异的气韵值 一千 丁 系统提示 男主角灵异的气韵值降低 目前为神级气韵 丁 恭喜宿主的气韵值 提升至人级气韵 宿主的机缘将大大提升 听到脑海里 系统悦耳的声音 叶峰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朝灵异的方向望过去 嘴角再度露出 想刷惊艳的笑容 第49章 顾云香病倒 灵异之所以在原著中 能当男主角 全是因为他身怀逆天气韵 虽说目前灵异的气韵值降低了 而自己的气韵值提高了 但一个神级 一个人级 当中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别看连续好几次 灵异都在自己这里吃扁 但熟读网络小白文的叶峰清楚 只要拥有气韵 就能随时崛起 而自己 依旧会成为那个可怜的反派 灵异 看来咱们以后 还得再亲近亲近呢 叶峰冷笑道 如今 赵红英只是对灵异 产生了一些厌恶感 但在援助中 他毕竟是灵异的后宫 随时都能把好感度刷回去 叶峰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彻底让赵红英厌恶灵异 抢夺他的气韵 思英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家吧 一旁 陈子勋想献殷勤 刚才飙车的时候 汤思英连续给叶峰当了两次女伴 这让陈子勋有了危机感 他想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拿下 而汤思英还在犹豫 准备找个借口 拒绝陈子勋 毕竟今晚能来这里 全是想见一见叶峰 毕竟 上天也欠他一个痴情的舔狗 卧日 这都几点了 你们还不回去 叶峰准备开车回去休息 再过三小时 这都天亮了好吗 现场的人 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 叶少 你家是不是在商业街附近 突然 汤思英问道 是 叶峰回答道 叶家别墅买在商业街附近 主要是为了方便上班 这在金陵不是啥秘密 那个 我想去商业街 你能送我一程吗 汤思英请求道 你不回学校 叶峰问道 他记得汤思英是助校生 不了 我们公司也在商业街 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汤思英俏皮的吐了吐舌头 我可不想迟到 那行吧 只要你不怕再晕车 就上来 叶峰无所谓 行 汤思英跟上了叶峰的脚步 刚才飙车的时候 他确实被搞得晕头转向 不过那只是飙车 人家车技那么好 自己有啥好担心呢 但其实仔细想想 要是回去的时候 真又晕车了 也没什么不好 叶少人这么好 不至于不管自己吧 想到这 汤思英的笑容 愈发甜美了起来 喂 陈子勋彻底愣住 午夜的江峰不冷 甚至还有些热 但陈子勋的心 却拔凉拔凉的 独自一人 在风中凌乱 回去的路上 叶峰与汤思英 互加了联系方式 送他到了商业街后 叶峰也准备回去睡觉 今晚的赛车大赛 除了收获金钱与地位之外 林毅还收获了2000逆袭值 和一次属性强化的机会 叶峰先把逆袭值存着 然后选择属性强化 查看属性 叶峰 体力300 普通人为60 精神200 普通人为60 武力200 普通人为60 天赋200 普通人为60 魅力300 气韵 人及气韵 逆袭值2500 技能自画精通 技能商业专精 衍生技能 蛊惑技能 车技精通 属性强化 除了体力值加100之外 其余三项各加了50 叶峰感觉 现在依旧精神饱满 回家 睡了三小时后 就醒了过来 昨晚你会这么晚 居然醒这么早 你不再睡会儿 母亲周雪华在做早餐 见到叶峰特别友善 不睡了 待会儿就去公司 叶峰说道 现在张氏服装 没了赵家的资金注入 已经是自己的囊中置物 他需要加快步伐 昨天你赚了不少吧 忽然母亲神秘兮兮的问道 啊 这你都知道了 叶峰随口说道 当然 现在圈子里都在说 你是什么秋名山车神 周雪华倍感骄傲 叶峰长这么大 这还是头一次 让他感觉脸上有光 但他还是有些不解 问道 那个秋名山 是个啥地方 那车神多吗 啊 叶峰不知道咋解释 毕竟这是年轻人玩的梗 当即插开话题 说道 妈 我先去上班了 祝我旗开得胜吧 行 周雪华点了点头 见到儿子如此上进 他当然高兴 忽然 他想起了什么 嘱咐道 叶峰 你可别冷落了云香 这段时间 他为了帮你 好几次都是晚上十二点才下班 你可得好好带人家 放心吧 妈 叶峰硬道 这段时间 为了跟上服装生产的脚步 顾云香的设计公司 几乎灯火通明 为了给质量把关 很多设计款式的修改 都是顾云香一个人在修改 他所做的一切 并非为了赚钱 而是单纯的想帮助叶峰 只能说 北女友如此 福福何求 公司有李永华坐镇 叶峰依旧比较清闲 上午 他买了些零食和糕点 准备去看看顾云香 到了公司之后 叶峰却被告知 顾云香昨晚回去病倒了 现在在医院躺着 病了 怎么回事 叶峰连忙问道 顾总他 这段时间加班加点 太劳累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公司的助理周婷说道 我们也劝过顾总 但顾总不听 想早点把所有的服装款式 都设计出来 在哪家医院 叶峰连忙问 是人民医院 叶峰到达的时候 找吴主任问了下顾云香的病情 得知只是劳累 只需静养几天方可 叶峰这才放下心来 待会儿得好声告诉这丫头 身体才是创业的本钱 随即 叶峰就准备去二楼病房 去看望顾云香 走至门口的时候 立马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云香 你也真是的 这么大个人了 也不好好照顾自己 我给你买了些补品 是我让我爸 专门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知道你这人不爱拿人东西 但我们好几年的感情 你总不至于拒绝我吧 你刚没吃早饭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嗯 听到这声音 叶峰眉头紧锁 准备直接走进去 看看里面的男人究竟是谁 忽然 旁边走出来 两个戴墨镜的保镖 说道 这是咱夫人的病房 你不是医生护士 不能入内 第五十章 舔狗孙云 叶峰皱起眉头 盯着这两条戴墨镜的狗 哼 我们夫人顾云香 跟我们少爷 可是在大学时候的同学 小子 你算哪根葱啊 可别妄想着 癞蛤蟆吃天鹅肉 保镖呵呵冷笑 他们跟随在少爷身边多年 自然清楚 顾云香小姐 在大学时代 都特别受欢迎 眼前这家伙一看 就知道是顾云香小姐的追求者 我算哪根葱 叶峰的眼角 闪过一丝森寒 笑容愈发冷冽 我是你们少爷他爹 嗯 你特么找死是不 兄弟们 给他尝尝记性 叶峰来的时候 存芳林还没起床 所以今天没有带他 但叶峰毕竟是 属性加强过两次的人 武力值高达200 对付眼前这两条狗 还不是一如反掌 病房内 孙少爷 你能不能别这样 医生说我只是过度劳累 不是啥大病 你买这么多补品干嘛 还有 我现在不饿 你别再削苹果了 顾云香皱着眉头 神色十分不耐烦 他在验斗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孙芸就死缠烂打 被自己明确拒绝过了好多次 没想到回精灵了 这家伙居然又从燕都跑过来 顾云香十分无语 云香 你这样不吃东西 也不补身体 那怎么行 孙芸正色起来 忽悠神色变得温情 说道 我这也是关心你 你关心 忽然一个冷笑声响起 劳资的女人 用得着你来关心 什么人 见到有人推门而入 孙芸大怒 不悦地盯着他 为了好好地跟顾云香相处 他可是让自己的保镖守在外面的 这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叶峰哥哥 见到叶峰 顾云香先是一喜 随后想起什么 连忙解释道 叶峰哥哥 你别误会 我跟他只是大学同学而已 我当然相信你 叶峰笑着走过去 只是一只舔狗 我又不介意 在原著中 孙芸是艳斗的一个小富二代 身边美女其实不少 但他仿佛魔争了一半 一路狂舔顾云香 与白苏苏那种 吊着人当哥哥的绿茶表不同 顾云香明确表示过拒绝 但孙芸依旧我行我素 即便顾云香成了叶峰的女人 有过实质关系后 孙芸依旧舔得热火朝天 每次当顾云香被欺负欺骗与利用 伤心欲绝的时候 他总是恰到时候的出现 一个劲的挖墙脚 好在顾云香对于爱情十分忠贞 没有着他的道 今天初次见面 叶峰对他十分厌恶 小子你谁啊 离云香远一点 孙芸怒道 我是云香的男朋友 该滚远一点的是你 叶峰冷笑 男 男朋友 孙芸瞠目结舌的望着顾云香 显然不肯置信 但顾云香乖巧的依偎在了叶峰的怀里 这直接把孙芸看得双目喷火 他指着叶峰说道 你算个什么男人 居然把云香累到住院 云香 跟我在一起吧 我会让你过生锦衣玉食的生活的 我可以支持你创业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但你跟这种垃圾在一起 没什么前途啊 孙芸语重心长的说道 话音落下 忽然他脸蛋一疼 竟然是叶峰的巴掌呼了过来 你 你敢打我 孙芸更加难以置信 自己堂堂艳夺孙家的少爷 竟然被人打了 打你咋了 叶峰寒生说道 我跟云香如何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 如果云香觉得 跟我在一起很累 他要离开我 那是我他的自由 但你孙芸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挖我的墙脚 今天这一巴掌 是给你的教训 你要是不服 咱们可以继续碰一碰 你 孙芸气得牙痒痒 同时他也看到了病房门口 躺着的两名保镖 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家伙 不好对付 行 你等着 随即 孙芸便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这里虽然不是燕都 孙芸做事束手覆脚 但没关系 他在这里有熟人 出了医院 他就给朋友去了一个电话 周少 我是孙芸 我在金陵呢 今晚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 行啊 咱们哥俩也好久没去了 电话那头 周文斌笑道 随后有问 来金陵有啥事吗 也没啥事儿 就是想追个女孩 那你好好追呀 争取拿下早日 哎 你不明白 那女孩有男朋友 说到这 孙芸叹气 啥 周文斌愣住 好你个孙芸 挖人墙角呢 不过说到这 周文斌也来了兴趣 兄弟 这事我擅长 有啥需要 尽管提 病房里 叶峰哥哥 我之所以住院 是因为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而且 能帮到你 我很高兴 我完全没有 想离开你的意思 孙芸走后 顾云香连忙解释 他很怕叶峰误会 这段感情来之不易 我当然 不过你也不需要这么劳累 身体才是创业的本钱 以后偌大的叶家 你不帮着打脸 我累死我吗 叶峰打去道 当然帮 顾云龙连忙说道 当他听到叶家两个字的时候 脸色羞红了起来 叶峰哥哥 这是打算以后娶自己吗 嘖嘖 突然 叶峰盯着顾云香砸嘴 怎么了 叶峰哥哥 你盯着我看什么 顾云香好奇 想不到你穿着病服 居然别有一番风味 不知道为什么 叶峰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一部电影 来自某岛国的医院的病人 RMVB 我 顾云香滴垂着脑袋 脸蛋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 叶峰哥哥真讨厌 居然调十一字解 正当叶峰准备进一步 看看这病服里面有什么的时候 忽然 手机响了起来 是周文斌打的电话 叶少 今晚有时候没 我有个朋友来金灵丸 想认识下你 在电话里 周文斌说道 啥朋友 叶峰不太想买周文斌的面子 别看他又是周家的子弟 又是自己公司的股东 但他并没有资格 与自己攀交情 除非他能成为周家 未来的继承人 燕都来的 姓孙 周文斌小心翼翼地说道 姓孙 叶峰的眼角一笑 说道 行 今晚我一定来 挂了电话之后 顾云香也接到了电话 居然是孙云打来的 顾云香不知道要不要接 他比较在意叶峰的感受 第五十一章 靓仔周文斌 接吧 孙云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叶峰笑着说道 真的 真的 赶紧接 你不接我不高兴 听到这话 顾云香无语 只能接通了电话 云香 我马上就要离开精灵了 今晚方便一起吃个饭吗 你把你男朋友也叫上 我觉得他对我 有一些误会 孙云说道 算了吧孙少 我们不太想去 顾云香直接拒绝 叶峰则是拿过手机 说道 孙云 你要请我们吃饭吗 我们今晚一定来 好 挂了电话 孙云一阵猛逼 顾云香没同意 他男朋友居然同意了 难道这家伙 想蹭饭 哼 看劳资 不让你在饭桌上丢人现眼 孙云豪情万丈 刚才周文斌可是说了 今晚他请了一位大少过来呢 据说还是精灵豪门叶家的少爷 叶峰哥哥 你为啥要同意今晚去吃饭 顾云香不解的问道 因为我想吃狗肉 叶峰咋吧咋吧 说道 你不是爱狗人是吧 狗狗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它呢 说着 顾云香笑了起来 顾云香当然知道 叶峰口中的狗 指的是孙云 毕竟舔狗嘛 人人喊打 只是这个叶峰哥哥呀 一天天的坏心思可多了 刚才周文斌也给叶峰打了电话 他口中的那位孙少爷 不用想都知道是孙云 不过 既然周文斌想为孙云出头 那么叶峰正好去看看 他有多大的能耐 竟也敢请吃饭 叶家虽然没法力压四大家族 但在叶峰看来 四大家族若有一丝不沉之心 那就必须敲击打压 下午五点 光年大酒店 这是精灵最高档的酒店之一 背后的老板 正是给叶家荡狗的刘文豹 其中 叶家占有51%的股份 周少 你这也太仗义了吧 吃顿饭来这么好的地方 看着酒店内富丽堂皇的装修 以及菜单上 天价一般的菜价 孙云忍不住惊呼 没关系 这家店的老板我说 他给打巴扯 说到这 周文斌不由一笑 这个地方 可是人家叶少自己家的地方 今晚就看我们表演好了 多谢周少 孙云感激不尽 不过我得说清楚 我给你倒是花了钱的 你追到那妹子之后 你得让我也享用一下 周文斌说道 那不行 我对他是真爱 孙云不乐意了 那好吧 我就当是做好人了 周文斌笑呵呵的说道 但心里也非常不爽 你跟孙云乐呵的锤子 你以为 劳资是在帮你追妹子吗 这里可是精灵 劳资的底盘 人家妹子也是精灵的人 信不信等你追到手 劳资再吃饺子 想到这 周文斌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觉得很刺激 叶少怎么还没到 瞅着都五点半了 周文斌给叶峰去了一个电话 周少 今晚是你请客吗 叶峰问道 当然是我请 周文斌笑呵呵的说道 可以带点人过来吗 叶少笑呵呵的问 当然可以 人越多越好 周文斌一口答应 他不在意这点饭钱 但叶少既然能拉人过来 那造势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肯定会把那妹子的男朋友 吓得屁滚尿流 让他见识一下 精灵上流社会的威力 行 周少果然大气 叶峰笑着挂掉了电话 然后给刘文豹去了个电话 今晚过来吃饭 就你的光年大酒店 周少请客 你带点人过来 带人 十个够吗 刘文豹问道 十个 你他妈看不起周少呢 给劳子带一百个过来 另外 把你的至尊包厢腾出来 你一天天的在里面搞多人运动 当劳子不知道呢 叶峰骂骂咧咧 包厢里 周文斌和孙云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 忽然服务员走了过来 说道 周少爷 我家老板让您一部至尊包厢 至尊包厢 听到这名字 周文斌来劲了 据说刘文豹的至尊包厢 只供内部使用 从来不对外人开放 而刘文豹又是叶家的人 这么看来 那岂不是在刘文豹眼中 自己和叶峰是一个级别的人 想到这 在家族不受看重的周文斌 突然间神色豪横了起来 孙老爹 你知道这个至尊包厢 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孙云不解 他是第一次来精灵 啥也不懂 我跟你说 这个至尊包厢 基本不对外开放 能进里面去吃饭的人 毫不夸张的说 都是精灵最顶级的 上流社会成员 恕我直言 你想追的那妹子 绝对没资格进去 周文斌笑着说道 嘿嘿 那当然 孙云知道顾云香的家境 其实很一般 别看创业拿出了几十万 但这点钱 在周文斌他们眼里 就是毛毛雨 今晚 就带他长见识去 毕竟女人没有眼界 很容易被不知道的什么人 给拐骗 不过这周文斌口中的叶少 居然这么给力 看来得好好结交一下 说不定 还能用精灵的资金 来帮助自己孙家成长呢 周文斌和孙云 带着人去了至尊包厢 顿时傻眼了 这里富丽堂皇 装修得跟个宫殿一样 而且餐桌之大 至少有上百号座位 哈哈 周少 不好意思啊 招待不招 这时 刘文斌笑着走了过来 接到叶松的电话后 他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至于他叫的一百号人 现在正在路上 刘老板好 周文斌笑着打招呼 看着包厢的环境 说道 在这里吃饭 会不会太空旷了 不空旷 待会儿人就多了 刘文斌笑呵呵的说道 叶少呢 周文斌问 在后面呢 马上进来 刘文斌话音刚落 叶峰就带着顾云香走了进来 刘文斌想上去打招呼 忽然 叶峰说道 这位想必就是光年大酒店的老板吧 幸会幸会 刘文斌 叶少你是不是花眼了 我是刘文斌啊 你们叶家养的狗 你不认识我了 刘文斌特别紧张 叶峰没搭理他 继续假吃不颠 对周文斌说道 这位想必就是周少吧 果然如传闻中说的那样 是个靓仔啊 周文斌 我认 叶少你别叫我靓仔 我不是 而且我也没钱给你坑了 上一次 叶峰叫自己靓仔 可被他搞去了五千万呢 不对 周文斌随即反应了过来 望着叶峰 惊出一身冷汗 难不成 孙云这家伙 想追的妹子 就是叶少的女人 第五十二章 先来一百瓶拉飞漱口 周少咋不跟我说话 唉 都怪我混得不行 周少不搭理我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这一招装风卖傻 主要是敲打周文斌 要为孙云出头 就要做好被踩的准备 人家周少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人家会搭理你 孙云毫不客气的讽刺道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顾云湘就说过 自己有喜欢的人 好像是他什么 母亲闺蜜的儿子 所以 孙云下意识的断定 叶峰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说的是 我就是来蹭饭的 确实不配攀附权贵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玄机又道 孙云 今天是你们请客吧 我可要敞开肚皮吃了 吃吧 孙云看着他这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来气 真不知道他到底有啥吼 顾云湘竟这般鬼迷心窍 自己特么 哪一点不比他强 既然如此 那开始点菜吧 周文斌将菜单 递到顾云湘的面前 今晚吃饭的名义 是请顾云湘吃饭 你点吧 顾云湘又将菜单递给叶峰 这饮得孙云更不爽了 不知为啥 总感觉窝火得很 今晚虽然说是周文斌给钱 但他们是自己请客 但生气归生气 孙云并不气馁 待会人到齐了 开始捧自己了 看你压的 还能不能留逼起来 叶峰此时并不急着点菜 因为人没到齐 但很快 刘文豹叫来的男男女女 一百号人 全都到齐 刘老板好 周少好 孙少好 今晚请客 吃饭呢 这位刘少 想必就是来的吧 一看就气度不凡 没错 孙少实在太帅了 我要是有女儿 一定招他当女婿 既然孙少请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否则就是不给面子 众人围着孙云 一顿猛夸 孙云则笑眯眯的 一一回敬 这是地位 是得自己捧场 叶峰这就知道蹭饭的玩意儿 一辈子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周文斌在心里大骂 孙云是个白痴吧 你以为人家真在夸你呢 当个富二代 特抹的这个叫做笑里藏刀 你不懂 果不其然 如周文斌所料 这些家伙点起菜来好怕不含糊 叶峰点完了 就给这一百个人点 半小时 总共点了五百多个菜 这些菜 总共价值五十多万 如果这钱拿来养猪 他能开两个养猪场 兄弟 你真给力 居然叫了这么多人来捧场 孙云美滋滋的说道 给力 周文斌脸都黑了 他算是明白了 叶峰就是过来整人的 还故意装作不认识自己 就等着孙云上钩 好坑他的钱呢 我说 菜点了 咱们该上点酒吧 周少 咱们来点高档的 喝点八十二年的拉菲吧 叶峰笑着说道 呵呵 你也懂得喝红酒 孙云在上头呢 十分不屑 又对顾云香柔声说道 云香 你想喝什么 随便点吧 我男朋友说喝拉菲 那就喝拉菲吧 顾云香笑着回道 你男朋友 孙云眉头一皱 你咋这么首富的 不过为了继续 避免顾云香跟叶峰走人 孙云还是爽快地说道 那就喝八十二年的拉菲吧 行 那就每人先来一瓶数数口吧 叶峰打了个响指 刘文豹非常迅速 叫来服务员 就带人去搬酒 周文斌不乐意了 特么一瓶八十二年的拉菲 市场价被炒到了五万以上 一百瓶 那就是五百万啊 周文斌连忙说道 要不少点一些吧 这么多酒 咱们喝不完 啥喝不完 周少你看不起我是吧 区区红酒 我一口气能吹三瓶 周少 我可是千杯不醉 人送外号酒中仙呢 你怕灌醉我 周少 你该不会是没钱出来穷显卖吧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众人纷纷抗议 周文斌想退缩 特么叶峰就是来坑自己的 孙云这白痴玩意儿 干嘛去招惹叶峰 搞得自己现在进退两难 行 那就一人一瓶 先喝着 孙云倒是很好爽 生怕在顾云香面前丢了面子 毕竟美女都爱强者 任你马的 不是你买单 你瞎击霸点是吧 周文斌把孙云拉到一旁 骂道 你个狗闭玩意儿 坑我是吧 周少 你咋这么说 人都不是你请的吗 再说了 咱们不是说好 只要等叶峰一来 一开菜 就给云香的那个男朋友 立下马威吗 孙云说道 你他妈 周文斌气得心口疼 人家叶峰就在你面前 你他妈还等叶峰 没见过你这么白痴的富二代 周文斌要退场 说啥也不当冤大头 忽然 叶峰上前 说道 周少 今天是你请客吗 不是我 周文斌立马否定 孙云见状 把他拉到一旁 说道 兄弟 你不厚道 我不厚道 老子没钱买单 周文斌气道 这样吧 咱们一人一半 一顿饭醉个几百万 就是毛毛雨 只要你帮我追到妹子 我欠你一个人情 孙云说道 呵呵 周文斌想抽这家伙一巴掌 怎么看都怎么欠抽 不过他发现 叶峰似乎不太想让自己离开 而且还问是不是自己买单 难道 他想连自己一起坑 先不说 这是刘文斌的地盘 自己能不能走得出去 即便走出去了 那后面 叶峰报复起来咋办 据说这几天 因为叶峰针对张氏服装的原因 张泽昊天天在家 被他爸殴打 貌似都快打出精神病来了 周文斌有些害怕 万一回去 自己也这下场咋办 毕竟在家里 周文斌确实不受宠 也就后母联系自己 于是 他也不敢退缩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果然是好兄弟 大气 孙云给周文斌点赞 但他没有发现 周文斌眼中闪烁的泪光 马德 早知道自己就不贪图美色了 叶峰连带着孙云一起在 不多时 韭菜上桌 众人开饭 有一说一 刘文豹叫来的这些人 不管是男是女 都超级能喝 很快 一百瓶拉菲就被喝光了 怎么没酒了 再来一百瓶 这酒真特么好喝 不愧是五万块一瓶的 是啊 而且还是82年的呢 这市场上82年的拉菲 可不多见啊 周少大气 孙少大气 众人叫着要点酒 周文斌一听 差点昏死过去 怎么还喝 这 孙云再傻 也看出了事情的不对劲 尤其是当他跟周文斌 饭前午午的时候 他开始心疼了 孙少 能再来点拉菲吗 我和云香还没喝饱 叶峰上前 用三分嘲弄 七分挑衅的目光 望着孙云 第五十三章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见孙云笑得不敢说话 叶峰继续说道 孙少 我以为 你们这种土豪 花钱如流水呢 这么点拉菲 你就吓住了 哎 你还说请我和云香吃饭 结果酒都不管够 你要是没钱 就别请客啊 还叫这么多人来 说完 叶峰还对着孙云香说道 云香 没吃饱的话 待会儿 咱们再去吃点拉面吧 好啊 孙云香语笑嫣然 你 看 不 起 我 我 孙云气得发抖 但一百瓶拉菲 可是五百万 加上之前点的 这都一千万了 一顿饭吃出一千万 哪怕是平分 也要花五百万 他感觉自己回去 会被老爸打死 他走到周文斌身旁 问道 兄弟 你啥情况 你叫过来的人 不是应该挺我们的吗 还有 那个叶少啥时候来 不知道 周文斌直接两眼一番 直接不理着杀笔 最后 孙云也无奈了 他不敢再点酒了 但场上这么多人 像极了嗷嗷待哺的孩子 他笑着安抚道 兄弟们 你们也知道 市面上的拉菲没那么多 这些拉菲 都是刘老板的藏品 不能给他喝没了吧 我去 兄弟你看不起我呢 劳资这儿拉菲多的是 少了不说 上千瓶还是有的 随便点 刘文报大手一挥 十分豪爽 众人跟着唱喊道 刘老板霸气 孙云 上千瓶八十二年的拉菲 你特么咋不说 你家就是开拉菲酒庄呢 刚刚自己已经够客气了 你姓刘的 咋不上当 特么博内才多少拉菲 你精灵又有多少 你买的拉菲空瓶子装的假酒 以为劳资不知道 孙云本以为 刘文报应该向着自己 可现在看来 这家伙就是个 见力忘义的主 想坑劳资的钱是吧 周少 现在咋办 孙云连忙向周文斌问计 他不想当冤大头 又不想在顾云香面前丢了面子 不知道 周文斌又把这话甩了出去 啊 孙云愣住 兄弟 你这啥也不知道 待会儿买单咋办 不知道 周文斌翻了翻白眼 吃霸王餐备 大不了挨顿毒打 周文斌彻底进退两难 只能稳着不发言 反正自己没同意再点 孙云要点 就自己给钱吧 至于属于自己该付的那250万 还是掏得出来的 你 孙云无语 特么你周文斌说好的 今晚挺自己 帮自己把妹 结果你叫来的人不靠谱 怎么连你自己也叛变了 孙少 还点酒吗 大家都等着呢 叶峰笑呵呵地问道 你 孙云咬紧牙关 怒斥道 小子 你就是故意坑我的吧 拉菲不是便宜货 你要和自己点去 呵呵 没钱就直接说嘛 还说我坑你 真是的 说吧 叶峰说道 刘老板再来一百瓶拉菲 行 刘文豹马上去吩咐服务员 你 你点的拉菲 我可不管啊 孙云有些吓住了 生怕这酒钱算到自己头上 是我点的 叶峰又对刘文豹说道 待会这一百瓶酒 我买单 呵呵 你哪来的钱 到时候可别让云香帮你点 我跟你说 云香创业不容易 你当男朋友的 不帮你也就算了 你还这样搞 云香创业不易 你这是吃云香的肉 和云香的血 孙云义愤填膺的说道 不至于哈 叶峰被逗乐了 就连顾云香也忍不住婉儿 说得好听 除非你先给钱买了 孙云显然不相信叶峰 到最后还得是自己心疼顾云香 说啥呢 人家到我这儿来 我能收人家酒钱吗 刘文豹趁机说道 大手一挥 我直接给他免了 孙云 免了 你肯定坑我的时候 不是见钱眼开吗 怎么到他那儿 就免单了 孙云忍不住问道 小子你谁啊 有点来头啊 我姓叶 叶家的叶 当然 我叶家不过百亿豪门 比不得孙少在京都 叶峰笑呵呵地说道 叶 叶 孙云大惊失色 指着他说道 你难道就是叶峰 在来之前 周文斌就跟自己说过 要给自己介绍叶峰大少爷认识 可现在 所有人都到齐了 就差一个叶峰 但没想到 他竟然就在自己眼前 孙云 惊得目瞪口呆 难怪这里所有人都在挺他 就连刘文豹和周文斌都叛变了 孙云自问 家里有几个小钱 自己也是富二代 虽然在眼都 但也没法跟叶家比 一时间 他低垂着脑袋 脸色涨得红润 叶少 我可以先走吗 此事与我无关 周文斌上去说道 他知道自己与孙云的交情完了 他也不在意这个 他只求叶峰放自己一马 别再坑自己了 叶少 你就说了你的神通吧 我遭不住 出去等我 叶峰淡淡地说道 于是 周文斌离开了包厢 只能在门口等着 他不敢擅自离开 生怕叶峰后面报复自己 孙少 你们谁买单啊 刘文豹要来账单 扔在孙云面前 一共消费了五百五十多万 我出一半 剩下的周文斌给 孙云咽了咽口水 他现在可没心思 也不敢对顾云香 有任何想法 他只想先把现在 给应付过去 人家周少都走了 我咋找他要 你就说买不买吧 老子敞开门做生意 就不怕你这种吃霸王餐的 刘文豹怒到 酒店的保安也随即冲了进来 人手一根铁棍 专制这种不想买单的人 我买 孙云被这阵势吓到了 也赶紧丢脸丢到了极点 心中对叶峰的憎恨愈发浓烈 然而 看着账单 他感觉自己心机梗塞 问道 之前说好打八折 你这也没打折呀 打你嘛你呢 就这钱赶紧给钱 刘文豹朝他脑袋上 打了一巴掌 孙云无奈 只能掏钱 但他身上只有五百万 少了五十万 他实在掏不出来了 也不敢找家里人要 问朋友借吧 大家虽然都是富二代 但他们的钱包 比自己脸还干净 刘文豹逼急了 孙云朝顾云香走去 干大道 云香 能借我点钱吗 我燕都去了就还你 有意思 有意思 刚才你不是说 云香创业不易 我在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怎么你也好意思 找云香开口要钱 何况 你特么找老子的女朋友借钱 你觉得你能借到 叶峰冷冷一笑 毫不客气的赤道 第五十四章 叶峰的神通 新叶的 那你想咋样 别以为你是叶家的大哨 我就怕你 今天有本事 你们弄死我 孙云彻底怒了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沙笔一样 从头被叶峰玩到尾 还搁这半猪吃老虎 你要是不半猪吃虎 我能沙笔兮兮的点这么多酒吗 现在还让自己一个人买单 开玩笑吧 我弄死你 对我有啥好处 叶峰呵呵一笑 人家刘老板敞开门做生意 你不买单能行吗 当然不行 刘文豹摩拳擦掌 他是个粗人 只知道打架 以前在江湖上 可是出了名的红棍 但是自从跟了叶少之后 他发现 收拾人也不需要动物 反正有办法弄死对方 他也想看看 这次叶峰又是什么招子 要不这样吧 你也别说我坑你 这五十万 我给你时间去凑 先写个欠条 明天下午六点之前 要是钱不到账 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行 听到这话 孙云连忙答应 这是你叶峰自己说的 区区五十万 你也想难道我 等回了艳斗 我再想办法收拾你 顾云香迟早都是自己的 写下欠条之后 孙云便离开了 叶少 你就这么放过他 刘文豹不解地问 他感觉 这不是叶峰的为人 而且 对方可是敢打嫂子的主意 上一个顾云香主意的人 现在家里都快被叶少搞破产了呢 他要是能搞到五十万 刚才就搞到了 何必等到明天呢 叶峰嘴角轻面 五十万 对一个富二代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是 这钱来自于富二代的家里 并不是他自己的钱财 如果孙云乖乖地跟他爸交代了这事 确实能还掉这五十万 但是 孙云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果不其然 孙云离开后四处借钱 但他的朋友们 兜里比脸蛋还干净 哪有钱借给他 孙云也不敢跟他爸说 自己吃饭被人坑了五百万 于是 拖到下午六点 都一直没能把钱还上 但是 叶峰和刘文豹也没去找他的麻烦 于是乎 孙云就准备买机票回雁东 结果 他被告知 自己买不了飞机票 为啥买不了 你们啥意思 孙云心里憋着气 直接冒火 先生 你是失信人员 没有资格购买 营业员冷冷地说道 说直白点 孙云就是个老赖 肯定欠人家钱没还 被人给强制执行了 于是 孙云大闹机场营业厅 最后被保安赶了出去 孙云又去买火车票 被告知没资格购买 最后 买了张无限制的汽车票 结果还是辆飞车 收了他一万块钱 花了十天的时间 才把他带回宴都 回去之后 孙云大病一场 由于刘文豹 一直不肯收纳五十万 孙云就只能一直当着老赖 他爸在得知事情后 一怒之下 把孙云的腿给打断了 边打边骂 叫你贪图别人女朋友的美色 打死一个狗日的 这些都是后话 也是叶峰预料的结果 当天晚上 孙云走后 叶峰便把周温斌叫了进来 周温斌 你挺行啊 上次帮赵文波 倒我 这次又帮孙云出头 我看你也不是你们周家的继承人 你咋这么挑 叶峰抽着烟问道 叶绍 我是冤枉的呀 周温斌想哭 他哪有胆子跟叶峰作对 上次跟赵文波 是不知道他设局想搞叶峰 而这次 更不知道了 最开始孙云都不知道 他要挖叶峰的墙角呢 叶绍 不管咋说 我也给你们夜市服装 投了五千万 大小也是个股东 求放过 周温斌跪求叶峰 赶紧收了他的神通 自己这种没人爱的孩子 糟不住 搞笑呢 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 你三个毛线股东 叶峰无语 周温斌更无语 百分之零点的股份 你收欧五千万 你良心不会痛吗 签的字吧 说着 叶峰把提前拟好的股份 转让合同 递了过去 叶绍这是要把股份的钱 退给我吗 周温斌心中突然惊喜了起来 比起股份 他当然选择那五千万 但看到内容后 周温斌傻了眼 上面写着 公司经营不善 现已濒临破产 股东周温斌 自愿转让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 给叶峰 价值为十万 十万 周温斌呆入木鸡 坑跌了你 五千万变十万 你还真做得出来 你咋不给我十块呢 你夜市服装什么的 不都快把张价给搞死了吗 你烧的钱都看见效果了 你们还破产 就说转不转吧 实在不行 我去跟你罢他 叶峰顾忌重施 把周温斌父亲搬了出来 但周温斌偏偏还吃这一套 他在家不受宠 全靠跟后母打好关系 才能有希望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但被叶峰这么一搞 别说自己回去 要被父亲打死 估计就连后母 以后也要远离自己 买一抹金什么的 估计也不会再让自己去了 我签 于是周温斌含着泪 签下了股权转让合同 别忘了明天来公司领钱哈 叶峰好心的提醒道 叶峰 你这是太贴心了 周温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尼马跟叶峰打了两次交道 直接被坑死 以后自己一定要离这灾心远一点 这一趟 叶峰收获满满 搞孙云什么的 都是小事情 主要还是这0.5%的股份 这可是周温斌花5000万 买来的股份啊 这就回去 把那5000万给套出来 白癖的东西 怎么会不爽呢 这样一来 这两天叶峰的收入 就有4.2亿 要知道 叶氏集团投入叶氏服装的钱 也就4.5亿 四舍五入之下 叶峰差不多赚了一个公司 送顾云香回公司 禁止他在这样不要命的加班后 叶峰也回到公司去主持大局 接下来 叶峰准备对张氏服装发起攻势 把他们固守的阵地也给夺过来 由于公司账户上还有好几个亿 所以打起商战来 一路顺风顺水 这几天 张家家主张远山过得非常郁闷 回去又把张泽昊绑起来打了一顿 并且放出狠话说道 如果张氏完了 我一定先杀了你记住 张泽昊被吓得浑身发抖 深夜来到了精灵地下赌方 这是三辆九流聚集之地 而张泽昊要找的人是一个叫做吴天的人 吴天 人如其名 无法无法 就你找我 吴天脸色凶狠 刚才输了钱 心情很不爽 我来跟你谈一桩生意 张泽昊笑着说道 行 说吧 打谁 吴天是江湖上有名的双花红棍 以前跟投奔赵家的囚粮齐名 吴天昊赌 收入虽然不菲 但身上一直却没什么钱 所以什么单都想接 叶峰 我需要天歌 帮我把他绑来 张泽昊递出一张两千万的支票 这是他自己 目前能动用的所有钱财 叶峰是吧 吴天点着头收下支票 忽然猛地跳了起来 你特么让我绑谁 第五十五章 张泽昊的反击 叶峰 张泽昊重申道 我特么当然知道 你要绑叶峰 但你特么知不知道 叶家可是精灵第一豪门 养的狗比我的手下都多 要把人绑来了 我还不得被他家的那帮疯狗给咬死 吴天皱着眉头 即便是江湖上有名的双花红棍 他也不敢招惹叶家 都说天歌是个可以干大事的人 今天一见 我太失望了 你这样的胆子 不如学学人家酬粮 找个家族或豪门 给人当保镖算了 哦 我忘了 天歌有打过部主的案例 没人敢收你 张泽昊冷笑道 任你嘛 姓张的 你来我这儿是来找茬的吧 你信不信我立马弄死你 吴天大怒 手下的人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蜂拥而上 可以弄死我了 反正你不弄死我 过几天 我爸也要弄死我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只是可惜了 这么好的生意 天歌你竟然不敢做 张泽昊故作叹息 又道 我记得你借了虎哥五百万吧 这利滚利 得好几千万了吧 眼见着就要到期了 天歌你不急吗 你 吴天顿时语色 愤怒也变作恐惧 虎哥可是精灵的地下一霸 他即便是出了名的双花红棍 也不敢欠虎哥的钱补还 但问题是 自己现在没有钱 刚当的两百万 还都输了 他望着张泽昊 忽然变得客气了起来 你就算绑了他 他也不可能放弃 攻占你们张家的服装市场 天歌果然耳听四面 知道我家的叶峰的恩怨 但是我绑叶峰 纯粹是为了敲诈 让叶峰吐了十几亿出来 你和我拿着钱远走高飞 世界这么大 上哪儿不能潇洒 张泽昊吐露自己的目的 你想重演九几年时 一群劫匪 绑架港岛首富之子的就是 吴天问道 是的 张泽昊说道 我们有这个条件 因为叶家养的狗多 他们不会认为 有人会对他们下手 也确实没人敢这么做 但我现在是亡命之徒 我们下手 有很大的把握 把握 吴天承认自己动心了 但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你想多了 叶峰有个女保镖 上次球粮跟他打过 没接住人家一拳 我知道那个女的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人 而天歌你手下有一群人 说到这 张泽昊的眸子 变得闪亮了起来 更何况 咱们不能只对叶峰一个人下手 他罢夜龙舟 其实才是最好的目标 天歌以为呢 次日晚晚上十一点 叶龙舟才从夜市集团下班 处理了一天的事务 叶龙舟腰酸背痛 董事长 你都这么成功了 干嘛还这么拼 很多事情 其实都可以交给属下处理 保证身体才最重要 司机许一关心的说道 同时去给叶龙舟垂背 帮他缓解肩周疼痛 他给叶龙舟当了十几年司机 也给他捏了十几年的背 但这段时间 叶龙舟的肩痛 越发严重了 尤其是遇到下雨天 更是痛得死去活来 不亲自处理不行啊 有些事情 必须得亲力亲为 这也是为了公司发展考虑 叶龙舟笑呵呵地说着 又感叹道 众人夸我是商业奇才 但我能做到的 仅仅是把叶家 捧上精灵第一豪门的位置 但精灵的商业你也知道 偌大的江南省 只有金口市 把精灵商界放在眼里 像江都 姑苏这些城市 经济发展上压 我们精灵一头不说 就连历史文化底蕴 也不比我们差 尤其是姑苏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不少投资商 都在往那边跑呢 叶龙舟也倍感无奈 他把叶家发展到了精灵第一 但精灵在江南的经济 也就如此 他想更进一步 就不得不与外界接触 而姑苏 江都这些城市 则是无法绕过的大山 就连江南首富 也出自姑苏 我能打下江山 但开江拓土 却只能交给小峰了 一想到儿子最近的改变 而且他还跟张氏服装 打得那么漂亮 叶龙舟满脸都是欣慰 小少爷在商业上 确实是个奇才 许义也不由感慨 他发现 这段时间 董事长变得格外有干劲 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 这动力 全都来自于小少爷的改变 他看在眼里 也自是满心欢喜 董事长 我送你回家休息吧 时候不早了 捏完背后 许义说道 忽然 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周围正在有人靠近 他们带着杀气 而且人数还不少 什么人 许义大惊 立马下车 与此同时 二十多号手持铁棍 钢刀的人将他们围了起来 滚开 我们只找叶龙舟 为首一人叫道 找董事长 你们想绑票不成 许义大怒 他知道在商界 有些人喜欢用不干净的手段 当即立声叫道 有我在 你们动不得董事长分喉 不妨就来试试 夜市服装 方玲 别刷剧了 回家了 公司陆陆续续下班 叶峰也准备回家 此时 曾方玲正在看一部名叫 一起来看雷震宇的电视剧 还一直管女主叫姐姐 叶峰无语 赶紧叫他回家 他晚上十二点还要练功呢 而且 这雷剧有啥好看的 你可别管人家叫姐姐了 叫妈妈都不好使 见到叶峰催促 曾方玲才一一不舍地放下手机 走出公司没两步 忽然 他收到了父亲的一条短信 小峰 小心 有人要对付你 不好 叶峰心头一惊 父亲为人向来稳重 能打电话 就绝对不发短信 他发短信 就说明他那边也出事了 与此同时 一群大汉冲了出来 尾首的一个叫道 叶少爷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谁 叶峰猝眉问道 你别管 跟我们走就行 否则弄伤了你 多不好看啊 尾首那人冷冷地说道 那你试试 叶峰脸色森寒 这帮人说不定 也在袭击自己的父亲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还是父亲的敌人 想动叶少爷 先过我这关 曾方玲户在叶峰的面前 怒视着冲上来的这帮人 还有人藏在暗处 没出来 叶峰的精神力高达两百 掏岑方玲 他发现了异端 第五十六章 岑方玲的父亲 这帮人很快动手 岑方玲与他们斗在一起 虽然没落下风 但这帮人攻守有度 并非等闲 一时间 岑方玲也没法 把他们全部拿下 叶少爷 你就一个保镖 是不是太大意了 这时 身后一个声音响起 叶峰回头一看 发现一名大汉 带着十几个人 又冲了上来 我承认 你的那位女保镖很厉害 连球粮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我的这帮手下 不敌那女娲 但也能拖得一时 为首的那人笑道 声东击西 好策略 叶峰忍不住 要为这家伙鼓掌 你不慌张吗 叶少长得这么英俊 不怕我手里的这把刀 划破你的脸 为首的那人冷冷笑道 此人正是吴天 谁让你来的 叶峰问道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吴天摇了摇头 如果叶少爷不想受伤 最好就跟我们走一趟 为了避免反派死于话多 吴天一挥手 手下的人朝叶峰冲了上去 不得不说 张泽昊这家伙 还是有些头脑的 不但同时袭击叶峰和叶龙舟 就连声东击西 掉开岑方林这点都想到了 吴天感觉十几亿 在跟自己招手 啊 咔嚓 忽然 吴天听到了自己手下的惨叫声 竟然有两名手下 被叶峰打倒在地 吴天有些惊了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好手啊 叶峰居然如此轻松获胜 这么惨 也跟我动手 叶峰冷笑 普通人的武力只有六十 这些人虽然能一个打五个 甚至七八个 但武力 顶多也只有一百 而叶峰的武力值 可是高达二百 就算他们一起上 也不是叶峰的对手 找死 敢反抗 就别怪我动挫 吴天一声冷喝 朝叶峰冲了上去 武力值 二百二十 叶峰看到了他的属性 没想到 系统还有这个功能 但回过头去看岑方灵石 却又看不到了 系统应该只能让自己看到 比自己强不到多少的人 系统 我能打败他吗 叶峰问道 宿主这是第一次跟人打架 而吴天身经百战 而且武力值比你高 但是 如果宿主学会了晋升格斗 就能暴打他 系统回复道 兑换格斗精通 丁 公司宿主 习得格斗精通 消耗一千逆袭值 当前剩余逆袭值 一千五百 格斗精通 相当于黑带八段的水平 以及各种格斗术 很快 无数格斗知识 技巧都灌入了叶峰的脑海 以及海量的格斗经验 吴天一套快拳打来 然而在叶峰手中 却处处都是破产 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叶峰上前 一个左边腿扫去 又一个过肩摔 直接把吴天摔在了地上 啊 吴天被摔得七昏八速 爬不起来 天 天哥 不是吧 天哥也被这家伙一招给秒了 众人吓傻了眼 为了绑架叶峰 特意来了这出秦王册 结果倒好 天哥竟然根本不是叶峰的对手 叶峰这富二代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叶少爷 存芳林也大惊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以最快的方法 将眼前的这帮人打倒在地 然后迅速朝叶峰跑过去 吴天是吧 叶峰看着他冷笑 这是刚才系统爆出的名字 什么 吴天一惊 这叶峰竟然认识自己 说吧 是谁让你来搞我的 我们叶家 好像跟你没啥仇恨吧 叶峰笑呵呵的问道 哼 要杀药寡随便你 我不会出卖同伴 吴天倒是很硬气 他知道落在叶峰手里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叶峰这般厉害 自己栽了也就栽了 反正还有一队人 去骑骑他父亲呢 自己也未必会输 叶峰也不多问 叶家有的是审讯手段 随即 他给刘文豹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 半小时后 刘文豹开着面包车赶了过来 他身后还跟了一群人 他们也是叶家养的 其他一下手下 跟刘文豹都差不多一个性质 来这么多人干嘛 叶峰有些好奇 他只是让刘文豹过来 帮自己审讯而已 小峰 你没事吧 另一辆车上 父亲叶龙舟从车上下来 司机许义也跟上 许义身上都是血 不过不是他的 他生龙活虎着呢 爸 你们也遇到袭击了 叶峰眉头一皱 大概知道了情况 父亲身边的这位许义 是退役特种兵 一个打几十个 没啥问题 但父亲担心叶峰 就让刘文豹他们 来支援叶峰 结果 就是叶峰看到的这一幕 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叶龙舟点了点头 说道 这事 我一定查到底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般 与叶家作对 上升到武力阶段 而且还是冲着绑架来的 这性质已十分恶劣 是这家伙呢 叶峰朝地上的吴天一指 他和他的同伙 都已经被亲 吴天 叶龙舟走近一看 眉目阴沉 说道 这次多谢岑小姐了 不然小枫就麻烦了 叶龙舟虽不是江湖人 但也听过吴天 也确实只有 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 敢对叶家下手 啊 岑方林有些尴尬 他是少爷打趴的 我没怎么处理 小枫 叶龙舟傻眼了 要知道 上学的时候 叶峰没少跟人打架 有时候没打赢 还是靠着叶家的名头 让叶家屈服的呢 呃 别讨论这个了 叶峰淡淡地说道 对刘文豹说道 这家伙交给你审讯 明早上之前 我要看到结果 是 刘文豹当头 将吴天等人带走 分别审讯 少爷 你本事这么强 干嘛还要我当宝啊 回到家里 岑方林好奇地问道 上次在玄武湖餐厅的时候 叶峰看出他是练武之人 但岑方林没想到 叶峰少爷 居然还这么能打 只是近身格斗而已 看电视学的 比不得你们金蝉派 叶峰淡淡地笑道 你 你怎么知道 岑方林惊讶地捂住了小嘴 他是金蝉派最后一脉 也是最后一个传人 叶峰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份的 玄机 岑方林问道 叶少 你们豪门人脉广 你是不是认识我父亲 他叫岑子清 第五十七章 放心 你会很惨 岑方林一直和爷爷住在山里 从未出世 但叶峰少爷知道自己是金蝉派传人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他认识自己父亲 岑方林急忙说道 叶少 只要你告诉我 我父亲在哪 别说让我以身相许 就算给你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你先别激动 叶峰连忙制止了 他这不理智的行为 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脑瓜子里 全是以身相许 而且 你现在才十六岁 等过两年 再提不行吗 叶峰继续说道 我并不认识你父亲 但我跟你保证 只要我查到你父亲的下落 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 在原著里 并没有岑子清这个人 准确地说 他已经不叫岑子清这个名字了 他是男主角林医的一桩机缘 岑方林也还没到他们 父女相认的时刻 叶峰也暂时没法带着他 直接去找他父亲 但唯一能保证的 则是他们父女一定会相聚 又是半夜三点入睡 第二天六点多起床 由于叶峰的体力值高达三百 几乎不用咋休息 就能很好地恢复精力 堪逼某位多人运动的武王 很快 刘文豹便打来电话 说 吴天已经招供了 让他出手的人 正是张子昊 叶峰赶过去 此时的吴天 已经如同死狗一般 蜷缩在角落里 浑身是血 一动不动 落在刘文豹的手里 他再劫难逃 刘文豹战斗力虽然一般 但严刑逼供这方面 却很有一套 张子昊是吧 能找到他现在在哪吗 叶峰问道 我们找不到 他没有回张家 刘文豹说道 不过吴天的手下 开始贪生怕死了 我们可以利用他 行 叶峰点头 不多时 刘文豹便聚集了一票人 拉着吴天的一个手下 让带着去找张子昊 精灵地下赌方 九天娱乐城 经过通宵达旦的娱乐后 这里人朝退去 但还有不少人 就住在这吃喝拉撒 把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 叶峰要找的张子昊 此时就在这里 站住 现在不营业 晚上再过来吧 一个染着黄毛的保安 上去拦住叶峰等人 滚 刘文豹一巴掌甩过去 叫道 叶少驾到 你敢阻拦 叶 叶少 保安愣住 吓得瑟瑟发抖 叶家可是精灵第一豪门 而这家地下赌方背后的主人 是精灵王家 王家只是四大家族之一 而叶家可是豪门 即便是王家本家 都不敢怠慢叶家人呢 我找你们管是的 叶峰直接说道 这个地方有好几层 因为环境简陋 且位置偏僻 所以不值钱 但是出气的大 叶峰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直接找管事的方便 很快 一个中年胖子 就来到了叶峰的面前 也好也 请问有啥事 我要找张氏服装的少爷张泽浩 你去把他找来 叶峰开门见山 这 胖子王经理 有些犹豫 叶少 这有些不合适吧 我们这儿没法泄露客户的 啪 还没说完 叶峰直接一巴掌 甩在了他的胖脸上 你肯定在这儿用官方说辞来躺死我吗 你们娱乐城啥地方 你不清楚 精灵的吃喝屁堵 你们哪样不战 跟劳资在这儿讲规矩 惹毛了劳资 劳资今天砸了你狗日的娱乐城 要不你试试 叶少 你稍等 王经理吓得半死 他觉得叶峰能干出这事来 而且他干了 王家多半也会稀释宁人 他只是一个经理 虽然也姓王 但并非核心 不敢担这样的责任 不多时 娱乐城层层封锁 不少保安被叫起来 却揪出一个叫做张泽浩的人 张绍 快跑 叶峰带人来抓你了 二楼的一个角落里 有人对张泽浩通风报信 咋回事 张泽浩大惊 他本想在这里等吴天回来的 但现在看来 事情败露了 不知道啊 天歌也没回来 你先跑吧 不然待会儿就走不了了 那人连忙说道 文言 张泽浩果断起身 看向窗外 从二楼跳下去的话 可以逃生 但也有可能把腿摔断 上次赵洪波 就是这么干了之后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可张泽浩没有选择 只能这么干 但紧接着 张泽浩便看见窗户外 有保安冲来 隔着窗户盯着自己 想跑呢 一道毛骨悚然的声音响起 张泽浩惊出一身冷汗 发现叶峰带着人 站在自己身后 啊 刘文豹冲上去 一巴掌将他扇在地上 怒骂道 张泽浩 认识这么久 我倒是小看了你 你还敢找人对叶少 和董事长下手呢 只可惜 吴天那个卵蛋 没啥用 那又如何 张泽浩大笑起来 疯了般叫道 叶峰 你大概从未想过 没有人敢挑战你们叶家吧 更不敢直接动武吧 但我敢 我只后悔 没有把顾云香的娘们搞定 我不该只是砸了他的公司 我应该QJ了他 让他坏上我的肿 然后你叶大少替我养 吵死 刘文豹对着张泽浩一通胖揍 都这个时候了 他竟然还不知死活 在这歪歪泥满呢 叶峰 你有本事弄死我 反正我也没想过要活 刘文豹吐了一口血 捂着肚子 颤声说道 呵呵 你们怎么都不怕死 昨晚吴天也不怕死 但他还是没挨过审讯 我知道了 你们是知道自己活不了 所以才这么说的吧 叶峰呵呵一笑 不过 我不会让你死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名不畏死 何以死惧怕之 死亡 并不能让张泽浩感到恐惧 敢袭击自己和父亲 叶峰会让他生不如死 给张远山打电话 说我约他见面 就来这九天娱乐城 叶峰下命令 很快 刘文豹便给张远山打了电话 听到是儿子张泽浩的事情后 张远山便同意前往 叶峰 你只要我父亲没用 我不怕他 而且他也想弄死我 我连死都不怕 你觉得我怕什么呢 你想让我恐惧 让我投降 你做梦吧 张泽浩疯狂大笑 叶峰却很淡然 说道 放心 我跟你爹只是谈商业上的事 至于你 你不用担心你的下场 因为 会很惨 第五十八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张泽浩之所以一心求死 皆是因为他心中清楚 叶峰根本不可能给他活路 但他想错了 叶峰就是想让他活着 只有活着 才能深刻地体会到 何谓人间炼狱 仅半个小时 张泽浩就蜷缩在地上 身体抽搐 求着叶峰给他一个痛快 我说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这人向来很爱好和平 叶峰冰着他冷笑 身旁的王经理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叶峰的做法 根本就是让对方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做他当朋友 不一定很幸福 但做他的敌人 一定会很恐怖 叶少 张远山来了 刘文豹来报 玄机 九天娱乐城的二楼门口 张远山带着秘书 提着公文包快步走来 但毕竟儿子在他手里 即便张远山 也恨不得一巴掌 抽死这个畜生 但也不可能真的不管 叶峰 你想怎么谈 见到张泽浩 如死狗一般的蜷缩在地上 张远山的眉毛 凝成一团 你儿子花了两千万 买通吴天翔 绑架我和我父亲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事 叶峰开口问道 你想怎么处理 张远山脸色愈发深沉 简单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们张家为此事赔偿一亿 我则不再追究 第二 叶峰的话还未说完 张远山直接说道 那你随便 这儿子我不要了 我送给你 你随便收拾他都行 如果你觉得光是儿子不够 我可以再把老婆送给你 你仅可以让我家破人亡 张远山的脸色寒冷的可怕 目前张家被叶峰搞成这个样子 所剩的现金不过几千万 赔偿一个亿 这得变卖家产 是彻底的把市场份额 让给叶峰 半生心血化为乌有 这是张远山不能接受的事情 而这张泽浩 如果张家没了 张远山觉得自己 可能真要弄死他 他继续说道 即便叶峰不动手 我也想弄死这畜生 所以叶峰轻便 漂亮 张老板不愧是干大事的人 区区儿子 当然得气 说完 叶峰画风一转 但张泽浩的事都是小事 我今天让你过来 主要是想谈谈 谈什么 张远山自问 自己跟叶峰没有什么好谈的 张氏服装被叶峰搞成这样子 不死你死 就是我活 张老板是个聪明人 你现在也知道 你们张氏目前只占服装市场份额的18% 赵家已经撤资 赵文波也被学取权柄 你们撑不住多久 我想要的是市场份额 你只要肯把公司卖给我 咱们的事情也到此为止 否则继续闹下去 对谁都不好 叶峰淡淡的说道 目前叶氏服装所拥有的市场 都是花钱烧出来的 张远山雇守剩下的阵地 虽然叶峰也能够拿下 但得继续烧钱 但如果能兵不血刃的拿下 那么也自然没必要继续烧下去 收购张氏服装 对彼此都有好处 就看张远山如何去想 你出多少钱 张远山思考了两久 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问道 你想要多少 五亿 你特么做梦呢 叶峰呵呵冷笑 精灵的服装市场并不大 一是受网店的冲击 二是姑苏那边抢生意 张远山奋斗好几年 全部资产也就五亿多 他这张口就是五亿 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 那你给多少 三千万 叶峰说道 我看你是在做梦 张远山气斗冷 激动的说道 我们公司一百多个门面 租金不要钱 货不要钱 人工水电哪样不要钱 张老板 我跟你说清楚 我给你三千万 是让你拿着钱去养老 不然逗下去 你就得家破人亡 我可以继续烧钱 只要我抢完市场 钱会迅速回流 而你呢 只有死路一条 叶峰阴冷的说道 那就请便 张远山不想再谈下去了 直接带着秘书转身走人 至于张泽浩 这儿子 他已经放弃了 被叶峰搞死 和被自己搞死 都无所谓 叶绍 就这么放他走 刘文豹问道 商界有商界的规矩 别乱用手段 给我叶家招黑 叶峰挑了他一眼 这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年代了 刘文豹这种粗人 都洗白上岸这么久了 咋还看不清呢 不过对于张家 叶峰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敬酒既然他不肯吃 那就只能让他吃罚酒 除了九天余乐城 上午的阳光让人感到舒适 回到公司之后 叶峰便开始和李永华着手进攻的事宜 老规矩 依旧靠烧钱 去抢张家的供应商和门店 只要能顺利攻占市场 就万事大吉 至于现金 叶峰现在不担心这个 夜市服装上面还有好几亿 自己上次在赛车会 也赢了几亿 至于叶家的账面上 也还有十几亿的现金 如果真的钱不够了 不是还可以贷款吗 拥有着世界最为顶尖的商业知识 叶峰不怕搞不来钱 也不怕见不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下午六点 叶峰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定睛一眼 居然是崔仁打来的 上次赛车会过后 两人互加了联系方式 但没想到 他竟这么快 就主动联系自己 崔少 有事 叶峰问道 叶少 我这里有个好消息 你要不要听 崔仁在电话里卖关子 有话就说 有屁块放 我这一大堆事情了 叶峰可没心思跟他猜谜语 好吧 崔仁说道 我听说你在跟张氏服装打仗 你现在处于最后的攻坚状态了吧 你打听的倒是很清楚 叶峰淡淡的说道 这是精灵商界公开的事情 崔仁要知道这些并不难 既然如此 那么我给你说的好消息 你一定喜欢听 张泽浩不是娶了个老婆 叫许山芳吗 张氏服装有一般的股份 都是这个女人的 许山芳没有生育功能 一直担心张远山在外面乱搞 不巧的是 崔仁得意洋洋的说道 这特么可真是个好消息 叶峰没烧一喜 或许自己能以前结束 与张氏服装最后的战役 第59章 打造高档商业街 崔仁这两天 一直在精灵游玩 经过上次的赛车比赛后 他对叶峰颇有兴趣 于是就打听了一些 关于叶峰的事情 所以才有了刚才电话里的这一幕 叶家旗下的翠竹宣会所 叶峰约了崔仁喝茶 看不出来 张远山在外面这么刚硬 结果还不到三分钟 叶峰看完崔仁提供的视频 忍不住嘲讽起来 只要把这视频给许善方看一眼 估计张家就得鸡犬不宁 从外面强攻 确实不如让他们内部分歧 叶峰 我够意思吧 这视频 可是我找朋友调监控要来的 那家伙一开始觉得 泄露客户资料不太好 还死活不给呢 崔仁砸吧 砸吧嘴唇 感觉你那朋友 干的不是啥正经生意啊 叶峰打句道 干偷拍的 能是啥正经生意吗 不过 这也让叶峰见识到了 他们姑苏崔家的人际关系 以及能接收到的情报网络 由于叶家窝在金陵的缘故 他们的情报网 没法覆盖整个江南 但崔家不一样 情报网络不但覆盖江南 就连江北也能覆盖 就拿上次韩天龙PC被抓的事来说 这事被韩家有意遮盖 但还是被崔仁知道了 叶峰继续问道 你这么帮我 肯定不是单纯的想交朋友吧 叶少果然聪明 崔仁打了个响指 说道 叶少是家中独子 能调用的资源肯定不少 我想跟叶少一起合伙做生意 哦 叶峰好奇地看着他 我跟叶少不一样 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兄弟呢 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本事 也都盯着崔家的继承人位置 我父亲是个喜欢养谷的人 谁最有本事 他就把家业传给谁 但我能力其实很一般 所以得靠叶少帮我 崔仁开门见山 我咋帮你 叶峰问道 只要除了借钱 豪门大少之间 是建一条高档商业街 竞标土地和建筑方面 一共需要三十亿 我们这一共有十亿 剩下的二十亿 叶少帮我想想办法吧 崔仁说道 我特么哪有这么多钱 叶峰惊了 特么你崔仁胃口居然还不小 整个叶家账上的现金流 都没这么多钱好吗 难不成我还要去贷款 或者变卖资产 所以就需要叶少帮忙啊 崔仁无奈 除了动用家族的资金外 他几乎用尽了人际关系 找各种投资 才搞来了这十亿 但剩下的二十亿不到位 这个项目就得拱手让人 目前姑苏那边 盯着这个项目的人 可多着呢 崔仁继续说道 除金陵之外 姑苏堪称江南的人流之罪 并且与这省的省会城市 航城相接 如果是搞成 我们就是江浙地带 最好的商业街 到时候肯定能吸引 二省最多的人流量 到时候 白花花的银子 就全流向我们了呀 崔仁说完 还一脸神望 对他而言 这个商业街 除了可以赚钱以外 还是他竞争继承人 最大的底气 所以 他非常想干成这个事 花三十亿去 打造一条商业街 虽然高档 但属实也贵了些 但确实如崔仁所言 他能吸引江南与这省的流量 所以也物有所值 也确实能赚钱 叶家如果想扩张 将旗帜插往外地 也确实是一个大好机会 崔少 钱还是太多了 我叶家必须保障充足的资金 但是 你放心 投资的事情我会搞定 叶峰思考了一下 商业专心的技能知识告诉他 这事儿可以搞 但不能一人背纳二十万 任何商业性质 本质都是竞争 叶峰需要队友 跟自己一起冲锋陷阵 行 不愧是叶少 我就欣赏你的气魄 崔仁连忙赞道 他愈发对叶峰刮目相看了 特么敢单手飙车的人 能是烦人吗 少拍马屁了 叶峰问道 啥时候竞标土地 七月初吧 崔仁答道 擦 就特么还有一个多远 叶峰惊了 现在已经快五月底了 七月初竞标土地 也就是说 他必须在一个月内 拉到二十亿的投资 即便从叶家的账户上挪个六亿 自己这再出四亿 那也还有十亿啊 虽然时间紧迫 但叶峰并不慌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过 就目前而言 先快速结束与张氏服装的战役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快 叶峰就打听到了张远山老婆 许善峰的位置 他平时没啥爱好 就喜欢打牌 京西娱乐会所 是精灵顶级的休闲会所之一 许善峰打了一下五牌 输了十几万 心中很不舒服 这时 服务员走过来 说道 许夫人 那边有人找你 嗯 许善峰望过去 发现找自己的人 正是叶峰 许善峰虽然不管是 但也知道 叶峰把张家害得有多惨 就连张远山的儿子张泽浩 也落入了叶峰手中 受尽折磨 许夫人 咱们可以谈谈 见他不动身 叶峰走了上去 你我之间 应该没有什么好谈的吧 许善峰直接黑了一张脸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想问夫人 你觉得张远山这人 真的是你的良人吗 叶峰笑眯眯地问道 我和我老公之间感情很好 你不必挑拨 许善峰冷笑 叶峰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想吃下我老公剩下的市场份额 但你可想多了 我只是个女人 没那么大的野心 你也不必在我这儿下功夫 说完 许善峰想继续打牌 他没心情与叶峰耗费时间 毕竟他是自己老公的敌人 许善峰平时虽然也看偶像剧 但他可不笨 不会轻易地上叶峰的当 许夫人 像你这样 一心为丈夫着想的女人 实在太难得了 但我这里有个视频 你不妨看看 我想你肯定很感兴趣 说完 叶峰不等许善峰反应 直接掏出手机 播放了张远山大战小San的激情戏码 第六十章 张氏的终局 哎 我说叶少人咋这样 好歹你也是精灵的富二代 怎么还当众搞起H次来了 你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去找那些年轻小姑娘不行 我们都四十多了 难道你还有兴趣 见到叶峰放的视频内容 几个打麻将的贵妇都黑了脸 虽然表面在怒斥 但其实他们心里 巴不得叶峰能看上他们 不当老婆 当个小三也行 毕竟 叶家可是精灵第一好门 而他们的老公连世家都算不上 不对 徐夫人 这视频里面怎么是你老公 三分钟 怎么这么快 徐夫人 你老公他 几个打牌的贵妇 都瞠目结舌的盯着许善芳 平日里 许善芳总说他老公 对他有多好多好 而且身体又强壮 但现在 无疑是打脸 徐夫人 我想 你这么爱你的老公 你并不介意这些吧 叶峰微微一笑 说完就转身离开 许善芳了待在原地 捏牌的手 忍不住颤抖起来 平时他老公确实对他很好 因为自己是寡妇 又不能生育 他总觉得愧对张远山 除了把自己的生意 跟张远山合并之外 他几乎只当一个阔太太 就连张泽昊 他也是当亲儿子看待 可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心中那么完美的老公 居然在外面包小三 难怪每次交公粮 他都力不从心 原来粮食 都给了他在外面的狐狸精 徐夫人 你去哪里 还打不打牌了 徐夫人 你要冷静啊 千万不要冲动 见到许善芳气势汹汹的离开 几个贵妇连忙劝道 但他们的心里 却在巴布的看好戏 晚上 张远山下班回到家里 今天 叶家开始发动攻势 张远山忙得焦头烂额 心情也烦躁无比 回到家 他原本想躺着休息 却发现 老婆许善芳 却冷冰冰地坐在沙发上 一点也没有当初的热情 老婆 你这是咋了 张远山问道 呵呵 你说咋了 许善芳自顾自地冷笑 说道 张远山 我特么倒是小看了你啊 你挺有本事的 啥意思 张远山皱起眉头 平时许善芳也有小脾气 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善解人意 今天这是发的什么疯 还没等张远山完全反应 许善芳说道 姓张的 这是离婚协议 签字吧 你干什么 张远山大惊 问道 我在外面已经很累了 你能不能不要搞事 我搞事 许善芳继续冷笑 你特么在外面搞外面 不是挺开心的吧 找你的年轻漂亮 小姑娘去吧 今天这婚必须理 公司股份 有一半是我许家的 签了离婚合同后 就立马签署股权书 说吧 许善芳直接把合同 扔在了张远山脸上 张远山的脸色愈发难看 自己在外面包小San的事情 他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 张远山做事一向谨慎 那个小San 可是姑苏的人啊 但是 离婚这事 已经是由不得张远山了 他不怕离婚 他只怕失去那一半的股份 如此一来 张远山只占有 服装市场9%的份额 叶峰要弄死自己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叮铃铃 忽然 张远山的手机响了起来 竟然是叶峰打来的电话 张老板 今晚还好吧 叶峰笑呵呵的问道 叶峰 是你在搞鬼 张远山大怒 自己包小San的事情 是叶峰捅出去的 他骂道 叶峰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跟你不死不休 我卑鄙 不是你自己说的 把你弄得家破人亡 也都随便吗 如今我只是兑现承诺 你就承受不住了 看来你和你儿子张泽浩 也没什么区别 都是嘴巴硬而已 实际上不堪一击 叶峰冷笑 他打电话过去 就是专门为了搞张远山心态 张远山确实心态也要爆炸了 第二天上班 他也无精打采 随后 他便得知 许善峰 以一千万的价格 将那百分之九的市场份额 低价 占卖给了叶峰 这个败家娘妈 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张远山气得用拳头砸墙 还砸破了皮 董事长 秘书颤着声音 想禀报事情 但看到张远山可怕的神情 欲言又止 说 张远山问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自从我们失去那一半的股份和现金之后 几乎所有厂家和房东 都跟我们终止合作 我们 已经没有任何渠道了 账上的现金也出了问题 这样下去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秘书战战兢兢地说道 呵呵 死路一样 张远山一瞬间 仿佛苍老了十岁 所谓抢倒众人推 鼓破众人锤 所有合作伙伴 都开始取消合作 这就说明 在他们心中 张家已经没法到 原本 张远山想雇守那百分之十八 市场份额的阵地 但随着许善芳的离婚 以及把股份卖给叶峰 所有一切 全都完了 张远山的事业与心血 全都复之一具 等待的 只有毁灭 呵呵 叶峰 我倒是小看了你啊 不过 我也不会让你过得这么舒坦 张远山的嘴角 一出一丝冷笑 吩咐到 把公司卖掉吧 只卖给同乡 只要能出手 价格便宜点也无所谓 最终 张远山以三千万资金 将整个公司卖掉 他手中的百分之九的股份 也随之被市场同行瓜分 拿到钱后 张远山直接坐飞机跑路 这个张远山 到头还给我来这一手 到最后 还不是三千万把公司给卖掉了 夜市服装的办公室里 叶峰感慨 三千万的价格确实低了 但张远山确实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 自己花一千万 收到许善芳手上百分之九的市场份额 确实是意外之喜 这娘们不会经商 对人生也心灰意冷 所以对钱也不是那么执着 给叶峰钻了个空子 叶少 接下来咋办 李永华问道 张家已经倒台 目前夜市集团 共拥有服装市场51%的股份 张远山的死活 其实无所谓 关键是 还有师弟没有收复呢 第61章 扶持周文斌 接下来 当然要收复师弟 那些去参与分师张市服装的人 统统都要把市场份额给我吐出来 叶峰质地有声地说道 在原本的计划中 为了制造出 不是针对整个服装行业的假象 叶峰的策略之一 便是让这些人参与分师 但现在 张家已经没了 夜市服装又坐拥51%的市场份额 而且 叶峰的背后 可是精灵第一豪门 服装市场的这些人 根本不足为惧 不多时 李永华等人 就整理好了一份资料 说道 叶峰 目前瓜分张市服装的 一共有十几家 其中有两个人 瓜分的最凶 这二人是仅次于 张市服装的霍启阳 周俊贤 他们现在一共拥有 25%的市场份额 25% 叶峰思索了一阵 之前张远山 只有18%的份额 就所紧防线 富于顽抗 如果叶峰 要吃掉这25%的份额 当然也可以 但也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另外 霍启阳和周俊贤的背后 是精灵王家 李永华又道 又是四大家族 他们在暗中 到底培制了多少势力 叶峰眉头紧锁 原本他在考虑 要不要放这两个家伙一马 只需要让他们 把吃掉的市场份额 吐出来即可 但现在看来 有必要敲山正虎 王家本来和叶家没有瓜葛 但是 他们爱着叶峰的扩张之路了 叶家虽然是精灵的豪门 然而却不是精灵的霸主 在叶峰的计划中 四大家族 要么臣服于叶家 要么就被叶家消灭 于是 叶峰让李永华着手对付 霍启阳和周俊贤二人 在下班之后 叶峰便给陈子勋和周文斌 去了一个电话 请他们来翠竹轩喝茶 陈子勋欣然答应 但周文斌却有些犹豫 老实说 他不太想跟叶峰打交道 每次遇见这家伙 准没好事 但他不敢惹怒叶峰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叶峰 你找我们啥事啊 不多时 两人就来到了翠竹轩 陈子勋笑着打招呼 又祝贺道 我听说张氏倒台 就连张远山都跑路了 恭喜你啊叶峰 恭喜我又啥用 你不是股东 分红可没你的份 叶峰笑呵呵地回答道 啊 这 陈子勋无奈一审 他其实是想投资的 但他爸不肯 不过 叶峰能搞垮张氏 他父亲陈天磊 确实有些惊讶 别看叶家财大气粗 但商战可不是 只靠拿钱砸就行 为什么张家 能占据服装市场 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除了结婚合并 公司之外 还有他们的手段 张远山绝对是一个 不好对付的敌人 所以 即便是四大家族 也只能是拉拢 而绝非侵占 但叶峰做到了 而且 只用了十亿资金不到 就吃下了整个服装市场 百分之五十亿的份额 虽然说有李永华坐镇指挥 但二十四岁的叶峰 能驾驭李永华 本身就是种本事 好了 说正事吧 我这次找你们两位过来 主要想一个项目 叶峰说道 叶少你说 多少钱 我回去就照八样 陈子勋连忙说道 自从父亲对叶峰的看法 完全改变之后 在父亲眼中 叶峰已经是陈子勋 学习的榜样 而且 叶峰这家伙 并非等闲之辈 陈子勋算是看明白了 跟着他可以吃肉 不多 二十亿吧 叶峰淡淡的说道 啥 陈子勋差点吓得 从沙发上跳起来 周文斌 更是吓得手上的香烟都掉了 好家伙 你胃口这么大的腰 不要着急 叶峰将之前崔人说过的 打造高端商业街的项目 说给了二人 随后说道 我叶家出十亿 剩下的十亿 你们想办法 叶少 你别难为我了 如果真要搞 我回去跟我爸说 三亿没问题 可十亿 陈子勋无奈 行 那就三亿吧 叶峰点头 原本也不可能让陈家出这么多钱 他们账上哪来这么多现金 在商业上 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 都是有风险的 没人会傻到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首先叶峰就不会 好 陈子勋点头 他觉得 这事没问题 周少 你呢 叶峰笑呵呵地看着他 叶少 你搞项目 我绝对支持 而且我觉得 这个项目确实有搞头 周文斌连忙表态 这不是奉承 在叶峰不吭 自己的情况下 他觉得 打造这个高端商业街 确实有利可图 但随即 周文斌话锋一转 亮仔是叹气 叶少你也知道 我在家不受宠啊 上次的五千万 都是我找我后母要的 他到现在都对我颇有威慈呢 你们周家 现在谁有权限 拿出三亿出来 叶峰问道 都没有 周文斌摇头 说道 我上面有两个哥哥 但他们能力一般 我爸也不放心他们乱搞 所以都没权限 我日 你们怎么这惨 叶峰无语 看来还是自己独生子幸福 当舔狗的时候 都能随便挪用家族的钱呢 叶少 只要你帮我成为 我们周家的继承人 我绝对投资 周文斌随口说道 他觉得自己 其实有点异想天开 行 叶峰觉得可以 周文斌这人吧 没啥大能耐 相对好控制 啊 周文斌震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叶少 你真的愿意帮我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 不过有个条件 以后 你得给我叶家当盟友 如果背后捅刀子 我绝对弄死你 叶峰笑着说道 周文斌尴尬一笑 自己哪有这胆子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周家的继承人 叶少 你打算如何帮我 周文斌好奇地问道 你爸他最听谁的话 叶峰问道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我后母的话 周文斌说道 你不是跟你后母关系很好吗 买姨妈金 都是你在帮着买啊 他不帮你吹枕边风 叶峰好奇 哪有这么简单 我那两个哥哥 也很殷勤啊 周文斌无奈 懂了 叶峰打了个响指 只要搞定周文斌的后母 基本上也就搞定了 他周家继承人的位置 想到这 叶峰给崔人去了一个电话 崔少 帮我查下周家现在的主母 名字叫做谭孟家 第62章 黑马会所 十几分钟后 崔人就把有关周文斌后母 谭孟家的资料 发了过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叶峰眼珠子 都要掉了 我去 周少 你这后母挺生猛的啊 在外养了十几个小白脸 还参加过场面 多达三百人的大型多人运动 看着崔人发来的图片和资料 叶峰表示很常见识 陈子勋也看得津津有味 我特忙 周文斌不知道 自己该是欣喜 还是愤怒 喜的是 就这么轻松抓到了 自己后母的把柄 愤怒的是 父亲那么宠爱他 他竟然在外乱搞 叶少 我早就说过 上流社会 其实很下流的 陈子勋点频道 随后 叶峰又给崔人去了个电话 让他查查谭孟家 现在在哪里 崔人立刻去办 十分钟后 崔人回复到 精灵黑马会所 牛逼 叶峰大赞 这崔家的情报系统 厉害得有点过分了吧 有机会 自己也得整个 黑马会所在哪 我没听过 陈子勋有点猛 我也没有 周文斌也摇头 他自问 方便了精灵的所有花丛 却唯独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知道 叶峰微微一笑 这个黑马会所 是江湖大老虎哥开的鸭店 这个会所 主要是为上流贵妇服务的 因此 都是会员制 除了会员等人之外 没人知道黑马会所在哪 即便是催人 也只能查到黑马会所 这个名字而已 所以 陈子勋他们没听过很正常 说不定他们家里也有人 是这家店的顾客呢 而虎哥作为精灵的江湖大佬 自然不怕得罪四大家族 在原著中 男主角林毅 就没少跟这个虎哥打交道 也利用黑马会所 获取了不少人脉 不过 叶峰并不认识虎哥 他必须找一个能引荐的人 否则别说黑马会所了 估计连这虎哥都不太好找 随即 叶峰给赵红英去了一个电话 喂 你找谁 电话里 赵红英不冷不淡地问道 我是叶峰 叶 叶峰 听到这个名字 电话那头的赵红英 显然愣了一下 冷冰冰地问道 叶峰你啥意思 上次我看不见你微信 你给我拒绝了 这次跑来给我打电话 找你有事 叶峰说道 免谈 赵红英很耿直地拒绝 上次赛车大赛后 叶峰获得冠军 让赵红英刮目相看 他本想着跟叶峰缓和关系的 但对方不珍惜 那自己也绝不给他第二次机会 你赵家是我叶家的盟友 找你有事 你还免谈 叶峰醋眉 你 赵红英想起这茬 怒道 那你想干啥 我的叶大少爷 把囚粮借给我 叶峰直接说道 嗯 赵红英再次愣住 借给我就行 叶峰不想多做解释 因为赵红波的事情 赵家必须示好叶家 来缓和关系 所以 赵红英不想借人也不行 半个小时后 囚粮来到了翠竹轩 叶峰 你找我 囚粮同样不解 他上次被岑方林打伤后 才刚刚出院 对于叶峰 他其实心有芥蒂 但毕竟赵家是叶家的盟友 他也只好听叶峰的吩咐 你以前是江湖上有名的红棍 带我去找虎哥 叶峰开门见山 叶峰你找虎哥干什么 听到这名字 囚粮的脸色有些怪异 不是对叶峰 而是对虎哥 精灵江湖上的人 或多或少 都对虎哥有些恐惧 之前无天挺而走险 帮张泽昊绑架叶峰 主要也是为了 还虎哥的钱 带我去找他就行 其他的你不必知道 行 囚粮低着声音 不过我先说好 虎哥不一定买我面子 你做好准备 无妨 叶峰点头 随后 他给岑方林去了一个电话 让他跟自己 一起去找虎哥 虎哥并不在非马会所 那里主要都是鸭子 他对男子没有兴趣 甚至有些厌恶 虎哥喜欢的是搏击 他开了一个搏击馆 金虎搏击馆 虎哥牛比 连胜十三场了 我说 虎哥是精灵的战力第一 应该没人反对吧 岂止是精灵第一 在江南也是第一啊 虎哥太厉害了 我要给你生猴子 哇 虎哥看了我一眼 我好开心 金虎从擂台赛跳下去 擦了擦身上的汗水 坐下休息 金虎长得不帅 甚至有些丑 表情还很凶悍 但依然有众多男女 对他投去崇拜的目光 他对此都快免疫了 虎哥 乔梁来了 这时 一名手下来报 乔梁 金虎眉头一皱 我记得没错 他投靠赵家了吧 是的 手下应道 又问 内奸还是不见 既然不是江湖中人 那还见什么 金虎挥了挥手 说道 我对四大家族的人 没任何兴趣 要是去我公司消费我欢迎 见面就免谈了 虎哥对四大家族的人 没兴趣 那对我叶家呢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金虎回头一看 正是叶峰五人缓缓走来 你是叶峰 金虎盯着他 是 叶峰淡淡地答道 整个精灵都在说 你是田狗 是顽固子弟 但所有人都小看了你 你不但搞垮了张势 就连吴天也落在了你的手里 金虎冷笑道 虎哥的消息 还真灵通 叶峰轻声一笑 你当我跟你磕套呢 说吧 金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叫道 吴天欠劳子好几千万呢 你把他弄死了 劳子的钱找谁要去 不是五百万吗 叶峰以微笑回应 擦 你看不着死呢 敢这么跟虎哥说话 叶少是吧 今天你别走了 谁都保不住你 我说的 虎哥手下 一名光头大汉 冲上来直接动手 一拳朝叶峰砸去 嗯 岑方林挡在叶峰的面前 一拳回过去 直接将那名光头大汉 砸飞好几米远 光头哥 众人大惊 只见光头昏死在地上 嘴里还吐出两颗烂牙 光头可是虎哥手下 第一大将啊 这女娃好强 望着岑方林 众人大惊 要知道 即便是虎哥 也没法一拳打昏光头 但这女孩却做到了 这位想必就是一拳 把球粮打得骨折的 那个女孩吧 果然厉害啊 金虎似笑非笑 那么 我们可以谈点事情了吧 叶峰走上去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第六十三章 王少爷闹事 什么事 金虎沉着声音问道 他的手下也戒备起来 把搏击馆的大门都关闭了 在金陵 从来没有人敢威胁金虎 哪怕对方是豪门大哨也不行 商界是商界 江湖是江湖 各有各的规矩 我想在虎哥你的黑马会所找个人 叶峰说道 找人 金虎等人全都一证 要知道 黑马会所可是金虎的摇钱术 连会所的地址 都是绝对保密 更何况 还是里面的职员或者客人 这绝对不可以 我凭什么帮你 金虎寒声问道 你必须帮 叶峰嘴角轻烈 笑着说道 特么的 你怎么跟虎哥说话的 找死啊你 虎哥的说下忍不了你 冲上去要揍叶峰 再精灵 还没有人敢这么对虎哥说话呢 哎 金虎拦住他 说道 人家叶峰身边有 这位小姑娘保护 你岂能是对手 说吧 金虎掏出一根烟来 不怒反省 说道 叶峰 这是你求人办事的态度 我就这态度 叶峰淡淡地说道 再精灵 很多人都怕金虎 但叶峰不怕 比人 金虎手下人多 叶家养的狗也不少 比武力 金虎启示岂方林的对手 同样 金虎也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忍受叶峰的脾气 不轻易撕破脸 金虎朝叶峰勾了勾手指 说道 我是江湖人 江湖的规矩就是武力 你跟我打一场 赢了 我就帮你 擦 你不是欺负人吗 我日 信经的你不讲武德呀 陈子勋和周文斌怒道 就连求良 也不由为叶峰担忧起来 叶峰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岂能是金虎的对手 只有岂方林不担心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叶峰的武力的 人家一招拿下了吴天 不见得武力方面 就比金虎要差 行 叶峰起身说道 我去 小子你找死啊 敢跟虎哥打 就是 你还是躲在你身边 那位小美女的十六群下吧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虎哥 要不我去跟他打吧 免得说 我们欺负他 金虎这边 众人纷纷嘲笑起来 金虎则是露出一个笑容 没想到这个富二代 这么不知死活 也罢 看来他们商界的人嚣张太久 今天正好治下他们 上了一台吧 说吧 金虎就走了上去 叶少 这时 球粮突然叫道 他虽然对叶峰心有芥蒂 但也不想看着叶峰去死 金虎打人 从来不分轻重 他怕叶峰被打死在这 到时候 就算是叶家想报仇 也未必就能奈何得了金虎 区区一个金虎 我还没放在眼里 说着 叶峰就走了上去 丁 系统提示 金虎武力值高达八百 宿主请小心应对 这时 系统突然预警 认真点 应该没问题 叶峰依旧从容 自己的武力值 虽有只有二百 但自己毕竟有格斗专精 从战斗经验 技巧方面 几乎完胜金虎 就在二人准备切磋时 忽然 紧闭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虎哥 出大事了 那人叫道 什么事 金虎猝眉问道 王家的人 把我们酒吧扫了 那人连忙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 金虎跳下擂台 连忙问道 原来 王家少爷王孝成的女朋友 昨晚在酒吧蹦迪时 被人骚扰 王孝成得知后 就带人去酒吧殴打骚扰者 酒吧方面 出面制止 毕竟王孝成这属于闹事 还影响酒吧生意 结果 王孝成直接带人扫了酒吧 造成不少人员受伤 马德 这个王家找死不成 金虎勃然大怒 抄起一根铁棍 朝旁边的空桌子上砸去 碰 这一声 桌子被砸得开裂 而金虎的手颤抖不已 现场没人敢说话 谁都看得出来 金虎的愤怒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王家欺人太甚 金虎却不太敢报复 四家家族中 王家有些不一样 他们发家只用了十年十年 而且很多生意 都不那么正规 说句难听点的话 王家就是半个江湖人 以前金虎的死对头 在败在他手上之后 都纷纷转投了王家 王家抢了金虎很多生意 包括九天娱乐城 这种性质的地下赌方 而这 也是金虎不喜欢四大家族的原因之一 虎哥 咱们咋办 许久之后 有人问道 金虎没有说话 叮铃铃 这时 金虎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里叫道 虎哥 不好了 王孝成带人来我们金融街的酒吧闹事 兄弟们快撑不住了 什么 金虎大惊 他有两棵摇钱树 第一是黑马会所 第二则是金融街的那家酒吧 王孝成完完全全 是冲着金虎的命门去的 金虎再也坐不住了 说道 兄弟们 赶紧跟我过去 笑死我了 堂堂金虎 江湖大佬 竟然被王家收拾成这个样子 叶峰大声笑了出来 姓叶的 你什么意思 你别以为你 叶家豪门就能咋样 无非就是钱多点 要是你们叶家跟王家打起来 你们叶家照样不是对手 众人纷纷地朝叶峰看去 他们说的没错 叶家善于经商 不善于斗殴 王家笼络了那么多江湖人为他们办事 战斗力在金灵首屈一指 即便是金虎 也不敢轻易触其锋芒 可是 那又如何 叶峰冷冷地说道 在武力上 我叶家确实不如王家 但是你找王家的那位少爷问问 他特么地敢不敢跟我叶家作对 如果他敢 我叶峰就站着 让他揍一顿 医药费我都自己付 此言一出 全场静默 他们发现 叶峰说的有道理 王家在牛逼 但毕竟也是家族 是要经商赚钱的 而在金灵商界 首推叶家 金虎要对付王家 只能使用武力 但叶峰对付王家 只需要钱和地位 这就是不同圈子 所造成的不同差别 金虎 恰好我看 王家也有点不顺眼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摆平王孝存 你帮我把我在黑马会所要找的人 给找出来 叶峰上前说道 第六十四章 金虎是我弟弟 行吧 金虎叹了口气 是到如今 他没有别的办法 比起出卖客户资料 他觉得 保住金融街的酒吧 更为重要 叫我生大哥 叶峰说道 啥 金虎愣住 叫大哥 不然我怎么帮你出头 叶峰白了他一眼 你 金虎实在叫不出口 不叫算了 你自己去跟王家伙兵去吧 叶峰又坐在了沙发上 在原著中 金虎这个三十多岁的大汉 就认了灵异当大哥 叶峰这么做 一来是因为金虎这个人 比较讲江湖义气 别看他对外人凶狠 但对自己兄弟 确实两肋插刀 否则 以金虎的财力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为他效力 毕竟这个世界 一切向前看 而第二点 则是叶峰要掠夺灵异的器语 行 金虎一跺脚 羞耻地叫道 大哥 既然叫了这声大哥 我就帮你出头去吧 说完 叶峰便站起身来 陈子勋和周文斌看啥了眼 叶少 你这都能行 堂堂虎哥 被你收了当弟弟 好家伙 我特么好家伙 叮 恭喜宿主收服金虎 获得逆袭值五百 当前逆袭值两千 系统传来声音 奖励不太多 但也聊胜于无 在原著中 金虎的戏份并不重 所以对林奕的影响不大 但对叶峰来说 收服金虎必不可少 自己和林奕走的路线不同 这个金虎在后面 还有很多妙用 而且 别看叶家养的狗多 但没一个能跟金虎相比 下午六点 金融街 金虎酒吧 此时正是酒吧正营捏的时间 金虎酒吧热闹非凡 因为王家少爷王孝成正在闹事 而且还是在虎哥的酒吧闹事 不愧是王少啊 就是牛逼 我早就说过 金虎也就只能在 他们圈子里嚣张一下 这要牛逼的 还得看王家 那可不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金虎就知道打打杀杀 将哥们一起 一点头脑都没有 是呢 以前金虎的对头们 可都投靠了王家呢 不少人看热闹不嫌是大 并且大家崇拜强者 对王孝成赞口不绝 王孝成很享受这种状态 尤其是妹子们崇拜的目光 给你们三分钟去摇人 不然我继续开砸 王孝成指着酒吧经理教导 他这才刚砸一半 但对方不敢反抗 他觉得索然无味 金虎不是在江湖上 挺牛逼的吗 咱们今天晚上碰一碰 你别太嚣张了 虎哥马上就到 经理怒道 金虎在我眼里算个球 王孝成催了一口 叫道 给你十分钟时间 让金虎滚过来送死 送死 王大少好狂的口气 这时 一道森寒之声响起 虎哥 虎哥终于来了 见到金虎带人走来 酒吧众人纷纷喜出望外 看热闹的众人 也端好了小板凳 买好了瓜子 来酒吧喝酒蹦迪 还能看这种表演呢 哟 来了呢 王孝成望过去 韩生说道 我正等着你来 好瓮中桌边呢 说吧 酒吧外涌入了一大群人 黑压压的一片 约有两百多人 这些全是王家养的人 其中不少是金虎的死对头 这阵势 直接把围观群众纷纷看傻 全都不敢出声 而反观金虎这边 除了酒吧的十几个看场子的外 金虎就带了二十多人前来 双方人数差不多一比九 即便金虎再能打 也扛不住吧 金虎 今天劳子就废了你 滚出精灵吧 王孝成说罢 便准备让人动手 忽然 一道巴掌声响起 酒吧门口 有五人纷纷走来 而王孝成手下的人 居然没一个赶拦 叶峰 见到来 人 王孝成有些愣住 而且 除了叶峰之外 陈子勋 周文斌也在 这两个家伙 什么时候跟叶峰混到一起去了 王孝成猝眉说道 叶少 这应该不关你事吧 你来这做什么 不好意思 金虎是我弟弟 你来他酒吧闹事 我能不管吗 叶峰微微一笑 随后赤道 带着你的人滚 擦 这谁啊 挺嚣张啊 信不信王少爷一声令下 直接把他打成神经病 我日 我看你才是个神经病 没听到王少说 这是叶少吗 什么叶少 杀别 精灵还有几个叶少 当然是叶家的叶少啊 众人议润纷纷 叶峰的名气其实挺高 但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人 却少之又少 此时 王孝成的女朋友小月正上头 只觉得 全世界就自己男朋友牛比 其他人都傻比 他上前一步 指着叶峰叫道 你谁啊这么嚣张 你跟谁说话呢 金虎是你弟又咋样 就算你是他爸 你也保不住他 我说的 啪 忽然 金虎手下一名满是纹身的女人 直接一巴掌抽了上去 这是之前叶峰交代的事情 是要是敢无礼 就不用客气 恰好 他看着女人就很无礼 今晚的一切 都是他搞出来的 你 你敢打我 小月捂着红彤彤的脸 难以置信 打你怎样 你信不信我撕赖你的嘴 有叶少撑腰 纹身女人很是嚣张 自己现在 怎么说叶少这边的人 你们算个球 老公 你要帮我报仇啊 小月朝着王孝成哭诉 很是委屈 然而 王孝成却笑着说道 你刚刚骂了叶少 还不给人道歉去 道歉 道什么歉 王少 我才是被打的那个啊 小月不满 多闹着嘴 我特别让你道歉 王孝成啪的一声 一巴掌甩过去 直接把小月抽在了地上 杀笔女人 居然连叶少都不知道 活该只能给人当玩具 叶少 不懂事的人 我帮你收拾了 但现在是我跟金虎之间的个人恩怨 你插手未免不太合适吧 我对你们叶家 一向很尊敬 我希望你也给我个面子 王孝成微微一笑 他自问自己已经横讲礼数了 也希望 叶峰会做人 啪 忽然 叶峰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说道 劳子说了 金虎是我弟弟 你特么找他麻烦 就是找我麻烦 第六十五章 南魔的生日 这一巴掌抽在王孝成的脸上 火辣了的疼 半分钟后 他才反应过来 盯着叶峰怒火冲天 我的天啊 这些少爷太 人家王孝成已经很客气了 他叶峰到底在干嘛 谁要是当着这么多人 抽我一巴掌 我肯定找他拼命 几乎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王孝成带来的两百多号人 也全都盯着王孝成 老实说 他们也全都猛了 如果换成别人 他们肯定第一时间 把对方打成杀笔 但叶峰可不是别人 他可是精灵第一好门的叶少啊 叶少牛啊 陈子勋忍不住赞叹 他自问自己 可没胆子抽这一巴掌 不愧是叶少啊 周文斌发现 叶峰踩人 压根不看对方是谁 王孝成是王家的继承人 他都这待遇 那么之前被叶峰坑两次 突然变得释怀起来 甚至他还有点敬佩叶峰 叶峰 王孝成红了眼睛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真以为你是叶家大少 你就无法无天 是的 叶峰毫不掩饰 冷笑道 刚才我想你可能没听清楚 金虎是我弟弟 他是为我叶家办事 你特么来砸金虎的场子 就是来打我叶家的脸 你们王家很牛啊 你这股表情想干嘛 想打我 来来来 我站在这让你打 你不是带了两百多号人吗 你特么倒是动手啊 叶峰戳着王孝成的额头说道 王孝成憋着恨 但硬是不敢作声 少 少爷 王家不少人都上去拉王孝成 生怕王孝成跟叶峰打起来 要知道 只要王家还有一天在混精灵商界 就没法跟叶家作对 原因很简单 精灵的格局是一超四强 叶家没法吞并四大家族 是因为四大家族互保 但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家族 跑去挑战叶家 少爷 你别忘了赵家的赵文波 有人提醒到 一下子就把王孝成点醒了 就是因为赵洪波从国外留学回来 眼高手低 结果撞上了叶峰的枪口 现在还躺在医院部说 就连继承人的位置都被夺去了 王孝成虽然现在是王家的少爷 但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盯着自己的位置 旋即 王孝成彻底冷静 笑着说道 叶少说的事 是我做的不对 我向叶少道歉 道歉 叶峰冷笑一声 砸酒酒吧 就一句道歉 要不改天我把你王家的九天娱乐城也砸了吧 道歉这事 就一句话 我也会 叶峰打了个响指 一百万 啥 王孝成大惊 赔钱 否则此事我绝不善罢甘休 你砸的是金虎的酒吧 打的却是我叶家的脸 叶峰冷冷地说道 好家伙 叶这峰是在掐烂钱呢 我日 这钱要不要给啊 我也不晓得啊 关键啥时候 金虎成叶峰的弟弟了 金虎三十多岁 叶峰才二十多岁啊 所有人都傻了眼 王孝成气得发抖 他已经认怂了 叶峰居然还咄咄逼人 真当自己一点脾气都没有吧 叶峰 这是一百万 请收下 王孝成身后 一名年长者递上来一张银行卡 笑着说道 今天是个误会 还请叶峰不要你介意 不介意 你们走吧 叶峰收下银行卡 挥了挥手 于是 王孝成在满腔愤怒中被人带离 事情结束 看热闹的人也都该干嘛干嘛去 酒吧二楼 办公室 叶峰 我真是有些佩服你了 金虎看着叶峰多了分崇敬 不管叶峰武力如何 他都不敢再小觑这个年轻人 我说过了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世界了 只要我叶峰还有一天压过他们王家 他王孝成就绝对不敢惹我 不债而屈人之兵才是王道 叶峰说道 金虎深以为然 难怪这么多人想攀附叶峰 确实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随即 他连忙说道 叶峰 黑马会所那边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在这里要处理点事 我让手下带你去 另外 我今天欠你一个恩情 以后若有差遣 我绝对赴汤蹈火 金虎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叶峰这次帮了他 那么下次 他可以为叶峰卖命 这也是金虎 能聚集这么多铁杆手下的原因 而这 也是他只能在江湖上混 始终不能出圈的原因 做大使者 哪有不心狠手辣的 行 叶峰应了一声 就带着人去黑马会所 黑马会所的位置十分偏僻 居然在郊区的一栋废弃小区里面 这谁特么能想得到 与小区的荒凉不同 会所里面金碧辉煌 装修得十分奢华 不少美男贵妇 都在狂欢 今天 是我们会所南模凯文的28岁生日 一个爱他的女人 为他准备了28样生日礼物 一岁一年华 一岁一感动 让我们祝凯文生日快乐 也祝孟佳姐 今晚玩得开心 主持人在台上卖力地呐喊 台下全是羡慕 不少男模都嫉妒这个叫凯文的家伙 明明是个整容脸 却偏偏受到了富婆谭孟佳的喜欢 富婆谭孟佳才三十多岁 正是蜜桃成熟时的年纪 特别有韵味 而这28样礼物 给价值好几百万了吧 尤其是那辆奥迪车 看着都羡慕 自己得赔多少富婆 才能有这些收入 而叫做凯文的男人 搂着谭孟佳的腰 脸上散发着优雅的笑容 他心里也叫苦 大家只知道 他收到了很多礼物 但是谁能知道 自己是如何被钢丝囚糟蹋的 什么人 这时 会所的大门被打开了 一名帅气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 顿时间 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哇 这小帅哥也太帅了吧 我感觉我要恋爱了 经理 这是你们会所新来的男模吗 这也太正了吧 就跟明星一样 男模而已 瞧你们一个个花痴的 看姐姐我怎么拿下他 叶峰的出现 瞬间吸引住了不少人的目光 有三百魅力加持 叶峰的魅力 可是男神级的 这些水X洋花的贵妇 自然把持不住 你找谁 经理带人上去询问 他记得 公司最近没有新招男模 而对方 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看吗 你眼睛瞎了 看清楚劳子是谁 忽然 叶峰身后 一鸣壮汉的声音响起 经理一惊 连忙笑着上去 铁牛哥 你怎么来了 虎哥他还好吗 我说 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虎哥让你迎接叶绍 你在干啥 铁牛哥气得一巴掌 抽了过去 第66章 再给王家一个巴掌 叶 叶少 经理这才猛地想起此事 但这不能怪他 昨晚跟富婆春宵之后 他现在两腿都在打战战 记忆力也直线下降 竟把此事给忘了 他连忙对着叶峰说道 叶少 虎哥之前跟我打过招呼 有什么吩咐 请尽管提 经理其实有些纳闷 以叶少的实力 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竟跑来这里 挑这些残花败流 难道 叶少也喜欢重口 我去 他竟然就是叶家的叶峰 想不到他家这么有钱 还长得这么帅 比我家那死鬼 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们说 叶少会看上谁啊 要是我就好了 我一定会让叶少满意的 不少贵妇交头接二 毕竟黑马会所什么性质 大家都明白 来这里玩 虽然可以不用戴面具 但毕竟是风流场 上流社会 往往都很下流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 在众人的目光下 叶峰朝着周文斌的后母 谭孟家走去 跟我过来想 嗯 谭孟家一愣 随即说道 叶少 不好意思 你能看上我很高兴 但我有喜欢的人了 说完 他深情款款的 看着身边的凯文 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爱他 刻骨铭心的爱 好你个谭孟家 花着我老爹的钱 居然在外面找鸭子 还特么的玩爱情 你挺会玩的呀你 一声爆喝 众人便看到 一名青年男子冲了进来 谭孟家吓得花容失色 文 文斌 你怎么在这里 啪 周文斌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怒骂道 不要十三连的狗东西 你就这么对我父亲 虽然一开始就知道 他是这副德行 但亲眼看到后 周文斌还是为自己父亲 打抱不平 当即 又一巴掌抽在了 谭孟家的脸上 换做平时 周文斌肯定不敢这么敢 他巴结谭孟家 还来不及呢 于是 他心中还产生了一种快感 光打了谭孟家 周文斌还不解气 对着铁牛说道 牛哥 能借我点人吗 公司里的保安 你随便用 铁牛连忙说道 毕竟他是夜少那边的人 自然不能拒绝 很快 保安就走了过来 给我打死这个狗东西 我周灾的钱 可不是这么好拿的 周文斌带着保安 对着凯文一阵暴打 由于下手没得轻重 周文斌一不小心 踩爆了什么东西 凯文昏死过去 一时间 所有人吓得瑟瑟发抖 男模们误伤其类 害怕自己也遇到这种事 贵妇们则怕家里人 也跑连抓女伴 发泄完毕之后 周文斌这才把谭孟家 拖到办公室里 叶峰和陈子勋等人 也连忙跟上 文斌 你听我解释 谭孟家哭个不停 他此时恐惧到了极点 别看他在周家很受宠 几个少爷围着他转 但他可是给周家家主 带了帽子 指不定回去会是什么下场呢 你解释个屁 第67章 抵制叶峰 第二天去公司 李永华拟定了一份 对付霍启阳和周俊贤的计划 与对付张家的手段差不多 靠前去砸 但这次会砸得更猛 争取在最早的时间 搞垮他们 只要吃下他们的 25%的份额 精灵服装市场 叶峰便再无对手 根据李永华的估计 到时候 夜市服装所占的份额 将超过80% 比当初的张家还强 这也是叶峰 想要看到的结果 接下来的几天 李永华派人去暗中挖墙角 由于张家已倒台 叶峰一家独大 且给的钱最多 所以没人会拒绝 几天之后 事情差不多已经搞定 叶峰办了场聚会 邀请服装行业 有头有脸的老板 十多个人 一起吃顿饭 中午12点 刘文豹的光年大酒店 兄弟们 你们知道这叶峰叫我们吃饭 所谓合适吗 包厢里 趁着叶峰来没到 或起扬问道 这还用说吗 叶家烧了那么多钱 整垮张家 才占有51%的市场份额 肯定不甘心 他肯定是想 另外那9%的份额 也收回去 周俊贤分析道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叶家烧了好几个亿 比之前张家的总资产还多 他们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肯定不会乐意 兄弟们 咱们是白齿单头 好不容易才更进一步 千万不能耸啊 霍启阳说道 咱们一定要团结 保住我们的地盘 被成了下一个张家 霍老哥说的是 我一定听你 周俊贤连忙表态 就他和霍启阳吃的 市场份额最多 当然不乐意吐回去 其他人也跟着吃了点 也自然不会甘愿 所以 众人便开始团结一致 抵制叶峰 不好意思 我来我晚了 不多时 叶峰带着秘书唐雪兰走了进来 叶峰到来之后 也随之开席 餐桌上 众人只顾吃 压根不怎么说话 叶峰开口说道 诸位 今天我请你们过来 想谈件事情 你们也知道 我们跟张家打商战 烧了不少钱 结果只占据了 百分之五十一的市场份额 虽然很多了 但另外百分之九 理应是我叶家的囊中之物 所以 张远山出多少钱 把份额卖给你们 我希望大家 都卖回给我 说完 气氛更加沉默了 哼哼 叶峰 你年纪小 我就当你不懂事 我这么跟你说吧 商场如战场 向来都是尔虞我诈 你搞垮张家 我深感佩服 说话的人正是霍启阳 他又道 但市场份额 是张远山卖给我们的 不是你叶家卖给我们的 哪有原价卖给你的道理 霍老哥说的是 周俊贤也跟着说道 叶少爷 你开玩笑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份额 你们必须给我吐出来 叶峰的脸色 突然变得森寒起来 但霍启阳等人 也有对策 坚决不跟叶峰闹架 免得落人把柄 说招惹叶家 反正 笑脸相赢就对了 你要有本事 你也搞垮我们啊 张家会垮 是因为张家没后台 再加上赵家又不靠谱 但霍启阳和周俊贤 是王家的人 你叶峰敢抢份额 就是动了王家的蛋糕 如果是小事情 四大家族 确实会让着你叶家 但这可不是小事 有本事你叶家继续烧钱啊 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跟王家烧钱烧赢了 你钱后一共烧了十个亿 请问 你叶家的现金流咋办 据贷款吗 呵呵 你们是真的以为 我在跟你们开玩笑吧 叶峰冷冷一笑 朝门外叫道 李总 进来吧 诸位好啊 李永华笑着走了进来 李永华 他为什么还在精灵 不对啊 我得到的消息是 李永华只是教叶峰如何做生意 他咋给叶峰打工了 难道张远山说的是真的 夜市服装李永华也有股份 众人有些惊慌 他们迅速反应过来 叶家对付张家 不是为了私人恩怨 他就是奔着抢市场来的 霍启阳和周俊贤眉头紧锁 他们想看看 叶峰能玩什么花样 诸位 我和叶峰商量过了 如果大家把市场份额退回来 那咱们就是朋友 夜市服装的扩张也到此为止 但如果不同意 你下场可能就会像这两位一样 李永华笑呵呵的 朝霍启阳二人看去 他此时曝光身份 为的就是镇压这帮不听话的牛鬼蛇神 张氏之所以要跟叶家打商战 是因为没有选择 他们也想和谈 但对在场的人来说 他们可以完全不怕叶峰 因为他是外行 但不能不担心李永华 他可是服装行业的老手啊 他和叶家联手 吃掉整个服装行业 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 这一切发现的太迟了 李永华 你什么意思 霍启阳醋没问到 他的话音刚落下 手机便响了起来 老大 大事不好 我们所有的厂商 全都拒绝跟我们合作 另外 所有房东都突然毁约 我们所有的店铺也没了 我们的网店也受到大量举报 所有产品 全都下架了 听到手机里的话 霍启阳人傻了 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叶峰搞的鬼把戏 他竟然 在背后玩音的 叶峰 你太狂妄了 你竟然还在掀起商战 你觉得我霍某人真的好欺负吗 我们没厂商没店铺 但我们手里有钱 我们团结一致 随时都能东山再起 霍启阳怒到 他只是被切断了供应商和门店 但资产没受到损失 更何况 他背后还有王家撑腰 叶峰 叶峰不讲规则的扩张 王家一定不会不管 没错 霍老哥 我听你 周俊贤当即也表态 你停 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怎么停 叶峰一声冷笑 随后 周俊贤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内容几乎和霍启阳的一模一样 你们叶峰也太嚣张了吧 大家不要怕 跟他们叶峰对抗 只要他们我们还在 就算市场份额被他抢去 也只是暂时的 我们随时都能反攻 我倒要看看 他们叶峰烧钱 能烧到什么时候 众人团结一致 要知道 王家不可能不管货 周二人 王家的资产 确实不如叶家 但如果真烧起钱来 叶家得花数倍的钱 来保住市场份额 只要他们叶家的资金 溢出问题 那么就是他们的末日 别忘了 强倒众人推 古破众人垂 就你们 也配抵制我 叶峰呵呵冷笑 我只说一句话 也只说一次 顺我者仓 你我者亡 是生是死 你们自己想清楚 立凤 公布我们公司的财报 让他们看看 我们搞垮张氏 到底花了多少钱 要不然 总有些人 以为我们是无能之辈 需要花数倍的钱 去攻坚呢 第六十八章 王家的态度 这是我们公司 这段时间的财报 我简单说明一下吧 我们跟张氏烧钱 总共烧了八个亿 张家那边 大约烧了七个亿 李永华笑咪咪的 把财报递过去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不可能吧 这战损比 接近一比一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家那边 本身实力就很强硬 而且还得了 赵洪波的三个亿投资 就被叶家这么搞没了 烧了八个亿 也就是说 叶氏服装 还有两个亿的现金 看完报表之后 全场哗然 他们虽然已经知道了 李永华就是 叶氏服装的股东 但没想过 他居然这般强悍 这场商战 打得太漂亮了 几乎就是成碾压之势 诸位 倘若还有 谁想做我叶家的对手 我叶峰一定奉陪 不过大家也想清楚 霍启阳和周俊贤 就是下场 叶峰轻声笑道 叶峰 你嚣张的什么劲 要不是李永华 你能有惊天 姓业的 我周俊贤一定跟你不死不休 或 周二人气的浑身发抖 叶峰纯粹就是小人得志 没有李永华 他能打进服装市场来 正常人烧钱 起码也得烧个二十亿出来 至于他叶峰 起码烧三十亿起步 两位别误会 大的战略都谋略 都是叶少制定的 我不过是给叶少打得下手而已 李永华淡淡地说道 虽然公司由他负责作证 但实际上 叶峰次啊 是核心首脑 李永华闯荡一生 自问商业能力不输任何人 只是缺了点运气和资源而已 但遇到了叶峰 他才明白 什么才叫做商业天才 叶峰 这不可能 他只是一个顽固子弟而已 所有人再次瞠目结舌 如果功劳都是叶峰的 那简直超乎他们的想象 虽然不愿相信 但有一点 无论如何 也都解释不通 李永华与张远山的实力 旗鼓相当 他怎么打出接近一比一的战绩出来的 叶峰 或 周二人望着叶峰 表情复杂且难看 两位不是有王家坐靠山吗 那就去找王家求救吧 我倒要看看 有张家的案例在这 他们敢不敢跟我叶峰作对 至于两位的市场份额 我叶峰吃定了 叶峰呵呵一笑 声音掷地而响 或 周二人身体猛地发抖 他们不知道 此事来不来得及 他们知道 叶峰绝不可能把吃下去的市场份额 再吐出来 这种事 他们也不愿意干 除了霍 周二人外 在场的诸位 只需要把张氏的份额原价 卖回给我就行 我叶峰也不为难你们 叶峰淡淡地说道 叶峰 我们愿意归还股份 从此你们吃肉我喝汤 从此 精灵服装行业 以叶峰马首是瞻 众人纷纷表态 生怕成为第二个张家 亦或者霍 周 是群混蛋 霍启阳二人 勃然大怒 刚刚还在团结一致 结果这么快就倒戈 还叶峰吃肉 你们喝汤 你们有汤喝吗 甜了还差不多 众人的乖顺 叶峰很是满意 商战达到这个地步 叶峰这边烧了不少现金 虽然其中有一半是李永华的资金 但还是那句话 叶峰必须保证足够的现金流 没有太大利润的战争 也就没必再去烧钱 而叶峰的野望 也仅仅是服装市场 但如此一来 服装市场80%以上的份额 都被攥在了叶峰的手里 可谓是大获全胜 但作为失败者 霍启阳和周俊贤 他们就给王家家主王天鹏打电话求救 两位放心吧 我王家一定慎重考虑此事 或周二人说了许多 但王天鹏却只回了一句 并且说完就挂了电话 爸 咱们不管霍启阳和周俊贤了吗 他们对我们王家一向都挺忠心的 王家大哨王孝成在一旁好奇的问道 棒 王天鹏摇了摇头 即便四大家族和在一起 也未必能与叶峰分个高下 你觉得靠我们王家的那点钱 能与叶峰掀起商战 王孝成沉默了 上次他被叶峰当众抽了一巴掌 恨他恨得要死 但不得不承认 叶峰的实力确实很强 孝成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心气高 什么都不服 你一条马鞭 你们就赶月天 但赵洪波的下场 你应该清楚 他就是太轻视叶峰 才让赵家损失了三亿现金 赵家也不得不被迫让出利益 与叶家结盟 才稀释宁人的 王天鹏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是江湖上的事 他绝对不怂 但商界是一个更大的江湖 随后王天鹏又问道 孝成 你上次是不是跟叶峰闹过 是叶峰欺人太甚 王孝成连忙把叶峰 插手自己与金虎的事情 说了出来 行吧 没有结仇就行 王天鹏又道 我听朋友说 叶峰最近跟姑苏的那位崔少走得很近 似乎再搞一个项目 还缺一点投资 你过两天去找下叶峰 啥 王孝成大惊 朋友吗 合力为朋 交心为友 你拿着钱去 叶峰没理由拒绝你 王天鹏笑着说道 王孝成无语了 叶峰又不是傻子 当然不会拒绝 但问题是 自己凭啥要去给叶峰送钱 当钢祸 周二人找我们求救 但有一件事 他们隐瞒了 你知道叶氏服装 与张氏服装的商战 是谁的手笔吗 王天鹏问 不是李永华的吗 提起这个 王孝成对叶峰比喻了起来 这个卑鄙小人 居然玩阴谋 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 不过倒也不能说叶峰聪明 而是冲冠一怒魏红颜这事 确实符合叶峰的为人 李永华 王天花亲和一声 说道 李永华没那个能耐 夜市服装能在这么短时间 占据服装市场这么多份额 靠的是叶峰 叶峰才是这场商战的总指挥 第69章 周家大哨 这不可能 王孝成打死都不相信 叶峰还能有这本事 他就是一个顽固子弟而已 之前还跑去给一个叫白苏苏的女人 当舔狗来着 平时富二代聚会 都在背后拿叶峰取笑来着 听到父亲说着话 王孝成只感觉自己的三观 都要被炸穿了 不可能 王天鹏看着儿子 说道 你对叶峰具体认识有多少 我这里拿到的都是一手情报 你可以对我们王家的情报系统没信心 但你对李天给的情报网络 也有所怀疑 李 李天 听到这个名字 王孝成一下正主 他对李天的了解 其实并不多 整个江南都知道 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其首领似乎是一个南疆人 但他们神通广大 以贩卖情报为主 而且他们的情报 绝对真实 即便情报网做得特别牛比的姑苏崔家 都十分依赖于他们 当即 王孝成不敢再有怀疑 也无奈地相信了父亲说的话 孝成啊 你要记住 叶峰只能结交 而不能得罪 这一点 你要多学学陈子勋 咱们王家崛起花了十年 如今难以寸进一步 但那你需得知道 只有抱紧大腿 才能跑得更远 王天鹏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道 接下来的两天 叶峰没怎么待在公司 一切事物 有李永华坐镇 或周二人 弹指可灭 由于在金陵这边的收入 不比江北差 而且抱上了叶家大腿的缘故 李永华把家人接到了金陵 还在这边买了房 叶峰则开始着手投资的问题 催人的姑苏商业街 一共搞下来要花三十亿 催人那边能出十万 叶峰准备也准备出十万 陈子勋出三亿 周文斌如果顺利地当上继承人后 也能出三亿 剩下的四亿 其实并不难 但叶峰要考虑 有谁进来 一起啃这个湘嬷嬷 毕竟做生意这事 叶峰必须占据主动位置 而且股东之间 必须要和谐 和谐才能生财 叶少爷 王家的少爷来了 下午 叶峰正在跟陈子勋 周文斌二人 在翠竹轩喝茶 忽然服务员过来说道 王孝成 他来干什么 陈子勋二人眉头一皱 上回为了帮金虎出头 叶峰可是当众抽了他一巴掌 并且 洽了他们一百万难钱 此时王孝成来访 绝对没有好事 叶峰 你那美女保镖不在 要不我去叫点人过来吧 陈子勋有点担心 无妨 如果王孝成敢动我 上次他就动了 先看看他要干什么吧 叶峰淡淡地说道 事实上 他也不怕王孝成的报复 毕竟 自己的武力值高达二百 走他跟揍沙发枕头一样 不多时 王孝成便带着一票手下走了过来 神奇的是 他们居然提了皮箱子 叶峰瞅了一眼 居然有二十个箱子 你们这是 叶峰猛了 陈子勋周文斌也梦了 叶峰 之前咱们不打不相识 回去我爸就教育了我一顿 我也想得很清楚 咱们精灵的富二代 就该以叶峰为尊 王孝成笑着说道 啥意思 你也要当叶峰的弟弟 陈子勋忍不住好奇 是的 王孝成虽然心中觉得羞耻 但还是那头败道 叶峰不介意多个弟弟吧 你到底想干嘛 叶峰无语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想跟叶峰一起做生意 养我精灵省会之威 这是两亿资金 不管做啥 叶峰带着我就行 你随便用 我不过问 王孝成说罢 手下的人就纷纷打开皮箱子 一时间闪瞎众人狗眼 王孝成这家伙 居然带了两亿现金过来 我日 秀啊 陈子勋睁大了眼睛 王孝 你以后就是我的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了 叶峰内心感动 真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 这家伙投资两亿 还不问用途 而且 他们王家的实力也不落 请问 还有比这更优质的投资者吗 大哥 小弟 叶峰 王孝成二人 拒世声泪俱下 我日 上次王孝成 被叶峰抽一巴掌的时候 可是恨得牙痒痒啊 他给我搁这儿 表演穿剧变脸呢 陈子勋感慨道 知道的以为他们 再败把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 失散多年的父子呢 可能是跟我一样 在被叶峰收拾后 才见识到他的人格魅力吧 周文斌分析道 有一说一 叶峰长得帅 魅力值确实高 咦 你特么不对劲啊 斯德哥尔摩综合正犯了 陈子勋大惊 第一笔到账的头子敲定 晚上的时候 众人去酒吧潇洒 陈子勋这三个富二代 叫了不少妹子 说是为了活跃气氛 在这些妹子中 叶峰看到了一个熟人 正是上次王孝成 砸金湖场子时的那个妹子 也是王孝成 众多女友之一的小月 叶少 见到叶峰 小月有些尴尬 也有些害怕 他之前不认识叶峰 所以才大放厥词 但他现在知道了 叶峰居然是一个 比自己男朋友 还牛比的富二代 与他说话 小月的声音都在颤抖 叶峰倒是没怎么在意他 毕竟他只是个 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 酒过三巡 整个包厢的气氛 都达到了鼎盛 叶峰一个人 喝吐了陈子勋 周文斌 王孝成三个 现在叶峰的体力只有三百 不但睡眠堪比 某多人运动的武王 就连酒量也变得特别好 王少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忽然 一名女孩急匆匆地跑进包厢 她也是王孝成叫来的妹子之一 啥事这么急 王孝成问道 刚刚我和小月去洗手间上厕所 被几个人围住 非要我们陪他们喝酒 还调戏小月 小月很生气 当场给了那男的一巴掌 然后小月呗 说到这 那女孩不敢再说下去了 但结局大家都不 马德 竟敢太岁头上冻土 活腻了不成 王孝成大怒 别看他在叶峰面前当弟弟 但他实际上是个炸药童 毕竟当富二代 还没什么脾气的 也就周文斌这种 是这个包厢吧 王孝成的话音落下 突然 包厢闯进来一群人 领头一人叫道 马德 那娘们把老子脸都抓花了 你们这个包厢的人 要是不赔一千万 今天谁也别想走 不赔又怎样 王孝成阴冷地问道 不赔我弄死你 那人怒道 老子乃精灵四大家族之一 周家的大少爷周崇浩 你特么出去打听打听 谁特么敢惹我 第七十章 杨腾 周家大少 听到这话 叶峰下意识地 看向身旁的周文斌 真不巧 这里也有个周家大少 周崇浩 你发什么疯 跑这里来倒是 周文斌站出来 气呼呼地叫道 对面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周家长子周崇浩 哟 原来是周文斌呢 周崇浩瞟了他一眼 直接呵呵一笑 说道 你们这臭娘妈 把我脸都抓花了 今天必须赔钱 别说我这个当哥哥的难为你们 你们就赔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吧 看你面子 我给你少一块钱吧 死言一出 全场都看着周文斌 对面是他哥哥 可他的面子 居然才值一块钱 这特么怎么看 都是在侮辱人啊 周文斌共有三兄弟 因为三人都不成器 所以他们父亲 一直没定下继承人之位 作为家中长子 周崇浩一直认为 自己才是太子爷 但不幸的是 自己那两个弟弟 也有夺嫡的意思 尤其是周文斌 经常在后母谭孟家的屁股后头 抢了自己好几次买一抹金的机会 周崇浩平时就看他特不顺眼 这次正好给他来个下马威 他昂着头 重申道 今天不赔钱 别怪劳子不客气 呵呵 劳子给你赔钱 劳子是王家大少 即王家未来的继承人王孝成 你敢找劳子要钱 你信不信 劳子把你腿卸下来 今晚当猪蹄下酒 王孝成气呼呼的说道 如果是叶峰敲诈自己算了 毕竟人家家里牛比 地太大 拿他没办法 可你周崇浩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伸手找自己要钱 一天天的 静在这里想劈 王少爷 你要为我做主啊 小月哭哭啼啼的说道 他虽然没什么大碍 当当才着实被吓着了 你 你是王孝成 周崇浩瞪大了眼睛 凑近一点 定睛一看 居然还真是 周崇浩 我也在这呢 陈子勋也连忙站出来 生怕包厢灯光太暗 他看不到自己 怎么会 你们三个 周崇浩瞠目结舌 要知道 王孝成是个暴脾气 他们王家起家 也非常不干净 陈子勋又是个小狐狸 他爸人称老狐狸 而周文斌只是个老实人 怎么会跟他们混到一起去 周少 你是啥情况啊 这场面 你就被吓到了 别怕 兄弟们给你撑腰 对 敢召化周少的脸 我第一个不答应 王大少和陈大少算什么 就算豪门叶家的大少亲爱 咱们周少也不处 周崇浩身后 那帮胡鹏狗友 开始摇旗助威 反正看热闹 不嫌是大 而且 周崇浩不是经常吹牛 说他在金陵河等威风 可以吊打各路不服 现在这情况 怎么能耽 周崇浩感觉进退两难 一边是周文斌跟王 陈二少 一边是自己的胡鹏狗友 进退要是耽了 那今后自己在圈子里的地位 绝对一落千丈 毕竟他不是周家真正的继承人 周少 你搞不搞得定 要不要兄弟帮你出头 这时 一名脸上有刀疤的男子 出言说道 多谢杨哥了 周崇浩连忙道谢 这个杨腾可不简单 在金陵的江湖上 有两位大佬 分别是金虎和杨腾 有他出面 这场面绝对能震得下来 就是教他这个兄弟吧 有些费钱 除了王少 陈少 以及周少的这位弟弟 全都给我灭了 杨腾大手一挥 手下的人立即冲了进去 他口中的灭 便是暴打一顿 打进医院的那种 是 很快 杨腾的手下迅速冲了进来 杨腾 你啥意思 在我酒吧闹事 这时 酒吧看场子的铁牛 带人冲了过来 他是金虎的手下 即上次带叶峰 去黑马会所的那位 他手里拿着铁棍 神色肃穆 要知道 叶少可还在里面呢 滚 杨腾当即给了他一巴掌 教道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妨碍我办事 叫金虎过来说话 你 铁牛挨了一巴掌 胸中愤恨难平 但却不敢还手 因为只有虎哥 才要与他平起平坐 和说话的资格 难道真要给他打电话 可是等虎哥来了 这杨腾早就带着人跑了吧 也总不能为了这点事 就掀起江湖上的一场大战 这也不合适 顶多骂两句 然后杨腾随便赔个不是 铁牛咬着牙 沉声怒道 杨腾 我劝你别太过分了 我就是过分 你奈我何 杨腾手一挥 叫道 继续动手 他之所以帮周崇浩采人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 这酒吧是金虎开的 上次金虎在自己酒吧闹市 把自己一位重要的客人打了 第二天自己打电话去问他 他居然还玩诗意 杨腾想报复回来 酒吧里 全场气氛紧张 王孝存倒是想发威 但他身边人不够 没法像上次 带着二百多人一样 去扫金虎的酒吧 但如果强行出头 杨腾虽然不敢动手 但自己确实也阻止不了他 咦 这小白脸这副表情 我看就挺欠打的 领头一人 极度叶峰的帅气 当场一巴掌挥过去 但很快 他啊的一声惨叫 被叶峰踹到了墙上 啊小子挺有种 还敢反抗 杨腾冷笑一声 从手下手里接过铁棍 气势汹汹的朝叶峰走去 劳姿是叶家大少叶峰 你来动我一下试试 叶峰也上前 二人静在咫尺 叶 叶峰 闻言 杨腾愣了一下 高举的铁棍 也僵住了 要知道 他杨腾虽然是江湖上的大楼 但却不敢动四大家族的人 更别提 对方还是精灵豪门的叶家大少 叶少 我想这是个误会 杨腾连忙陪笑 他以前在照片上 见过叶峰几次 确定是他无疑之后 杨腾便把铁棍给放了下去 啪 突然 叶峰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巴掌声清脆而响亮 众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所有人都看到 杨腾的脸抽搐不已 还盖了一个五指印 他的脸色 更是难看到了几点 把铁棍举起来 砸我了 叶峰醋没叫到 见杨腾没动静 又一脚踹在了他肚子上 我特别让你砸 你给我愣住干什么 第七十一章 周崇昊的欠条 杨哥 杨腾被踹 全场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没想到叶峰竟然敢直接对杨腾动手 只见杨腾被踹得吃痛不已 一只手撑在地上 表情抽搐 脸上的刀疤 显得格外猙獰 他的手下 也在第一时间冲了上来 对着叶峰怒目而视 想做什么 见状 王孝成 陈子勋 铁牛等人 也护在叶峰的面前 就双方人数和战力而言 杨腾处于绝对的优势 但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杨腾报复叶峰 新叶的 你别太嚣张了 我们杨哥 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你竟然动手 真以为你们叶家 就是精灵的天了吗 老子今天就要弄死你 杨腾手下愤恨不平地叫道 在精灵谁敢对杨腾不敬 即便是金虎那么嚣张的人 也不敢直接对着杨腾动武 住手 正当手下群情击开的时候 杨腾才缓过来 急忙制止了他们 他的武力值与金虎差不多 但毕竟是毫无防备的 被踹在了肚子上 此时还忍受着剧痛 他道 叶少爷 我一向尊重你们叶家 但我杨腾也不是好欺负的 你踹我一脚 怎么这也得给个解释吧 任谁都听得出来 杨腾在憋着怒气 之所以没有动手 是在忌惮叶家的实力 否则 换一个人 早就死上一万次了 可杨腾也不是个好相遇的人 此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呢 你想怎样 叶峰轻描淡写地回道 在精灵 即便是四大家族 也不敢轻易招惹杨腾 连同样是江湖大佬的金虎 都压不住他这个后背 而只能被迫平起平坐 但叶峰不一样 他不需要也没必要 太把杨腾当回事 叶峰的话音落下 王孝成 陈子勋 铁牛等人也连忙说道 杨腾 你如果心有不愤 大可以报复 我王孝成和叶少 定与你都到底 我陈家虽不是江湖人 但你若报复叶少 我陈家也不会坐视不理 信杨的 我可警告你 叶少是我们虎哥的大哥 你要敢动他分口 我们绝对与你死客 不信你就试试 杨老大 这本来是我们跟周崇昊的事情 你非要掺和进来 被踹一脚 又怪得了谁 最后 一向比较耸的周文斌 也表态 一时间 全场的气氛静默了下来 不但杨腾诧异 就连周崇昊也想不通 王 陈两家的继承人 还有周家的周文斌 力挺叶峰 本来就够匪夷所思了 没想到 就连金虎那种 目中无人的家伙 都认了叶峰当大哥 铁牛是金虎的嫡系手下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应该不可能有假 杨哥 现在咋办 有手下连忙凑到杨腾的耳边问道 杨腾眉头紧皱 周文斌可以忽略不计 但王 陈两家绝对不好惹 尤其是王家 他们本来就算半个江湖人 即便是金虎 他们也敢应客 即便今天 报复了叶峰 但后面 肯定会迎爱叶 王 陈 杨腾眉的江湖虽然扎稳了根 但这个年代 终究是商业社会 有钱才是王道 随即 杨腾望着叶峰 压低了语气 说道 叶少 这次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冲到你了 还请别放在心上 改天我在设宴给您赔罪 走 说吧 杨腾招了招手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灰溜溜的离开 杨腾居然怂了 杨哥 周崇浩急忙叫道 杨腾的离开 最慌的人就是他 片刻后 王孝成 咱们算下账吧 你欺负我女朋友 这笔账怎么算 王孝成怒目而是 要不你也赔个一千万吧 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上 我让王少给你少一块钱 周文斌音笑道 虽然都是周家人 但这钱是周崇浩出 是他私人的钱 当然 周崇浩可以挪用家族的钱 但父亲要是知道 铁定打断他的狗腿 只要继承人一天没定下来 那么周家三兄弟 都只能每个月零点零花钱 要动用家族的钱 必须有正规合理的理由 周少 我想起来我家里还煮着粥 我先回去看他火哈 对对 我岳母被狗咬了 我得去看他呢 我也走了 你们怎么都走了 没看到周少摊上事了吗 算了 我也走了 不多时 周崇浩的那帮狐朋狗友 走得一干二净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声 在周崇浩的脸上响起 是刚才被吓傻了的小月 他怒道 你们竟敢动老娘 我可是王少的女人 你不赔一千万 今天就别想走了 你 周崇浩心中大骂臭娘妈 但也无可奈何 今天连杨腾都怂了 周崇浩又能怎样呢 好了 别这么咄咄逼人 这时 叶峰走来说道 叶少 今天是个误会 我们周家跟叶家紧水 不犯河水 你放了我吧 周崇浩连忙求饶 呸 凭你也配代表周家 周文斌大骂 这狗日的 真把自己当敌长子了 放了你可以 但你得写个欠条 你今天姿势 还打了王少的女人 我们找你要个一千万不过分吧 我记得你刚才 也需要我们赔这么多来着 说吧 叶峰就让铁牛去拿了笔和纸 势在逼人 由不得周文斌不迁 不然他今天就不是丢面子 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他也害怕报复 尤其是叶峰的报复 王少 你过两天拿着这欠条 找周家家主要钱去 叶峰随手就把欠条给了王孝成 他会给吗 王孝成心中疑惑 应该不会 我爸这个人吧 脾气很臭的 周文斌说道 他倒不是在意这一千万 而是这钱 确实要不到 只能找周崇昊要 哼 我的目的是这一千万吗 叶峰摆了白手 拂着周文斌的背说道 我想要的 是帮周少获得周家继承人的位置 今天周崇昊正好撞上枪口 我不得找个理由 让周家家主 把他废掉 第72章 周文斌上位 叶峰 你太为我着想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亲大哥 我要是真能成为周家继承人 以后我们周家 绝对为你马首实战 周文斌激动不已 差点当场给叶峰跪下磕头 在周家的三兄弟中 没有一个能成器 周家老二更是个烂毒鬼 经常给父亲周敏才惹麻烦 周家的继承人 必不可能是他 所以周崇昊才是周文斌的最大对手 而且他还是家族长子 也是周家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的那个 不过叶峰想得更深邃 只是让周崇昊失宠 未必就能确定周文斌的继承人位置 万一 他心血来潮 再生一个儿子呢 老来得子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所以 周文斌的身上 必须要有亮点 在叶峰的授意下 次日一早 王孝成便去周氏集团 找周敏才要钱 得知儿子在外惹是生非 还给人写了张一千万的赔偿欠条 周敏才气得大发雷霆 一脚把书架都给踹倒了 公司高管们纷纷静若寒蝉 全都不敢作声 当初 周敏才以一己之力 创建了周氏集团 但他三个没出息的儿子 是他最大的耻辱 周家老二 上个月搞赌 签了一百多万高利贷 结果这次周家老大周崇浩更流弊 直接写了一千万的欠条 周敏才现在费都要气炸了 周叔 你别激动 咱们两家的关系 钱什么的都无所谓 但周崇浩调戏我女朋友 这口气 我实在吞不下去 王孝成笑呵呵地说道 众人一听 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周敏才的漂亮老婆谭梦佳 被人调戏 他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 是我管教无方 我回去会收拾他的 给你们造成的损失 我们会补偿的 周敏才毕竟理亏 虽说不可能赔一千万巨款 但像征信的赔偿点 维持两家关系 还是很有必要 周叔你客气了 主要还是周崇浩做人太过分 但看在周文斌的面子上 这时就算了吧 王孝成继续入戏 这也是叶峰吩咐他做的事情 只有一踩一拉 才能提升周文斌 在周敏才心中的分量 周文斌 听到这话 周敏才以及公司高管 都明显愣了一下 倒不是说周文斌有啥特殊的地方 而是他居然跟王孝成称兄道弟 对 他跟我和叶少 陈少 都是好兄弟 王孝成又道 那好吧 多谢王少宽宏大量 周敏才微微点头 在送走了王孝成之后 公司高管 也都围了上去 周董 三少爷这出息了 王家的这位少爷 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 居然会买三少的面子 众人把周崇浩和周文斌做了对比 一个只知道混圈 随时还惹点事情出来 而另一个 却跟精灵最顶尖的几位 大少称兄道弟 弟姐有益 这完全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周崇浩连周文斌的一根毛都比不上 嗯 文斌这人 一向忠厚老实 周敏才也笑着点了点头 他其实心中不咋看得上周文斌 只觉得他是个窝囊废 但今天这么一看 自己这个小儿子 或许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本事 虽然大儿子不争气 但小儿子着实让周敏才惊讶 所以一整天里 周敏才都面带微笑 快下班的时候 还好心去帮保健阿姨 倒了杯卡布奇诺 让他别太辛苦 叮铃铃 突然 周敏才的手机响了 一看电话居然是爱妻谭孟佳打来的 宝贝 怎么了 周敏才笑着问道 他猜测 一定是自己这段时间忙工作 冷落了他 三十多岁的女人 最不能忍受的 便是独守空风 呜呜呜 谭孟佳在电话里 哭得伤心欲绝 宝贝 到底咋了 周敏才听到哭声 连忙问道 周崇浩 他 谭孟佳哭得更伤心了 到底怎么了 周敏才的心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难道周崇浩这败家子 又在外面给自己惹事了 然而 当周敏才告诉他真相的时候 周敏才当场傻眼 随后紧跟起来的 便是滔天愤怒 周崇浩居然在家 看倒国的某种电影 看到兴起 带入尽了角色 居然欲对谭孟佳行 不轨之事 好在谭孟佳拼死抵抗 才没能让他这畜生得逞 这王八蛋 我今天非弄死他不可 周敏才大怒 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中 爱弃谭孟佳哭得正伤心 但周崇浩竟打死不认 一口咬定是谭孟佳引诱他 最后 在谭孟佳的告发下 周敏才在周崇浩的电脑硬盘里 发现了十个T的倒国电影 而且居然全是给周敏才戴帽子的那种 你个狗日的畜生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儿子 早知如此 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卸在墙上 周敏才怒不可遏 吵起胳膊粗的铁棍 就往周崇浩身上招呼 一个没注意 就当场把周崇浩的腿给打断了 气消之后 周敏才抽着烟尘丝 周崇浩毕竟是自己亲儿子 不能真的把他弄死 然后又带着他去医院接骨 但在周敏才心中 周崇浩已经不能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了 至于继承人 更是不可能 叶少 你这两条计谋双管齐下 还真是绝了 翠竹轩休闲会所 叶峰和王孝成 陈子勋等人在喝茶 而在两个小时前 周文斌被他父亲叫了回去 说有事情与他商量 当周家家主周敏才 对长子周崇浩死心之后 唯一能够挑选的继承人 只有周文斌了 叶峰淡淡地笑道 周文斌必能成为周家的继承人 只是时间多久的问题而已 但有谭孟家去吹枕边风 时间也不是个问题 而叶峰手中掌有谭孟家的黑料 也不怕他不帮自己办事 这次陷害周崇浩 也是叶峰受益于他 叶少 没过多久 周文斌红光满面地跑了过来 陈子勋 王孝成 朝他望过去 好奇道 你小子真成周家继承人了 刚才 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当然 周文斌抬头挺凶 自豪地说道 我后母在我爸那 都快把我吹出花来了 当然 这一切还得感谢叶少 这一切都是叶少的恩责呀 周文斌由衷地感谢 感谢什么的 都少说 你应该知道 我要的是什么 叶峰淡淡地说道 既然周文斌已成为继承人 那么下一步 就要着手让周家投资的事情 叶少 我就是想说这个 周文斌笑道 我爸给我批了三个亿 让我跟着您一起去姑苏投资 如果不够 我还能找我爸在要点 顿了一下 周文斌又道 叶少 你还差多少 说个数就行 第七十三章 汤丝营堕落了 不是吧老铁 你家这钱咋这么好要 你是当继承人 还是直接替你爸的位置了 王孝成 陈子勋瞪大了眼睛 他们之所以 一个能拿出三亿 一个能拿出两亿 都是父亲授亿 陈家觉得 叶峰的这头子有搞头 而王家则是想跟着叶峰吃肉 可是这周敏才图个啥 可能是我爸觉得亏欠我吧 周文斌尴尬地说道 起初跟父亲提起 投资事情的时候 他还有些犹豫 但很快 他便拍着大腿决定了 一方面 周敏才觉得 周文斌是家族 唯一的继承人了 必须得锻炼他 而另一方面 周敏才这些年 一直拿周文斌当窝囊费 觉得亏欠于他 周家的账户上的 现金流比较充足 三个已拿得出来 更多一点当然也行 主要 还是当锻炼周文斌 叶少 还需要钱吗 周文斌再次问道 他是真心佩服叶峰 所以也相信 他的投资一定稳赚不赔 投资的钱 已经够了 叶峰淡淡地说道 姑苏商业街 总共投资三十亿 催人那边能出十亿 而自己这边 解决两亿就行 叶峰自己身上的钱 再从叶氏集团的账户上 拿点出来 能有个十亿 而周文斌三人 也有八亿 剩下的两亿 叶峰有人选 赵家也时候该出点力气了 叶峰心中暗道 叶家要拓展 叶峰要制霸精灵 首先就得直面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 要么俯首称臣 要么就只能被叶峰剪除 但 大家联合起来 一起搓汤圆 才能把汤圆搓得更大 至于剪除 那是不得已才用的办法 看来得找个时候 与赵家那边谈谈 叶峰打定了主意 现在赵家是叶家的盟友 要谈事情 其实不算太难 叶峰回到家后 让父亲叶龙舟 给赵家家主赵文伟 去了个电话 想谈此事 对方表示同意投资 但这段事情太忙 得过几天 由赵家的继承人赵红英小姐 与叶家详谈 如此一来 叶峰实意投资的事情 便全部搞定 只需要与赵红英详谈即可 时间 也渐渐的 到了六月初 叶氏服装 也彻底在精灵 拿下了80%以上的份额 叶少 从这个月开始 咱们公司已经可以开始盈利了 办公室里 李永华向叶峰汇报工作 说道 但恕我直言 精灵的有钱人其实不少 但精灵服装市场却很低端 我知道 叶峰汗手 精灵这个城市 其实很一言难尽 你说它经济发展不行吧 有钱人一大堆 你说它经济好吧 但实体产业不太行 旅游业 服务员倒是一流 而属于制造业的服装行业 也十分拉胯 一来 精灵这边的人 喜欢往沽苏 九江 航城这些地方跑 精灵的GDP严重外流 再加上网店的冲击 精灵的服装行业 呈萎缩状态 二来 国外大牌冲击本土服装品牌 导致高端市场做不起来 要做就只能给人代售 现在 夜市服装主要做两种 一是代售 二是自研品牌 代售的利润很高 但在精灵的市场小 自研的市场大 但价格低 利润薄 业绍 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是做大品牌 砸钱把精灵的服装市场做起来 但恕我直言 我们现在公司账户上 也就一亿多了 回血才是主要目的 李永华说道 反正他是没啥现金了 叶家有钱 但也不可能一直往服装行业砸 见叶峰不说话 他继续说道 第二 精灵的服装市场也就那样 纵然我们占市场份额的80%多 但一年的净利润 就也两三亿 我们得回三年 我的建议是 我们以全国为市场 但我们得找个主播带货 这方面 还是得仰仗叶少 李永华说完 眼巴巴的望着叶峰 主播 明星带货 这现在也算互联网的风潮 但其实叶峰 并不认识娱乐公司的人 叶家主要经营旅游业 服务业 制造业 并不涉及娱乐行业 不过 说到主播 叶峰倒想起一人 他给汤思营去了一个电话 思营 你怎么有空回宿舍了 你不去直播了吗 精灵一笑 女生宿舍 是有好奇地看着 窝在床上打游戏的汤思营 你不知道吗 思营被领导骚扰 这几天一直在躲着他呢 就那个胖子经理 除了他还能有谁 色得跟个猪八戒似的 仗着是老板的小舅子 没少骚扰公司旗下的女主播 思营 你要是不想做女主播 就辞职了吧 以你的姿色 找个高富帅绝对不难 我记得陈家那位少爷 不是对你挺感兴趣的吗 室友闺蜜们纷纷打抱不平 没人愿意 鲜花插在牛粪上 此时 汤思营正望着手机屏幕 惊得目瞪口呆 叶峰少爷 竟然给自己打了个电话 自从上次赛车比赛后 两人加了联系方式 叶少就一直没联系过汤思营 汤思营倒是想联系叶峰 但却不知道以什么理由 他自认为自己生的美丽 但叶峰少爷身边 应该不缺少美女吧 据说 他还有位特别漂亮的女朋友 愣了几秒钟后 汤思营接通了电话 一分钟后 汤思营蹦蹦跳跳地下了床 去换了身形头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了 思营 你穿这么漂亮 是要干啥去啊 不是啊思营 你可不能为了继续当女主播 就被那猪八戒钱规则了呀 完了完了 思营完全听不见 我们在说什么 汤思营堕落了 姐妹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也堕落 人家思营堕落 是因为长得漂亮 你呢 我 我可是 会用舌头玩节奏大使的女人 汤思营确实没注意到 室友们在说什么 刚刚在电话里 跟叶峰说了下情况 她要来学校找自己 现在 汤思营必须要在学校门口等着她 汤思营刚走到学校门口 一辆劳斯莱斯商务车正停在那 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目光 咦 这不是叶少的爱车吗 她到我们学校来了 难道是来找白素素的 有可能要 还有几天 白素素就钢琴考级了 叶少说不定是来为人家摇旗助威的呢 第74章 自作多情的白素素 叶少肯定是来找白素素的 她有女朋友了还这样 真是世间少有的痴情期男子 盈盈盈 上天也欠我一个痴情的高富帅 叶少这劳斯莱斯 看着好帅呀 想坐上去给叶少当宠物 你想当啥 叶峰的劳斯莱斯 停在精灵异校的门口 很快就引起了关注 之前叶峰经常来学校找白素素 所以认识她的学生不在少数 不过 此时的叶峰坐在车上 却在找汤思莹 没办法 这人太多了 异校美女又多 确实不太好找 素素 快跟我过来 有好消息 音乐系的教室里 林凤娇兴冲冲地跑到闺蜜白素素的面前 把她从座位上拉了起来 咋了 白素素在忙着备战几天后的钢琴考级 有些兴致缺缺 叶少来找你了 你快跟我来 林凤娇可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拉着白素素就走 叶峰哥哥 听到这个曾无比熟悉的名字 白素素竟鬼使神差的任由林凤娇拉着 不知为什么 白素素也想见一下叶峰哥哥 她已经很长时间 没来找过自己了呢 真不知叶少发的什么疯 居然会看上白素素这种女人 是啊 我们也不比白素素差 她身上有的零件 我们都有啊 哼 管她呢 说不定叶少来学校 压根就不是来找她的呢 事实上 这个说法有些站不住脚 因为之前很多次 叶峰来学校找白素素 就没有提前打过招呼 她就站在学校门口等着 等到白素素放学为止 有时候甚至等到晚上十点 对此 所有人都只能羡慕嫉妒恨 你们看 白素素来了 向门口 众人分杂间 白素素二女悄然走来 真是奇了怪了 白素素以前不都是不放学不出来的吗 说是要认真搞学习 搞毛线 认真搞学习的 会念精灵异校 没错呀 不然我等学渣 怎会在此相遇 有啥好奇怪的 肯定是她知道叶少有女朋友后 她慌了呗 在众人嫉妒的声音中 白素素总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叶峰的劳斯莱斯 就停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 白素素想惊持一下 但被闺蜜林凤娇一把推着往前 低声说道 苏苏 快抓紧啊 不要让叶少九等了 凤娇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叶峰哥哥指示 白素素的话还没说完 林凤娇翻了翻白眼 一把把她推到了叶峰的车门口 也把她推到了所有人的目光下 大家都想看看 这次白素素还会拒绝叶峰吗 要知道 叶峰当舔狗的事 在学校里已经不是秘密了 啊 这 刚好赶来的汤思莹 见到这一幕 惊得脑子一片空白 她下意识地 看了看几分钟前的通话记录 没错呀 叶峰少爷是来找自己的呀 白素素跑这来干嘛 叶峰哥哥 你有什么事吗 见叶峰不开车门 在车里面低着头玩俄罗斯方块 白素素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她刚刚已经决定好了 如果叶峰哥哥 是约自己吃饭的话 就答应了吧 正好跟她缓和下关系 毕竟叶峰哥哥 以前对自己挺好的 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呢 咦 叶峰回过神来 发现车窗边的人不是汤思莹 而是白素素 问道 什么傻事 叶峰哥哥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白素素大胆好奇 围观群众 也都愣了一下 林凤娇更是捏着裙摆 比白素素还紧张 不是啊 我找你干啥 叶峰也觉得好奇 她刚一直在车里玩游戏打发时间 没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好家伙 居然为了这么多吃瓜群众 同时 叶峰也在人群里 看到了汤思莹 朝她勾了勾手指 叶峰少爷 汤思莹款款走来 她妆容精致 JK短裙显出火辣的身材 这不是舞蹈系的汤思莹吗 这可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大美女啊 据说汤思莹签了网红孵化公司 在斗鱼当主播 现在都有好几百万粉了呢 天啊 难道她就是叶少传闻中的女朋友 叶少来这里 就是来找她的 再下好奇宝宝一枚 想知道叶少跟汤思莹 是怎么认识的 不得不说汤思莹不比白苏苏要差 白苏苏不珍惜叶峰这种高富帅 有的是人珍惜 好家伙 我特娘的直接好家伙 怪不得汤思莹这丫头 化了妆就出门 居然是去跟叶少约会 来人啊 把老娘的意大利 意大利面端上来 我怕我家思莹饿着 汤思莹的室友监闺 跟上来看到这一幕 都大跌眼镜 难怪这丫头 连陈子勋少爷都看不上 居然是跟叶少勾搭在一起了 好家伙 真是一个好家伙 走吧 叶峰打开车门 让有些不太自然的汤思莹 坐上副驾驶 然后一踩油门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 离开了校园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压根就没给白苏苏反应的时间 原来叶少不是来找白苏苏的啊 我还以为叶少想继续当舔狗呢 人家叶少本来也没说 是来找白苏苏的啊 你们没看到 是白苏苏自作多情 自己舔着脸走过来的吗 白苏苏肯定还以为 叶少要继续给她当舔狗 殊不知 人家已经有汤思莹这种女神妹子了 不得不说 汤思莹和叶少 还真是狼才女貌啊 月老也太会牵红线了吧 对于汤思莹 大部分女孩都表示祝福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 最重要的是 人家汤思莹又没吊着叶少的胃口 不像某些女人一样 现在玩脱了吧 苏苏 你没事吧 林凤娇上去安慰闺蜜 她实在没法苛责白苏苏 谁晓得半路杀出个汤思莹啊 还被人嘲笑 她心里肯定不好受 叶峰哥哥 我讨厌你 白苏苏眼中禽着泪水 模样又委屈又可怜 自己好不容易 才鼓起勇气 决定跟她出去约会的呢 她居然 白苏苏一跺脚 转身离开 苏苏 你等着我 林凤娇赶紧跟上去 继续安慰闺蜜 途中 她用自己的手机 给叶峰打去了一个电话 由于之前的电话被叶峰拉黑了 她这是专门新买的一张电话卡 电话接通 林凤娇说道 叶峰 苏苏现在伤心不已 哭个不停 我安慰不过来 你能帮帮忙 一起安慰她吗 第75章 将经理的手段 林凤娇之所以给叶峰打电话 其实看得很明白 现在闺蜜正处于伤心状态 如果叶峰哪怕有一点的恻隐之心 就不会无动于衷 她再赌 赌叶峰不可能对白苏苏 一点感情都没有 她做了几年的舔狗 不可能一息之间 就大变模样 不好意思 没空 叶峰回到 然后挂了电话 再次将林凤娇的电话拉飞 反正这事儿也不费力气 叶少 白苏苏她没事吧 副驾驶上 汤思莹好奇地问道 咱们的事儿要紧 叶峰淡淡地回了一句 她是来找汤思莹帮自己带货的 而不是来儿女情长 就算是 那也不可能是跟白苏苏 而是跟顾云香 咱们的事儿 汤思莹重复着这句话 有些想入非非 刚才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都误会了 自己跟叶峰少爷的关系呢 不过 遗憾的是 并非这样 汤思莹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叶少 我在公司出了点问题 你要是能帮我搞定 我以后给你们免费带货都行 主播带货 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汤思莹虽然是颜值主播 主打才艺 但也会帮一些商家卖货 而且 转换率还相当不错 之前在电话里没有细问 在去汤思莹公司的路上 叶峰得知了详细的情况 汤思莹之所以没咋去公司 全是因为这几天 被公司经理骚扰 他们经理也是个人才 胖得跟肥猪一样 居然还喜欢给人发上半身 裹照 有些小主播 为了巴结他 居然还夸他身材好 这是落在汤思莹的头上后 他第一反应 是把经理拉黑 然后躲着他 但这招效果不太好 没过多久 胖经理就提出 想跟他去看电影 汤思莹一怒之下 也不开播了 就窝在学校 躲着胖经理 其实 但凡是美女扎堆的地方 就少不了遇见这种事 区别是 有些是自愿的 而有些是被强迫 叶峰当然要帮他 把这事处理好 毕竟他可是有 好几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叶峰还得指望 他给自己带货呢 汤思莹所在的网红公司 在金陵南区 其背后的注册资本 并非来自金陵 而是来自燕兜那边 同时 他们公司也是金陵 做的最好的一个网红公司 还出了几个 千万粉丝级别的大V 一到公司 与汤思莹关系不错的 几个女主播 纷纷迎了上来 说道 思莹 你这几天去哪里了 老板正在发脾气呢 我的小祖宗啊 你要再不来 公司该起诉你违约了 你就算在讨厌江经理 也不该玩失踪吧 亲爱的 快跟我进去 准备今晚的直播吧 这几个女孩 其实本意也是为了汤思莹好 毕竟干这一行的 被骚扰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多头不网红 也面临这种情况呢 只能说 习惯了就好 毕竟汤思莹还年轻 这行的弯弯道道 哼哼 我还没找那死肥猪算账 他们倒好 还想起诉我 汤思莹气不打一出来 他本就不是个好拿捏的主 算了吧 毕竟人家才是老板 咱们说好听点是主播 是网红 说难听点 就是个打工人 打工人 怎么能跟老板斗呢 有人继续劝道 不过屁股是坐在了公司这边 好一个打工人 此时 叶峰忍不住为他鼓掌 当即说道 我记得工作 是出卖劳动 而非出卖色相 你既然觉悟这么高 还当傻主播 去给老板当琴 F不香吗 咦 你谁啊 思莹 这是你男朋友吗 说话居然这么嚣张 长得倒是人模人样 就是不知道 兜里能拿得出来几个银子 不少人围着叶峰打量了起来 他的劳斯来斯的钥匙 放在兜里了 没那么老土地憋在腰上 再加上 他们不认识叶峰本尊 所以开始狗眼看人低 叶峰没搭理他们 直接让汤思莹带着 去找他们老板 跟这些打工狗有啥好说的 信不信自己比明身份 他们能当场表演穿剧便脸 只是 这对叶峰来说 太掉价了 装笔也不是装给他们看的 江经理 汤思莹回公司了 办公室里 一名女主播 前来通风报信 呵呵 终于回来了 正在跟妹子网聊的江经理 精神一下子抖擞起来 她是公司的财务经理 也是公司的老板之一 她之所以会从 艳斗大老远的跑到精灵 来开网红公司 除了赚钱之外 便是为了泡妞 她冷冷一笑 汤思莹 你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 江经理 有自己的一套泡妞法则 她知道自己长得丑 所以只能靠手段 要么拿钱砸 砸到对方腿软为止 要么就靠恐吓 网红在和公司 签合同的时候 里面的坑壳多着呢 江经理大摇大摆地 走出办公室 在走廊处 正撞见汤思雨二人 她挺起大肚子 朝汤思莹一指 叫道 汤思莹 你这几天连续矿工 给公司造成了不少损失 我们准备起诉你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此言一出 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不是吧 这就要起诉了 人家汤思莹平时直播 都非常努力认真呢 我看就是这死肥猪 没事找事 想逼汤思莹救范而已 这姓江的死肥猪 太恶心了 我只是个保洁阿姨而已 她上次居然给我 发她的那种照片 真是羞死了 公司大部分人 都对汤思莹抱有好感 平时这女娲嘴甜 人也勤快 至于江经理 大部分人都嗤之以鼻 行 那你去起诉我 我今天既然赶来 就不看你这死肥猪 汤思莹醋没骂到 骂完瞬间觉得轻松 她之前被江经理连续骚扰 都快被整抑郁了 行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这就联系法务部门 江经理气得不轻 今天非得给她个苦头尝尝 别联系了 趁早把你们大老板叫出来 我不想浪费时间 叶峰淡淡地说道 呵呵 小子你谁啊 这么拽 这公司是你开的 江经理不屑地说道 这种小白脸也就皮囊好看 其他的一无是处 凭什么美女都是配帅哥 而要逼着自己这种老实人黑话 才能尝到甜头 我叫叶峰 叶峰自报姓名 此言一出 所有目光都不可思议地望着她 有些还甚至掏出手机百度 呵呵 我可不管你叫叶峰 还是叫别的什么疯 这公司劳资做主 江经理的话还未说完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瞪大眼睛 惊到 什么 你 你竟然就是叶峰 第76章 有钱 咱们一起赚 居然真的是叶家的大少爷叶峰 本人居然和照片上的一样帅 我的天啊 汤思营居然是叶少这边的人 难怪敢跟江经理对着干 切 换我我也敢 反正今天这死肥猪 可是踢到铁板上去了呢 众人望着叶峰 言语间皆是崇敬 这也正是超能力 所带来的衍生能力 就连之前狗眼看人低的几个女主播 也都纷纷低下了头去 盘算着事后 去请汤思营吃饭 他们崇拜强者 也崇拜强者身边的女人 你真的是叶峰 江经理愣了半场 回过神来 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穿剧便脸 刚才还指道强的样子 瞬间堆满了一脸肥笑 叶少 不知阁下大驾光临有何指示 要不咱们去办公室谈吧 跟你去办公室谈 你算老姐 叶峰面色不改 继续说道 去把你们大老板叫出来 我再说一遍 我不想浪费时间 行 江经理不敢违背 只要是在精灵商界混的人 就没有没听过精灵叶家的威望 此时 江经理也只能希望稀释宁人 叶少 你好 我是我们精灵文军传媒网络公司的总裁聂凯生 不多时 走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子 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有些秃头 他伸出手去 想与叶峰握手 然而叶峰却当作没看见 质问道 聂总是吧 我想问问 我朋友在你们公司当主播 你们将经理给他发上半身裹照 是怎么回事 此言一出 聂凯生愣住 朝着江经理望过去 我这不是在健身减肥吗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成果 江经理厚着脸皮笑道 你展示你妈你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时倒的那些花样 上次你还发错 发到我这儿来了 你肯定忘了 聂凯生大怒 恨不得抽这家伙一巴掌 早知道这家伙会惹事 没想到 居然会惹到叶峰的头上 但他毕竟跟江经理是艳斗来的兄弟 也不可能真的对他怎样 他笑着对叶峰说道 叶少 此事我绝对秉公处理 汤小姐在我们这儿当主播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有叶峰给汤思营做后台 即便借江经理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再这么干 但是其他女孩 则很难说 就这 叶峰冷笑 叶少还有何指示 叶凯生问道 他表面恭敬 但内心却戒备起来 他虽惹不起叶家 但其实跟叶家也没什么来往 没有利瓜葛 也就不会被人轻易拿捏 让他滚出公司 我看着这死肥猪就来气 叶峰说道 叶少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叶凯生有些为难 而江经理则有些担忧 他不怕叶凯生让自己滚蛋 就怕叶峰不会善罢甘休 不合适 叶峰呵呵一笑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叶凯生的眼镜取了下来 叶总 你搞清楚 你这是跟我叶家谈话的态度吗 你不妨去问问赵家和张家 他们在触怒我叶家之后 是什么下场 他们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 说完 叶峰又把眼镜给他带了回去 不过带歪了 众人看在眼里 心中直呼震撼 要知道 叶凯生在公司 可是说一不二的大老板 现在却像个小学生一样 任由叶峰拿捏 叶凯生呆若目击 硬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过 得罪的叶家 尤其是这位叶家大少的下场 几乎可想而知 赵家大少爷赵洪波被摔断了腿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赵家甚至被迫结盟让利 才换来和解 张家更惨 张家少爷张泽浩 活得生不如死 张远山更是连夜跑路 逃出精灵 叶凯生虽来自燕兜 但在精灵豪门面前 毕竟还是个弟弟 他不敢有任何一点脾气 叶总 怎么做不需要我来教吧 叶峰微微一笑 叶凯生却头皮发麻 指着江经理叫道 你立刻去财务 把你的股份兑现 好自为之吧 叶总 江经理吓得脸色卡白 现在公司正处于上升期间 他手中的股份不多 但未来更值钱 而且 公司还有这么多漂亮MM 等着他呢 他不想失去这一切 他连忙对着叶峰说道 叶少爷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敢乱来了 放过你 叶峰呵呵一笑 可以啊 我这人很好说话的 你只需要把你手中的股份 卖给我就行 这 江经理显得很为难 聂凯生心中也是一惊 叶峰这个家伙 居然是奔着江经理的股份去的 江经理手中的股份不多 只有30% 也就值个几百万 但随着公司的发展 以后升值成为几千万 也不是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 叶峰如果借此进入网红行业 甚至入主本公司 那么聂凯生的地位 就会下降 他虽占股份的大头 但绝不敢跟叶峰叫板 要么股份套现 然后滚蛋 要么就把股份卖给我 保留你财务经理的位置 如果你干得好 每年都还可以给你分点红 自己掂量吧 叶峰重申一遍 两害相权取其轻 江经理的目的就是泡妹子 在精灵 他可以当小霸王 但回到燕兜 他就是个土肥员 最后 他无奈之下 只能以三百万的价格 将股份卖给叶峰 聂凯生看在眼里 但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以叶峰的为人 要么跟着他干 要么就被他干掉 而且他有那个实力 我不太懂网红行业 所以 我也不会插手公司的事务 签下股权合同后 叶峰说道 多谢叶峰 聂凯生表情复杂 不知是哭还是笑 他最怕的就是 自己权利遭到制衡 然后被外行管的内行 好在他在此事中 其实不受影响 或许还能因为叶峰的介入 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 只是以这种形式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 既然我是公司的股东 那么我有两个要求 可以提吧 叶峰又道 叶峰请说 聂凯生不敢怠慢了这尊大神 第一 公司的资源 需要重点砸在汤思营身上 他身上的潜力 想必叶总也知道 叶峰淡淡地说道 那是自然 聂凯生连忙点头 原本公司就打算将汤思营 打造为千万级的网红 之前在他身上砸下的资源 本身也不在手术 第二 叶总想必也知道 我们叶峰集团 当吃下服装市场 80%的份额 但是精灵的市场 也就那样 不苏 久将这些市场 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网络的力量 但是 你也知道 现在网店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 而主播带货 则是新潮 我希望 公司的主播多多配合 帮我们清销服装 有钱 咱们一起赚 第77章 在精灵横着走 有钱一起赚 聂凯生的表情 一下子抽搐起来 好你个叶峰 我以为你 只是贪图我们公司的股份 没想到你 居然是想把我们当工具人 聂凯生的文君传媒 确实也会接直播带货的单子 但都只会选择优质商品 像什么网上卖 假酒之类的事情 聂凯生坚决不干 这样会对主播的声望 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他沉思了片刻后 说道 叶少 我们可以帮你们卖服装 但前提是 我们得检验质量 这是聂凯生能退让的底线 不然这个网红公司 也不用搞了 行 叶峰汉手 我让我们公司的李总来跟你谈吧 随后 叶峰便给李永华去了一个电话 说网络带货的公司找到了 让他带着服装样品过来 很快 李永华便开车到了文君传媒 他所挑选的服装 大多都由顾云香亲手设计 也是夜市服装最优秀的服装产品 毫不夸张地说 去除材质这个有成本控制的因素 单论样式和设计风格 绝对不比国外的大牌差 唯一缺的就只有名气 但恰巧品牌的名气 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聂总 看得如何 质量是否合格 叶峰问道 此时聂凯生正带着人 检验桌子上 也从质疑变成了惊讶 叶少 如果成品也有样板这样优秀 我们当然没问题 而且 这绝对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聂凯生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些服装 可以说是完全吊打网络上的 同价位产品 他前一刻还觉得叶峰是恶魔 而这一刻 却觉得他是天使 当然一样 我叶家做生意 行得端坐的 正 叶峰淡淡地说道 他脑子里的商业知识 告诉他 弄虚做假能赚一时 但之后绝对会被唾弃 直至被扫进垃圾堆里 所以 叶峰只做优质产品 这也是当初他让顾云香 加班加点招人设计服装的重要元素 借用李永华之前的话来说 精灵的服装市场太小 叶峰的征途 会是整个国内 甚至走出国门 而服装质量 则是必须要保障的东西 最后 双方协商好 按照卖出的服装 文君传媒可以抽成 由于叶峰也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这当中 又省去了一大笔附加费用 这条网络带货的渠道 叶峰可以说是轻松拿下 并且在将经理手中 还买来了30%的股份 叶峰只需要坐等升职即可 叶少爷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聂总那么狡猾 霸道的人 你居然这么容易 就把他搞定了 送汤私营回学校的路上 这姑娘对叶峰崇拜不已 要不是叶峰在开车 他估计都能激动的去搂叶峰的脖子 不是我轻松的搞定了他 而是我叶家威望在这 我叶家之所以被称为豪门 叶峰微微一笑 聂凯生这种人 在汤私营的眼里需要仰望 但在聂凯生的眼里 叶家又何尝不是需要仰望的存在 这便是叶峰除本身的商业能力之外 豪门所带来的附加能力 而豪门与世家之间最大的差距 便是他们世家搞得定的事情 我们豪门搞得定 他们世家搞不定的事情 我们豪门也能搞定 但豪门之上 还有商业帝国 财阀这些庞然大物 要想万人之上 除了掠夺主角灵异的气韵之外 还得跨越这些障碍 将叶家逐步坐上去 将汤私营送到宿舍门口 这妮子才念念不舍的下车 对叶峰笑着说了句改天约 便跑进了宿舍 此时已经很晚了 叶峰体力之高 其实无所谓 但汤私营已经困得遭不住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寝室三个闺蜜 精力居然很旺盛 一个个大晚上的不睡觉 等到汤私营一回来 就展开各种盘问 私营 你老实交代 你跟叶少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你们今晚怎么回家了 不是该去酒店吗 听到这些话 汤私营无语 要说世上脑洞最大的生物 非自己的闺蜜莫属 我跟叶少 只是 汤私营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 他灵机一动 说道 他是我老板 吹吧 什么员工啊 又是接又是送的 好你个汤私营 背着我们勾搭富二代 居然还藏着掖着 我们又不抢 室友们纷纷表示不幸 要抢的去才行 汤私营哼了哼 心中也感到遗憾 经过两次的相处 对她毫无兴趣 汤私营真想见一见 那位传说中叶少的女朋友 究竟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得到她的青睐啊 不过汤私营也不灰心 电视剧里面的富二代 不都是处处留情的吗 像叶峰这样优秀的男人 汤私营不介意和别人共享 不过 在闺蜜面前 汤私营却很无奈 任由她怎么解释 自己跟叶峰的清白关系 他们居然死活都不相信 一怒之下 汤私营直接说道 叶少就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满意吧 可以消停了吧 好你个汤私营 你终于承认了是吧 闺蜜们纷纷露出得意的表情 汤私营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精灵异效 由于昨天大家亲眼看到 叶少专程来接汤私营 所以也不一致有她 看着谣言满天飞 又看到闺蜜们得意的表情 汤私营 苏苏 出大事了 林凤娇飞奔至教室 来到正在练钢琴的闺蜜面前 打住 白苏苏不耐烦地说道 凤娇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要说 汤私营那个beach 居然真成叶峰哥哥的女朋友了 如果是此事的话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马上就要考级了 你不要耽误我恋情 还有 我现在很讨厌叶峰哥哥 你以后也不要再跟我提他的面子了 白苏苏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 居然让自己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脸 苏苏 我其实想说 你爸来学校找你 你们白家出大事了 林凤娇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而且 此事跟叶峰少爷 确实需要扯上关系才行 第七十八章 欲擒故纵 凤娇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必须跟叶峰哥哥扯上关系 难道没有叶峰哥哥 我考级就要失败 世界就要末日了吗 白苏苏气愤地说道 她有时候是真的神烦这闺蜜 你希望傍负二代 你自己去就好了呀 为什么非要拉着自己啊 啊 林凤娇被白苏苏真气势吓到了 白苏苏虽然是个绿茶 但好在脾气温柔 林凤娇只能耐着性地说道 你爸说 你们白家要是再没有资金注入 就要破产了 什么 白苏苏大吃一惊 吓得一屁股掉在了地上 好在教室里没啥人 不然他又要出囚了 他柔了柔痛的地方 连忙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对此 林凤娇也解释不清楚 只能拉着白苏苏去学校门口 见他父亲白剑豪 白苏苏这才知道 这段时间 父亲一直在筹钱给白石剑财助血 但遗憾的是 没有一个人肯出资 就连父亲的那些挚友 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最重要的是 父亲白剑豪还负债了几百万 虽然不多 但现在的白家 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如果再这么下去 别说白家完了 到了下个月 就连父亲的名字 也会出现在征信黑名单上 俗称老赖 而这也会对白苏苏的音乐视野 造成严重的影响 现在 唯一能救白家的人 只有叶峰 苏苏啊 爸现在这个情况都跟你说明了 你一定要帮帮爸 再去叶氏服装的路上 白剑豪再三嘱咐 他现在已经无计可施 只有叶峰是最后的救世主 而这一切 都只能拜托在女儿白苏苏的身上 爸 我尽力而为吧 白苏苏叹了口气 事实上 他也不敢确定 叶峰是否会帮忙 自那次在一位宣餐厅 拒绝叶峰哥哥看电影的邀请之后 他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而且 即使是到了现在这个境地 白苏苏仍旧 没法牺牲S一项 去讨好叶峰 在忐忑的心情里 三人来到了夜市服装 你们找谁 保安把他们拦在外面 我们找叶峰少爷 就说白苏苏小姐 有事找他 白苏苏 舔着脸说道 行 我去通报一声 保安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作为从夜市集团抽调过来的人 他很清楚 叶峰少爷跟白家的瓜葛 虽然叶峰现在不当舔狗了 但似乎白家反而倒舔了起来 片刻之后 保安说道 叶峰说可以见你们 上去吧 谢谢保安大哥了 来 抽根滑子 白苏苏的笑容极尽讨好 连忙把烟给递了出来 这种小保安他压根就不看在眼里 白苏苏看到父亲眼里 心里有些不太好受 要不是为了拉到投资 父亲也不会如此卑微 他打定了主意 待会儿哪怕做出一点牺牲 让叶峰哥哥占点便宜 自己也要帮父亲把投资给要下来 而且 如果父亲真的一旦成为老赖 自己的音乐生涯 也会受到极大的牵连 通用了保安之后 白剑豪三人 来到总裁办公室里等着叶峰 自从昨天跟文君传媒缔结了合作 叶峰和李永华一直在开会 几个小时之后 已经是下午五点 到了下班的时间段 叶峰这才慢悠悠的来到办公室 久等了吧 叶峰笑着打招呼 不久等 不久等 白剑豪受宠若惊 叶峰能同意见自己 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 而且既然见了 想必投资的事情也不难 看来他对苏苏 还是无法忘却 想到这里 白剑豪脸上的笑容 也灿烂了起来 苏苏 快 见闺蜜发呆 林凤娇用胳膊捅了捅他 白苏苏连忙上前 将一款爱马仕皮带递了上去 叶峰哥哥 我有件礼物想送给你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认识了好几年 我还没送一件像样的礼物给你呢 还请不要嫌弃 爱马仕皮带 价值五千多块 但从价值上看 已经算是名牌了 不过叶峰穿的皮带 却价值几万块 但这毕竟是白苏苏送的礼物 而且 皮带还有一重含义 是捆住自己心爱的男人 白苏苏这么做 显然是在暗示叶峰 皮带什么的 就免了吧 叶峰不为所动 坐在沙发上 问道 白总 你今天来找我 所为何事 这 白剑豪有些愣住 这局本有些不对啊 按照之前的构想 当白苏苏送出皮带后 叶峰因为大为感动 然后与白苏苏重归于好 再然后 他继续展开攻势 自己再打个下手 让他们友情人终成眷属 当不了原配 当不了小三 当得小四也挺好啊 可叶峰居然连皮带都没剪 这不白买了吗 白苏苏和林凤娇也有些尴尬 白苏苏更是委屈的想哭 自己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 劝说自己讨好叶峰 没想到自己送的礼物 他连看都不看 叶峰哥哥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啊 到底有什么事 不说我可走人了呀 叶峰催促道 是这样的 白剑豪收拾好了心情 说道 是这样的叶少 我们白事见财不是缺点投资吗 我希望叶少能慷慨解囊 救济一下 区区两个亿不足挂齿吧 白剑豪不死心 还想拿女儿来套叶峰 他就不信了 叶峰真的能对自己女儿无动于衷 白送给你 你都不要 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我叶家的两个亿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之前也跟苏苏说过 头子白是剑裁 就是当冤大头 白总 你看我有几个像沙扁 叶峰笑呵呵的看着他 白剑豪不像 糟了 果然富二代都靠不住 苏苏真的玩脱了 林凤娇心中惨叫连连 终于认清楚了现实 现在 已经不是白苏苏主动 就能解决得了的事情了 白苏苏则越发感到委屈 叶峰仿佛完完全全 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样 他很想离开这里 去找林一哥哥哭一场 那好吧 打扰了 白剑豪叹了口气 既然叶峰都这么说了 他也确实无可奈何 要怪就怪自己这白痴女儿 没这个命吧 也不能说白苏苏没那个命 老天给他机会的时候 他自己眼下 白总别着急啊 叶峰叫住了他们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不想要钱了 啊 白剑豪三人心中巨势一惊 旋即又是一喜 难不成叶峰回心转意了 亦或者说 他本来就在欲擒故纵 想更好的吃掉白苏苏 第七十九章 跟叶峰言苦情戏 叶峰 只要你肯投资 不管什么条件 你只管提就是 白剑豪回过头来 激动的说道 白苏苏心中则在犹豫 万一叶峰哥哥开出的条件 是得到自己呢 以父亲的为人 多半是会同意的 自己该怎么办 投资啊 叶峰摇了摇头 说道 白总你误会了 我说的给钱 指的是 我想收购你们白氏建材 收 收购 文言 白剑豪当场正主 白苏苏也傻了眼 他现在倒确实不用考虑 叶峰打他的主意了 因为对方根本没这个意思 这段时间 白剑豪四处拉投资 但投资没拉到 趁火打劫 想收购白氏建材的人 倒是一大堆 白剑豪咽了咽口水 显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局面 说道 叶峰 咱们之间不至于如此吧 有什么事 其实都可以谈的 谈 叶峰微微汗手 说道 说的也是 收购价格这东西 确实该好好谈谈 叶峰 我说的不是 白剑豪极了 他说的谈 指的是谈人情 他话还没说完 叶峰却摆了摆手 说道 就目前而言 你们白家能让我看得上的 也只有白氏建材 如今自己这边的投资已经搞定 就等下个月去姑苏开发商业街 到时候 少不了建筑方面的原材料 白氏集团之所以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主要是销售渠道受损 再加上资金链锻炼 他们公司 可是囤积了不少原材料 叶峰想买下来 届时开发商业街 也好捞一笔 毕竟肥水不留外人田 这 白剑豪哑口无言 他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招 能说动叶峰 他压根就不是玩什么欲擒故纵 他这是想趁火打劫呢 叶峰哥哥 这时 白苏苏站了出来 说道 叶峰哥哥 算我求你了 两个亿对你而言 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对我父亲而言 确实起死回生的良药 我知道那晚不该拒绝 你的邀请去看电影 但我那晚真的有事啊 我向你认得错 实在不行 我给你下跪行了吧 说着 白苏苏就要跪下来求情 再配合上他眼角的泪水 显得既委屈又可怜 这个时候 但凡是个正常点一点 会连相惜欲的男人 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按照正常的剧本 在白苏苏将要跪下的那一刻 叶峰应该拦住他 然而 叶峰根本无动于衷 老公 啥时候下巴啊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顾云香走了进来 见到这一幕 他惊讶地捂住了小嘴 显然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本来今晚清闲 他准备跟叶峰一起去看场电影 可他万没想到 一进来 居然看见白苏苏跪在叶峰跟前 眼角还带着泪痕 此时 白苏苏尴尬得要死 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 他承认 自己在演苦情的戏码 以前叶峰哥哥 不都挺吃这一套的吗 可是 这样子被他女朋友看见 算什么呀 白苏苏心中 越发的委屈 更委屈的是 叶峰居然对他视而不见 而是缓缓朝顾云香走去 说道 已经下班了 走吧 咱们先去吃个饭 顾云香甜甜的一笑 与叶峰食指相扣 白苏苏脸烧得滚烫 更不敢去看叶峰 尤其是不敢看顾云香 上次父亲生日宴会的时候 顾云香大出风陀秀情记 还得到了皇师的肯定 白苏苏有点自残心晦 同时 白苏苏心中 也开始讨厌起了顾云香 如果不是她的出现 叶峰哥哥所有的好 都应该只对自己才是 讨厌这个beach 旁边的林凤娇微微一叹 闺蜜在想什么 她很清楚 只是苏苏啊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呢 叶峰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是你自己一次又一次 觉得她不如灵意好 林凤娇也难了闷 叶峰这种顶级富二代 咋就不如灵意那个穷弟司 白总 我这要陪女朋友 有些话我直接给你明说了吧 我愿意花一千万 收购你们白氏剑裁 如果你愿意 随时联系好 好好想一下 你失去的只是公司 而我叶峰失去的 可是整整一千万 说完 叶峰就牵着顾云香走了出去 神特么失去了一千万 叶峰走后 白剑豪忍不住破口大骂 白氏剑裁价值两个亿 这帮趁火打劫的家伙 就想一千万把自己公司买走 这可是自己毕生的心血 但白剑豪也不得不承认 再弄不到钱 他就要成老赖了 而且叶峰给的价格 也确实挺公道 但他还是没法接受这个结局 如果女儿争气点 哪会是现在这个局面 一想到女儿 白剑豪指着跪在地上的白苏苏骂道 你跪上瘾了是吧 叶峰都走了 你还哭给谁看 白叔叔 苏苏心装也不好受 你少说两句吧 林凤娇还是心疼自己闺蜜 她虽然哭得无声 但能感觉到她的难过 她还有脸哭 好好的富二代不要 非要一个穷学生 我真是想不通了 我白剑豪一鸣一事 怎么会生出这么个煞笔玩意儿 老子警告你 以后要是我再看到你跟林毅来往 我打断你的狗腿 白剑豪急火攻心 什么话都骂了出来 白苏苏哭得更加心碎了 吵什么吵 公司重点禁止喧哗 要吵回家吵去 这时 一名路过的员工不悦地说道 是是是 我们这就走 白剑豪舔着脸笑道 然后又狠狠地盯了白苏苏一眼 妇女两人才离开公司 晚上 九点 电影院里 屏幕上播放着最新的喜剧片 周围的人笑得人羊马翻 然而 顾云香却在趴在叶峰的怀里 睡得正香甜 这段时间 着实把这丫头给累坏了 上次还累出了病 叶峰忍不住巴唧了她一口 有这样好的女孩 给自己当女朋友 还要啥绿叉表啊 顾云香为了自己 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而这样的女孩也才值得叶峰去爱 结束了吗 电影散场的时候 顾云香这才睡眼惺忪地醒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趴在叶峰身上的时候 还有些小娇羞 咱们也走吧 你好好回去补一脚 叶峰拉着顾云香准备离开 在离开电影院所在的商场时 几个流里流气 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不良男子 对着顾云香吹起了口哨 美女 来玩一个呀 这妹子 我刚才在电影院见到过 马德 一开始 我就想找她要联系方式来着 这世道真特么不公平 这么好看的妹子 居然便宜了这个小白脸 咱们兄弟平时只能搞几个破血 这小白脸一看 就知道是个绣花枕头 估计都不能满足这妹子 妹子 还是来跟哥几个玩吧 这几个街溜子 继续吹着口哨 找死 听到这话 叶峰皱起了眉头 脸上一阵寒意 然而 顾云香却拉住了叶峰的手 第八十章 去请娘哥 叶峰哥哥 咱们回去吧 别打理他们 顾云香是个好姑娘 不爱惹事 更不爱给叶峰惹事 虽然看上去 这几个街溜子 似乎挺欠奏的 不过对于苍蝇 顾云香懒得计较 她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长得漂亮 而被人盯上了 嘿嘿 我说什么来着 这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 我们调十一探女朋友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没错 这小子也就皮囊好看点 算不得什么真男人 小姑娘 跟这种男的在一起 有什么意思 还是跟哥几个一起乐呵乐呵吧 保证你大开眼界 几个街溜子 见顾云香好欺负 愈发猖狂起来了 你们 顾云香气得皱眉 这些人对自己出言不逊也就罢了 既然还敢侮辱叶峰哥哥 顾云香的性子 本就外柔内刚 他只恨自己不会武术 不然非得冲上去教训他们不可 然而 叶峰已经行动了 直接走了上去 小子 你想做事 我劝你不要造次啊 看你这细哥哥小腿 我一拳都下去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啊的一声惨叫了起来 叶峰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把他抽倒在地 他吐出口血来 还掉了两颗门牙 叶峰哥哥 顾云香有些惊讶 看不出来叶峰哥哥 竟然这么能打 顾云香心里暖暖的 他本就无条件信任叶峰 此时更是安全感爆棚 狗哥 你没事吧 狗哥 那个染着绿毛 名叫狗哥的男子 挣扎着爬了起来 怒不可乐的盯着叶峰 由于掉了两个牙齿 他露着风说道 小子 你竟敢打我 你今天不赔钱 你别想走了 老子是城南阿狗 你敢惹我 什么 他竟然就是狗哥 据说狗哥 可是猫野手下的得力干将 城南无人敢惹 这年轻人算是灾了 还是破财免灾吗 什么事的 这是 吊十一人家女朋友 还找人家赔钱 一群垃圾玩意儿 见到有人打架 不少人过来围观 也有人为叶峰仗义直言 但却被他的同伴拉了拉衣服 示意净声 狗哥这人贪才好SE 说白了就是一街溜子 其实没啥可怕 可怕的是他的老大哥 猫野 据说猫野 还是杨哥手下的心腹呢 我不管你们什么阿猫阿狗的 一向都是我找人赔钱 还没见到谁敢招我要钱 你们招子要是够亮 就尽管放马过来 我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叶峰冷哼一声 他没有赔钱的习惯 哪怕是赔医药费 叶峰哥哥 要不叫点人过来吧 顾云香怕叶峰吃亏 他也知道叶家养了不少狗 不用 我搞得定 叶峰轻声说道 自己武力值 好歹高达二百 而普通人只有六十 揍他们不跟揍着玩一样 至于他们喊人 这正合了叶峰的意 他记得城南这片 是杨藤的底盘 上次没把他教训够 这次正好继续 叶峰对这些小啰啰没意思 他想打的是大老虎 行 你给我等着 狗哥催了口血水 立马掏出手机 去找猫野求救 在此期间 有人劝叶峰离开 别跟这些烂仔纠缠 但显然 这不符合叶峰的意图 所以就婉拒了 小子 你别狂 待会儿你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狗哥眼中有火 又望着顾云香 刚才我受到的屈辱 我会加倍奉还在这娘们的身上 嘴巴还真臭 叶峰上前一步 这一步 直接吓得狗哥往后跳了起来 他生怕叶峰又给自己来一巴掌 切 就狗哥这样子 还踩人 不过是仗着猫野的名声 在这狐家虎威罢了 有人嗤之以鼻 顾云香也被这一幕给逗乐了 待在叶峰的身边 他安全感十足 同时 他也想看看 这次叶峰哥哥又想玩什么花样 每次 他都能带来不重样的惊喜 干什么呢 这时 一名年纪在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走来 他身后跟了六七个人 此人 正是猫野 猫野 就这小子骑在咱们头上 你可得帮我们报仇啊 狗哥一个劲的哀求 行 就这小子是吧 猫野也懒得去问对错 反正他一向对人不对势 而且自家兄弟受了欺负 还不得还回去 小子 这是要好好处理 也不是没办法 拿十万块钱来 救了了吧 猫野走上去 十万 擦 怎么不去抢 马德 十万都抵我一年工资加奖金了好吗 这年轻人也真是的 刚刚劝他走 他非要降 现在好了吧 众人唏嘘不已 十万 叶峰摇了摇头 不想给 猫野冷笑 吃到 不给 你今天就走不了了 你当我猫野是吃素的吗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格局太小了 十万咋够 起码得一个亿 叶峰淡淡的说道 嗯 猫野等人一愣 这小子是死到临头 还在嘴硬 忽然 叶峰突然出手 直接抓着猫野 来了一个过肩摔 我特骂 猫野被摔得七分八速 心说这小子搞偷袭 等自己起来 非要他好看不可 但他发现 自己无论如何也起不来 叶峰一脚踩在猫野身上 令他动弹不得 猫 猫野 狗哥等人全都惊呆了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能打 猫野可是杨阁手下的心腹大将啊 居然一下子就被擒住 我丢 这小子在扮猪吃老虎呢 有着伸手 谁还敢嘲笑他是小白脸 呵呵 猫野这次 怕是踢到铁板上去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猫野可是杨阁的人 万一 众人议论纷纷 但无论如何 此时狗哥等人 全都不知所措 这格斗精通 真是好用啊 叶峰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原本这猫野的武力不弱 但还是难敌叶峰的格斗专精 他望着狗哥等人 说道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赔款一个月 拿钱来熟人吧 小子 你别得意 猫野又气又怒 自己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居然被一个小角色给暗算了 他对着自己的手下说道 去给杨阁打电话 杨 杨阁 听到这话 狗哥等人立马来了精神 围观的群众 则再次为叶峰担忧了起来 杨阁 可是江湖上的顶尖大佬啊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情 没想到 竟然牵扯的这么大 但他们都没有看到 叶峰的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他等的就是杨藤上钩呢 第八十一章 后果自负 老猫这是啥情况 怎么连个路人都搞不定 这特蒙不是越会越回去了 不多时 杨藤带着人走来 他心情有点不太好 这个时间点 他本来应该跟女朋友一起研究电影姿势 但老猫毕竟是他的得力下属 他也不能不管 杨哥 这不能怪猫也无能 实在这小子太阴险了 而且还是一个练家子 狗哥极力夸大叶峰的实力 随后又从道德制高点出发 说道 这小子实在太霸道了 说精灵他横着走 我们兄弟不过是多看了一眼他女朋友 他就要收拾我们 更重要的是 他还得礼不饶人 非要赔偿一个亿 才肯放了猫也 我们说我们是杨哥的人 嘿 他居然还说 行了行了 杨藤摆了摆手 懒得听这家伙废话 他和猫也什么样的人 自己又不是不知道 只是 在精灵向来自己欺负人的份 什么时候被人讹过 况且 上次被叶峰踹了一脚 自己心中还憋着火了 他也想见识一下 那个不长眼的家伙 凭何敢这么嚣张 别怪自己拿他撒起 小子 你狂得很啊 猫也催了一口 爷爷叶峰踩在脚下 却狠狠地说道 杨哥马上就过来 你等死吧你 猫也在江湖上也混了好几年 从当初拎着两把西瓜刀 满大街追着人看 再到宫城深退 过上了开会所 玩嫩魔的惬意生活 他可谓是什么人都见过 像眼前这小子 头这么铁的也不在少数 但结果往往却是 在头铁的人 脑袋也会像西瓜一样被开瓢 现在杨哥马上就要到了 他期待着好戏开罗 叶峰则是在搜寻着杨腾的身影 对于猫爷这种工具人 他没啥兴趣 杨哥 就是这小子 不一会儿 在狗哥的带领下 杨腾带着人赶来 杨哥 请报我弄死这小子 见到救星 猫爷连忙叫道 他承认 叶峰是个练家子 能把自己踩在脚下 绝不是靠偷袭那么简单 可要论武力 在精灵这个地方 除了金虎之外 谁还是杨哥的对手 这就是杨腾啊 都说他才三十岁出头 现在一看 果真是一表人才啊 只可惜 杨哥坏女人如换衣上一样 不然我好像跟他来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啊 喂 你霸道总裁的小说看多了吧 就算要谈轰轰烈烈的恋爱 应该找叶少才是 叶少不但平易近人 据说还帅得跟明星一样 人家叶少眼光 指不定高到哪里去了 哪会看得上我们这些胭脂俗粉啊 还是杨哥好 至少人家不挑食 众人议论的方向 开始奇怪了起来 听到有人夸赞自己的男朋友 顾云香的心里 美滋滋了起来 叶峰哥哥确实很帅 能做他的女人 确实很幸福呢 但顾云香心中还是有些担心 这个杨腾似乎是个厉害角色 叶峰哥哥能搞得定吗 此时 叶峰朝政大步走来的杨腾 勾了勾手指 悠悠说道 杨腾 你终于来了 擦 你竟敢直呼杨哥的大名 我们马上都弄死你 狗哥不愧有当狗的前置 指着叶峰便开始叫骂 杨腾一把把挡在面前的狗哥推开 凑近一些 看清楚了叶峰的容梦 顿时惊道 叶 叶少 怎么又是你 这个幼子 完美地演绎了杨腾此时的心情 按理说 他跑他的江湖 叶峰混他的商界 风马牛各不相及 上次冲断了叶峰 杨腾挨了他一脚 当时忍了 是因为叶家得罪不起 并且 杨腾也不愿意跟叶家打交道 他既不愿意成为叶家养的狗 也不愿意成为叶家的敌人 但看到周围的场景 以及被叶峰踩在脚下的猫爷 杨腾顿时清楚了 是怎么回事 当即露出笑容 说道 叶少 此事是个误会 回去我会教训这帮混账的 还请您高抬跪 改天我请你吃饭 杨哥 你怎么 此言一出 全场惊骇 尤其是狗哥跟猫爷 惊得何不拢嘴 按照杨哥的为人 不是该马上废了这小子吗 叶少 咦 难道他就是叶家的少爷叶峰 肯定是他 能让杨哥服软 还长这么帅 精灵就找不出第二个这种的大少爷好吗 哇 叶少好帅啊 我要是能做他女朋友就好了 喂 你特么能不能别花痴了 人家女朋友就在旁边啊 花痴关注的内容 永远都只有颜值 以及霸总小说里才出现的内容 大部分人 更关注的是 这场事件的进展 叶峰和杨腾 都是精灵有头有脸的人物 叶家强在商业 杨腾强在武力 而且此事 原本就是个小矛盾 小误会而已 既然杨腾已经道歉 那此事多半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这也是上流社会的一些常规操作了 但吃瓜群众 难免有些遗憾 开头很刺激 中间很转折 结局却显得平淡 叶少 你放到老猫吧 我让他给你道个歉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杨腾依旧笑呵呵的说道 知道对方是叶峰之后 老猫和狗哥的心凉了半截 要杨哥去报复叶峰 这怕是自己瞌睡没睡醒啊 老猫心中也按照晦气 狗哥这狗日的 惹谁不好 非要去惹叶峰 还害得自己一起受辱 狗哥则是低下了头 要不是杨哥在场 他恐怕绝对会跑得比兔子还快 他就一接溜子 谁都惹不起 一个亿 这是欠条 你签字吧 叶峰招手 从顾云香的胯包里 要来执笔 当场写了一个亿的赔偿欠条 递向了杨腾 叶少 小打小闹而已 不至于这样吧 杨腾的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他以为这叶峰闹着玩 没想到他今天 非得让自己赔一个亿 连想到之前 他找王家的王孝成赔过钱 便向找周家的周文斌赔过钱 杨腾也不再诧异 很好 这很叶峰 叶少 我这边呢 是本着愿家一解不一解的心态 但你非要咄咄逼人 那好 你轻便吧 老猫惹了你 你要打要杀都可以 我绝不过问 杨腾瘫了贪手 开啥玩笑 一个亿是小数目吗 好多上市公司 一年都赚不到这个钱呢 杨腾 你搞笑呢 这个叫什么猫和什么狗的 不是你养的吗 他们咬了人 你这个当主人的说句 不管就行了 你腾不在搞笑呢 叶峰也是眉头一皱 直接说道 反正这钱必须由你来赔 你一个子都别留守 否则 后果自负 第82章 一招秒惊呼 我掉 叶少这是讹上了杨哥吧 一个亿啊 这数字 我简直不敢想象 这绝对比抢银行还来得简单 众人惊呼之后 纷纷朝杨腾望了过去 杨腾在精灵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且还是江湖上的大佬 他能让叶峰讹诈 而听到这话 老猫重燃了希望 刚刚杨哥原本打算放弃自己了 结果这叶峰不知死活 非要把叶哥的容忍当懦弱 待会儿有他的好果子吃 后果自负 杨腾忍不住呵呵一笑 他想不通 叶峰凭啥这么嚣张 自己是江湖人 他叶家再有钱再牛逼 又能耐自己如何 他道 叶峰 我该给你的体面 我都给你了 你非要不识抬举的话 咱们就碰碰看 你要是缺钱 写个借条来 我可以借你一个亿 但是想讹我 门都没有 杨腾覆手而立 叶峰递过去的欠条 就仿佛空气一般 反正欠条我已经给你写好了 你不签子没关系 我会让你出这钱的 说着 叶峰松开了脚 然后牵着顾云香离开 只留下茫然的众人 叶峰 他到底什么意思 没人看得懂叶峰的心思 包括杨腾这个老江湖 如果说叶峰的目的是要钱 但用屁股想都知道 杨腾不可能出这个钱 他可不是四大家族那种 要看叶家脸色的人 至于拉矛盾 这有必要吗 人家杨腾不是没给他面子吧 这姓叶的太嚣张了 迟早有天得被人搞死 猫爷站了起来 一边揉着胸口 一边骂宝 这个叶峰不简大 难怪上次赛车大赛 会让他赢得冠军 这时 杨腾身边一名中年男子悠悠说道 于说 你说这叶峰啥意思 杨腾问道 他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在精灵的江湖上崛起 一跃成为与金虎平起平坐的大佬 除了手段和武力之外 还有脑子 他不认为叶峰是杀笔 不清楚 这个年轻人 曾经受到国画大师颜文锦的赏识 你小心对待 千万别着了他的道 被换作于书的男子 朝着叶峰离开的方向望去 他有个外号 叫做鬼眼 就是因为他善于向人 不管是人是鬼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但这个叶峰 他看不透 他感觉这个叶峰不动如山月 南侧如阴阳 送顾云香回家之后 叶峰发现 自己今晚跟杨腾之间的事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金虎和王孝成 分别打来电话询问 到底发生啥事了 叶峰分别回道 明天来我公司找我 四日上午 夜市服装 金虎 你怎么在这 来到办公室 王孝成看见金虎在里面 下意识脱口问道 叶少 叶峰让我过来的 金虎淡淡地回答道 他跟王家之前有些不对付 但现在 因为有叶峰的介入 他发现自己和王家 其实也没啥深仇大恨 王孝成虽然性格有些乖利 但也心胸开阔 当即笑道 应该是昨天和杨腾的事 叶少不愧是叶少 谁都敢讹一番 冲着 我都得叫他一声歌 王孝成确实佩服 至少他没胆子讹诈杨腾 而且张口就是一亿个 先等叶峰来吧 看看叶峰打算怎么弄 金虎这声叶歌喊得有些别扭 毕竟叶峰比他的年纪 小上十多岁 但他现在跟王孝成一样 都对叶峰昨晚的行为 佩服得不行 虽然杨腾最后也没给钱 但在金陵感这么对杨腾的人 叶峰绝对是第一个 金虎也想看看 叶峰后面准备玩什么花样 久等了 这时 叶峰推门而入 身后还跟着岑方林 叶峰坐下 说道 今天请两位过来 主要是商量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采杨腾啊 王孝成和金虎不约而同地问道 不不不 我叶峰是个文明人 采人这种事我可不干 主要是杨腾那家伙 欠我一个亿不还 我得找他讨债 但杨腾你们也知道 不打一顿 估计不舒服伺机 叶峰为难地说道 好家伙 这不单是采人了 王孝成咽了咽口水 叶少不愧是叶少 真是熟悉的配方 上哪都惦记着别人的钱 要是他每天来这么一出 他一年内绝对成江南首富 叶哥 杨腾那家伙的实力 与我在伯仲之间 采他都不容易 何况是要债 金虎尬笑一声 他虽然也想采杨腾 但他发现 叶峰把杨腾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杨腾真这么好相遇 精灵江湖上 自己又岂会被迫 与他平起平坐 金虎老弟 你不信任我啊 望着比自己大十多岁的金虎 叶峰摇了摇头 随后又道 如果比人多 我们三家有多少人 他杨腾才多少人 至于武力 金虎老弟 你干不掉杨腾 但我这边可以 方琳 叶峰朝岂方琳看过去 方琳 别看偶像剧了 那里面都是骗人的 你快给金虎老弟露一手 好 岂方琳不舍得放下手机 比起这个 帮叶峰做事才最重要 他道 金虎老大 咱们比一场吧 啥 金虎纳闷了 他知道岂方琳打败过球梁 但球梁在自己面前 就一菜鸡而已 更何况 自己就算赢了岂方琳 也胜之不武吧 金虎老弟 赶紧的 叶峰说道 行吧 金虎无语 既然叶峰都这么说了 那看来 今天只有欺负下小姑娘了 在哪别 金虎问道 就这儿吧 叶峰觉得 这也就一眨眼功夫而已 没必要专门挪地方 那就现丑了 金虎站起身来 再不太大 而且还有茶几碍事的办公室里 跟岂方琳切磋 一进入战斗状态 金虎的气势就显露了出来 不愧是精灵的大佬 我们王家确实没一人 能与虎哥相比 王孝成忍不住赞道 反观岂方琳 却显得很稀松平常 眼睛还时不时 往手机屏幕上瞥 显然 电视剧才最重要 小姑娘 看招 金虎虽然不爽 但也不至于 跟一个小姑娘计较 她一拳砸去 想快速结束战斗 好让叶峰知道 她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 她可以采取各自办法 报复杨腾 但没事 最好不要与杨腾开战 江湖上的水 可伸着呢 忽然 一刹那间 岂方琳竟然一把抓住 金虎砸来的拳头 用力一扯 紧接着 又是一记扫堂腿 金虎直接趴在了地上 金虎老大 你说了 说完 岂方琳露出个笑容 然后又回到沙发上 继续追剧 第83章 横扫城南 虎哥竟然败了 王孝成率先反应过来 难以置信地望着地上 模样目瞪口呆的金虎 反观岂方琳 此时已经进入追剧状态了 他不由地怀疑 刚才的是不是幻觉 我生平 未尝一败 片刻之后 金虎从地上爬起来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岂方琳 闯荡江湖十几年 他不是没有遇见过 比自己强的对手 但好歹也有一战之力 可这次 竟然被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姑娘 一招给秒了 他心中着实郁闷 自己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 竟会输给一个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小姑娘 金虎老弟 现在你相信 我能搞定杨藤了吗 叶峰眉眼含笑 对这场切磋 他一点也不意外 借用系统的能力 他能看到 金虎的武力值为八百 而岂方琳却显示为 作为援助书中的战力单位 岂方琳虽然不是最强 但也属于顶级 于他而言 一招秒球粮 还是一招秒金虎 没啥区别 反正都是菜鸡 信了 金虎心中 现在是大血的福气 刚才还打算击败岂方琳后 给叶峰讲下道理 可现在 小丑竟然是自己 既然如此 那我说下我的计划 叶峰正色道 杨腾欠钱不还 那我们直接扫他旗下的酒吧 会所 KYV和酒店 小虎你带你的手下一组 王少女带你王家的人一组 我居中侧应 把他场子全都扫光 如果发现杨腾 第一时间叫我 我来处理他 行 王孝成立马赞同 甚至有些热血沸腾 小虎 听到这称呼 金虎感觉自己仿佛萌萌大 咋了 叶峰好奇地看着他 没 我这就去安排人 金虎就干死这姓羊的 金虎斗志昂阳 他本就想对杨腾开刀 但奈何实力在伯仲之间 现在有叶峰的介入 这场战斗的天秤 完全倒向自己这边 忽然 金虎猛地想起 上次见到叶峰时 他对自己的客气 其实他原本 不用这么客气的 他直接可以让岑方林 揍得自己福气 然后交代出黑马会所的地址 但叶峰没这么做 他选择了以德服人 想到这里 金虎由衷地对叶峰感到叹服 这声大哥 叫得不亏 小虎 你处着发呆干嘛 人家王少都出发了 你还愣着 叶峰赶紧催促道 这家伙在想啥呢 打不过岑方林就丧气 至于吗 下午三点 金灵各大夜场 已经开始为晚上的营业 做准备了 该拉客的拉客 该化妆的化妆 金虎和王孝成 集结好了人手 开始朝城南进发 为了速战速决 叶峰让效忠于叶家的 刘文豹等人 配合金 王二人行动 请客间 城南区域 但凡跟杨腾沾上关系的夜场 酒店都熏飞一片 你们什么人 这里是杨哥开的场子 你们也敢放肆 公司监控 你们不能看 都给我住手 不好 他们冲着财务室去了 让会计别算账了 先跑掉再说 快去禀报杨哥 有人闹事 来不及了 我先去调安保过来解决他们 滚 虎哥办事 所有人都给我老实点 我乃王家大少王孝成 谁敢与我作对 去把这些失足F女 都抓过来 先别管他们穿没穿衣服 先把人逮起来 控制住再说 金虎 王孝成 扫场非常顺利 即便杨腾那边有反抗 但却不值一提 很快 杨腾大部分公司旗下的监控视频 财务账簿 以及卖肉的失足F女 都落入了叶峰的手里 此时 杨腾在别墅里 电话都快被其他股东打爆了 韩总 只是些街流子闹事 我会去处理的 什么 金虎 韩总放心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问他 到底是 想死还是想活 喂 张总啊 都是小事情 何必劳你亲自打电话 什么 王家少爷王孝成也参与其中 好好 我绝对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喂 袁总啊 半个多小时里 杨腾一共接了七十多通电话 这些全是他旗下夜场 酒店的股东 杨腾费了好大力气 又是装孙子 这才让他们暂时不再追问 马德 这个叶峰故意搞我是吧 杨腾一怒之下 直接将手机摔得吸碎 叫道 山炮 给我叫人 我要弄死这叶峰 这件事情的主谋 不用想都知道 是叶峰 他昨晚放下狠话后 突然离去 本身就很奇怪 只是杨腾也没想到 他竟然联合起了金虎 王孝成一起来搞自己 老子当初 既然敢单枪匹马 从咕嘟到精灵来闯江湖 就还没怕过谁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真以为自己是叶家大少 我就不敢动你了 杨腾气得发抖 鼻息间皆是怒咽 他可以容忍叶峰揣自己一脚 当众丢面子 但他绝对不能容忍 叶峰来扫自己的场子 这是杨腾在精灵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这也是他这几年的心血 他最在意的东西 杨哥 我已经给手下头目打过电话了 他们很快就会赶来支援 只是 山炮欲言又止 他哪怕是杨腾的头号心腹 此时也不敢多言 只是叶峰那边 人太多 我们搞不过是吧 杨腾冷笑一声 愤怒并没有让他失去理智 去给我找十个能打的 让他们跟我走 杨腾的目标是叶峰 既然这个大少爷不识抬举 那他也无需客气 这是秦王策 而且他也有这个本事 杨哥 要不还是跟于书商量下吧 与叶家开战 这件事实在太大了 如果能谈判解决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动武 山炮建议 谈判 杨腾冷笑 你看那个叶峰 有跟我谈判的样子吗 他一直在把我的容忍当成懦弱 这次忍了 绝对还会有下次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虎哥 不好了 我刚收到消息 杨腾秘密带着人 奔着叶绍去了 杨腾怎么知道叶哥的所在地 金虎担忧了起来 他觉得此事不简单 自己这边肯定有内鬼 当即给叶峰去了一个电话 叶绍 杨腾朝你那边去了 你要不先躲一下吧 我们马上回远 此时 叶峰身边就他一人 存方林被派到金虎这边 防备杨腾去了 金虎担心叶峰的安危 第84章 什么才是江湖 没事的 不用躲 我是故意 把我所在的地址 透露给了杨腾 不然 我怎么引蛇出洞 好秦王策呢 叶峰微微一笑 他现在在金融街 金虎酒吧的办公室里面 办公桌上的电脑里 是杨腾旗下 夜场的所有资料 包括监控视频 财务账簿 小姐信息等 这些 都是杨腾的命脉 那 金虎还想说什么 毕竟杨腾的武力 着实不弱 他怕叶峰招架不住 你们继续扫场吧 杨腾手下的刀手挺多的 让方林继续帮你们 不用调回来 在五点之前 我需要你们彻底控制住杨腾旗下 所有的夜场和酒店 叶峰吩咐道 好 金虎应了一声 然后去执行 不愧是叶峰啊 就这份气魄和感识 不但远超同龄人 就连我父辈 都少有难以企计之人 以后谁要再敢说 叶峰是败家子 我崔仁第一个跟他拼刺刀去 一旁沙发上 坐着的崔仁赞道 他确实佩服叶峰 说扫杨腾的场子就扫 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太含糊了 并且 还敢将自己置身险地 引得杨腾触动 崔仁刚也跟叶峰聊过 知道叶峰的目的 不是报复杨腾 也不是为了讨要一个亿 他的目的是 吃下杨腾的江湖势力 而这 就必须拿下杨腾 不能让他逃掉 以免春风吹又深 崔仁又道 叶峰 恕我直言 也心得于实力相配 杨腾的武力我清楚 你这没啥人 靠什么拿下他 打个赌吧 我必请下杨腾 叶峰轻声一笑 不赌 崔仁本能的拒绝 他想起了上次飙车 自己赔给叶峰的钱 多少还是有些心痛 我去 不赌多了 就只赌几百万 叶峰翻起了白眼 叶峰 你放过我吧 我钱都拿去投资了 等我们在姑苏的商业街搞起来 有赚不完的钱 你何必贪我这点小钱呢 崔仁无语 这叶峰不愧是天生的商人 真特么是的坑钱小能手 日 你真怂 还姑苏崔家的少爷呢 几百万泡汤 叶峰做量才叹气 还不是叶峰你牛比吗 耸又咋了 崔仁说道 他其实最佩服叶峰的地方 就在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就搞定了二十亿的投资 除却叶峰和叶家账户上的十亿 剩下的十亿 可都是由四大家族出的 目前也就赵家的钱没到账 但也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了 这可是之前一直跟叶家吴来往 且化递而至的四大家族啊 他叶峰居然搞定了四大家族 他叶峰干脆一桶精灵商界得了 叶峰出大事了 这时 一名金虎的手下来报 杨腾闯进来了 我们兄弟挡不住他 不用挡 让他进来吧 叶峰翘着腿 悠闲地说道 很快 杨峰便带着他手下 精挑细选的十名高手 进了办公室 叶峰 咱们来谈谈吧 不然动起手来 我怕你的脸上不好看 杨峰皱起眉头 直接开门见山 杨峰 好久不见啊 叶少之所以在这 就是准备跟你谈谈呢 崔仁笑着说道 他认识杨峰 并且是认识了十多年的那种 崔少 你怎么在这 杨腾一惊 在惊讶叶峰不设防的同时 他更惊讶 崔仁居然在这 而且还跟叶峰勾勾搭搭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惊灵啊 崔仁笑着 又道 对了 叶少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杨少你悠着点 哼 我说叶峰怎么敢这么狂 原来是搭上了崔家 想靠他们崔家来制衡我 但不好意思 崔仁并非崔家继承人 我也不需要买他的面子 杨腾冷哼一声 大步朝叶峰走去 既然这个叶峰 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让自己进来 那自己就遂他的意 一个富二代 也配跟自己逗 杨腾 你不是说要谈谈吗 那坐下来 咱们谈啊 叶峰微微一笑 啊 那你说说 你想怎么谈 杨腾冷笑 脚步并没有止住 第一 再过一会儿 你旗下的所有产业 都会被我们控制 我希望你能把他们 都转让给我们 第二 你从姑苏大老远的来精灵 在江湖上闯出成就 靠的是你自己的实力 以及你们瑜伽的支持 但你挣的钱已经很多了 我希望你能滚出精灵 叶峰说道 你在逗我 杨腾听得都快笑出声了 难怪叶峰昨天晚上 张口就是让自己赔一个亿 原来 他的真实所图 是自己的事业 可是 他凭什么 叶大少爷 别怪我没提醒你 现在你我距离不过十几步 我要弄死你 有如捏死一只蚂蚁 我劝你重新组织语言 不然叶家都保不了你 杨腾阴狠地说道 他并非真要弄死叶峰 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以后见到自己 最好躲远点 江湖市 江湖人去办 他叶家混商界的 最好少插手 杨腾 别以为有瑜伽为你撑腰 你就可以如此放肆 你不过是瑜伽的一个外子而已 崔仁出声说道 他知道杨腾的武力很强 所以想帮衬叶峰一手 毕竟不管如何 他始终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虽然瑜伽在姑苏名望颇大 整体实力也强于崔家 但他杨腾毕竟是个外子 说白了 他压根就不算瑜伽的人 崔少 此事与你无关 我只是想让叶峰这位大少爷 重新组织语言 我已经很客气了 杨腾距离叶峰越来越近 他的身体也激动地发抖 他知道对叶峰出手 后面还会有麻烦 但倘若趴这趴那 自己还凭什么在江湖上立足 况且 上次的那一脚 他心中很想报复回去 你 崔仁促眉 没想到杨腾居然真的感动叶峰 此事但凡是长了脑袋的人 都不会宿主武力 但叶峰却清楚 崔仁是个江湖人 当谈判解决不了事情的时候 就必须动武 但什么才是江湖 是靠武力 还是说人情世故便是江湖 系统提示 杨腾的武力高达八百 宿主即便有格斗精通 也难以取胜 这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响了起来 然而叶峰却依旧不慌 举止如常 第85章 早这么乖顺 该多好 系统兑换一百武力值 丁 恭喜宿主兑换成功 消耗五百逆袭值 当前武力值为三百 系统提示 当前剩余逆袭值一千五百 几秒之后 叶峰便感觉自己力量充沛 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 如果说之前的格斗精通 再加上二百武力值 仍无法取胜的话 那么现在 就一定可以拿下杨腾 他也只是单纯的武力之高 而战斗 除了武力 还得看技艺 叶峰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组织语言 不然再这么狂下去 我的拳头就要叫你做人了 杨腾走到叶峰跟前 一拳砸过去 叶少当心 随人连忙叫了起来 看着杨腾虎虎生风的拳头 他实在担心叶峰 虽然不晓得他为啥这么自信 但他知道 这一拳 叶峰肯定接不住 啪 只听了一声脆响 叶峰居然一掌 接住了杨腾的拳头 这怎么可能 杨腾傻眼了 自己这一拳几乎没有保留 他还没有强到 一拳把人打死的地步 但叶峰就是富二代 要说做生意他强 吃喝拉撒他强 这没问题 可是 他凭啥武力这么强 这不可能 就这 你也配让我重新组织语言 叶峰冷笑一声 立刻变招 一套小青拿手神出鬼没 顷刻间就扣住了杨腾手上的命脉 他竟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 呼 叶峰反手把杨腾一扔 直接扔到了茶几上去 见得一地都是茶水 杨腾更是脑袋磕上了茶几 擦破皮后 流出血来 杨 杨哥 杨腾带来的十名手下 全都傻了眼 他们全都是能争善战的好手 可他们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杨腾 更别提眼前的叶峰 当下 只能立在原地呆若木鸡 我去 这叶峰是怪物吧 虽然睁大了眼睛 也是目瞪狗呆 上次赛车比赛 叶峰绣车记 已经让他头皮发麻了 现在又来这一出 他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 谁肯定说他是败家子来这 马德 智障谣言果然不能信 还好刚才没有跟叶峰赌 不然又得亏几百万 突然间 他觉得自己赚到了 杨腾 我再重申一遍 把你旗下的产业都转让出来 然后滚出精灵 叶峰气定神闲地说道 嗨嗨 杨腾被摔得不轻 爬起来后满身茶水 咳嗽不止 但他眼中怒火冲天 叶峰 你在做梦 打赢我算什么本事 咱们就继续耗着 我看你怎么吃掉我 闯江湖的人 武力是首要条件 但并非核心条件 因为人多 就能弥补武力的缺陷 除非那人武力特别强 而且 比武力更强的 则是武器 虽然国内禁止用枪 但逼急了 狗都会跳墙 何况是人 现在局势虽然不明朗 但杨腾没有完全输掉 叮铃铃 忽然 杨腾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手下打来的 杨哥 咱们输了 所有场子 都被金虎和王笑诚控制住了 电话里 手下战战兢兢兢地说道 你们干什么吃的 山炮呢 杨腾气得大骂 山炮哥被人一招打躺了 兄弟们正送他去医院 不可能 杨腾教导 山炮的实力我清楚 他就算不是金虎的对手 但也不至于一招就被秒 不是金虎 是一个小女孩 据说是叶峰的保镖 叶峰的保镖 听到这话 杨腾猛地醒悟 他记得 叶峰确实收了一个小女孩当保镖 似乎那女孩 一招就把球梁的手 给打得骨折 可球梁 哪能跟山炮比 呵呵 看来叶峰的保镖 实力还要上一个台阶啊 杨腾无能为力地笑了起来 他很心酸 一个下午不到的功夫 自己的心血 就要化为乌有 不愧是叶峰 虞书说得对 自己果然不能小瞧他 现在场子 都落入了叶峰的手里 杨腾知道自己 没有翻盘点 就算再这么耗下去 那么自己的下场会更惨 弱肉强食 本就是这行的规矩 他当初是这么启示 如今也只能这么实施 他道 咱们谈谈吧 呵呵 终于肯好好谈了 早这么乖顺 该多好 叶峰微微一笑 昨晚他只是想要杨腾赔一个亿 但他既然不给 那么叶峰才选择加价 他给金虎和王笑诚去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立刻回来 十几分钟后 金虎 王笑诚 以及岑方林 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办公室 望着浑身茶水 有些狼狈的杨腾 二人大概知道了发生的事情 叶绍 有这么强 王笑诚诧异 一旁的岑方林 则很淡然 他原本就知道 叶峰的实力不弱 应该有吧 金虎悠悠地说道 他初次见到叶峰的时候 两人就准备在擂台上过招的 只是当时王笑诚这家伙 突然来砸场子 才没有打成 金虎自知自己的实力 与杨腾只有伯仲之间 但杨腾输了 那说明自己也会输 现在看来 当初叶峰不是狂妄 而是真的有必胜的把握 想到这里 金虎再次对叶峰佩服不已 他佩服叶峰的实力 更佩服叶峰的为人 这个比自己小上十多岁的哥哥 他认定了 小虎 别发胆 乖谈事情 叶峰招了招手 让金虎和王笑诚过来坐下 对着杨腾说道 你在金陵旗下的产业 手上的股份多少 你开个价吧 我开价 杨腾心中呵呵一笑 搞半天 叶峰不是抢自己股份 而是买 这搞笑呢 那我开也行 叶峰比了一根手指 说道 一千万 杨腾 果然 这家伙就是抢 明日 叶峰这心好非 是的 这上百个厂子 酒店的股份 他一千万就要了 金虎和王笑诚忍不住说道 虽然 作为胜利者 也确实该如此 呵呵 行 杨腾咬着牙回道 原本他的股份 至少能价值十个亿 现在百分之一的价格 就见卖掉 他虽然不甘心 但也无可奈何 给钱吧 叶峰对着金虎 王笑诚二人说道 我对夜厂的业务不熟 我夜家那边 也暂时抽调 不出这么多人 来管理这么多公司 叶峰的重心 依旧放在 姑苏那边的商业街上 好 金虎二人 连忙点头 然后与杨腾 签署了股权交易的合同 并且秘密规定 今后杨腾不得再踏入精灵一步 否则将面临十个亿的赔偿 他可以选择不给 但叶峰肯定会找他要 同时 叶峰又与金虎 王笑诚二人 签署了一份甘股的协议 叶峰分九成甘股 只给金虎 王笑诚一共留了一成 好家伙 叶绍这是空手套了的白狼 金虎和王笑诚对望眼 感觉叶峰比辉州来的星星还要黑 但显然 他们还是小看了叶峰 这些监控视频里 有不少都是杨腾那边组织卖外的小视频 他们财务交的事也不对 你们拿着这些资料 去找他们的法人代表 把其他股份 能买的也尽量买下来 叶峰吩咐道 第八十六章 叶绍 恭喜你发财 叶哥 你 你干脆也来混江湖得了 就没见过比你手段更野的人 太夸张了 这完全是吃死了这些股东 金虎和王笑诚再次对望眼 他们没想到 叶峰让搜集这些罪证 居然是为了派上这个用场 杨腾旗下的产业 都是由其他股东担任法人代表 出了事情 也他们自己背锅 而他们和在一起的股份额度 比起杨腾只多不少 现在 杨腾这些公司卖外偷税 这算是逮着法人代表的尾巴了 由不得他们手里的股份不被收购 虽然收购的钱是由自己出 但能从中奋一杯羹 却也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觉悟 他们顿时直呼真相 而且没有叶峰 他们也吃不下羊腾 叶峰 我们立马去办 金虎和王孝成干劲十足 随后便开始去联系 那一百多家酒店 夜厂的法人代表 好家伙 搞得我都羡慕了 催人咽了咽口水 他发现自己 还是低估了叶峰 就这手腕 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而且 自今日之后 精灵恐怕将会是叶家一家独大了吧 叶峰此人 有手段 有野心 有钱 有刀 今后的叶家 绝对会一飞冲天 而叶家与叶峰 只能为盟 而绝对不能为敌 太阳下山的时候 杨腾也即将离开这座 他打拼了数年的城市 按照与叶峰签订的协议 他不得不回顾苏 从此 不得再踏入精灵一步 杨哥 都怪我办事不劣 不然我们也不输得这么惨 山炮低着头说道 他刚从医院醒过来 伤还没好 准备跟着杨腾一起离开 这不怪你 是我低估了叶峰的实力 杨腾叹了口气 他望着一旁的于天瑶 说道 于叔 当初我为什么支持你来精灵吗 外号鬼眼 名叫于天瑶的中年男子问道 记得 杨腾点了点头 他作为于家的外子 几乎享受不到于家半点的资源 杨腾自负无勇 想去精灵闯荡 结果遭到了家族所有的舅舅 外公 甚至是姨母们的反对 只有于天瑶选择支持 于天瑶其实并不是于家的人 所以杨腾称他为叔 而非旧 但于天瑶在于家的地位特别高 他说支持 就没人敢反对 当初 我瞧见精灵生有帝王气 但那位帝王 却还处于微末之中 我让你静待时机 然后支持那人 如此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但可惜的是 这一切都被叶峰给破坏了 这也算是你的命吧 于天瑶叹道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 杨腾一定会认为他在胡言乱语 甚至要用拳头教他做人 但于天瑶是何人 他是离天之中的几位长老之一 也是当代阴阳家的传人 他的话 不会有错 叶峰 西风烈烈 残阳如血 杨腾拳紧握 牙齿狠狠地磨着 他虽然平静地接受了失败 但他对叶峰的恨意 却非常浓烈 罢了 你不是叶峰的对手 不要想着报复 回顾苏去吧 于天瑶说完 随后目光一领 不过你也别担心 我关叶峰的命格 来天鬼之相 此人今后 绝对死于非命 天鬼之相 是的 我之前跟你说过 那种有帝王之姿 而无帝王之命的命格 于天瑶点头 说道 在历史上 有不少这样的人 如西汉之流玄 东吴之孙策 曹魏之司马师 他列举的这三人 都是历史上的狠人 也都精彩绝艳 但最后的下场 却很凄凉 放心吧 恶人自有天收拾 只要叶峰撞上那位 生有帝王像的真命天子 绝对会死得很惨 于天瑶轻声笑道 但他心中其实也有些纳闷 为何前段时间 那道帝王气 突然间削弱了不少 或许是精灵 早就不胜容器的原因了吧 于天瑶如是想到 但他并不知道 他口中的那位 拥有帝王命德的灵异 正被叶峰掠夺气域 丁 恭喜宿主改变原著剧情 掠夺灵异的气韵 奖励逆袭值500 丁 恭喜宿主达成 原本属于灵异的成就 纵横精灵 奖励逆袭值1000 系统提示 当前逆袭值3000 丁 男主角灵异气韵值2000 系统提示 灵异尚未跌破神级气韵 请宿主再接再厉 办公室里 叶峰的脑海里 响起系统的生命 杨腾都是他的手下 尤其是杨腾 可谓是灵异前妻的头号跟班 现在 金虎是自己的弟弟 而杨腾也被驱逐出了精灵 不过 以后还是得多跟灵异 亲近亲近才是 叶峰很清楚 灵异只要拥有无敌气韵 那他随时就会崛起 而自己依旧会是 那个可怜的反派 再强的实力 再狠的手段 在灵异的主角光环之下 根本不值一提 另一边 金虎和王孝成 去找那些法人代表谈股份 非常顺利 那些股东们 在表面笑嘻嘻 心中MMP中 交出了股份 而金虎和王孝成花的钱 却不到一千万 最后 南区这边原本价值二十亿的夜场 酒店的股份 落入了叶峰的手掌之中 保守估计 一个月的净利润 大约会在五千万左右 一年的净利润 则会多达六亿 其中九成 都上交给叶峰 当然 叶峰可以选择把这些股份卖掉 直接套现属于自己的九成股份 合计十八亿 不过这没必要 目前叶峰账户上不缺现金 但前有进军服装市场 后有收购城南夜场 酒店 如今叶峰的财力 完全吊打四大家族 叶峰如今也确实堪称精灵的霸主 晚间 叶峰回到家休息 刷着精灵商界的新闻 今天的事情 闹得确实挺大 商界与江湖 全都震撼无比 评论区里 拥护叶峰的人 与反对叶峰霸权的人 吵在了一起 他们反对叶峰搞霸权 毫无底线的扩张 完全不讲规矩 不过叶峰并不关心 弱者的愤怒 也就只有几句牢骚而已 他合理合法 叮铃铃 忽然 叶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看 竟然是赵洪英打来的 上次 父亲叶龙舟 去找赵家投资的事情 但赵家当时比较忙 所以准备后面详谈 现在赵洪英打来电话 多半是因为此事 接通电话 叶少 恭喜你发财啊 赵洪英的第一句 叶峰听不出来 他是夸自己 还是酸自己 第87章 在叶峰嘴里抢食 发财什么的 都是小意思 主要是 我不能让人 欺负到我叶家的头上 尤其是 不能欺负我叶峰的女人 叶峰大大方方的 笑着回了一句 讲道理 这赵洪英在原著中 也属于灵异的后宫 也是属于叶峰的掠夺对象 上次赛车比赛 他家自己微信 被自己拒绝了 所以 这次根本没必要 跟他表现的太僵硬 毕竟有了逆袭值 才能在系统商店兑换更多更好的东西 而只有掠夺了灵异的气韵 才能把他拉下神坛 得了吧 又是这招 赵洪英忍不住翻个白眼 你叶峰踩人就踩人 干嘛老拿女人借口 不过仔细一想 叶峰确实是在冲冠一怒 魏弘炎的基础上 把对方踩路断了 最后 赵洪英也只能表示 这手段牛饼 随即 赵洪英又道 叶峰 那个姑素的商业街 你不是要投资吗 我刚下班 出来免谈吧 这都十点了 你刚下班 叶峰感觉他在逗自己 最近 在调整企业结构 忙都忙死了 今天好不容易 才有点时间 赵洪英在电话里 做亮女叹气 那行 来翠竹萱吧 我请你喝茶 叶峰笑着说道 只要赵洪英这女人没恶意 叶峰不是不能跟她好好相处 毕竟叶峰又不是赵约天 龙傲天 叼炸天 杨炳天 没事就喜欢对着上天来两发 十几分钟后 翠竹萱 赵洪英一身OL制服赶到 这才让叶峰确信 这女人确实在加班 你不是赵家继承人吗 用得着这么辛苦 叶峰也遇到 先不说自己有多清闲 就陈子勋那个 被他爸抓到公司 强制上班的倒霉孩子 也都是朝九晚五家双修 都是继承人 这待遇差距挺大 没办法 我赵家才被赵洪波那家伙 败了三个亿 不像叶首 随时都能给自己回血 小女佩服 赵洪英贪了贪手 你再讽刺我 叶峰醋眉 这女人能不能好好聊天 真特么能把天聊死 不是 我是真的佩服叶绍 实话实说吧 我以前觉得你挺废物的 叶家迟早得被你摆光 但现在看来 你手段很利 又有雄心壮志 精灵已无人赶出你锋芒 这是你父亲都做不到的事情 可你却做到了 而且叶家在你手中 已经变得更强了 我是真心佩服你 叶少不必误会 何况成大事者 本就该无所不用其极 要开疆拓土 就得去征服对手 何况古往今来成大事者 本就一将功成万古枯 须知春秋无意战 诸侯尽交兵 赵红英原本冰冷的眼眸里 突然泛起炙热 他对叶峰的手段 阴谋阳谋的运用 确实感到佩服 他也承认 当初自己看走了眼 听到面前的女人拍自己马屁 叶峰直接笑了 说道 我不行 我也就家里有点钱 王侯将相 谁也不是天生的贵重 我坚信韩妃子所言 宰相必起于周部 猛将必发于祖武 啊 这 赵红英的额头上冒起黑线 叶峰这是在记仇呢 上次在KTV遇见的时候 他曾对叶峰说过这句话 大概意思是 叶峰别嘚瑟 家里有点臭钱 迟早得败光 人家林一同学 才是最牛逼的 赵红英直接脸一红 说道 叶少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见谅 林一同学在工作上是把好手 但他的才干 无法与叶少相比 别这么说 我其实挺欣赏林一同学的 我觉得他干保安 一定会出色 叶峰坚持己见 保 保安 赵红英差点当场实话 林一好歹学的也是工商管理 虽然是金林一校毕业的 但他胜在能力出色 可他妈当的保安 不是有手就行吗 这就是你叶少所谓的欣赏 你可真是的好家伙 赵红英不想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探讨下去 话风一转 清了清嗓子 问道 叶少 咱们来谈谈投资的事情吧 古苏高档商业街的那个项目 我看过 我觉得很有搞头 但除了你和我们四大家族入场之外 姑苏崔家 以及另一个大老板 也会入场 据说地皮都是靠那个大老板拿下来的 就算我们投的钱多 但估计话语权也会不高 赵红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30亿的投资 拿地要10个亿 修商业街要20个亿 但搞过房地产的都知道 比起修建筑 地皮才是最难拿的 谁拿下地皮 谁就拥有话语权 商业街一旦打造完成 后续赚钱 一是靠收租 二是靠卖商品 各大家族的势力盘根错节 谁掌握话语权 谁就决定哪家的商品能上 而这也是最挣钱的地方 赵家有这个需求 王家 陈家 周家 也有这个需求 叶家当然也不例外 可是 崔家以及那位姑苏拿下地皮的大老板 难道就没这个需求了吗 如果叶峰不能掌握主动权 那么就意味着 肉被别人吃了 自己只能喝汤 但显然 这不符合叶峰的作风 所以 赵红英一双眉目望着叶峰 这事儿你不必担心 向来都是我去别人嘴里抢吃的 什么时候轮到我把闹嘴的肉 吐到别人碗里 叶峰嘴角轻蔑一笑 他当初之所以愿意跟崔人搞商业街 除了赚钱之外 还为了扩张叶家的势力 让其走出精灵 一个大老板 就能下退叶峰 叶少 恕我直言 你这比喻真的 太恰当了 赵红英笑着说道 但既然叶峰都这么说了 那赵红英当然相信 毕竟这段时间 叶峰的战国与做事风格 他都见过 想到这 而且自己还发现 叶峰除了有才华之外 其实长得还挺帅 叶 恭喜宿主 赵红英与你的好感度提升 宿主魅力值加200 灵异隐藏魅力值200 系统提示 灵异魅力值为100 隐藏魅力值500 系统提示 宿主当前魅力值为500 宿主倾和力上升 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 叶 宿主因魅力值太高 解锁衍生技能 邪魅一笑 啥技能 叶峰惊了 第88章 白剑豪的窘迫 邪魅一笑啊 宿主不喜欢这个技能吗 这可是霸道总裁的标配 系统软软萌萌的说道 神科们邪魅一笑 给劳资换个 叶峰无语 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某位堂主的表情包 好的 叮 宿主获得更换技能 王者之气 王者之气 宿主可以展开气场 在基因上压制对手 系统建议 与技能蛊惑配合 将实用更佳 很快 系统便更换好了技能 叶峰这才OG霸K 这技能听上去还蛮实在的 什么叫做基因压制 就是小绵羊在大灰狼面前 吓得合不拢腿 比什么霸总的邪魅一笑 不知道要留逼到哪里去 搞定了技能与赵洪英的好感度之后 时间差不多已经11点了 由于要去姑苏洽前 所以赵洪英斗志十分昂扬 但叶峰准备回去睡觉 体力值再高 也得保证作息规律 身体才是寄命的本钱 赵洪英无奈 本想多问问叶峰 具体怎么制衡姑苏那位大老板的方法 不过叶峰要回去休息 他也不好多做掏扰 对于叶峰的能力 手段 野心 他自然不做怀疑 届时 他只需要将投资款项到账 便可安整无忧 或许 跟着叶峰 不但能确保我赵家继承人的位置 还能让我赵家更上一层偶 之前与叶峰结盟 属于被迫 或许还真是福惜或所福吧 回去的路上 赵洪英一想到叶峰的英俊面容 以及那份远超常人的气质 赵洪英嘴角的笑容 便糖分超标 连脸上的冰山都融化了 此时的叶峰 却在盘算另一件事 金融街赚钱的方法有二 一是收租 二是卖自己家族的产品 但叶峰却有第三条 便是修建商业街的时候 需要设计建材 施工等货 这里面的油水 可也不小 有烂钱 不洽不白洽 白剑豪那边 应该撑不了多久了吧 叶峰暗自想到 他之所以贪图白市建材 一是这行当确实有利可图 只要自己整合下资源 就能使其起死回生 二来 叶峰得为修建商业街时 掐烂钱做准备 按照现在白剑豪的 恶劣资金情况 最多五天 他就要成老赖了 果不其然 在第三天的时候 白剑豪就坚持不住了 望着焦阳似火的六月 他心中的孤苦 寒冷 却无从派遣 无奈之下 他壮着胆子 给陈家那边去了一个电话 陈家的产业设计房地产 手下有不少包工头 之前双方合作过 所以白剑豪生日的时候 才能把陈家家主陈天雷请来 喂 白老板 你好啊 接电话的人 是陈子勋 陈少爷 怎么是你 陈董事长呢 白剑豪一愣 自己是给陈天雷打的电话 我爸在开会 你有啥事 就跟我说吧 我能做主 陈子勋笑着说道 那行 白剑豪心想 陈子勋毕竟也是陈家的继承人 当即说道 陈少 是这样的 我们白市建材 马上就要破产了 需要两个亿的投资 你看这事能商量下吗 鉴于之前拉投资的失败经验 白剑豪连忙又道 我不会让你们平白投资的 我们可以多让出一些股份 两个亿是吧 没问题 陈子勋爽快地答应 啊 这 白剑豪当场愣住 这位陈少爷 竟然这般豪爽 那以前拉投资悲剧 并且对方还想着低价说过自己 又算怎么一回事 为啥这个陈子勋的话 感觉这么不靠谱 白剑豪压制着心中激动的情绪 颤着声音 又患得患失地问道 白少爷 你不是在逗我的吧 啊哈 不是你先逗我的吗 陈子勋那头依旧笑容不改 说道 你不知道我和叶少是兄弟吗 他要收购你们白事 你觉得我会给你们投资 你一天天想pitch呢 你 白剑豪强压着胸中的怒火 合着对方就是耍自己玩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 说道 陈少 是这样的 投资不成 咱们谈下收购也行 收购 对 白剑豪连忙点头 他现在是彻底死心了 拉投资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他其实这几天也想过 要不要干脆把公司卖掉算了 但关键是 能卖多少钱 叶峰给的一千万 可着实低了点 打发乞丐也不至于猜这点 他继续说道 陈少 要不你说个数 我看我能不能接受 反正现在便宜卖了 我说个数 那好啊 陈子勋一听 豪气甘云地说道 一百块 多 多少 白剑豪实在忍无可忍 叫道 姓陈的 我好心好意把公司卖给你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我 你真当我白剑豪好欺负吗 是的 你确实好欺负 不信 咱们现实碰一个 陈子勋抠着鼻孔说道 你特么 白剑豪一下子怂了 气愤不已的他 啪的一声挂掉了电话 这狗日的 欺人太甚 房间里面 白剑豪愤怒不已 一脚踹上了墙壁 但他很快想起来 这栋价值一千多万的别墅 已经卖了出去 下个月就要交房 他又赶紧去擦墙壁上的脚印 爸 妈做好饭了 下楼吃饭吧 这时 白苏苏怯声声地 叹了个脑袋进来 滚 都是 你这不成器的东西 要是你早顺从叶峰 咱们家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吗 马德 好端端的金龟絮 就被你错过了 你滚 老子现在看到你就来气 盛怒之下的白剑豪 不敢惹陈子勋 只好拿女儿撒气 爸 这能怪我吗 我已经跟叶峰试过好了 他不同意投资 你还要我怎样 白苏苏委屈不已 两颗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他饭也不吃了 跑回自己的房间 给林一打了个电话 呜 林一哥哥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 陈氏集团大厦 陈天磊开会去了 办公室里 只有叶峰跟陈子勋在喝茶 叶绍 我估计白剑豪最多两天 就得跟你就饭 陈子勋笑着说道 叶峰开出一千万 收购白市集团 虽然价格特别低 但他开了这个口 其他想打白市建材主意的人 也都只能歇着 毕竟 现在的精灵 没人敢跟叶峰对着干 不然张家 杨腾 就是下场 叶家现在 有足够的威严 一想到白剑豪的女儿 陈子勋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问道 叶绍 那个白苏苏你打算怎么办 你要是现在展开公式的话 我觉得能一举拿下 第89章 严文锦来电 什么一举拿下白苏苏 叶峰望着他 叶绍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 你给白苏苏当了那么多年的舔狗 虽然现在一招醒悟了 但你心中肯定不会就此甘心失败吧 或许你不喜欢白苏苏 但你心中肯定会燃起一股征服欲 你得不到白苏苏的心 但至少可以得到他的 说到这 陈子勋一脸坏笑 都是男人 懂得都懂 作为万花丛中国的风流公子 没有人比陈子勋更懂男人 你在说啥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叶峰无语 虽然确实如陈子勋所言 自己只需要主动一点 或许得不到白苏苏的人 没有正常人会喜欢绿茶吧 在原著中 白苏苏作为女主 她对叶峰唯一的意义 就是跟灵异一起 让叶峰刷腻袭职 当然 等灵异的气韵值被掠夺完 白苏苏脑子里进的水 自然也会排出去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 都知道富二代比穷帝斯 要值得爱慕吧 再说了 顾云香多好的姑娘 自己干嘛要三心二意 难道我说错了 陈子勋一脸纳闷 这没道理啊 自己会看错人 男人不都是越得不到 就越感兴趣 然后得到之后 再失去兴趣吗 不讨论这个了 说正经的 你陈家旗下 不是有很多包工头吗 借来给我用用 叶峰又起了掐烂钱的心思 打造姑苏高档商业街 除了原材料之外 施工队伍 叶峰也想包揽下来 这里面的利润 绝不比卖原材料低 叶峰也正好 回一点现金 无论是夜场 酒店 还是卖服装 回血都太慢 加起来一个月也才一亿多 要是在打造商业街时 捞一笔 至少能回个七八亿 这一口气 可是能吃个胖子出来 陈子勋也动心了 连忙说道 这没问题 但是叶少 你得给我们分红 分个锤子 你爱戒不见 叶峰不乐意 陈子勋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叶峰就是个铁公鸡 当兄弟可以 但要从他嘴里抢肉吃 绝对没有可能 但偏偏 陈子勋还不能不借 毕竟能入股精灵商业街 叶峰已经是给了利润了 而对叶峰而言 他完全可以拿出 二十亿现金出来入股 但这样一来 叶家账户上的现金 搞不好就会出现问题 而让四大家族入股 除了利用他们的资源外 还能确立叶家在精灵的地位 现在的叶家 虽然是精灵当之无愧的霸主 但联合四大家族的话 还可以做得更大更强 蛋糕要一起搓 才能越搓越大 最终 陈子勋无奈只能同意 叶峰借用施工队伍的请求 反正这些包工头 闲着也是闲着 正好在修建 姑苏商业街的时候 让他们赚点钱 还能换取他们对陈家的忠心 反正陈家也不亏 但陈子勋仍然有些好奇 叶少 你咋这么赌信 修建商业街的落 能落在你头上 我记得姑苏那边 拍地的那个大老板 也有此意吧 他这个地头蛇 会怕你这个过江龙 陈子勋的担忧 与赵红英如出一辙 打个赌 叶峰笑音音的说道 话没说完 陈子勋连忙摆手 不赌不赌 我没钱 叶少你别坑我 我擦 你咋跟催人纳货一样 都他妈怂比 万一你赌赢了呢 叶峰无语 陈子勋 不可能的 叶少你的吊太大 我赌不赢 叶峰 你们特么怎么都知道 我的低大 这样下去 还能不能愉快地 让我坑钱了 陈家这边的 事工队伍搞定 接下来 叶峰只需要等白建豪 主动来卖白事件才即可 但下个月 姑苏商业街一开工 叶峰就可以躺着数钱 白家别说 爸 你真的打算 把公司卖掉了吗 客厅里 望着来回踱步 焦躁不安的父亲 白苏苏也开始 真正的担忧了起来 精灵众人 只会趁火打劫 尤其是以叶峰为主 居然只花一千万 就想收购父亲 价值两亿的公司 而最惨的是 再过两天 父亲 要是还不了债款 就要成为老赖 白苏苏没法接受 自己成为老赖女儿的事实 这对他音乐生涯的影响颇大 而且 以前的白家还算富裕 这让过惯了 锦衣玉石生活的白苏苏 来投资啊 不成气的玩意儿 白剑豪心烦意乱地骂道 爸 你怎么又提这事 白苏苏不满 他原本好意跟父亲商量 结果父亲只会发脾气 他委屈地说道 难道除了叶峰 别人就没法救我们白家了吗 别人 白剑豪讥讽道 靠林依娜的穷弟司啊 爸 你怎么还戴有色眼镜看人 林依哥哥 未必就比叶峰差 爸你可别忘了 人家林依哥哥 擅长古董健宝 他之前跟我说过 他在古玩市场上 打听到了名代名家余山的万眉宣墨图 余山虽然不如倪赞有名 但万眉宣墨图 可不比那幅秋燕落霞图要差 价值也达千万呢 白苏苏囊道 你说真的 文言 白剑豪心中大喜 他不懂话 但懂得古话有多值钱 如果真的价值千万 那不但能把自己几百万的债还了 还能留下几百万呢 如此一来 白剑豪也自然不需要见卖公司 去便宜夜风那个家伙 他道 如果林依真能把话搞来 那他就是我的恩人 我剑豪绝对亏待于他 只要把你别再小看 人家就好 白苏苏撇嘴说道 上回父亲生日 父亲还把林依哥哥赶了出去 也得亏林依哥哥不计较 还以得抱怨 不过 只要林依哥哥能帮父亲解决经济危机 那父亲以后也不会反对自己 跟林依哥哥来往了吧 想到这里 白苏苏心中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晚间 夜风刚回到别墅 便接到了国画大师严文景打来的电话 自上次白家别墅一别之后 严文景便继续游览江南 但熟读原住的夜风却知道 此番严文景打电话来 是送一桩机缘 而这桩机缘 原本属于林依 至于现在 得有叶峰笑呢 想到这 他的嘴角微微扬起 笑着接通了电话 第九十章 林依同学 你有买画呢 叶峰小友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 小友你看你明天有时间吗 电话里 严文景说道 严老不必客气 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便是 叶峰也礼貌地回道 严文景不但是国画大师 其社会地位也非常之高 门下弟子三千 更是遍布全国 更何况 他这次是来送机缘的 叶峰当然要以礼相待 叶峰小友果然爽朗 不过也不是啥大事 有一幅古画 需要你帮忙鉴定 那么明天中午 咱们紫禁楼见 严文景笑着说道 好 明天一定到场 叶峰也笑着回道 严文景口中的机缘 便是那幅名叫 万眉宣墨图的古画 古画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幅古画的来历 牵扯到了一位 对叶峰极为有用的人物 不过 这话其实不用鉴定 熟读原著的叶峰 自然知道 现在严文景手中的那幅画 是假画 而真迹 则还在古玩市场之中 即将被林毅收购 次日上午 叶峰便开车去了古玩街 在一处不起眼的摊位前 叶峰发现了林毅 此时 林毅已经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将那幅万眉宣墨图 古画 抓在手里 这次 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 林毅的嘴角 泛着笑容 自从上次那幅 丘焰落霞图 被叶峰截胡之后 他都快有心理阴影了 这次 还是为了帮白苏苏 搞定家族资金问题 林毅才再次来到古玩街的 金钱方面 林毅其实不那么在乎 他欲赶 以后自己会飞黄腾达 有数不完的钱 他这么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女神白苏苏 林毅同学 这妖巧 你又买画呢 正当林毅准备拿着画离开的时候 忽然 他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他发自本能的 想抽这个声音的主人一巴掌 回过头去 果不其然 正是叶峰 他正笑盈盈的从车上下来 叶 叶峰 林毅抓紧手里的古画 下意识倒退半步 他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老板 这幅字画怎么骂 叶峰上前 指着林毅手里的古画问道 你说这幅字画 年轻人你可真有眼光 这幅字画 据说是明朝时代的真迹呢 一千块钱我便宜出了 哎 不对 地摊老板是个大富翩翩的老头 他摇头说道 这位年轻人 这幅古画 我已经卖出去了 要不你重新选一幅吧 我这里好画多得很 不行 我就要这幅 叶峰继续说道 可是这已经卖出去了呀 我们做生意 要讲信用不是 地摊老板耿直地说道 他知道叶峰开的豪车 身份肯定非富即贵 但他做事 也有自己的原则 我出两千块 不行 老头子我做生意 是讲诚信的 五千 叶峰继续加价 这 一万 叶峰说道 行的话我就买 不行的话 我去别家看了 这家伙 果然是爱抢画的 林一促眉 有过上次的经验 他迅速反应 准备立马跑路 小子 把画还我 地摊老板反应果断 趁着林一想离开之际 竟然伸手矫健 一把把画抢了过来 在以最快的速度 把林一付的那一千块钱 砸在他脸上 年轻人 这画归你了 地摊老板 笑呵呵地 把画递给叶峰 老板 你不是说你做生意讲诚信吗 林一微微醋眉 他竟完全没有料到 这个胖老头老板 竟然能从自己手中 把画抢走 而且才一万块钱 就出卖自己诚信的人 林一深感鄙夷 老子当初两把杀猪刀 出来闯江湖 败得可是官二爷 你说老子讲不讲诚信 钱已经退给你了 赶紧给老子滚 再多避避 老子揍你 地摊老板豪横地叫道 然后与叶峰迎货两气 看得林一只能干瞪眼 林一心里仿佛热了泰迪 他懒得跟着老板多计较 望着叶峰手里的万眉薰墨图 他想直接动手抢过来 林一同学 我先走了 下次买画的时候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好给你提成 叶峰和蔼可亲地笑道 然后带着字画上车 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最后 林一还是克制了 自己想使用武力的举动 他听说江湖大佬杨腾 都栽在了叶峰的手里 论武力 他连杨腾都不如 鬼知道这个叶峰 啥时候变得这么能打了 这不科学 叮铃铃 这时 林一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一看来电显示 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来电的人 正是白建豪 白 白说 林一还是选择接听了电话 林一贤侄 那幅古画你买了吗 你在古安街哪个位置 我来找你 白建豪在电话里 激动地说道 想到一千万即将到手 他连跟林一说话的语气 都刺向了三分 那个 白说 你听我解释 嗯 刚刚我已经买了那幅古画 但叶峰从半路杀出来 把画抢走了 林一如实说道 你说什么 白建豪在电话里大叫 叶峰又抢了你的画 是的 我待会儿把钱还你 林一尴尬地说道 买字画的钱 是白建豪出的 你个老子滚 林一 老子真是鬼迷了心窍 居然相信你能把我搞来钱 搞半天 合着你特么在逗我呢 白建豪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白说 真的是叶峰把画抢走了 林一还想为自己辩解 但奈何 白建豪压根不信 叫道 你特么以为你长了根筋鸡霸呢 叶峰没事干 天天跟着你 在白建豪心中 虽然现在不喜欢叶峰 但更看不起林一 他认为 这绝对是 林一把事情办砸了 要么字画是真的 被人提前买走 要么字画就是假的 林一搬出叶峰 好当做借口 白建豪心中万马奔腾 对着旁边的白苏苏叫道 以后 你要是再敢跟林一偷偷联系 休怪我不要你这个女儿 白说 林一大惊 正准备继续解释 突然啪的一声 白建豪那边挂了电话 这个狗日的叶峰 一天天能干点人是吗 林一大怒 恨不得去买把铁锹 把叶峰祖坟挖了 然而 弱者的愤怒 至多不过几句牢骚 林一可没那个胆子 去挖别人祖坟 但叶峰 此时却美滋滋的带着古话 来到了与颜文景约定的紫金楼 先生 今天紫金楼被人包场 请恕我们不能再接客 你请回吧 刚停好车 叶峰便听到保安下了驱逐令 第九十一章 江湖骗子 赶紧麻溜的 把车挪走 今天我们紫金楼不接客 保安走上前去 敲了敲车窗玻璃 紫金楼是精灵数一数二的大酒楼 背后的老板更是商界大佬 所以 他也不管这眼前劳斯莱斯的主人 是啥来头 叶峰摇下车窗 看见这保安长得虎背熊腰 腰间还别着防卫棍 说不出的霸气侧漏 但一秒钟后 一名脱了头的中年胖子 火速冲了上来 对着保安的圆溜溜脑袋 直接来了一巴掌 骂道 你是猪啊 叶峰的车你都不认识 这段时间 叶峰的风头无俩 被誉为精灵富二代中的头号狠人 其声威 甚至盖住了他父亲叶龙舟 这杀笔保安真不开眼 居然还敢去让叶峰挪车位 兔头胖经理 暗自庆幸自己眼疾手快 经理 老板不是说了吗 今天吴大师包场 禁止任何现代人等进入 毫无概念 见过最牛比的人物 就是自己的老板 他的命令就是圣旨 而吴大师作为老板的朋友 就相当于皇帝身边的九千岁 说你是猪 你还真的是个猪 兔头胖子经理 气得肺都要炸了 自己手下怎么会有这种憨批 老板算个球 惹毛了叶峰 当心酒楼被人家一百块钱给收购了 当下最紧要的是给叶峰赔罪 对于叶峰要三从四得 叶少的话语要听从 命令要服从 态度要顺从 叶少的女人要认得 脾气要忍得 走路要让得 车牌号要挤得 他道 叶少 这位保安是新来的 不代表我们九楼的态度 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随后 他又一巴掌拍在了保安的脑袋上 赤道 还不给叶少道歉 不然你这个月奖金没了 叶少 对不起 听到要扣奖金 涨得虎背熊腰的保安 立马道歉 二百块钱奖金 可不是小数目啊 看到这家伙这副样子 夜风无语 再加上今天心情好 也就懒得与他计较 不过 这保安的德性 不知不觉 又让叶峰想起了灵异 看来保安并不是 有手就能当的 以灵异同学的能力 一定可以将保安的工作 干得非常出色 改天就找赵洪英谈谈 吴大师 叶峰对这个人有些印象 他是紫金楼老板的朋友 也是金陵赫赫有名的 古董收藏家 那幅万眉宣墨图的赢品 便是在他的手上 并且 还想以一千万的价格出手 严老 现在都十二点了 你的那位朋友 还来吗 请恕我直言 吴大师手中的这幅古画 绝对是于山大师的真迹 我从事健保行业几十年 绝不会看错 严老 你不也觉得 这话多半就是真迹吗 这位于少爷 你若真想要这幅古画 就快点入手吧 以免错失良机 包厢里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开始催促起来 纷纷为吴大师搭台 严文景在国画行业的地位很高 在国内也是有权有势的人物 但这里是精灵 不是他势力的辐射范围 何况 这话要是真的能出手 大家都有分红吗 吴大师是名青寿的中年男子 他正精微作者 却一言不发 他心知肚明 这话其实是赝品 但因为有些特殊 即便是行家严文景 也只能看出一点端倪 而并非笃定他 就是赝品 至于他叫来的那位帮忙见话的朋友 吴大师也早有安排 他是酒楼老板的好哥马 早就打过招呼 今天包厂 不许任何外人进入 如果有 就强行赶出去 为了万无一失 他甚至将酒楼的信号 都给屏蔽了 让他们电话都没得打 即使被严文景知晓了 那也是后话 只要把这字画出手 还管他后面怎样 他干的就是这江湖骗子的行当 严老 这古画是真迹吗 一旁的于洪亮有些焦急 他确实怕错失良机 因为这古画的作者于山 是他们于家的先祖 于洪亮刚被立为 姑苏于家的继承人 根基未稳 他需要为家族做贡献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这幅古画的出现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其真假问题 所以 他才拜托的严文景 于洪亮正是他的学生 只是学的不是古画 不着急 再等一下 严文景不慌不忙 转眼间 十分钟过去了 于少 这话如果你要 咱们一口加一千万 如果不要 我可就走了 恕我直言 想买我这幅画的人 不止你一个 吴大师开始催人 这也是他设定好的套路 这 于洪亮有些犹豫 一千万都是小事情 他在意的这话 究竟是真是假 倘若买幅假的回去 不仅亏钱 还会被耻笑 对他继承人的地位 会有负面影响 再等等 我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 严文景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毕竟是权势人物 虽然平时温和 但气场却十分强大 而且 没有把握的事情 严文景一定不做 更不可能坑自己学生 好 于洪亮点头 见状 吴大师心里有些不舒服 他虽然可以不鸟严文景 但却不敢对他不敬 何况他也不能真的走 不然这话卖谁 目前 也就于洪亮一个冤大头 那我就卖严老一个面子 再等一下吧 吴大师不急 他吃定了于洪亮 这幅画对他的价值 已经远超其本身的意义 这要是被买回去 如果是真的的话 绝对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 接下来 自己无非 就多等一下而已 至于严文景口中的那位大师 绝对不会到场 严老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忽然 叶峰偏偏走来 进来的时候 他发现手机没信号 没法给严文景打电话 于是就让那位胖经理 带自己进来 所以才多花了一点时间 呵呵 小友终于来了 严文景笑着说道 你过来看看这幅画 究竟是不是真的 好 叶峰上前 准备走一遍流程 且慢 忽然 吴大师促没说道 严老 我是卖你和鱼烧面子 才坐着没离开的 想买我画的人多了去了 而且 我吴子庸的话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看的 最后 吴子庸用带有杀气的目光 挑眉望着叶峰 他觉得这年轻人年纪小 应该不懂见话 可他毕竟是严文景叫来的人 吴子庸心里 可不敢以常理揣夺 然而 吴子庸并没有发现 他叫来给自己搭台的几位健保大师 看向叶峰的目光 竟然都充满了恐惧 第九十二章 要我折腰 你还不配 叶 叶少 我去 叶少怎么会在这里 这就是严老口中的那位大师 我简直不敢信 马得不对啊 不是传说叶少上学时 他一看书就打瞌睡的吗 怎么还懂见别字话 众人愣是半天反应不过来 他们以为的大师 应该是个白胡子老头 哪能料到 会是如今风头 正胜的叶峰 原来是叶少啊 请坐请坐 吴子庸顿时笑呵呵了起来 原本他还纳闷 在自己的布置下 怎么会有人能够进来 原来是叶家的少爷叶峰 吴子庸也听过叶峰的大名 但却是第一次见到本尊 不过吴子庸也放心了 虽然叶峰跟自己一样 都是喜欢四处坑人的货色 可他叶峰不学无术 懂个屁的古话 严文锦被誉为国画大师 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忽悠 还真是越会越回去了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吴子庸还是说道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幅古画乃是西式珍宝 不是谁都能鉴定的 说的是 吴大师在精灵享有圣明 确实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骄傲 这古画乃是宝物 宝物应该给食货的人鉴定 我承认 叶少最近生意做得不错 但是文化人的事 还是别掺和了吧 众人低声负荷 文化人 有文化人的尊严 文化人不能为吴斗米折腰 何况叶峰这家伙 是出了名的一毛不拔 吴大师 我特么觉得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 叶峰坐在椅子上 挡着脑袋盯着他 叶少误会了 我吴某人 绝无此意 吴子庸笑哈哈地说道 呼得画风一转 又道 叶少经商我很佩服 但鉴定古画 可是需要非常深厚的知识功底 这里面的水太深 叶少太年轻 你未必看得出门道 其言下之意 就是叶峰眉文化 信吴大 你少在这里装相 你也就一个半吊子而已 论间话水平 老夫一根手指头 就秒掉你 更何况 老夫手中的那幅 丘焰落霞图 正是出自叶峰小友之手鉴定 言文锦簇眉赤道 他早就看这个吴子庸不爽了 仗着自己是地头蛇 又是这幅万眉宣墨图的主人 竟敢在自己和于少面前拽个不行 正好 让叶峰这个精灵大哨 来制制他 恶人还得恶人魔 什么 那幅丘焰落霞图 竟然是叶绍卖给严老的 我听说前段时间 古玩市场惊险丘焰落霞图 被一少年买了去 没想到竟然叶绍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没想到叶绍还有这本事 众人的脸色 一个比一个好看 现在谁敢说 叶绍不懂古话 把他脸都给打住 那行吧 叶绍来鉴定吧 吴子庸捧着脸 将古话铺在桌子上 这叶峰居然真的懂字画 真是见了鬼 但吴子庸依旧不慌 这幅画虽然不是真迹 但也绝不是普通的艳品 连颜文景都看不出来 他叶峰能行吗 不用看了 这话是假的 叶峰瞟也没瞟一眼 就直接下了结论 假的 叶绍 你可别张口就来 好歹先看一下字画 就是 你堂堂叶家大少 又是文化人 说话给负责呀 众人连忙说道 他们没能力看出 这字画的真假 但这话要是卖出去了 吴子庸可是说好要分钱的 假的 此时 于洪亮俊翘的脸上 写满了担忧 他比任何人 都希望吴子庸的话是真迹 哪怕贵一点 他态度骄横一点 也都无所谓 因为这幅古画 是他先祖于山的遗迹 对他巩固家族的地位 十分重要 他连忙问道 叶绍 你确定这是假的吗 能否先看一眼 严文景望着叶峰 心中也同样好奇 他跟叶峰虽然接触不深 但也清楚 叶峰绝不是那种喜欢口嗨之人 他很想知道 叶峰为何如此笃定 事实上 严文景也感觉这是假话 但从古画的描摹来看 又不像是赝品 一派胡言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你好歹先看过 再做评论也不迟 我本以为叶绍必有高论 没想到 说话竟然如此不负责任 吴子庸急了 心说这叶峰 怎么特别知道这话是假的 难道是想装笔 然后随口说的 吴子庸准备跟他干到底 我说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你有意见 叶峰猝眉开队 哼 不愧是精灵大少啊 说话果然霸气 但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这古画也是真几 吴子庸刚硬地说道 忽然 他感觉一股杀气习向自己 转眼看去 正是叶峰朝自己一步一步走来 他心中有些害怕 据说这个叶峰打人很痛 但到了这个地步 自己也不能怂 他道 如果叶绍是用拳头证明 这话是假的 那就动手吧 我虽然非你对手 但要让我折腰 绝无可能 古往今来 文化人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虎作娼 给权贵当附庸的软骨阴生虫 他们没有文人的傲骨 有的只是功名利路 第二种 则不畏惧刀阻 不甘为鱼肉 一身傲骨 只为争作清流 吴子庸虽然是第一种 但他给自己立的人设 却是第二种 而且大家也喜欢第二种 而且他也想得很透彻 别叶峰打一顿 也只会痛一阵子 但事后 自己肯定名声更胜 要挨打换名声 以后还可以更好地坑前 这生意值 想到这里 吴子庸抬头挺凶 无惧刀枪 众人纷纷给他点了个赞 吴大师不愧是我被楷磨了 活该他成为名人 呵呵 叶峰望着他 嘴角只有一丝冷笑 这个吴子庸在想屁吃 自己有这么傻 会去给他刷名望 叶少 请问这话是假的 有何凭证吗 于洪亮着急地站了起来 他担心吴子庸因此 而不肯卖话 而叶峰虽然是严老叫来的人 但是 这话他压根就没看过 即便想相信他 也得让人心服口服才行 于上你坐下 我敢说这话是假的 自然有我自己的道理 说着 叶峰从插在自己腰间的古话 掏了出来 扑在桌子上 说道 因为这幅画 才是你瑜伽先祖 瑜山大师的真迹 第九十三章 身败名裂 什么 此言一出 几乎全场轰然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 望着叶峰的这幅画 这竟然与吴子庸的那幅画 一模一样 连梅花掉落的位置 都完全一致 这两幅画 实在太像了 所有人都猛了 也难怪颜文景都看不出真假 这两幅画 简直就如一对孪生兄弟 恐怕只有原作者 才分辨得出来吧 难道这是真迹 于洪亮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虽然更情愿相信叶峰 但还是想看看 他接下来怎么说 此事 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了起来 真是一派胡言 你随便在市场上 陶一副一模一样的话 就能冒充真迹 难怪你叶峰看都不看 就说 这话是假的 我看 你是早有预谋 吴子庸急了 连忙叫道 你激动什么 我踩到你尾巴了 叶峰瞟了他一眼 随后指着这两幅画 说道 诸位请看 这两幅画 虽然描摹得一模一样 堪称完美复刻 但古画的材质 却有本质的区别 众所周知 于山大师生活在明朝中叶时期 那时候使用的纸张 乃是用麻制作的声轩 这种声轩 虽然能保证长时间不褪色 但也会有些许泛黄的痕迹 你们在看吴大师的这幅画 虽然也有些泛黄 但却是刻意加工过的 此画 出自于明国欧时期的 一位大师之手 用的可是明国欧时期 西方传过来的工业用纸 这 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叶峰此言一出 直接语经四座 众人 在探服叶峰的财使之时 还探服他的观察 竟然如此细微 这 可是连严文景都没观察到的事情了 面对众人的惊讶 叶峰则愈发淡然了起来 拥有自画精通技能 网上倒退两千年的自画知识 他可是全知道了 人的学识再强 强得过系统给自己大脑做扫盲 说的倒是精彩 但你一句话 你能证明我这话 就是赝品 吴子庸急了 他确实被叶峰踩到了尾巴 想要反扑 是与不是 让严老来鉴定一下 不就好了 叶峰笑呵呵的说道 行 我来吧 严文景立马走了上来 仔细观察一番后 说道 叶少这幅确实是明朝的宣旨 而吴大师这幅 也确实是西方的工业纸张 不可能 吴子庸一口否决 这话他是从市场上逃来的 虽然是假的 但却能以假乱真 纸张的材质 完全复古 根本没法辨认 你的意思是 是老夫在血口喷人 跟你一样不要脸了 严文景怒道 这话的材质 以吴子庸的半调子水平 当然没法辨认 但严文景学父武车 这对他来说 不是难事 这 吴子庸背对得哑口无言 他可以不尊重严文景 但却不敢给他编织罪名 否则他的拥顿 一人吐口唾沫 都能把自己淹死 我相信严老所言 于洪亮当即说道 作为学生 他当然相信严文景 不仅仅是相信他的学识 更相信他的人品 随即 于洪亮说道 吴大师 这话虽是赝品 但毕竟出自民国 价格想必也不低 但这幅话 并非我想要的 还请收回吧 行 吴子庸无奈 好是被叶峰搅黄了 他也没法再赚这一千万了 只要保住自己的名声就好 毕竟 这话并非普通艳品 就连严文景都看不出来呢 倒是让叶峰小儿出了风头 着实让人心中不爽 于少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你以为吴大师在卖你话的时候 难道他不知道 这是艳品吗 他就仗着他这话 能够以假乱真 好赚你的钱呢 叶峰笑语盈盈地说道 啊 这 于洪亮大惊 吴子庸也是要脸的人 居然会搞这种操作 信叶的 你要是看我不爽 你打我一顿便是 何必血口喷人 吴子庸彻底怒了 叶峰这是对着自己命门攻击 想让自己身败名裂 我血口喷人 叶峰冷笑 说道 这话是你半年前 在这省的一个落魄商人手里买来的 那商人就是因为太正义 所以才破产 他当时跟你说过 这话并非于山大师真迹 而是明沟时期的描摩 你当时认为 画的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无人能识别 你当时肯定想不到 你夜路走多了 也会碰到鬼吧 叶峰的话 再次语经四座 不但严文景 于洪亮大吃一惊 就连吴子庸找来给自己搭台的人 也难以置信 吴子庸居然是骗子 你 你 你 吴子庸经得魂飞魄散 话都说不利索 他心中惊骇万分 叶峰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难道他认识那个落魄的商人 这不可能啊 这没理由啊 那就是这什么一个不起眼小伤人而言 可特吗 叶峰怎么知道 自己当时想的是啥 吴子庸当然不知道 熟读原著的叶峰 可是知道这一段剧情的 在原著里 打脸吴子庸的人是灵异 当时吴子庸的心理活动 就有旁白 吴大师 这是真的吗 你行骗 居然行到我余家的头上了 于洪亮一改之前谦虚温和的态度 直接醋没吃到 这是叶峰乱说的 绝无此事 吴子庸连忙狡辩 他虽然人在精灵 但行骗的事情被证实 他绝对人人喊打 到时候 于洪亮弄死自己 绝对会被人拍手叫好 绝无此事 于洪亮冷哼一声 说道 这是我会去查的 你等死吧 行 我吴子庸做人光明磊落 经得起别人的监督 吴子庸已经装作一身傲骨 但心理却在盘算如何跑路 现在就查吧 那位买化的商人我知道 去查下电话 打过去直接问吧 说吧 叶峰就开始操作 很快就让人往上 人肉到了那位商人 于洪亮电话打过去 很快便证实了此事 一时间 所有目光都盯着吴子庸 给他搭台的人 都离他好几米远 深怕被殃及 于 于少 我 吴子庸战战兢兢 吓得浑身哆嗦 立马跪下求饶 于少 你放过我吧 我也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要不 你打我一顿出气吧 果恩 放过你 你这么坑我 居然还好意思让我放过你 我会把此事交给官方处理 你后半生 等着在牢里过吧 于洪亮含声赤道 吴子庸下的贪躲在地上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他的人生算是完了 连跑路的可能性都没有 很快 于洪亮就抱罪 官方来人 直接带走吴子庸 后面只需要判个诈骗罪就好 许久之后 众人依旧唏嘘不已 叶少 这副真戒 对我十分重要 不知能否卖给我 于洪亮平复了心情之后 向着叶峰问道 然而叶峰却迟迟迟没有答复 他只是打量着于洪亮 第九十四章 破例子 叶峰并不像颜文景一般 对古画有收藏的爱好 这幅万眉宣末图 市场家大约也在一千万左右 这是小钱 叶峰不是很在意 他唯一考虑的事情 是让于洪亮 如何欠自己一个人情 还是那句话 字画不值钱 值钱的是人 叶峰即将去姑苏开发高档商业街 很多事情 叶家都编长莫及 而于家作为姑苏的豪门 能为叶峰搞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原著中 灵异在闯荡姑苏的时候 就没少动用于家的关系 叶峰 你有深厚的字画知识 想必也是爱画之人 虽然不好夺人之美 但我原花两千万够得此画 见叶峰不回答 于洪亮继续问道 颜文景虽然有心帮于洪亮 但这毕竟是叶峰的话 上次买下那幅 《秋燕落霞图》 已经让叶峰给了自己一个面子 所以这次 他不太好开口 然而叶峰还是没有回答 叶峰 我知道你们叶家不差钱 但这幅古画 对我十分重要 还请想让 我愿意出三千万 如果叶峰愿意 我便欠叶峰一个人情 以后若有差钱 凡我力所能及之处 我定当竭力而为 于洪亮急了 这画 是他稳固自己家族地位的法宝 他不能就此错过 于少客气了 这幅画本就是你 于家先祖之物 我虽喜欢 但也不好占为己有 况且 于少你是阎老的学生 我倾慕阎老的才华和为人 这幅画 我就物归原主吧 就全当是教于少 你这个朋友好了 叶峰说着漂亮的客套话 他等的就是于洪亮的这句承诺 于是 他大大方方地把字画 递给了于洪亮 多谢叶峰 于洪亮感激不已地接过了古画 一时如获之宝 他很清楚 叶峰会同意 完全是看在阎老的面子上 在来精灵之前 他就听说了叶峰不少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的坏话 但现在一看 市井流言果然不可惊心 玄机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支票 填上三千万的数额 说道 叶峰 这是字画的钱 请收下吧 这不好吧 我把字画给你 是为了教你这个朋友 咱们的友情 能被金钱玷污 叶峰继续说客套话 反正这钱于洪亮肯定会给 叶少 我肯定教你这朋友 还欠你这份人情 但白拿你这幅画 我心有不安 于洪亮在原著里 是商界枭雄 但同时为人豪爽且仗义 叶峰小友 洪亮这孩子时尚 你就收下这钱吧 不然这话他拿得不安心 严文景笑呵呵地说道 他现在对叶峰特别刮目相看 叶峰不但才华过人 而且还很重感情 据说当初追一个女孩子 好几年都不曾放弃呢 叶峰很合他的胃口 那好吧 我不爱从朋友手中赚钱的 今天我就破了一次 叶峰无奈之下 接受了这三千万的支票 明明是一桩交易 在叶峰的操作下 变成了于洪亮的头套暴力 随后 叶峰又与于洪亮 交换了联系方式 于洪亮心底知道 叶峰参与了 姑苏打造的那个商业街项目 他暗自地想 今天欠叶峰一个人情 等他以后再姑苏遇到困难 自己定要助叶峰一臂之力 这倒不是单纯的还叶峰的人情 而是叶峰这个朋友 他交定了 叶峰小友 今日是了 我要回燕都去了 以后小友若是有机会来燕都 仅可以来找我 我严文景 定当近地主之一 严文景笑着说道 毕竟叶峰是看自己的面子上 才把话卖给的于洪亮 他也觉得 欠了叶峰一点人情 索性就卖他一个承诺 多谢严老 叶峰笑着回道 能得严文景一个承诺 倒确实是意外之喜呢 以后这大腿 还有得抱呢 叶 恭喜宿主略得男主角林毅的机缘 奖励逆袭值一千 系统提示 当前逆袭值四千 叶 男主角林毅的气韵值一千 系统提示 林毅的气韵值尚未跌落神奇气韵 宿主请再接再厉 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在原著中 今天的事情 原本属于林毅的机缘 系统 我把林毅搞去当保安 能将他的气韵值吗 叶峰还惦记着这事 同时心中也好奇 回宿主 可以的 但林毅毕竟是男主角 气韵太好 保安肯定当不长久 系统回道 没关系 只要能将他的气韵值就行 叶峰微微一笑 对于林毅这个男主角而言 气韵值才是他的根本 而降低林毅的气韵值 来提升自己的 也是叶峰顶替林毅 成为男主角的必要条件 在紫荆楼 顺便与颜文景 于洪亮吃过午饭之后 叶峰便回去了 临走前 之前的兔头胖经理 给叶峰塞了个一万多的红包 希望今天的事情 叶峰别往心里去 你过来 叶峰朝之前那位 长得虎背熊腰的保安一指 干啥 保安有些猛逼 别看他长得猛 但他有些愣 兔头经理有些紧张 难道叶峰要报复这保安 不至于吧 叶峰可是豪门大少 跟一个愣头保安计较 不掉价吗 收拾一下 来我夜市上班 叶峰直接说道 啊 保安愣了下 随后耿直地说道 可是 我有工作 我觉得这里挺好 不想跳槽 你个白痴 叶峰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你还敢推辞 兔头经理气的 跳起来一巴掌 拍在他脑壳上 他也纳闷 叶峰为啥会看上这货 就因为他呆头呆脑 不过话说回来 这家伙工作能力不行 但是态度很可以 于是 这位名叫唐大龙的保安 被叶峰挖走了 林毅同学当保安 怎么能没个办呢 叶峰嘴角邪魅一笑 他挖唐大龙 就是故意去恶心林毅的 林毅在自己手上 咋可能有好日子过 到时候 肯定有好戏看 而接下来 只需要等赵家的 两亿资金到账即可 届时 叶峰会让赵洪英 抽掉人手 与自己前往精灵 除了能顺理成章的 把林毅弄成保安之外 其实赵洪英的 商务能力也很强 叶峰可不想 啥事都自己亲力亲为 开车回到公司 当甩手掌柜 下午的时候 秘书唐雪兰 突然走进办公室 说道 叶少 赵家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 赵小姐并没有按照约定打钱 她的电话也打不通 第九十五章 赵少爷 咱俩谁是棒准 怎么回事 叶峰猝眉问道 这还能带出岔子的 唐雪兰无奈的贪了贪手 由于赵洪英电话打不通的缘故 他在精明强干 也不晓得原因 我去问问吧 叶峰说着 就给赵洪英去了一个电话 好家伙 对方直接关机 最后 叶峰在朋友群里问了一圈 最后 陈子勋在群里跑出来解释道 叶少 你不知道吗 今天一早 赵家发生人事变故了 赵洪波那家伙出院了 重新担任赵氏集团的少董 也就是说 赵洪英的继承人 当了没几天 就被撤了 我日 你咋不早点说 叶峰无语 这陈子勋搞啥呢 这么重要的消息 他竟然瞒着 不晓得赵洪英 也是姑苏商业界的投资人 外加自己的工具人 哈 我以为你知道呢 你没家赵洪波好友吗 那家伙现在可嘚瑟了呢 说完 陈子勋反手一个截图 发给了叶峰 是赵洪波的朋友圈内容 赵洪波 哈哈 本少爷王者归来 精灵中归是朕的天下 下面还要一堆田狗 在夸赵少爷霸气 赵少爷牛比 赵少爷天生就是 吃四个菜的人 赵少不死 叶峰永远为太子 煞比玩意儿 嘚瑟踏马呢 叶峰看着就来气 直接走出公司 上了法拉利H12跑车 一脚油门 直接杀到了赵氏集团大厦 赵氏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 赵洪波 手机你能还我吗 刚出院就这么转 你知道 你的腿砸骨折的吗 赵洪英坐在椅子上 冷冷地说道 我的好妹妹 你在找你哥呢 赵洪波也不生气 他一出院 爷爷就逼迫父亲 恢复了自己继承人的位置 现在正一起风发呢 他道 手机不在我这儿 在爷爷那儿 你问他要吧 你 赵洪英望着沙发上静坐着的爷爷 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吞 整个赵家 虽然父亲赵文伟 才是家主 但真正当家的是爷爷 当初起家之时 全靠爷爷走关系 打通渠道 不夸张地说 没有爷爷赵荣 就没有赵家的今天 但爷爷偏偏是个重男轻女的人 知道赵洪波被废掉继承人位置之后 他也不度假了 立马买机票 从爱琴海飞回来 爱琴海边的玫瑰花 哪有宝贝孙子重要 紧接着 就是罢免赵洪英少董的职务 让赵洪波赴任 但好不容易的权利 赵洪英岂能束手就擒 当即不从 由于工作能力的出色 赵洪英虽然不再是少董了 但各部门都任由他调配 赵洪波成了个空架子 于是 赵洪波就想了个主意 把赵洪英的手机抢掉 让他没法跟外界联系 这样一来 他还咋发号施令 爷爷赵荣 宠溺地看了一眼孙子 夸了句小机灵鬼 就照做了 所以 现在赵洪英几乎与世隔绝了 洪英啊 你也是我孙女 我也不会厚此薄笔 只要你肯把手上的权利交给你哥哥 我就还你手机 同时 你以后出嫁时 我会给你一份不菲的嫁妆 赵荣睁开眼说到 他是个快七十岁的老年人了 但却鹤发童颜 身体依旧很硬朗 最高纪录 曾与四个女人通宵达弹 呵呵 还真是没有厚此薄笔 对我太好了呢 赵洪英无语 但无奈 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至于家产 什么家产 传男不传女 父亲倒是个开明的人 但他在爷爷面前 一点话语全都没有 但赵洪英不会就此甘心放弃 他有自己的野望 更有不输男的才华 少爷 老爷子 这时 一名经理急急忙忙冲了进来 说到 叶 叶峰来了 叶峰 听到这名字 赵荣 赵洪波爷孙眉头一皱 而赵洪英心中却是一喜 或许能帮自己破局的人 便是叶峰了 让他进来吧 赵荣皱着眉头说道 他很不喜欢叶峰 如果不是这家伙 自己的宝贝孙子 能从二楼跳下去 然后再去医院躺半个月 到现在 走路还一缺一寡的呢 爷爷 这个叶峰来 肯定是为了赵洪英的事 赵洪波凑到赵荣耳边 低声说道 我赵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他一个外人 来插嘴 赵荣冷哼一声 不以为然 赵洪波也嘴角轻蔑 他把叶峰当作对手 虽然暂时不敌 但绝对不可能屈服 很快 叶峰便走了进来 瞧了瞧赵洪波 笑道 赵少爷 你腿好了吗 下次别听到我来了 就从楼上跳下去 这传出去 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是暴力狂呢 你 提起这茬 赵洪波就来气 你叶峰特么带着人来导食 我要是不跑 落到你手里 能有好下场 那么 精灵四少 除陈子勋外 哪个没被你坑过 最生气的是什么 周文斌 王孝成这两个家伙 被叶峰坑了 居然还去当狗 一点自尊心都没有的垃圾 废物 叶峰少爷 你叶峰与我赵家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你来我赵家作甚 这时 赵荣开口说道 他知道孙儿不是叶峰的对手 所以 还是得自己来 来谈合作的 别忘了你们赵家 是我们叶峰的盟友 叶峰随意地坐在沙发上 面对着他们 直接说道 姑苏商业街的投资 你们还记得吧 当然 那是个好项目 我们当然投 不过此事 我们已经交给了文波处理 他从国外留学回来 学的又是金融管理 很适合干这样的大项目 赵荣微微一笑 那可不行 叶峰摇头 赵洪波就是个傍蠢 他要是来搞 我们绝对扑剑 你特么才是傍蠢 叶峰你会不会说话 赵洪波大怒 呵呵 你挺神奇的呀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我听说 你王者归来了 特么怀你赵少爷不死 我叶峰始终是太子 叶峰冷笑一声 呼得豁然其时 一把扯住赵洪波的衣领 赵洪波防不胜防 被叶峰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 提在了手里 韩声道 赵少爷 我特么问你 我们两个谁是傍蠢 给劳资重新说一遍 第九十六章 那就是没得谈了 叶峰 你也太放肆了 这里是赵氏集团 由不得你乱来 见到叶峰对自己酸动武 赵荣急得一下子 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叶峰不搭理他 继续揪着赵洪波的衣领 问道 说 我们两个谁是傍蠢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回答 我 我是傍蠢 赵洪波颤着声音说道 不知道为啥 他感觉叶峰身上 有一种特殊的气场 自己在他面前 会发自本能的颤抖 甚至想要下跪 你不王者归来吗 你给我说说看 谁特么为太子 叶峰开启王者之气 韩声问道 此时的赵洪波 已经吓得脸色煞白 就连他爷爷赵荣 也正在原地 想上去阻止 却发现连话都说不出来 叶少 你放过我吧 那些都是我舔狗乱说的 你是精灵的王者 我是太子 赵洪波屈辱地 承认了这对父子关系 垃圾 叶峰随手放开赵洪波 他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裤子里还传来一阵刺鼻的味道 这笔居然吓尿了 叶峰无语 就这种货色 还配当太子 周文斌那种货色 都比他强好吗 叶峰他竟然 此时 赵洪英也被禁得目瞪口呆 赵洪波可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 他竟然在叶峰面前 吓得尿了裤子 虽然赵洪波是自己哥哥 但赵洪英对叶峰还是满心欢喜 看来恶人还需恶人魔 不过就赵洪波这种丢人丢到家的货色 也配把叶峰当作对手 人家叶峰 都不想鸟你好吗 叶大少爷 你未免太不把我赵家放在眼里了吧 即便是你父亲叶龙舟 也不敢在我赵容面前动武 难不成 你以为老夫老了 就提不动刀了 赵洪反应过来之后 愤怒地叫道 他愤恨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去阻止叶峰 更愤恨叶峰竟敢如此目中无人 赵洪息怒 我绝无此意 叶峰嘴角扬起笑容 说道 毕竟赵老爷子都快七十岁了 还能一夜七次呢 提个刀又算什么呀 不知道我七十岁以后 还能不能这般生猛啊 叶峰故作叹息 你 赵洪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指着叶峰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家伙 到底是夸人还是损人 呵呵 赵洪因轻眼笑语 爷爷这么霸道的人 想不到会在叶峰这里吃亏吧 看着叶峰英俊的面容 赵洪因的眼眸中 不知不觉多了份轻慕之情 赵老爷子 咱们说正经的吧 这次姑苏金融街的投资 我指认赵洪因小姐 如果你们执意让赵洪拨上 那就别投了 叶峰坐下来 云淡风轻地说道 呵呵 赵荣冷笑着回应道 你呵呵你妈呢 你以为你是投资方 你就是大爷了 我说让你们别投 你们就投不了 这钱你们不想赚 有的是人赚 我让你们赵家投 看中的是赵洪因小姐的商务能力 你以为劳资看上 你们赵家的那两个臭钱了 煞比玩意儿 叶峰没好气地骂道 赵荣这老头 当大爷当惯了 总以为投资者才是大爷 叶峰 你 赵荣被当面辱骂 气得发抖 他很想就此放弃投资 但想了想 这次投资 确实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叶峰要不是为了保证家族资金充足 以及整合四大家族的势力 他也不会让别人上 他忍了忍 压着怒火说道 叶少爷 我承认姑苏的那个项目很好 我赵家也愿意投资 但如果叶少爷因此就来插手我赵家的家务 那就没得谈了 我赵家想赚钱 有的是渠道 在利益面前 赵荣可以容忍叶峰的无礼 但绝不可能放弃赵洪波继承人的身份 这是赵荣的底线 那就是没得谈了 叶峰嘴角泛起一个轻越的笑容 转身又对着赵洪英说道 赵小姐 我叶峰还是那句话 我之所以让赵家投资 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如果你愿意 那我就把投资的名额给你 笑死我了 赵洪英没有赵家支持 拿得出来两个亿吗 一旁的赵洪波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很快 叶峰一个如刀子般犀利的眼神望过去 赵洪英一阵哆嗦 立马捂住嘴 赵荣一言不发 叶峰这句话吓不到自己 他让赵洪波继续当继承人 那么 姑苏商业街的事情 也只能由他去负责 我 赵洪英有些愣住 没想到叶峰居然这么挺自己 愿意的话 咱们就走吧 叶峰说道 愿意是愿意 可是 赵洪英很想说 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有爷爷在 即便是父亲 也没法帮到自己 没那么多可是 跟我走 说完 叶峰直接拉起赵洪英离开 这是赵洪英 第一次跟男生的肢体接触 他有些不知所措 但还是任由自己的仙仙御守 被叶峰拉着 爷爷 你说 叶峰不会把钱借给赵洪英吧 赵洪波担忧地问道 那又有什么关系 大不了 我们不挣 这钱了就是 赵荣霸气地说道 随后又宠溺地看着孙儿 你放心吧 只要有爷爷在 谁都抢不走你的继承人位置 谢谢爷爷 赵洪波欣喜地回道 走出赵氏集团大厦 赵洪英说道 叶少 成功你的后爱 可我真没那么多钱去投资 赵洪英无奈地苦笑 他估计 叶峰可能会借钱给自己 但自己已经不是 赵家的继承人了 何得何能 让叶峰借自己钱呢 而且 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赵小姐 我这说第三遍了 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你觉得我叶峰缺钱缺资源吗 叶峰无语 怎么让赵洪英 给自己当个工具人 咋这么难呢 在援助中 赵洪英为了灵异 跟家族撕破脸后 就去扶持灵异 结果就是大杀四方 灵异的事业 靠的不是白苏苏那个傻白甜 而是靠赵洪英的手腕 虽然叶峰拥有商业专精 商务能力堪比国内十大 商业帝国的总裁 可叶峰只想当甩手掌柜 赵洪英这个工具人 他必须拿下 啊 赵洪英不知道说啥 但心里还是美滋滋 毕竟除了父亲以外 叶峰是第一个真正认可自己才华的人 所以 赵小姐你的格局不要太小 叶峰见他上道 继续说道 姑苏的投资 只是开始 我想要的 是将你扶上赵家继承人的宝座 第九十七章 赵洪英的好感 叶峰 你也看到了 我爷爷重男轻女 即便赵洪波不如我 他也不会把继承人位置给我的 赵洪英叹了口气 他虽然不甘心 但也无奈 叶峰当然知道这件事 在原著中 赵洪英之所以会离开赵家 除了男主角灵异的关系之外 还因为 他对家族彻底失望 但叶峰却勾起嘴角 说道 赵小姐 我记得你说过 王侯将相 谁也不是天生的贵重 凭什么他赵洪波能当继承人 你就当不了 我说了能扶你上去 那便自有我的手段 你这是不太相信我 我相信叶少爷 赵洪英连忙说道 这不是应付 而是发自真心的话 只是 这恐怕会困难重重吧 不过赵洪英的内心 却渴望着 与叶峰一起夺回 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 相信就行 叶峰笑着 又道 以你现在在赵家的威望 如果你出来单干 能带走多少人 以前的赵家 虽然都是赵洪波当继承人 但他在国外读书 管事的 反而是赵洪英 他的能力出众 在企业内部 建立了不少威望 我手下几个核心业务部门 我能带走 赵洪英自信地说道 这也是 他被罢免继承人之后 赵洪波依旧无法成功夺权的原因 林一也能带走吗 叶峰好奇地问道 能的 是我直系下属 他能力还可以 我之前本来打算升他当主管的 赵洪英回答道 他其实很好奇 叶峰跟林一到底有啥瓜葛 居然这么关注他 那行吧 你那边处理一下 下个月就跟我去姑苏 上次你问过我 如何对付姑苏拍下地皮的那个大老板 我现在就回答你 只要核心部门 以及权力 掌握在我们手中 那不管他是谁 都妨碍不了我们 叶峰掷地有声地说道 嗯 赵洪英笑着点了点头 脸上的阴霾被一扫而光 心思也浮动了起来 看叶峰这意思 将来姑苏商务皆建成 自己将会负责那边的事务呢 如果此事能成 或许叶峰 真的可以帮自己 取回赵家继承人的位置呢 想到这里 赵洪英的一双美目 柔情似水了起来 望着叶峰秋波连连 叶 恭喜宿主 赵洪英与你的好感度提升 当前赵洪英已经脱离了原著中 灵异后宫的轨迹 叶 恭喜宿主获得一千亿席值 外加一次属性强化的机会 叶 灵异的隐藏魅力值200 系统提示 灵异当前魅力值100 隐藏魅力值300 叶 灵异的气韵值2000 系统提示 灵异即将跌破神级气韵 宿主是否进行属性强化 系统的声音 在叶峰的脑海里响起 强化吧 叶峰的嘴角 辱出笑容 叶 恭喜宿主属性强化成功 当前属性 姓名 叶峰 性别 目前是男性 体力 350 普通人为60 精神 250 普通人为60 武力 三百五十 普通人为60 天赋 250 普通人为60 魅力 500 气韵 人即气韵 逆袭值5000 技能 商业专精 技能 自画精通 技能 车技精通 技能 格斗精通 衍生技能 古惑 衍生技能 王者之气 看着自己的属性值 叶峰心叫一声Nice 属性值上 尤其是武力值 叶峰现在几乎不需要 陈芳林的保护 就能横着走 但叶峰知道 在战斗方面 陈芳林始终是自己的底牌 他除却金蝉传人的身份外 南疆古术 将来也有大用 目前有5000逆袭值 可以算是一笔巨款 可叶峰知道 现在虽然没什么困境 但将来 尤其是在去了姑苏之后 会接触到更高的未免 仅仅5000逆袭值 还是不够的 看来以后不但要多跟灵异亲近 还得跟他的后宫们倒亲近啊 一想到这 叶峰就来了静 与赵洪英分别之后 他去招揽旧部 而叶峰则开车回公司看财报 如今夜市服装不入正轨 线上线下都卖得不错 叶峰只需要等着数钱就行 在回去的路上 白剑豪突然打来了电话 叶峰 你有时间吗 咱们谈谈吧 电话里 白剑豪舔个脸说道 叶峰心中呵呵一笑 这白剑豪拉不到投资 而且有自己压着 也没人会收购他的公司 他着急了呢 虽然白剑豪是主动方 但现在可是叶峰的主场 他道 今天没时间 改天吧 叶峰 别这样 要是过了明天 我就成老赖了 白剑豪急了 这跟我有啥关系 叶峰冷笑道 这完全是白剑豪自找的 之前跟他谈收购的时候 他干嘛去了 叶峰 求求你了 我不想成老赖啊 白剑豪五十岁的人了 在电话里差点哭起来 按照传统异能 他本来想搬出白酥酥的 以前这招特别好使 但他的理智告诉他 那是以前 现在的叶峰 可不是以前的那个田狗了 不过 白剑豪还是不甘心放弃 他已经准备彻底献祭自己女儿 别说小三 就算是小四 小五 他也得说服女儿 去当夜少的女人 否则 荣华富贵 真就离自己远去了 行了 明天来找我吧 叶峰对白剑豪成不成老赖 没有丝毫兴趣 但收购白市建材 可是捡钱的生意 叶峰不太想夜长梦多 回到公司的时候 差不多傍晚六点 公司员工已经陆陆续续下班 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加班 雪兰 你怎么还不下班 不是让你注意休息吗 叶峰发现秘书兼助理的唐雪兰 还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 这段时间以来 她基本都是走得最晚的一个 现在公司没那么忙了 不需要她太干工作 毕竟把她累到了 谁给叶峰办事 但是 唐雪兰在发呆 对叶峰的声音没有反应 雪兰 在想啥呢 叶峰走上去 敲了敲办公桌 啊 唐雪兰如梦般惊醒 问道 叶少 怎么了 下班了 哦 好 唐雪兰这才反应过来 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 收拾好文件好 她就离开了公司 叶峰看了下财务报表 发现这段时间 卖得不错 尤其是直播带货这块 简直就是吸金利器 于是 叶峰这才美滋滋的回家 刚走出公司所在的大厦 叶峰便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传来 唐雪兰 你可算出来了 真特么让劳资好等 别脸不要脸的玩意儿 别怪我没警告你 这钱你要是不还 当心劳资 把你卖到幼鸟店去 第98章 黄金城的主人 叶峰转过身去 看到几名大汉 把唐雪兰围堵在了角落里 他们身上纹着黑龙 脸上肥肉凶悍 尾思欧 硬邪的目光 正在唐雪兰的身上乱嫖 踏马的 没想到唐望德那个烂毒鬼 居然生了这么漂亮一个女儿 也多亏她是烂毒鬼 不然这样的女的 我们哪有机会享用啊 马德 这精致的模样 都快比得上混圈的那些天菜了 马德 他要是不肯还钱 就把她拿去肉肠 劳资要第一个肠先 别说了 老子快受不了 动手吧 几个大汉看得火焰喷张 立马又进了一步 唐雪兰气质绝佳 身上穿着黑色OL制服 腿上丝袜勾勒出修长笔直的眉腿 此刻 她如暴风中的娇花 把手提包抱在胸前 颤着声音叫道 你们别乱来 这里可是夜市服装 哼 我们当然不敢在夜市服装乱来 但这里可是你们公司外的 再说了 负债女常天经地义 几个大汉 邪恶的笑着 再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品尝到唐雪兰的美味 并且 他们心里也期盼着 唐雪兰一点朱唇万人肠 夜夜横卧男人床时的硬荡场面 不 不要 唐雪兰下的脸色苍白 她爸赌钱欠了高利贷 她已经帮着 还了十多万了 她刚工作没几年 虽然夜市集团的福利好 可她现在 根本就拿不出钱来了 唐雪兰更不想被卖去当G 自己美好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可现在 有谁能来救自己 把你们的脏手拿开 要是敢碰她一下 我直接给你剁了 突然 一道森寒的声音响起 夜少爷 唐雪兰心头狂喜 含着泪冲到了夜风的身后躲着 夜少 几个大汉愣了一下 现在精灵的江湖上 就没有不知道夜风名头的人 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本尊 夜风身上 有一股很强大的气场 吓得几个大汉 腿都软了 但领头的那人 还是说道 夜少爷 唐雪兰他爸欠我们钱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难道你也要管 他爸欠钱 你找他爸去 但你要是敢动他 老子直接废了你 夜风醋没吃到 行吧 大汉不敢有脾气 看来唐雪兰当G 已经没希望了 但钱还是得要 他道 唐雪兰 这钱以后我们不找你了 夜少说的对 谁欠的就找谁 我们这就去找你吧 走 那名大汉一招手 准备离开 站住 夜风叫道 夜少 还有何吩咐 我说的话 你好像没听懂 我说了 不许动我夜市的人 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人 他爸欠你们的钱 你们只能采用正规手段 要是敢乱来 我他妈照样废了你 夜风怒斥 刚才听他们的对话 唐雪兰父亲唐旺德 应该是搞赌欠下的高利贷 这种本身就不正规的贷款 肯定会滋生暴利 刚才他们还想着抓唐雪兰 去做G还债 夜少 这 大汉恼怒 但不敢发作 夜风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正规催收 怎么可能收到高利贷 没听懂 夜风醋眉 我做不了主 大汉打算不理睬夜风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至于欠款 肯定会想办法 要回来的 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 那行 谁能做主 你就带我去找他 什么 前面带路 夜风上前 揪着大汉的衣领 不然 我现在就废了你 夜风对毒鬼没有兴趣 但唐雪兰工作能力出色 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在援助中 在灵异对付夜风的时候 就想重金挖走唐雪兰 但他秉着对夜家的忠贞 在灵异的利诱面前 丝毫不为所动 而且 作为会用人的老板 夜风肯定要为 手下解决后顾之忧 行 大汉不敢招惹夜风 但心中却不以为然 自己大哥李祥 可不会吃夜风这一套呢 唐雪兰父亲唐旺德 经常去的地下赌方 名字叫黄金城 同时 黄金城背后的主人 也是这名大汉的大哥李祥 夜风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人在援助中打过酱油 具体详细的情报 还得再问问 夜风 ad所有人 有人知道黄金城的老板李祥吗 王孝成 没有 应该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吧 周文斌 同上 陈子勋 我见过一次 好像上次 我爸还给他打烟来着 挺年轻的一个人 也才二十几岁 但具体不熟 金虎 夜哥 你跟李祥咋了 夜风 小虎 你认识他 金虎 他也是江湖人 不过没啥名气 属于闷声发大财的那种 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但我们见到他 都得叫声祥哥 王孝成 这么掉 这可不是金虎老哥你的作风啊 金虎 实话实说 如果李祥 想当精灵江湖的龙头 那绝对没人敢抢 但不知道为啥 他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从不扩张 金虎的话说完 群里立刻炸锅 王孝成等人 满脸不可置信 即便是陈子勋 也觉得金虎吹过头了 毕竟他父亲打烟 除了看对方身份之外 还看对方合不合自己心意 叶峰则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原著中的李祥 虽然是个打酱油的 但实力可不低 金虎继续在群里说道 叶哥 如果你跟李祥有仇的话 尽量还是化干戈为玉伯的话 最好还是和解吧 叶峰 金虎 叶哥 我说真的 这个李祥真的特别恐怖 除了武力强到可怕之外 据说还会别的一些异能 叶峰 我自由主张 回完消息 叶峰合上了手机 他理解金虎的担忧 但叶峰今天也不是来找事的 只要这个李祥乖乖的配合 那么一切好伤了 但如果不肯 那么叶峰自然不会容忍 他再精灵放肆 叶少 咱们到了 不多时 大汉就将叶峰领到了黄金城赌方 这里 外表看着很破旧 但叶峰知道 这种地下赌场 里面才会富力堂皇 叶峰停好了车 就带着唐雪兰走了进去 爸 刚一进门 唐雪兰便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唐旺德 此时 唐旺德正被一名男子 一巴掌抽倒在地上 第99章 叶少爷 我劝你最好三思 你们干什么打人 唐雪兰急忙冲上去 怒视着这几个不三不四的男子 呵呵 你问问你爸呀 一名男子冷笑道 元哥 求你再借我五万块钱吧 只要再借我五万块钱 我翻门之后 一定把所有钱都还你 唐旺德爬到名叫元哥的男子脚边 用最卑微的语气求道 他现在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赌徒 总想着靠赌博翻身 但只要了解赌博行业的人都知道 这也是赌方利用人心操作下的结果 俗称杀猪 滚 老子那三十万你都还不上 凭什么还让我借钱给你 元哥一脚 将唐旺德揣得个厚仰 不是十万吗 怎么成三十万了 唐雪兰大惊 十万 那是上个月的钱 现在是三十万 元哥冷笑着说道 他这才看清楚眼前的女人 正是唐旺德的女儿 当即说道 长得不烂吗 卖去做G可惜了 不如就跟我吧 欠款的事也可以一笔勾销 唐雪兰长得很有气质 也很有韵味 尤其是身上的那种顺从感 让元哥恨不得立马就地征服她 女人越挣扎 她越是喜欢 你 唐雪兰有些害怕 立马缩到一旁 但想到有叶峰少爷在 她的胆子也壮了一点 元哥 别说让我女儿跟你 你就算让她干啥都行 求求你再借五万块钱给我吧 唐旺德再次爬到元哥的脚边 欣喜若狂地叫道 爸 你 唐雪兰大惊 她没法想象 这居然是从自己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 那个 从小为了抚养自己读书 一个人打三分工的父亲 唐旺德此时已经完全六亲不认 眼里只有那五万块的赌资 而这 也恰好合了元哥的心意 她望着唐雪兰 心中的歪望 愈发骚动 不愧是黄金城的作风 这人写馒头 吃得可真香啊 恐怕连金虎 看了都要惭愧 叶峰忍不住要为他鼓掌 金灵毕竟是江南的省会 江湖人不敢太猖狂 金虎这么拽的人 都得收敛 但这个黄金城 又是放高利贷 又是逼良为娼 简直不要太狂 这就是陈子勋说的 闷声发大财 靠 小子你谁啊 敢这么嚣张 围起来 打一顿 扔后面的臭水沟里去 元哥的手下 纷纷怒目而视 黄金城自开业后的三年多来 就从来没人敢在这里撒野 顿时 整个黄金一楼之中 不管是工作人员 还是看厂的人 以及顾客 上百双眼睛 纷纷注视着叶峰 得罪了黄金城 无疑是被判了死刑 元哥 别动手 正当这些手下要动叶峰的时候 之前的那名大汉 立马冲了上来 叫道 都给我滚一边去 这位可是叶家的叶峰少爷 叶峰 听到这名字 元哥眉头一皱 他们跟四大家族和叶家 都没啥来往 为啥这家伙 跑这里来了 元哥 是这样的 那名大汉 将叶峰的来意 告诉了元哥 作为黄金城的人 他虽然不可能轻易屈服于叶峰 但也不会轻易与他结仇 就算要结 也得是大哥李祥亲自来 原来叶少爷 是位唐小姐的父亲来的 今天我就给叶少爷一个面子吧 叶少 只要帮他把钱还了 这事就算了 元哥大大方方的说道 他其实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吃定了唐旺德 就算这次的债务轻了 还是会有下一次 只要一瞻染上赌博 那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在搞笑吧 从来都只有我叶峰找人要钱 你算老几 敢向我开口 叶峰醋眉 那叶少就别管此事 唐小姐是你叶氏的人 我们可以不为难他 但唐旺德欠我们钱 我们不可能不要 叶家有叶家的尊严 我们黄金城 也有我们黄金城的规矩 元哥坐在椅子上 淡淡地说道 元哥是吧 你他妈好像没听懂我意思 我说的是 钱我不给 人我也要带走 你他妈黄金城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谈规矩 叶峰怒目而逝 在来之前 他就料想到了这一幕 既然他们不识抬举 叶峰自然不会容忍 他们的存在 精灵只能允许 一种声音的存在 哦 那你试试 今天能把人带走吗 元哥不以为然 他现在之所以 没怎么为难唐旺德 是因为可以抓他女儿去还债 但是现在 唐雪兰是叶家的人 不太好动 那么唐旺德肯定跑不了 今天叶峰 带不走唐旺德 而元哥的话音落下后 立刻有二十多人涌出来 堵在了门口 这些都是黄金城调借出的 一等一的好手 元哥 只要我赢了钱 这债我一定还 唐旺德被元哥这气势吓到了 他深知黄金城的厉害 元哥只是老板黎祥的一个手下 倘若黎祥出马 那自己恐怕就没活路了 他连忙对着女儿唐雪兰叫道 雪兰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 元哥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你今天要是赶走 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唐旺德固然知道叶峰的身份 但他看得很透彻 叶家虽然是豪门 但自己女儿只是叶峰的手下而已 即便帮得了这次 那么下次呢 下下次呢 黄金城的怒火 一般人可是承受不起的 况且 对于黄金城的恐惧 已经完全植入到了唐旺德的心里了 爸 你 唐雪兰对自己父亲失望透顶 但他毕竟是自己父亲 一想到他这么多年抚养自己不容易 再加上亲情也搁舍不断 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把眼中的希望 寄托在叶峰少爷的身上 擦 你黄金城叠腰的很是吧 叶峰猝眉 他动了怒火 即便今天不是为了帮唐雪兰 他也不能容忍黄金城的存在 叶少爷 我可警告你 我黄金城虽然名气不大 但绝非杨腾那种货色可比 你能轻易搞定杨腾 但我黄金城你绝对撼不动 叶少爷 我却你最好三思 不然你这么俊俏的脸蛋 弄伤了可不好 元哥的嘴角勾起一丝轻面 冷冷地望着叶峰 第100章 精灵的秩序 谁敢动叶峰 元哥的话才刚刚落下 忽然外面一道爆合声响起 随后便是一阵骚乱 大批手持西瓜刀的 职业江湖人涌入 守在门口的人 虽然是黄金城的好手 但来者太多 又手持凶器 他们很快便被冲散 叶峰也好奇地望了过去 发现来者 竟然正惊虎和王孝成 原来是虎爷和王少爷 不知道什么风 居然把你二位给吹来了 元哥笑呵呵地问道 黎元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算 今日你敢动一下叶峰 我就算豁出所有 也不会让你好过 金虎怒道 没错 如今我王 陈 周三家 都支持叶峰 你若想与我们为敌 就大可以放马过来 王孝成也随即说道 我可没想过 与你们为敌 是你们叶峰 今天非要坏我黄金城的规矩 怎么倒成了我惹是生非 元哥依旧面色不改 即便四大家族 全部支持叶峰 他也不拒 莫非为了一个烂毒鬼 你这点面子都不给 金虎怒眉说道 若非不得已 他并不想与黄金城的人开战 但他也知道叶峰 他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他想救的人 哪怕死了 烂了 变成了灰 也得让他从阴曹地府爬回来 这是钱和毒鬼的问题吗 元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说道 我黄金城的规矩 没人能够破坏 我已经很给叶峰面子了 他执意挑衅 我能如何 莫说我不同意 即便我大哥离祥在此 也照样容不得叶峰放肆 说得好 叶峰冷笑一声 忍不住为他鼓掌 在金陵 你有你的规矩 我有我的秩序 叶峰现在并不是单单为了帮唐雪兰 双方都是秩序的碰撞 你的秩序 元哥冷笑道 叶少爷 你可有在商界呼风唤雨 你可有动用武力 驱逐杨腾 但我黄金城自成立以来 便逍遥于规则之外 我劝你不要以卵击石 否则叶家也保不住你 这句话 并非是恐吓 而是黄金城有这个能力 若非组织禁止扩张 不然在大哥的带领下 黄金城早就成熊于精灵 而且 一个叶峰也配有实力 跟黄金城叫板 就凭他家养的狗多 就凭金虎和王 臣 周三家支持他 亦或者 灭了杨腾的势力 就别了他勇气 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值一提 多说无意 手底下见真章吧 我叶家既是精灵的霸主 那么卧榻之策 就容不得你们酣水 说吧 叶峰直接朝着袁哥冲了上去 叶少当心 这个黎元是黎翔的亲弟弟 会异能 金虎急忙叫道 黎元远非羊腾可比 他怕叶峰轻敌 找死 见叶峰冲上来 袁哥直接乐了 随即弹指一挥 嗖的一声 竟是一条蜈蚣 朝着叶峰射去 难将鼓术 叶峰微微一笑 看来这个黎翔 黎元的背景不简单 圆柱里面 对他们只是 轻描淡写地打了个酱油 但叶峰可以看出 他们更多的来历 其实应该把方林给带过来的 叶峰心中想到 只可惜那丫头这段时间 不是沉迷刷剧 就是沉迷练功 本着他越强 叶峰越收益的原则 也不好打扰他 陈方林在援助中 虽然是顶级的战力单位 但现在 还需要秦家修炼 叶峰小心 这蜈蚣有毒 被他咬到 非死即上 金虎急忙叫道 作为江湖中人 他非常了解黎元的手段 雕虫小记 也敢扳门弄斧 叶峰语气轻蔑 自己的精神力高达250 远超常人四倍有余 轻而易举就能捕捉到 这条毒蜈蚣射来的诡计 他举起手指 轻轻一加 顷刻间 这条毒蜈蚣 就成了叶峰的掌中之物 身手不错 难怪杨腾都不是你的对手 原哥呵呵一笑 玄机目光沉下 说道 但金虎已经告诉你了 这毒蜈蚣浑身都是毒 即便是沾上 也非死即伤 你怎么不信呢 说到这 原哥哥哥直笑 看来这个叶峰 也只是名头响亮而已 那为什么 我一点都没有 叶峰冷笑 自己的体力到达350 远超常人近六倍 这毒确实很强 但奈何还不到叶峰 须知 南疆古名 可是常常用毒蜈蚣泡酒的 so 叶峰夹指一射 将毒蜈蚣又射了回去 正好落入笑的 和不拢嘴的原哥嘴里 嗯 哦 原哥没有防备 竟将整只蜈蚣吞下 顿时间脸色俱变 顾不得叶峰了 立马去扣自己喉咙 想把蜈蚣给扣出来 原哥 你没事吧 快去叫救护车 马德 都愣着干啊 看戏呢 原哥要是有事 劳资第一个砍了你们 原哥的手下 都急忙朝黄金城的工作人员叫了起来 别看原哥喜欢玩毒 但这毒物吞进去 怕不得穿肠烂肚 扑 不多时 原哥一口黑血喷出来 当场昏死了过去 整个黄金城都乱作一团 再也没有人 能顾及他的规则 这就是你说的 他们会异能 叶峰转身 笑着问金虎 这 金虎无言以对 他发现 真正会异能的事 是叶峰才对 他上次可是亲眼看到过黄金城的主人李翔 在手里把玩毒蛇呢 李翔说 这蛇浑身都是毒 不用咬人 都能把人毒死 当时大家不信 于是 他就找来了一个女人 拔掉毒蛇的獠牙 放进女人的身体 结果不到一分钟 女人就被送到医院清洗 而把玩毒蛇的李翔 一点事都没有 虽然这次这条蜈蜈毒性不如那条毒蛇 但叶峰夹在手中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这确实让人震惊 难道 这就是天赋一禀吗 李翔虽然可以必毒 但这蜈蜈吃下去 他也难以逃飞死疾伤的命运 这也算是自作自受 而叶峰 则带着人离开 这是黄金城有史以来 唯一一个可以坏他们规矩的人 亦或者说 叶峰的秩序 才是精灵的规则 叶少 我可以求你见识吗 刚走出黄金城堵坊 唐旺德就一脸魅笑 叶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你借我五万块钱吧 以后我女儿就是你的了 她的模样长得不错 不管是给你当宠物 还是当玩具 只要你高兴就好 五万块钱 你不亏的 唐旺德舔着脸 笑容满面 第101章 叶石剑才 叶少 您看如何 见叶峰不答话 唐旺德继续问道 但他没有注意到 叶峰的脸色很难看 他女儿唐雪岚也面如死灰 卧日 这货也配当父亲 金虎实在想不通 他见过的毒鬼特别多 但还从来没唐旺德这种 马德 这么一比较 我发现我家老头 还支持满分爸爸呢 王孝成也惊了 他父亲平时也不咋当人 但至少 他父亲不会把他卖了 没钱 叶峰懒得多说 直接带着唐雪岚走人 他想解决的是唐雪岚的后顾之忧 而非帮这个烂毒鬼翻身 此件事了 叶峰下令禁止任何人 任何赌方 以任何形式 让唐旺德贷款或者赌博 同时 叶峰也让金虎严密监视黄金城的动向 他们若有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 就立马汇报叶峰 目前 理想不在黄金城 但叶峰还是要把他揪出来 精灵 不能允许有任何人挑战叶氏的规则 女儿啊 你帮我求求叶少吧 爸爸真的需要这五万块钱啊 见到叶峰要离开 唐旺德仍然不死心 爸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 我会为你养老送终 唐雪兰声音冰寒入骨 她是单亲家庭 从小被父亲养大 但没有人能体会到 那种被自己唯一的亲人出卖的感觉 唐雪兰这几年的工资 绝大部分都在帮父亲还赌债 这次还差点搭上了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 父亲仍然死不悔改 唐雪兰这才知道 她是真的无可救药 叶峰少爷的安排 唐雪兰认为非常妥当 禁止让父亲再赌 再借高利贷 才是唯一帮她的方式 而唐雪兰自己 也只会再尽赡养的义务 唐雪兰决然转身 跟着叶峰一起离开 别哭了 以后就把我们叶氏 当成你自己的家吧 叶峰看着副驾驶上 哭成泪人的唐雪兰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没有人真正能理解 她现在的感受 但叶氏却是她永远的避风港 在原著中 唐雪兰对叶氏的忠贞 让叶峰也感慨万千 原著的叶家 在被灵异搞垮之后 叶峰并不甘心 想利用顾云香 再行反击 以及东山再起 此时的唐雪兰 已经有了新的工作 但还是毅然决然 回到了叶峰的身边 尽心尽力地帮她 可惜 最后的结局不太好 在灵异这个开挂的男主角面前 没有人会是她的对手 最后 顾云香破产 也被书中的叶峰背叛感情 怀着身孕从高楼上跳下 一失两命 而唐雪兰 在被灵异利诱不成后 落了个被逼疯的下场 最后被送入精神病院 后来 叶峰成了灵异的跟班小弟 而唐雪兰 即便是疯了 还在谋划 如何帮叶峰东山再起 这样的女孩 叶峰又怎会视若无睹 谢谢叶少 唐雪兰感激地说到 最后破体微笑 至少在这个世上 在叶少爷这里 还有最后一丝温情 回到家 休息 次日一早 叶峰刚来到公司 唐雪兰的状态 已经恢复了过来 正在拼命工作 另一个拼命工作的人 则是白健豪 她早上六点 就在夜市门口等着了 没人敢把她放进来 但偏偏叶峰是从后门进来的 所以没遇见她 直到中午去吃午饭 叶峰才从正门出去 遇见白健豪 我说白总 你来了咋也不通报一声 等这么久多不好啊 叶峰把她带到办公室 笑呵呵地说道 白健豪心中直呼 MMP 我倒是想进来找你 可把我们不给通报啊 就是门口站着的那个傻大哥 跟个沙比一样 脑子都不带转一下的 此时 唐大龙已经开始在夜市集团上班了 叶峰把她从紫禁楼挖过来 本想让她去恶心灵异的 没想到先恶心到了一把白健豪 白健豪还是舔这个脸 笑着说道 没事的夜少 多等一下也是应该的 咱们可以谈谈收购的事情吗 可以啊 叶峰点头 那咱们一千万成交 白健豪心都在滴血 叶峰实在是太心黑了 一千万买自己两个亿的公司 可白健豪也没办法 再没钱的话 过了今天 自己就从老赖 到时候 白苏苏要是顶着个老赖之女的名头 别说音乐事业完了 估计富二代都不好找 老赖 是要影响祖孙三代的 奉劝各位 没事别当老赖 一千万 叶峰摇了摇头 说道 那是之前的价格 现在只能八百万 啥 白健豪差点就从沙发上跳起来 甚至想揍叶峰一顿 你他妈 当个人行吗 一千万我已经血亏了 你堂堂叶峰 有必要再费自己两百万吗 多了 叶峰好奇 不多 白健豪压下怒火 继续舔着脸说道 叶峰 你一千万吧 速速他还要 这是八百万支票 要的就拿走 叶峰没心情听他碎碎念 现在是买房市场 这钱他爱要不要 要 白健豪含着泪 带着笑 收下了这张支票 八百万就八百万吧 至少把债务还清之后 自己也还能落个一百多万 对了 白总 叶峰继续说道 你现在没工作吧 没有 我刚把公司卖给你 白健豪心痛不已 那行 你来我白市建材 叶市建材上班吧 我给你一个副总的职务 叶峰笑着说道 别看现在白健豪 把白市集团完破产了 究其原因 是渠道和资金链出了问题 但白健豪白手起家 能力自然不差 给他一个副总 他肯定能干好 垃圾就要回收再利用 不然多浪费 谢谢叶少 一时间 白健豪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去当初自己家的公司当副总 这也不知道是恩赐还是讽刺 但不管咋说 当个副总也还能赚点钱 不至于流落街头 搞定白健豪 将白市建材的旗号 变作夜市建材之后 下午的时候 赵红英突然打来电话 叶少 我这边已经把能带的人 全都从赵氏带出来了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 能成立新公司 赵红英问道 第102章 我要你娶我 按照之前的约定 叶峰负责借钱给赵红英 投资姑苏的商业街 而赵红英 则将赵氏的人带出来 给叶峰当辅助 负责商务街的具体事务 但开发商务街 要下个月7月初的时候 才开始具体实施 即便建成 也需要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叶峰肯定会有别的安排 否则也不需要这么急着 把人带出来 所以赵红英如此问道 这么快就把人带出来了 不愧是你啊 赵小姐 叶峰心情不错 赵红英的能力 和在家族的威望更不错 白白让自己捡便宜 两亿资金借给他 完全不亏 当即说道 来翠竹轩 我请你喝下午茶 咱们细聊 好 电话里 赵红英欣然应道 感觉有些见外 看来自己和叶少的关系 还不如陈子勋跟他亲密 想到这 赵红英无奈地撇了撇嘴 同一时刻 精灵的一家高档私人医院里面 响哥 我们已经尽力了 袁哥他中毒太深 神经和肌肉组织基本毒死 即便就过来 也得一辈子卧床 医院主任战战兢兢地说道 他认识黎祥 知道对方是个一言不合 就要动武的人 黎元是他的亲弟弟 他此刻正处于盛怒之中 他很怕因此被无端迁怒 废物 都是一帮废物 你们这医院也别开了 特么连个人都治不好 要你们有什么用 黎祥记得鼻孔直冒粗气 他是个又瘦又高的男子 25岁的年纪 却有着异于同龄人的狠力和老恋 但愤怒归愤怒 黎祥也清楚 他们兄弟虽然有必毒的能力 但架不住把整只毒蜈蜈 给吞进肚子里 其毒量 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死上十次 黎元能保住一条命 已经是万幸了 叶峰 我必跟你势不两立 黎祥一拳砸在墙壁上 直咚咚直响 墙壁都被砸得军裂开来 医院主任等人 更吓得不敢出声了 翔哥 鬼眼先生刚刚打来电话 让我们不要闹事 也不要再去招惹叶峰 一名核心手下 低着头说道 我们在精灵捞钱 鬼眼先生已经很不高兴了 我看我们还是本分一点吧 万一大小姐交代的事情 我们搞砸了 回去肯定没好下场 滚 他余天瑶算了什么东西 以为混了个长老当 就能对劳资指手画脚 别忘了 劳资姓黎 黎天的黎 黎祥怒道 但一想到大小姐 他还是沉思了片刻 说道 大小姐交代的任务 记得抓紧去办 记住 我们与叶家的事情 千万别让他知道 黎天内部不但等级森严 而且规矩还多 黎祥三年前之所以来到精灵 为的便是完成大小姐的任务 并且这任务 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暴露 所以 黎祥在捞钱之余 并不敢扩张自己的势力 此仇与叶峰 不共戴天 翠竹宣会所 赵小姐来得好走 你路上不塞车吗 叶峰刚一进去 就看到了赵红英 我朋友送我来的 赵红英微微一笑 精灵这座省会城市 背得不敢当 就是塞车严重 并且还有些变老的坏人 喜欢乱闯红灯 嗯 进去做吧 成立新公司的事 咱们细聊 说着 叶峰走进包厢 坐在了沙发上 叫了两杯铁观音 好吧 赵红英有些失望 叶少你都不问问我 是谁送我来的吗 送赵红英来的是他的闺蜜 但赵红英却想 假装是男性朋友 送自己来的 以此来测试一下 叶峰的反应 可这家伙 居然连问都没问 真是一片真心为了狗 不过正是要紧 赵红英也不过多纠结 反正以后跟叶少 接触的机会 还多着呢 诺 这就是我们的新公司 目前由我完全控股 但规模不大 还需要继续收购 其他同类型的公司 我可以让赵小姐 入股10% 但你必须亲自担任总裁 除了你从赵家 带出来的人之外 我们叶家也会抽掉 部分人手 来辅佐你 叶峰说着 就将叶氏集团的资料 以及入股协议的合同 递给了赵红英 叶氏集团 独立于 姑苏商务界的业务之外 负责提供建筑的原材料 而且由于叶峰 也参与建造 姑苏商务界的关系 叶氏建材 将会是一桩 完全稳赚不赔的生意 叶峰之所以让赵红英入股 一方面是 让他卖力干活 而另一方面 叶峰要扶持赵红英 坐上赵家继承人的宝座 就必须让他在外面 干出一番成绩 只要他能当上赵家的继承人 那么叶峰 就能彻底整合精灵的一切资源 设计各行各业 所以 前期对他个人的投资 很有必要 这叫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比起得到赵家的权利支持 给他让点利润算什么 这不是之前的那个白事建材吗 叶少 是的 八百万买的 八百万 赵红英惊了 说道 叶少不愧是叶少啊 感觉跟你合伙有风险呢 赵红英故作傲娇 但心中却对叶峰的能力 佩服得五体投地 试问 有谁能在精灵商界 这般明目张胆的抢劫 而且还抢了好几次 哈 我这么人畜无害 能有啥风险 叶峰打趣的说道 百分之十的股份 赵小姐以八十万入股 可以了吧 赵红英没赵家的支持 现在身上也没啥钱 所以 叶峰也不会狮子大开口 毕竟现在对赵红英 一切以扶持他个人为主 不可以 赵红英摇了摇头 但心中很甜 嗯 叶峰愣了下 我直说吧 叶少你这样给我让劣 很不符合你的作风 这股份 我拿着烫手 叶少你能用八百万 买下价值两个亿的白饰建材 这是你的能力 但我可不能白批你的劳动成果 赵红英说道 那你想怎样 叶峰不懂他在想啥 网上不是说吗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猜了也白猜 我不要不愤 赵红英有道 那你要啥 叶峰好奇 我要你娶我 赵红英眨巴着一双眉目 拖着腮望着叶峰 第103章 跟着狮子吃肉 包厢里的气氛 一下子沉默了起来 叶峰和赵红英 互相对望着 眼珠子都不带动一下 赵红英扑斥一笑 说道 叶少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的梦想可是当富婆 以后养只小狼狗呢 说小狼狗的时候 赵红英又下意识望了望叶峰 以前自己怎么没发现 叶少不但有才 还长得这么帅呢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叶峰轻轻一笑 娶不娶赵红英都可以 重要的是 他能辅佐自己的霸业 不过看着情形 他似乎对自己 比在原著中 对林毅还热心呢 在原著中 赵红英离开赵家 去帮林毅打江山 是以入骨的形式 而非白给他打工 难道是因为改变了原著剧情 对后续的发展 有了特别大的影响 叶峰顿了顿 继续说道 赵小姐 我实话跟你说吧 以你爷爷重男轻女的思想 你几乎很难有机会 登上赵家继承人的宝座 除非 你能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你能强盗去撼动赵家的命脉 逼他们就犯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很清楚 你的事业 需要金钱的支持 我不是白给你好处的 我前妻给你投资 是希望你以后能给我回报 我再说一句吧 我希望以后你们赵家 能全力 质地有生 赵红英沉默了良久 叶少 那我也跟你明说吧 我有野心 但对于金钱 我并不是很看重 我终究是个女人 我的能力也不如你强 我希望能跟着狮子吃肉 我也清楚 事实也确实如你所说的那般 我只有强盗撼动赵家 我才有资格入主赵家 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我很感谢 你能如此看重我 但你能借两亿 给我去姑苏的商业街投资 我已经很成你的情了 我不能再白拿你的好处 我给叶世剑才出力 就算是我给那两个亿的利息吧 后面我搞事业 如果缺钱 我会向叶少你开口的 以后赵家 如果有我做主的话 我承诺 但凡是叶少所需 我赵红英必定全力支持 赵红英目光坚定 叶峰让利是属于前期投资 后期让赵红英以赵家作为回报 而赵红英则是奇祸可居 看重的是叶峰这个人 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上 他都完全认可叶峰 即便是为他打工 赵红英也心甘情愿 那行 今天这顿下午茶 我请 服务员 买单 叶峰朝外面叫道 叶少 你在说啥 紫竹轩是你母亲周雪华开的呀 我们收你钱干啥 服务员一脸疑惑 叶峰无语 凭什么自己花个钱这么难 自己家的咋了 劳资就喜欢买单不行啊 我请 说着 赵红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红票子 笑着递给了服务员 望着叶峰 他忍不住唏嘘 别说给你打工 只要你愿意 我和赵家 一起给你都可以啊 与赵红英谈妥之后 各回个家 次日一早 便开始着手往叶氏建材 充实人手的事情了 就目前而言 叶氏集团人手充足 叶峰可以再掉钱一波 并且 叶峰也将秘书唐雪兰 调入叶氏建材 现在叶氏服装走上了正轨 且有李永华这个大佬坐镇 叶峰的事业重心正在转移 而赵红英这边 从赵氏集团这边 带走好几个核心部门 总共有一百多号人 人人都是精英 至于原白氏建材的员工 几乎都跑得差不多了 现在白建豪这个副总 差不多就是个光感司令 也就他个人能力强 叶峰才把他留着 上午 赵红英便带着人 准备入职叶氏服装 不过 这个消息还没公开 赵红英只对几个心腹说了一下 这些心腹里 并不包括林毅 由于之前白建豪建材厂的房租 已经到期 叶峰从叶氏集团 画了一个厂 给叶氏建材使用 厂门口 众人正等着赵红英的到来 你们知道 这次红英姐准备干啥行业吗 不晓得 反正跟着红英姐走 高低都能吃上肉 赵家把他罢免掉 完全就是赵家的损失 没错 赵红波那个败家子 有个毛线的能力 上次支持张氏服装 给集团亏了三个亿呢 啥比赵红波 反正一声黑 反正我跟着红英姐换 一天吃四顿 众人议论纷纷 对赵红英的新事业 特别期待 你们说 咱们都是之前肇事的老员工了 我们进入新公司 能升职加薪吗 这肯定啊 昨晚红英姐不是在群里说了吗 有好几个人 直接升任部门经理 哇靠 太给力了 我不要部门经理 我要个小组长 当就好 众人期待不已 随后 一人朝林毅说道 林毅 你工作能力这么强 跟红英姐关系也不错 我觉得 你起码 能混个组长当 是啊林毅 你才跟红英姐两个月不到 就能升职 实在是太羡慕你了 众人看向林毅 这不是奉承的话 而是发自内心 林毅的 不管是工作能力 还是交际能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家伙 将来必成大气 虽然有不少人都讨厌林毅 但那是极度 大部分人对于林毅 都抱有好感的 各位都客气了 我何德何呢 能升小组长啊 林毅客气地回应道 但心里却十拿九稳 自己的能力 即便是 放在这些精英里面 也都是出类拔萃的 而且 自己跟红英姐的关系 也十分不错 上次赛车赛 自己参加比赛 把红英姐的车窗坏了 还以为她会记仇呢 林毅回去还担忧了两天 可结果第二天 红英姐就让自己好好工作 不要多想 所以 这次升职加薪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家久等了 这时 赵红英开车到了厂门口 这里差不多是精灵的郊区 所以她来得晚了点 我先说一下 我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但我出任总裁 一切事务由我负责 不过我保证 大家跟着我 绝对一天能吃上四个菜 大家以前也是我赵氏的老员工了 也知道我的为人 话不多说 我先念一下职务名单 有不少人都升职了 赵红英的工作作风很淡脸 旋即 就开始念名单 被念到名字的人 都欣喜不已 林毅 当赵红英念到林毅的名字后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所有人都想看看 林毅虽然工作时间不长 但胜在能力出众 以及人员好 她能出任什么工作 我在 林毅精神抖擞 你去当保安吧 赵红英看清楚 林毅名字后面的职务后念叨 第104章 求叶少回心转意 保 保安 我惊了 我想了无数种可能性 就是没想到 会把林毅调去当保安 红英姐 你是不是念错了 我咋感觉这么不真实 赵红英念完之后 全场一片沸腾 他们倒不是质疑赵红英的决定 而是实在没法相信 要知道 之前红英姐 可是很器重林毅的 红英姐 这 林毅本人也难以置信 也有些难以接受 让你当保安 这是老板的意思 他很器重你的 你好好干吧 赵红英也有些诧异 但还是平静地说道 他手中的这份人员名单 大部分由原赵氏集团组成 以及少部分夜市的人 还有两三个副总裁 白建豪那边的人 但具体职务 则是由赵红英亲手拟定 昨晚发去给叶峰审核 林毅的职务明明是小组长 没想到 竟然被叶峰顺手给改了 上次叶峰说过 林毅这么优秀 干保安一定会很出色 起初赵红英以为他说着玩 没想到他居然来真的 林毅 你还快谢谢老板 我跟你说 你可别看不起保安 我看那些小说里面 好多男主角都是当保安的呢 是呢 你林毅就一个小角色 人家老爸能注意到你 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快加油干 说不定是个保安队长呢 众人阴阳怪气地说道 林毅虽然人缘好 但也有不少人看他不爽 让林毅当保安 他们看着也乐呵 红英姐 是保安队长吗 林毅抱着幻想问道 不是 就普通保安 赵红英回答道 真是欺人太甚 林毅怒了 交道 红英姐 我不是针对你 我真心觉得 这老板简直没有识人之名 我林毅别都不敢说 不管是干行政 还是跑销售 我都可以胜任 哪怕不升职都行 但是一个小保安 我真心觉得 这是对我的侮辱 这工作 不干也罢 说完 林毅就气冲冲地要走人 凭自己的本事 还怕找不到工作吗 这老板真是可笑 老板说了 一个月给你开七千块的工资 赵红英连忙说道 那好吧 红英姐 我是看你的面子上才留下的 林毅走着走着 又原路返了回去 众人 他妈 你林毅刚才不是挺豪气的吗 就七千块钱 你就折腰了 骨气呢 不过话说回来 保安一个月最多也就四千块 而且七千块钱 完全属于高兴了 即便林毅升任小组长 在不跑销售的情况下 根本很难拿到这么高的工资 一时间 众人有些羡慕了 林毅其实想走的 毕竟刚才豪言壮语都放出来了 可是 自己身上没钱了 房租都还没交呢 现在都在刷花呗 过两天 还约了白苏苏去逛街 这七千块钱 很重要 林毅现在 最希望的就是 自己能脱贫 说起来 都怪叶峰那狗日的 他要不抢我的古话 我早发财了 林毅忍不住在心里骂道 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两幅古话 全被叶峰截胡 要知道 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啊 林毅就算精通健保 可管界的垃圾货那么多 难道天天去守着 还不如找份工 打着来的实在呢 希望以后别再遇到叶峰 职务确认之后 员工们也陆陆续续入职 副总裁白建豪 因为熟悉建材行业的缘故 直接被叶峰扔去跑市场 叶峰的目标 可不只是白氏建材 他还需要收购别的建材公司 亦或者与之达成合作协议 如此 自己在建造姑苏商业街的时候 才能谋求更多的利益 白建豪已经很多年没跑过市场了 他感觉这是销售该干的活 他觉得叶峰在玩自己 但看在副总的职务上 他还是去了 作为公司的总裁 赵洪英负责总览大局 唐雪岚暂时给他当助理 洪英姐 叶峰的资金已经注入公司了 他的意思是 在这个月之内 我们尽可能地去扩大公司规模 另外 他让你别把白建豪白副总当回事 这公司虽然原来是他的 但现在跟他已经半毛钱关系 唐雪岚笑呵呵地说道 放心 我赵洪英虽然年轻 但下属还能压得住 赵洪英笑着说道 他知道叶峰是一片好心 也知道白建豪不是什么老实人 但连叶氏建材的总裁位置都坐不稳 还谈何搞自己的事业 他不希望叶峰看错人 同时 赵洪英也有些羡慕唐雪岚 他与叶峰的关系 似乎也比自己跟叶少亲近呢 而且唐雪岚这姑娘长得不错 万一叶少把持不住怎么办 赵洪英 安心工作 你在想啥呢 赵洪英猛地摇头 提醒自己先把手头的工作干好 要配得上叶峰 也要自己足够优秀才行 叶氏服装的第一天 除了叶峰这个甩手掌柜外 其余人都很忙碌 不知不觉 就快到下班的点了 保安室里 林毅过得很郁闷 原本她是看着工资高 才留下来的 本以为保安工作虽然没前途 但至少清闲 结果倒好 那个叫唐大龙的保安副队长 跟特弥一块木头一样 上班没事干的时候 还不许聊天 就知道站岗站岗 你特弥这么能站 你倒是去外面顶着太阳站 在太阳散下站 有个毛线意思 不过好在 唐大年因为块头大 被叫去搬材料去了 林毅这才自在了一些 他很快就跟其他保安 混在一起吹水摇天 林毅哥哥 这时 门口一个甜甜的声音响起 我钢琴成绩下来了 讨得很不错 你可别忘了 过两天跟我去逛街哦 来的人正是白苏苏 此时 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林毅哥哥 跟他父亲是同事 更不知道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叶峰 林毅也不知道 他的老板是林毅 毕竟 叶氏建材 只是口头上的称呼 他的全名是 金陵峰红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哇 好漂亮的女孩 林毅 这是你女朋友 小子 你厌福不浅啊 弟妹好 众人很热情的 跟白苏苏打招呼 这女孩长得漂亮 跟林毅倒是有几分般配 大家好 我叫白苏苏 白苏苏的嘴角 挂着甜甜的笑容 看来林毅哥哥的人缘很好嘛 不过白苏苏也疑惑 林毅哥哥不是干文职的吗 怎么跑来当保安了 不过没关系 林毅哥哥这么优秀 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 相信他 也挂着笑容 白苏苏这么漂亮 很给自己长面子呢 至于是不是女朋友 白苏苏都没解释 自己去解释干嘛 有时候 误会也是美丽的 咦 这女孩我见过 上次叶少的办公室 我看见 她跪在叶少面前 好像是求在求叶少回心转意 忽然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第105章 老子看你像的魔道中人 我去 不是吧 还有这档子是 我想起来了 这女孩 说她叫白苏苏 以前叶少不就是白苏苏的田狗吗 哦难怪如此 原来是叶少一亲别恋了 她开始紧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 人家叶少会缺女人吗 别说跪下求人家 叶少回心转意 就算是跪下给叶少填酒 人家都未必乐意 几个保安 你一句我一句 阴阳怪气的说道 别看他们现在跟灵异关系好 但都是同事关系 哪有吃瓜重要 你 你瞎说什么 白苏苏的小脸仗的通红 指着那名保安 忽然 他发现对方有点眼熟 惊道 是你 当初父亲带自己去叶氏集团找叶峰 自己给叶少跪下求他投资的时候 父亲给这名保安递了包华子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他 是我呀 保安呲牙一笑 你干嘛要造谣 我哪有跪着求叶 求叶峰回心转意 白苏苏恼怒道 这不得问你自己吗 难道你给跪在叶少面前 我们看错了 保安理直气壮 我说灵夜 你这不太好啊 居然敢挖叶少的墙角 虽然是叶少不要的女人 但毕竟叶少追过 我劝你收手 年轻人要好足为之 保安们又继续阴阳怪气 灵异的脸都要绿了 他也难以置信的看着白苏苏 难道 他真的给叶峰下跪 求他回心转意 灵异很难接受 甚至有了一种被戴帽子的错觉 你也这么看我 爱信不信 白苏苏的脾气上来了 说完就哭着跑了出去 苏苏 灵异知道自己想差了 如果白苏苏真的想攀腹权贵 早就去了 何必等到现在 他想追上去给白苏苏道歉 灵异 你干嘛呢 现在是上班时间 快给我回去站岛 这时 保安副队长唐大龙回来了 对着灵异醋眉叫道 唐队 我有急事 先不解释了 灵异想绕过他去追白苏苏 但是 唐大龙个头太大 手一伸开 直接把门给堵死 叫道 什么急事能比工作重要 老板 给你开七千块的工资 比我还多 是让你好好工作 不是让你开小差的 快给我回去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咯咯的 灵异直接恼了 越看着唐大龙心中越窝火 当即叫道 给我让开 不然我揍你 什么 你要揍我 唐大龙一惊 拿起脖子上的口哨一吹 瞬间十几个保安冲了上来 双方的怒火 一触即发 都给我了 处在这里干什么 没事干了吗 去给我搬材料 一天天的啥也不是 这时 不远处一道爆合声响起 是保安队长 他正带着其他员工搬材料 让全体保安部过来帮忙 哦 唐大龙应了一声 便带着人去帮忙 灵异你愣着干嘛 给劳资搬材料去 再特么跟副队长闹别扭 当心我罚你的款 保安队长呵斥道 你 灵异心中还是窝火 但听到罚款两个字后 瞬间清醒了过来 乖乖地搬材料去 但今天的保安体验 真特么糟糕透顶 可灵异不敢轻易辞职 毕竟七千块钱的工作 不好找 算了 就当领导杀笔吧 叶峰在下班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公司 他花八百万 收购了价值两亿的白石建材 又注资了两亿 拿去扩张 再加上借给赵红英的两亿 叶峰已经开支了四亿 这段时间 叶峰虽然资产多了 但都不是现金 而花出去的现金 已经接近十亿了 再加上投资 姑苏商务街的钱 那一共就是近二十亿 这些 都是叶家账户上的钱 虽然叶家账户上 还有十多亿现金 但叶氏偌大的集团 必须随时保证资金充足 否则 一旦出了岔子 很有可能全线崩盘 当初白建豪 就是这么把自己玩死的 不能再花家里的钱了 得想办法搞点现金 叶峰如是想到 毕竟姑苏的商务街 还没正式开搞 不管是夜市服装 还是南区的酒吧 都是细水长流的钱 还远远不能满足 现在叶峰的需求 他很清楚 以后要花钱的地方 还多着呢 系统的商城 倒是能用逆袭值换钱 但叶峰可不想用 宝贵的逆袭值换取钱财 毕竟只要夜市腾飞了 以后有的是钱 要不把南区的酒吧 卖掉一些 回留几亿现金 叶峰如是想到 就在这时 金虎忽然打来了电话 什么事 叶峰问道 他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 开着阔音问道 叶峰 大事不好了 我收到消息 李想要对付你 已经朝你那边去了 金虎急忙叫道 是吗 叶峰呵呵一笑 看了一眼 副驾驶位置上 正在刷具的岑方林 表示不慌 他当然知道 李想要报复自己 所以就随时把岑方林 带在身边 就是为了收拾李想了 叶峰 你当心点 实在不行 就找官方申请保护吧 金虎担忧地说道 没关系 让他来救世 对了 南区的酒吧 你和王少商量一下 看着卖掉一些 叶峰说道 叶峰你缺钱 金虎好奇 暂时不缺 但我得保证自己有钱 叶峰答道 嗯 金虎犹豫了一下 说道 叶峰 恕我直言 卖酒吧不划算 现在正在盈利期 我有个建议 现在你和李想 视同水火 如果你能干掉他 再给他来个抄家 起码能搞个十亿出来 这只是金虎的一个 大胆设想 他知道叶峰的底气了 是因为 岑方林 那个小姑娘吧 李想虽然很强 但跟岑方林 谁强一点 确实不太好说 所以 金虎只是说如果 但他有种感觉 说不定叶峰 真能搞死这个李想 你特么太聪明了 老子看你像个魔道中人 叶峰忍不住赞道 嘿嘿 都是叶峰教得好 金虎笑道 心中却在说 这特么不是 你叶峰的一贯作风吗 你来说说 咱俩谁是魔道中人 好了 不说了 我回家了 叶峰挂了电话 叶峰哥哥 小心前面 这时 负方林大声叫道 叶峰抬头 只见前面 一辆大卡车 正逆行着快速驶来 转眼间 就要与叶峰的 劳斯莱斯撞上 第106章 离天 呵 讨厌我车记呢 望着前方逆行而来 且距离自己 只有两米不到的大卡车 叶峰轻轻一笑 随后 他方向盘朝右边一打 脚下油门一踩 直接呈90度的轻微弧线 完美与之避开 但事发突然 差点就酿成了车祸 也吓傻了后面的一些车辆 这啥情况 大卡车都能带逆行的吗 这尼玛 这大卡车车主 不是蠢就是坏 搞不好就是谋杀 这劳斯莱斯的车主 身份不低吧 到底干了啥 才被人再这么搞 车主们停下车子 精灵的路况都堵 所以车辆并不少 这辆卡车 显然来者不善 见制造车祸不成 这辆大卡车也当即反应 直接往右边的一条 岔路开过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 众人的视线里 叶峰哥哥 你没事吧 岑方林急忙问道 好在刚才叶峰反应迅速 不然这么近的距离 换个人非得出车祸 我没事 叶峰摇了摇头 拿起手机 再去给金虎打了一个电话 叶少 金虎那边急忙问道 他知道林翔要报复叶峰 所以也有些担心受怕 帮我去查一辆大卡车 今晚十二点之前 我要你把人带到我这里来 叶峰说完 就把那辆大卡车的车牌号 报给了金虎 开大卡车的司机跑了没关系 叶峰也懒得去追 反正自己已记下了他的车牌号 他是绝对跑不掉的 好 我立刻去办 金虎应了一声 连忙展开行动 接下来 再回去的路上 就比较顺利 不过叶峰也好奇 林翔要报复自己 就用这么低级的手段 叶峰并不怕李翔的报复 但叶峰也有 自己的软肋 那便是自己的家人 回去之后 他便让岑方林 暗中报复自己的父母 李翔并未现身 叶峰还是得想办法 把他给揪出来 而晚上八点的时候 金虎便打来了电话 人查得怎么样了 叶峰问道 叶哥 那个卡车司机 在家上吊自杀了 线索也断了 金虎叹了口气 行 我知道了 叶峰应了一声 虽然有些出乎意料 但也在情理之中 挂了金虎的电话没多久 忽然崔仁又打来了电话 叶峰 你今天是不是差点出车祸 崔仁张口就问道 你消息挺灵通吗 不愧是你 叶峰微笑道 姑苏崔家的情报能力 叶峰是见识过的 所以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我还知道 你把李翔的弟弟 搞得半身不随 崔仁说道 那又如何 叶峰不以为然 叶峰 我直接跟你明说吧 李翔是李天组织的人 李天从表面上看 只是一个负责搜集情报的组织 甚至我们崔家的情报网络 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 但实际上 他们网络了各种奇人异事 放眼江南甚至江北 无人敢跟他们作对 作为兄弟家合伙人 我劝你 还是不要跟李翔发生冲突 我可以给你当中间人 崔仁说道 他们崔家跟李天有来往 可以从中斡旋 毕竟知道李天的人不多 这个组织也不爱抛头露面 兄弟 你搞清楚 是李翔那家伙搞我 我叶峰也并非等闲之辈 叶峰猝眉直接回道 崔仁的好意他能感受到 但自己做事也有自己的法则 此事他必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又何不多说 不是李翔找人去撞你的 他还没展开行动呢 崔仁说道 不是他 叶峰好奇 之前他心里就有好奇 为什么李翔会玩这么低级的把戏 叶峰问道 那是谁 你等我几分钟 说完崔仁便挂了电话 七分钟后 他又重新打了过来 说道 叶少 我刚帮你找李天的人问了一下 他们说不知道 但那个司机不是自杀的 是蛊毒发作而死的 蛊毒 南疆人 叶峰问道 只有南疆人会蛊毒 准确地说 李天的人也会蛊毒 但只有姓李都会 之前李翔兄弟必毒的异能 便是出自于此 叶峰又道 你们是不是跟李天数过头了 这情报 他们也卖给你 啊 咋了 崔仁并不知道 李天里面的人会蛊毒 他道 李天只是个组织而已 里面成员很散乱的 除了少部分人有异能之外 大部分人都只是卖情报的 上次还有几个李天的人 因为卖情报差点打起来 还一起进了局子 好在他们的身份 没人敢暴露 啊哈 叶峰被逗笑了 怎么还有这操作 在原著里面 李天这个组织 可是很得忧诈天的 看来这个世界里 还是要恰犯的普通人多一点 与崔仁聊完之后 叶峰在盘算着 怎么收拾李翔 即便今天的车祸与他无关 但叶峰也不想放过他 范叶家者 必诛之 叮零零 忽然 又一个电话打过来 叶峰一看 叶峰哥哥 你下班了没有 顾云香在电话里温柔的问道 在家呢 想我了 叶峰笑着说道 仔细想起来 他和顾云香 已经好几天没有约会了 这丫头想自己 也是正常的 是有点想 我刚设计完一份服装图纸 你要过来看她吗 顾云香甜甜的说道 服装图纸 嗯 很棒的一张服装图纸 我觉得夜市服装 还是做品牌更好 这样也能更赚钱 云香 你真是太贴心了 我这就来你们公司 叶峰笑着说道 就目前的夜市服装而已 虽然质量和款式都不差 但还没有形成品牌 而要赚大钱 就得做品牌 这时来瞌睡了 顾云香就给送枕头呢 我现在不在公司 你来封铃路吧 我把定位发给你 好 很快 叶峰的手机上 就收到了一个定位 奇怪 云香怎么会去酒吧 看着定位 叶峰有些好奇 要知道 顾云香是个乖乖女 从来不去夜场 不过叶峰也没多想 去了就知道了 叮铃铃 刚出别墅大门 叶峰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且是陌生来电 喂 你找谁 叶峰问道 叶峰哥哥 我是云香 我手机被盗了 刚刚给你打电话的人 不是我 电话里 传来顾云香的声音 第107章 大晚上的玩舌 顾云香的手机 特意装了监制系统 即便手机被盗 也能通过远程桌面 了解到手机里的内容 他起初没太在意 手机被盗的事情 直到他看到 到自己手机的人 给叶峰打了电话 还模仿自己的声音 约叶峰出去 所以 顾云香才特别着急 生怕叶峰出什么事情 原来如此 叶峰嘴角露出一个 凛略的笑容 他大概知道 是谁约自己出来了 他又问道 云香 你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 我手机被盗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情 顾云香说道 行 下班早点回家 注意安全 挂完电话之后 叶峰给岑方林去了一个电话 我让金虎的人 暗中保护我父母 你跟我去一趟风铃路 风铃路虽然在市区内 但却很偏僻 而那个小酒馆 更是一点人气都没有 此时 只有一个女人坐在里面 叶峰哥哥 你来了 女人朝叶峰招手 次女的模样 与顾云香完全一样 即便是叶峰 也分别不清楚 好一个易容术 看来离天组织里 会得技能挺多的嘛 叶峰心中笑道 但还是走过去坐着 问道 云香 你约我出来 那设计图纸呢 不着急 我想先跟喝杯酒 人家想你了吗 说着 顾云香就给叶峰 倒了一杯红酒 笑盈盈地递到了 叶峰的面前 连神态表情 都模仿得与顾云香本尊 完全一致 我猜 这酒里面下了古毒 只要喝下 就会完全受你的摆布 到时候 你让干什么 我就只能乖乖地干什么 叶峰依旧笑容不改 而顾云香 则脸色大变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豁然起身 难以置信地盯着叶峰 她自问自己 装得毫无破绽 今天开卡车的那个司机 死于古毒 就是你吓的吧 你不是要对付我 而是要对付我家方玲 我说的没错吧 黎清荣小姐 叶峰歪嘴冷笑 你认识我 黎清荣再次大惊 完全正主 但很快又反应过来 韩生说道 啊 看来你知道的挺多的嘛 我倒是小觑你了 叶峰 既然软得不行 那我只好对你来应的了 要怪 就怪你收留了 岑方玲这个丫头 说吧 黎清荣直接朝叶峰出手 一记手刀斩去 叶峰早有防备 直接闪过 随后离他十几步远 说道 就这点本事 也想对我来应的 哼 你不是我的对手 今天你跑不掉的 黎清荣寒生说道 他发现自己 确实小觑了叶峰 没想到 此人不但知道自己的存在 身手还如此敏捷 但是 叶峰的实力 并非自己的对手 黎清荣准备继续动武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我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陈方林 黎清荣转身 发现陈方林正 站在自己身后 一脸不解地看着自己 哼 今天算我计划不周 以后咱们再见 黎清荣思考了几秒钟之后 便迅速从酒吧大门跑出去 陈方林准备追上去 问个彻底 叶峰拦住他 别追了 他只要把脸上的假脸撕掉 混入人群 我们就找不到他 叶峰哥哥 你认识他吗 他为什么要害我 今天的车祸 陈方林睁大眼睛 不解地问道 我不认识他 我也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叶峰轻轻地说道 在原著里 黎清荣也是个反派角色 而且非常厉害 不但善于易荣 而且武力极高 而且 他还有一重身份 便是陈方林父亲的异女 他之所以要害陈方林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担心陈方林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今天他约自己来酒吧 为的就是给自己下骨 好控制自己 来除掉陈方林 但这些事情 给陈方林说了也没用 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现在 还没到他们妇女团聚的时候 日后自会有相见之缘 陈方林很乖巧 并不多问 回去的路上 月明星熙 夏日的叶峰凉爽 街道上 传来阵阵花香 以及 一股刺鼻的味道 有杀戒 陈方林急忙叫道 叶峰也停下了车 这里是一处胡同 周围都是老楼房 没住什么人 也是回叶家别墅的必经之地 理想 既然来了就现身吧 正好为懒得找你 叶峰直接下车 知道是我 看来你临死的觉悟 还挺高的嘛 一道冷笑声响起 前方走出一名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 他的手里 拎着一条黑色的毒蛇 正张开疗牙 对着叶峰 大晚上的玩蛇 叶峰乐了 说道 上次有个家伙在我面前玩无功 据说现在都要瘫痪了 你认识他吗 叶峰 你害我弟弟 此仇我非报不可 林祥怒道 与此同时 周围大批人涌入 他们并非参与战斗 而是截住了叶峰的退路 今晚埋伏在此 好不容易才堵住叶峰 岂能让他跑了 是你弟弟要害我 他既不如人 又岂能怪到我头上 叶峰冷笑 我弟弟已经很给你叶家面子了 是你不识好歹 非要在金陵称王称霸 一个顽固子弟 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 以为家里有两个臭钱 你就能在所有人面前 都嚣张起来了 你对这个世界的力量 一无所知 林祥咬着牙 恨恨地说道 你不就是离天的人吗 有什么好交换呢 我叶峰就在这里 你不妨动我一下 叶峰不以为然 那你死吧 说着 李祥直接将手上的毒蛇 朝着叶峰扔去 岂方林挡在叶峰的身前 上去一把抓住那条毒蛇 抓住了七寸位置 死 然而 毒蛇的命门并没有因此被控制住 他昂的头 就迅速地在岂方林 洁白无瑕的手上 咬了一口 哈哈 这条毒蛇 我是专门练制过的 哪有什么七寸可言 而且 这毒液猛烈无比 被咬上一口 最多一分钟 你就死得很惨 小姑娘 我本来只想对付叶峰的 但你要冲上来送死 那可怪不得我 李祥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吗 岂方林微微一笑 那不如 咱们等上一分钟 看我到底会不会毒发身亡 第108章 杀人灭口 一分钟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李祥的目光 锁定在岂方林的手臂上 可一分钟前 他手臂什么模样 一分钟后 他手臂仍然什么模样 这怎么可能啊 李祥实在难以置信 惊道 你怎么可能避得了这毒 李祥彻底傻眼 要知道这毒蛇毒量之恐怖 即便是自己 也无法应付 眼前这个小姑娘 居然 我从小就跟毒打交道 玩毒 我比你专业 说吧 岂方林反手 就把毒蛇扔了回去 毒蛇受了惊吓 直接在李祥的脸上咬了一口 啊 李祥痛苦地大叫 只一瞬间的功夫 毒便在他的脸上扩散开来 他的整张右脸 用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溃烂着 祥哥 李祥的手下大惊 纷纷冲上来护主 岂方林怒目而视 准备用最快的速度 拿下这帮人 然后勤住李祥 李祥也是个惜命之人 他知道自己 今天遇到真正的高人了 而且 这毒必须立刻清楚 不然即便自己再强 第二天也得被毒死 今晚如果能治好 只多落个残疾 想到这里 他转身就跑 李祥的手下 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死士 立刻拦住岂方林 为李祥的逃脱 争取时间 李祥忍忍着脸上的痛 一口气开车跑了十公里 忽然 一个冷傲的声音响起 李祥 你这人怎么不听劝 我让你别动叶峰 你听不懂是吧 现在自讨苦吃 真是活该 大 大小剑 李祥一惊 发现自己车顶上 站着一个女人 他立马停下车来 下车说道 你怎么在这 眼前的女人 正是黎青蓉 不过他已经露出自己的真容 一个十七岁左右 眉清目秀的美丽女孩 她的个头很高 足足有一米七 坐在车顶上 一双狱卖来百去 我让你来精灵 是为了让你完成 父亲交代的任务 探查精灵 身具帝王命格的人 可你在干什么 开赌方赚黑钱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冒着 暴露身份的危险 去招惹豪门叶甲 尤其是你今晚的垃圾表现 让我失望透顶 你知不知道 我有权利 可以直接将你就地处死 李青蓉寒生说道 虽然大家都姓李 但她是父亲的女儿 而李祥兄弟 只不过被父亲赐予离性 二者有天壤之别 就地处死 李青蓉 你别光顾着说我 也不看看自己的那副德行 你还不是为了个人目的 违反组织规定 擅自来了精灵 李祥捂着溃烂的右脸 恼怒地说道 你给老娘说话注意点 李青蓉勃然大怒 我还好奇 谁没事跑去 让人开卡车去撞叶峰 现在我知道了 不愧是你啊 李青蓉 这么弱智的事情 也只有你干得出来 不 你要杀的不是叶峰吧 而是 李祥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在离天的时候听说过 这个世上 只有南疆之人会鼓毒 也知其解法 而真正能做到百毒不清的人 只有离天的首领 传闻 首领在十八年前 有一个女儿 送回了南疆老家 李青蓉不过是义女罢了 那个同样百毒不清的女孩 那个想让离青蓉 迫切于暗中杀死的女孩 难道就是织女 看来 你猜到了我的目的 那么我也留不得你了 李青蓉冷笑一声 直接跳下了车 她是离天首领的唯一义女 但却不是离天组织的少主 所以 她要除去存方林 但是 却不能被任何人知晓 她的眼里 闪过一丝寒芒和狠力 叶峰哥哥 前面就是离翔的车子 不多时 叶峰与存方林 摆平离翔的那帮下属之后 就追了上来 然而 看到的只有一辆空车 以及地下 一具正在快速腐化 却面目全非的尸体 最多再过半小时 这具尸体 就会连点渣都不剩 这是离翔 存方林好奇地看着尸体 猜测道 应该是吧 叶峰微微汗手 但离翔显然是被人杀死的 然后再毁尸灭迹 但是 以离翔的实力 在精灵除了存方林外 还有谁能杀得了她 哪怕她已经中毒 实力大减 难道是离青蓉 叶峰想到这里 也觉得 只有这个可能 但现在 这里空无一人 显然如果是离青蓉的话 她已经离开 这个女人 叶峰微微醋眉 离青蓉语言著中描述的一样很辣 她对存方林的忌惮之心 恐怕不会减弱 存方林的亲生父亲 曾子清已经改换姓名 成了离天组织的首领 这件事情 之所以没有告诉存方林 除了徒增她的烦恼之外 还容易给她带来灾难 这个灾难 并不是指离青蓉 而是离天的敌人 曾子清当初之所以将存方林 抱回南疆老家 然后又重新回到精灵 改换姓名 一手创立离天组织 为的便是对付一个 很强大的敌人 此事 与金禅派的传承有关 不能牵连到存方林爷孙两人 但曾子清肯定想不到 她收的义女竟然会对她的亲生女儿动手 这也是原著中的剧情 不过 当初让这对妇女重逢的人是灵异 现在则是叶峰 除了掠夺灵异的机缘之外 不告诉存方林 也是为了她的安危着想 书中的存方林 虽然是战力单位 但现在存方林还没有那么强大 她还需要历练 回去睡觉 次日一早 叶峰便联系金虎 将离祥已死的消息 告诉了她 叶 叶少 你真的干掉了离祥 金虎在电话里 实在难以置信 要知道 离祥来到精灵 虽然只有三年 但她的恐怖 了解她的人都十分清楚 废话 我骗你干啥 叶峰淡淡的说了一句 然后又道 上次你说 我这里缺钱 可以从离祥那里捞 现在离祥已死 但她弟弟黎元还活着 她弟弟现在咋样了 昏迷中 怕是每十天半个月醒不过来了 金虎说道 她地址发给我 叶峰打电话 就是找金虎要地址的 她负责观察离祥兄弟的动向 很快 地址便发到了叶峰的手机里 叶峰看着旁边 穿着轻薄的睡衣 在大厅晃来晃去的岑芳林 叫道 芳林 你胖刺露出来了知道吗 去换身衣服 待会儿跟我出去 第109章 我能令其生 也能令其死 好的叶峰哥哥 我马上来 岑芳林应了一声 便跑到楼上卧室里 拿出一套衣服 当着叶峰的面换了起来 末了 她对着镜子照了照 抱怨道 叶峰哥哥 你看我是不是长胖了 我总感觉这裤子 勒得我屁股好紧 噗 叶峰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当着我面换衣服也就罢了 你居然还说出这种话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的男的 可看到岑芳林 一脸天真无邪 且人畜无害的表情时 叶峰说道 你现在在长身体 脂肪堆积到屁股上是正常的 岑芳林其实身材很好 身上几乎没有多余的坠肉 屁股和胸口除外 尤其是胸口的坠肉 现在已能看见沟贺了 而她才17岁 未来绝对可泣 哇哇 听完叶峰的话 岑芳林乖巧地点了点头 脸上的担忧都消失了 只要不是长胖了就行 去公司拿几套衣服吧 自家公司 搞得你没合适的衣服穿 那传出去 多丢我夜市服装的脸 叶峰说完 就带着岑芳林 先去夜市服装 拿了几套漂亮的女装 给岑芳林换上后 就直接去了 黎原所在的私人医院 病房里 黄金城堵方的高层管理 齐聚一堂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布满了浓雾一般 化不开的忧愁 翔哥到哪里去了 查到消息呢 昨晚一起跟翔哥行动的人 现在都回来住院去了 唯独翔哥还没有下落 你们说 翔哥不会被叶峰给搞死了吧 唉 我早就劝过翔哥 别去招惹叶峰 那家伙邪乎得粉 特么从一败家子舔狗 变成沙发果断的商界大佬 我都怀疑他 是不是误到了 现在元哥还没醒 我们咋办 我总感觉 叶峰随时要杀过来 七个高层管理 郁郁的说道 他们虽然都不是 离天组织的人 但都是黎祥的心腹 平时黎祥兄弟不在 就由他们当家 可现在这个地步 他们也做不了主了 就算团结一致 也不晓得 接下来该咋办 比起黎祥的下落 他们更担心 叶峰的报复 啪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被踹开 一对俊男靓女 走了进来 叶峰 见到来人 众人大吃一惊 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纷纷抄着提前 备好的西瓜刀防身 但他们善于经商 而非善于战斗 所以提刀的手 都颤颤巍巍 干啥呢 叶峰赞然走进去 坐在椅子上 说道 我是来跟你们谈生意的 不是来打架的 都把刀收起来 这 众人纷纷对望了一眼 心想也是 如果叶峰真要报复 让金虎或者王孝成 带人来救世了 又何必孤身犯险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僵 何况要谈生意 你也应该去找我们翔哥 七人当中 地位最高的一人说道 只要叶峰不是来寻仇的 他们就没那么紧张 李翔死了 我特么谈个鬼 叶峰淡淡地说道 死 死了 姓叶的 你杀了我们翔哥 此仇我们不共戴天 还谈生意 你回去吧 我们带好人马 用拳头来谈 这七人纷纷怒目而视 别看李翔为人狠利 但对他们七个极好 否则 他们也不会如此忠心耿耿 为他卖命 但话这么说 他们也知道 斗不过叶峰 只是想争取时间跑路 李翔的死 关我屁事 别傻怪在劳子身上哈 叶峰直接说道 不可能 众人下意识教导 但随即一想 叶峰也没必要说谎 当即问道 叶少爷 那你说说看 谁害了我们翔哥 不知道 我去的时候 李翔的尸体 正在快速腐烂 叶峰并没有说是离青蓉 他想绕过这个话题 直接黑他们的钱 难道是 七人默默相去 他们曾见到 李翔使过这种手段 虽然对李翔的来历 不是特别清楚 但也知道 他来自某个组织 叶峰说的话 不像是假的 当即 一人说道 叶少 那你说说看 你想谈什么声音 李翔虽然死了 但黎元还活着 按照继承法 应当由黎元继承 他哥的财富 现在黎元半死不活 医生的医术再高明 都救不了他 但是我却可以 不敢说多了 让黎元现在醒过来 然后下辈子坐轮椅 是没问题的 叶峰淡淡的说道 系统商城里 有这种药 但是太贵 叶峰不可能拿你锡质去买 黎元主要是中毒太深 而且那条蜈蚣 是用古毒炼制出的毒物 恰好岑方林擅长古毒 也知其解法 你说的当真 七人一听 纷纷目光中带着光亮 他们本以为黎元彻底废了 没想到还有好转的机会 坐轮椅 也就坐轮椅吧 总比醒过来 当植物人烫床上要强 以前黎翔对他们不薄 他们也自然使命相报 只要能救醒黎元 他们可以与叶峰谈生意 其中一人问道 那么你救了元哥 你想要什么 十个亿 叶峰斩钉截铁的说道 你 众人惊呆了 叶峰居然这么狮子大开口 要知道 黎翔兄弟在金陵开赌方 疯狂黑钱 总资产也才十个亿 叶峰这是有辈来啊 叶少爷 这是我们不能做主 需要你就请元哥 让他同意才行 一人说道 行 叶峰打了个响指 站起身来 又道 但你们记住 我能令其生 也能令其死 你们最好别耍花招 你们要清楚 我能不计前嫌 跟你们谈生意 是看在钱的份上 否则 放我夜市 足以令你们 死上千百次了 叶峰的话音落下 这七人纷纷打了个哆嗦 不知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叶峰身上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令人忍不住想要跪下 同时 脑海中浮现出一张画面 是叶峰救了黎元之后 他们赖账 结果死相凄惨的场景 随即 他们的身体 直接抖成了M 方琳 去帮黎元倾下鼓毒 叶峰微微一笑 同时心里赞道 这王者之气真好用 比打打杀杀强多了 孙子兵法咋说的 要不这儿屈人之兵 嗯 曾方琳应了一声 走到病床前去 咬破手指 滴入了黎元的嘴里 他的身体百毒不清 他的血 能解鼓毒 这是来自基因的传承 嗨嗨 几分钟后 黎元醒了过来 第一眼见到的人正是叶峰 他怒而叫道 叶峰 我要弄死你 第110章 原著中的黎青蓉 叶峰 我要弄死你 看到叶峰的那一瞬间 黎元怒火朝天 他竟然突破了人类的上限 从病床上站起来 朝着叶峰突去 而下一秒 他就因为肌肉萎缩 双腿失去力气 直接掉在了地上 还磕掉了两颗门牙 他昂起头来 看着像是在给叶峰下跪行李 我救你只是生意 你用不着这样 叶峰的嘴角微微一扬 坐回到了椅子上 接下来 他只需要黎元给钱就行 叶峰也不怕他们赖账 毕竟要弄死他们 就如捏死一只蚂蚁 袁哥 你别激动 袁哥 快过来坐下 这七个手下 连忙去把黎元给扶到病床上 然后将前因后果 包括黎翔的死因 都说了出来 黎元愣了好一阵子 都没法接受自己大哥已死的事实 而且 即便大哥不是叶峰杀的 那他也是自己的仇敌 如今自己要把所有的资产 都给他 我就算是被毒死 死外边 从这儿跳下去 我也不需要叶峰救我 更不可能给他十个亿的医药费 黎元也是个暴脾气 死不认怂 然而 其他人不这么想 袁哥 那可不行 我们都帮你答应叶峰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你要死了 今后谁未想到报仇啊 袁哥 快签转账协议吧 就签个字 按个手印 这七个人显然更希望黎元活着 于是便开始忙活 让黎元签字 报仇 黎元突然间冷静了下来 他可以肯定 叶峰肯定不会那种 让尸体迅速腐烂的手法 因为那是黎元的秘迹 而且 只有黎元内部姓黎的人员 才会这招 被首领刺性之人 他都认识 但会是谁害的自己大哥 行 这十个亿我给你 黎元咬牙切齿地说道 马德 残疾人做事就是磨叽 叶峰等了好几分钟 才看到 黎元肉腾一般的签字按手印 不过好在十个亿到手 收下财产转让协议后 叶峰说道 记得今天之内 滚出精灵 以后也别来了 好的叶少 我们一定滚 车票刚才都买好了 七人连忙硬报 随后 叶峰就心满意足地 拿着十个亿的财产 转让协议离开 黎元这种残废 死活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成功黑到了他的钱 现在 叶峰身上资金充足 一是能更大程度上帝 保证叶氏集团的运转 二是能放手一搏 继续搞自己的事业 毕竟 做生意光有能力可不行 钱才是核心资源 以后要是多来几个冤大头就好了 叶峰忍不住想到 但却很无奈 现在的精灵 已经无人赶出叶氏的锋芒 即便是赵家 也只是搞他自己的生意 大不了见到叶家绕着走 出了医院 回去的路上 忽然 顾云香打来电话 居然是他原来的手机 叶峰哥哥 你昨晚没事吧 电话接通 顾云香着急地说道 去尼玛的黎清荣 你到底有完没完 叶峰直接骂道 哼 不愧是叶少啊 一下子就识破了我的伎俩 电话那头的声音骤变 正是黎清荣傲娇一般的声音 他道 你去救黎原 应该不只是为了钱那么简单吧 你想多了 就是为了钱 叶峰促眉说道 哼 无所谓 黎翔就是我杀的 但那又如何 他能拿我怎样 不过叶峰少爷 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 我确实很惊讶 但我警告你 我与岑芳林之间的恩怨 是我们的事 你最好莫插手 只要你把你交给我 我来给你当宝镖都行 什么服务都有要 电话那头 黎清荣痴痴的笑道 滚 叶峰直接挂了电话 心说 这女人杀笔吧 你让我把方林交给你 我就交给你 还什么服务都有 你特么 有我家方林可爱和乖巧吗 再说 你黎清荣打不打得过岑方林 你心里没数 你也就是个电动小马达 跑得快而已 电话挂完 黎清荣又发了条短信过来 行啊叶峰 咱们没完 我会在姑苏等着你 叶峰直接拉黑 跟这女人没啥好说的 在原著里 这女人并不是蠢 而是聪明过了头 总以为天下事 全在她的掌握之中 而作为书中的反派 黎清荣的下场也凄惨 总是想按算陈方林 被男主角一顿吊打 还训练成了奴隶 成了 只会听从男主角命令的英生虫 在书里面 她确实啥服务都有 但叶峰对她 毫无兴趣 回到家里 刚停好车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叶峰哥哥 你回来了 叶峰回头一看 正是自己温温柔柔 端庄大方的顾云香 她身上还穿着 之前叶峰给她买的古典长裙 以及手指上戴着的 那颗星辰之星钻戒 是她本人没错了 叶峰 你到底干了啥 云香都着急的 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母亲周雪华也在 脸色很是担忧 她并不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情 她只知道自己的儿子 越来越厉害 将来必成大器 但相对于的 夜市的敌人 也会越来越多 周雪华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女人 她知道地位越高 势力越大 危险也就越大 但毕竟是自己儿子 周雪华还是很担心 周仪 是我设计了一份服装图纸 想让叶峰哥哥看一下 我怕设计的不好 才担忧的 顾云香连忙解释 她一直都是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说 虽然 她也想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和周雪华一样 心思都在叶峰身上 原来是这事啊 云香你放心吧 就这臭小子 哪懂什么服装设计 这方面 咱们云香才是最棒的 周雪华笑着说道 她是越看顾云香越顺眼 尤其是叶峰跟她交往之后 就不再给白苏苏当舔狗之后 叶峰 这老妈 到底谁才是你儿子 你们年轻人聊 我去打麻将了 说着周雪华就要离开 临走前 还刻意看了叶峰一眼 意思是 让叶峰多陪陪顾云香 云香 咱们去逛街吧 叶峰知道这女孩 在为自己担心受怕 而且 两人确实有一段时间没约会了 正好自己现在没事 出去逛逛也不错 于是 存芳林回去继续刷剧 叶峰则开车 带着顾云香 来到了精灵著名的小吃街 两人在买臭豆腐 忽然 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顾云香 第111章 顾云香的闺蜜 听到有熟悉的声音 叫自己的名字 顾云香转过身去 映入眼帘的 是三个妆容精致的漂亮女孩 你是楚楚 其中一个女孩 顾云香看着有些眼熟 是我呀云香 你不认得我了 那女孩笑叶如花 神采飞扬 她叫张楚楚 是顾云香的大学室友 也是一起共用化妆品 并且手拉着手上厕所的好闺蜜 只是 在大学时期 张楚楚还有些微胖 脸蛋也长得一般 可现在 容颜秀美 身材火辣 她跨着LV包包 穿着包臀裙 两条大长腿 又白又直 所以一时间 顾云香差点没认出来 张楚楚的变化 确实大了点 楚楚 你怎么还精灵了 顾云香热情地打招呼 她记得张楚楚是姑苏人士 由于都是江南老乡 所以 在艳斗上大学的时候 两人关系才能很快地熟络起来 跟朋友来玩 这是琪琪 这是梦梦 张楚楚介绍起来 她身旁的两个女孩 跟她打扮类似 不过颜值要差了些 属于看了记不住的网红脸 顾云香准备跟他们打声招呼 毕竟是闺蜜的朋友 可还没开口 张楚楚忽然问道 云香 你们怎么在买臭豆腐啊 这多没营养 张楚楚看到 叶峰端着两碗臭豆腐 其中一碗递到了顾云香的手里 臭豆腐这种东西 是底层民众喜爱的食物 是十足的垃圾食品 还被西方那边列入了黑名单 要知道 张楚楚平时吃的 不是米其林餐厅 就是五星级酒店 再不计也得打卡高端的 下午茶会所 再看顾云香的着装 优雅的古典长裙 样式很美 做工看着也不差 手上戴着的戒指 上面还镶着一颗蓝宝石 很是炫彩夺目 张楚楚知道他们价值不菲 但顾云香家境不是一般般吗 怎么买得起这么贵重的奢侈品 难道是假货 想到这里 张楚楚的眼神中 流出了一丝鄙夷之色 但只有零点零几秒 转瞬即逝 不过 还是被叶峰的目光给捕捉到了 他记得在原著里 这个张楚楚 就是个拜金女 早就没了大学时的单纯 臭豆腐 精灵的美食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你试试 说着 叶峰直接将一块臭豆腐夹起来 塞到张楚楚的嘴里 嗯 事发突然 张楚楚没有防备 顿时 臭豆腐就入了口 他整个人都傻了 他的第一反应 是恼羞成怒 这家伙居然把这么廉价的垃圾食品 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然而 他觉得这臭豆腐 是真的好吃 竟然下意识地吞了下去 而且吃完 还想再来一块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喜欢吃臭豆腐 云香 这人也太不礼貌了吧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这是你男朋友 琪琪和孟孟 言辞激烈 为张楚楚打抱不平 这么廉价的垃圾食品 吃下去都要掉价的好吗 这 顾云香有些尴尬 他也没想到 叶峰哥哥会这么做 不过这臭豆腐 是精灵的美食 味道确实很好 臭豆腐怎么了 好吃就行 国内的某位顶级富二代 还在学校门口吃烧饭呢 有啥不能吃的 叶峰回怼道 切 人家是顶级富二代 他那个叫接地气 你啥身份 也配跟人家比 琪琪和孟孟醋梅说道 他们并不知道 眼前的便是最近在 精灵叱咤风云的 叶家少爷叶峰 只当他是个 只吃得起臭豆腐的 穷迪欧斯 也就长得帅了点意 算了吧 没事 张楚楚主要是想跟闺蜜叙旧 对于叶峰 他没啥兴趣 虽然叶峰长得很帅 颜值不比明星差 但这个世界 讲究的是金钱 而不是颜值 倒是这顾云香 有些可惜 要知道 在大学时 顾云香就是校花 被不少富二代追呢 其中有个叫孙云的大少爷 直接连舔了四年 没想到 顾云香最后找了个 这样的男朋友 而且还这么无礼 一看就没啥家教 真是白瞎了 这么好看的原装脸蛋 骑在自行车上笑 真心不如坐在宝马车里哭 云香 马上就中午了 我们去吃饭吧 我们有个朋友 是义卫轩的小股东 可以帮忙定座 张楚楚随即说到 义卫轩可是精灵的顶级餐厅 每天的生意都好到报 名气也很大 作为精灵人 顾云香不可能不知道 张楚楚此言 也有炫耀之意 顾云香长得美丽又怎样 终究还是自己混得更高端 义卫轩 顾云香与叶峰 互相对望了一眼 草 这不是刘文邦那狗日的餐厅吗 不但叶峰熟 顾云香也熟 上次张氏服装的那位张泽浩少爷 可还在里面挨了顿毒打 走吧 我开车 叶峰说着 就到旁边去取车 开车 张楚楚三人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没想到叶峰这个穷地欧丝 居然还买了车 先说好 年报车我可不坐 我屁股可是上了保险的 就是 再次也得是宝马一系车 不然我宁可走路 琪琪和梦梦说道 这里离金融街的一位宣餐厅并不远 所以走路和坐车无所谓 当然坐车更方便点 少说一句吧 张楚楚不悦地说道 毕竟叶峰是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这么说话 不是打自己脸吗 楚楚 你们快来 不远处 顾云香再朝他们招手 我说什么来着 是面包车吧 外壳还这么烂 真不知道他怎么好意思开出来的 算了 我就当给楚楚姐一个面子 委屈一下子吧 琪琪和梦梦 兴致缺缺 本来他们也不抱有什么希望 张楚楚也有些尴尬 没想到叶峰这家伙 居然还真是开的面包车 当然 旁边还有一辆劳斯莱斯 但那种豪车价格几百万 绝对不是叶峰这种Dios能买得起 很快 张楚楚三人就走了过去 站到面包车旁 等待着叶峰给他们开门 我说 你们干啥呢 人家这面包车是拉货的 不拉人 叶峰手拿劳斯莱斯的钥匙 按了下按钮 劳斯劳斯立刻发出 钉钉清脆解锁声 第112章 好闺蜜 上查意 咦 这面包车还真是拉货的 上面装了好多洋娃娃 不对 你怎么会有 这辆来丝来丝的车要是 琪琪和梦梦大吃一惊 像是见了鬼一般的看着叶峰 愣了半晌后 才支支吾吾的叫道 这车是你的 不是我的 叶峰把话说了半截 琪琪和梦梦 这才舒缓了口气 早就知道这家伙 不可能是个富二代 富二代哪有去吃臭豆腐的呀 叶峰继续说道 特么不是我的 是你的 琪琪和梦梦 一声一笑 这个叶峰哥哥啊 总是能整出些小惊喜 刚才琪琪和梦梦 以为面包车是叶峰哥哥的 各种不屑 现在打脸了吧 不过 他们毕竟是好闺蜜的朋友 顾云香走上前 大方的说道 上车吧 咱们去吃午饭 哦 好 琪琪和梦梦 像是打了双的茄子 一下就拈下去了 像乖巧的小学生般 坐在了来丝来丝的后座上 张楚楚的一双美目 又是敬畏 又是震撼 他以为顾云香找了根草 没想到捡了个宝 开劳斯莱斯的富二代 长得还那么帅 家里资产至少也得好几千万吧 自己刚才真傻 顾云香的眼光那么高 连孙云少爷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真就找个穷地要撕呢 还好自己刚才为了顾及顾云香的颜面 没有打击叶峰 不然刚才被打脸的人 肯定有自己 哼 没想到这个富二代 还挺记仇的嘛 想到这里 张楚楚扭着信感的水蛇腰 风情万种 递上了来丝来丝的后座 你这闺蜜啥情况 年纪轻轻腰不好 不会是风势病吧 叶峰凑在副驾驶上 顾云香的耳边低声问道 叶峰哥哥 你 顾云香忍不住扑斥一笑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确实张楚楚的走路姿势有些别扭 以前他走路都挺正常的呀 不过顾云香并没有想太多 他和张楚楚当了四年的闺蜜 自然信任他 他这么走路 不应该是为了引起叶峰哥哥的注意吧 而对于叶峰 顾云香更是十足的信任 不多时 叶峰四人便到了易伟轩餐厅 现在正值饭点 餐厅的生意火到爆 但易伟轩毕竟是顶级餐厅 向来都会空出一两个位置 用作准备 以迎接有必要的客人 张楚楚走上去 对着服务员说道 我刚给你们钱总打过电话 订了间包厢 带我们进去吧 不好意思啊小姐 订包厢 只有我们刘总他要权限 服务员回道 你什么意思 张楚楚的眉头 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他刚给钱总打过电话 对方说了要安排 怎么到这儿就不行 还有 这个刘总是什么管 就这意思 服务员脾气也很刚 在当服务员之前 他是刘文豹的手下 这间餐厅 刘文豹才是大股东 那个什么钱总 就芝麻大小的股东而已 屁都不是 服务员说道 要吃饭去别的地方 我们这儿没位置了 文言 张楚楚脸都绿了 他一开始要来这里 是为了在顾云香面前显摆 现在则是为了在叶峰面前显摆 要找个有本事的女人 自己现在的容貌 不输顾云香 能力和人脉也不差 更值得他拥有 可他们现在 包厢没订到 还被服务员给对了 最要命的是 自己还为了维持形象 不能对回去 干啥呢 这时 经理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经理 他们要吃饭 我说没位置了 服务员说道 谁他们跟你说没位置 经理直接一巴掌 拍到他脑门上 舔着笑说道 几位 进去吧 里面有包厢 这还差不多 张楚楚冷哼一声 率先走了进去 叶峰四人 紧随其后 经理 你这啥意思 没刘哥的命令 不能随便给人包厢啊 服务员急忙说道 你跟刘哥的时间不长 而且你才刚来这家店 刚当那个男的你记住了 那是叶峰少爷 经理语重心肠地叫一道 啥 服务员吓得面如死灰 叶 叶峰少爷 他是刘文豹的手下 而刘文豹是叶家的手下 整个精灵 没见过叶少爷的人不守 但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可不多 这尼玛有叶峰少爷在 那女的还找个屁的钱 总订包厢啊 你直接报叶少爷名字 不就得了 你们先进去 我上个洗手间 进包厢时 叶峰想去尿尿 顾云香和张楚楚三人 进包厢坐下 刚一坐下 张楚楚三人立马问道 云香 你男朋友啥赖头啊 那辆来思来思 我刚查了一下 价值五百九十万呢 妥妥的豪车 云香 你找了这么一个牛逼的富二代 干嘛藏着掖着 咱们又不跟你抢 云香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满分没有 三人的话 如连环炮一般 问得顾云香措手不及 什么叫满分 顾云香是乖乖女 服装设计和弹钢琴她在行 但夜店的黑话她不懂 就是 就是你们 张楚楚急了 做了个手势 一手成零 一手成一 最后一穿入了零中 还来来回回 楚楚 你 顾云香无语 满脸都是黑线 这个张楚楚 啥时候变得这么开放了 哎呀 你说下嘛 人家想听 我的宝贝云香 张楚楚挽着顾云香的手臂 开始撒娇 这是他们在大学时 就保留的习惯 琪琪和梦梦也竖起耳朵想听 八卦是他们最大的爱好 还没 顾云香咬着唇 略带着羞耻说道 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等水到虚成 自然而然 时机到了就行 不用急吧 顾云香是个乖乖女 思想没有张楚楚那么开放 而且 她其实不太愿意提及那方面的事情 毕竟有些事 做就是了 干嘛要说啊 云香 不是我说你 遇到富二代你要抓紧啊 你要给他X暗示 然后又不把自己交给他 他才能对你死心 你这裙子和钻戒 都是他给你买的吧 但你能保证 他只给你一个人买了的 我看你发朋友圈 你是在自己的创业吧 我跟你说 咱们女长这么漂亮 没必要这么努力奋斗 将来还不是白白便宜了别人 利用富二代的资源 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或者成为富家太太 难道不香吗 真是一手好牌 被你打得稀烂 张楚楚语重心长地说道 琪琪和梦梦也连忙点头附和 然而 顾云香却皱起了眉头 站起身来 不悦地盯着张楚楚 说道 楚楚 我拿你当闺蜜 你居然叫我查一事吧 第113章 以色是人 色衰而爱迟 云香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张楚楚被顾云香的气势吓到了 有些猛逼 楚楚 我这是看错你了 你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 顾云香有些痛心 毕竟张楚楚是她最好的闺蜜 上大学时 两人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不管是三观还是性格 都特别投机 我怎么了 张楚楚也有些不愿 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我顾云香从来不受接来之识 我不认为女人长得漂亮 却不需要努力 要配得上优秀的人 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我送你一句话吧 以色是人 色衰而爱迟 爱迟而恩绝 顾云香的声音 质地而发 张楚楚三人彻底被震住了 这句话出自 汉书 外妻传 包含多个典故 后来也成了女子 侍奉权贵的不二真理 但显然 张楚楚虽然是 艳东名校毕业 但并没有读过 汉书 否则 她又怎能不知这个道理 行行行 我错了还不行吗 张楚楚显得有些委屈 表面服软 但心里却不以为意 你顾云香什么的是学霸 就只会死读书 但这个世界的真理 可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如何才能套劳富二代 我一定会让你见识一番的 茶医怎么了 自古男人就好这一口 好了 别讨论这个了 来点菜吧 我都饿了 是呢是呢 听说义伟轩的大厨 厨艺特别棒的 琪琪和梦梦 连忙打起了圆场 他们读书手 对顾云香说的话 只似懂非懂 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 现场气氛有些尴尬 很快 四女开始点菜 但出于八卦行李 琪琪还是忍不住问道 云香 你男朋友家里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我家啥生意都做 卖肉的也有 这时 叶峰推门而入 笑盈盈地坐在了 顾云香的身旁 刚才他去尿尿回来 顾云香和张楚楚说的话 他都听到了 他忍不住想为顾云香 点了个赞 不愧是自己的女人 不管是能力 还是三观 性格 都踏马优秀 卖 卖肉 琪琪支支吾吾 作为混迹夜场的老手 他当然知道 叶峰在说什么 不知道为啥 他总感觉叶峰那双 似笑非笑的眼睛 看着好可怕 他该不会想把自己拉去卖吧 想到这里 琪琪连话都不敢说了 看来 你家生意做得挺大嘛 张楚楚的脸上 依旧绽放着笑容 他并不知道叶峰的名字 但却知道 他是个富二代 富二代缺的是什么 是能力 是金钱 不 是人脉和渠道 只要有这两样法宝 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钱 有时候 为了人脉和渠道 他们会强迫自己 参与各自晚会 强迫自己 学习各自技能 为的 就是为了 结识更多牛逼的大佬 打开更多的渠道 旋即 张楚楚笑语奄然地说道 对了 你们精灵周家的少爷 好像挺有名的 不知道你认识吗 周家的 哪个 叶峰好奇起来 他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的 是周文斌那个衰仔 不 是靓仔 周家的大少爷周崇厚 我这有他的微信 我可以叫他过来 一起吃个饭 正好你们认识一下 张楚楚的笑容依旧不敢 甚至有些得意洋洋 刚才订包厢 他已经让叶峰 见识过自己的人脉了 现在正好再让他见识一下 也顺便给顾云香上一刻 什么才能抓住男人 他的那一套理论 早就过时了 就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周崇厚 叶峰 亚异 是的 他说不定以后 就是周家的继承人呢 张楚楚愈发得意 双目含情 那意思是在说 你看我厉害吧 你们精灵四大家族 周家未来的继承人 我都认识 不用了 你叫不来的 叶峰摇了摇头 你不信 张楚楚继续笑着 不是 是周崇厚想偷他后母 被他爸打断了腿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另外 周家的继承人不是周崇厚 而是周文斌 叶峰也笑了起来 他此言一出 张楚楚三人直接傻眼 你说啥 周崇厚被他爸打断腿 进了医院 而且还是因为 那么萎缩的理由 张楚楚下意识的 去翻周崇厚的朋友圈 最近一条消息 是两天前发的 上面写道 下个月就能出院 各位帖子们不必担忧 我还活着 张楚楚 齐齐和梦梦 呵呵 顾云香捂着嘴勒开了花 他虽然不知道 周崇厚为啥弄成这样 但他却清楚 此事一定跟叶峰哥哥 脱不了关系 因为周文斌 被立为周家继承人后 几乎就成了他的硬生虫 吃饭吧 张楚楚无语了 只有吃饭 能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不过看来 眼前的这个家伙 似乎有点本事 一般而言 大家族发生这种情况 都会瞒着 毕竟太丢人了 但他却知道的这么清楚 张楚楚看来他在精灵的地位 并不低呢 不多时 菜品陆陆续续的传了上来 一共二十多个菜 把桌子都摆满了 我记得 我们没点这么多菜吧 张楚楚连忙问服务员 他知道这里的菜品不便宜 他当然也付得起账 也无所谓奢侈 但一般情况 都是由男人买单 他可不希望 初次与叶峰见面 就落下个饭桶的坏印象 叶峰这种富二代 虽然不缺钱 但他们肯定考验 把他当冤大头的人 而主要菜品 基本都是张楚楚点的单 没关系 是我点的 吃吧 叶峰淡淡地说道 他每次来这里吃饭 不需要交代 服务员就会上一个 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套餐 而且 吃了之后 刘文豹又不找自己收钱 所以 叶峰也不太在意 恰好这些菜 顾云香也喜欢 行吧 张楚楚三人汉手 既然是叶峰点的 那就无所谓了 这些菜品 还真是秀色可餐 要知道 他们去的米其林餐厅 五星级酒店 主要是以档次著称 而一位宣餐厅 则以美味著称 叶少爷 这时候 经理敲门进来 着急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澳洲龙虾断货两天了 有一道菜 我们没法做 没事 叶峰并不在意 看着着急的经理 他道 你自己忙去吧 不用管我们 好的叶少 经理如蒙大赦一般 离开了包厢 要知道 叶峰的喜怒哀乐 就代表着精灵的情绪 这经理干啥呢 张楚楚三人 对这个经理的表现 有点惊讶 菜没有了而已 至于这么紧张吗 你一位宣的人 有这么怕得罪一个富二代吗 叶少爷 琪琪不敢出声 所以梦梦好奇地看着叶峰 疑惑到 精灵除了叶家的 那个叶峰少爷外 还有第二个叶少爷吗 他的话音落下 张楚楚就踢了他一脚 很快 他的脸色俱变 再次如同见鬼了一般 去盯着叶峰 第114章 顾云香的过去 你 你你你 梦梦盯着叶峰 支支吾吾半天 硬是一句话 都说不完整 琪琪也被震撼到了 居然会是精灵赫赫有名的叶峰少爷 而且 他还是顾云香的男朋友 他们虽然不是精灵人士 但在来精灵的时候 也听说过叶峰的名头 叶家豪门的唯一继承人 商家叱咤风云的大佬 江湖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幕后舵手 以及 江南江北富二代赛车大赛的冠军 这么传奇的一个人 竟然就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们突然感觉自己 出现了幻觉 全是叶峰少爷 早知道就该问下他姓什么才对 张楚楚较知二女 情商要高点 也冷静一些 而且因为 他是姑苏人的缘故 所以也在第一个反应过来 精灵只有一个叶少爷 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叶峰 张楚楚感到有些兴奋和激动 可同时 心里也有些失落 他感觉自己被顾云香比了下去 他找的男朋友 已经优秀到了如此地步 而自己 还明花位有主 现在张楚楚作为大美女 身边不乏追求者 但要么就是花花公子 要么就是七十多岁的老头 张楚楚 两种都不想接受 他只想做未来豪门总裁的唯一夫人 据说这个叶峰少爷 以前可是当过舔狗的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痴情 想到这里 张楚楚的嘴角 泛起了灿烂的笑容 是不是痴情人 经不经得住诱惑 光听传闻可不行 必须得亲自是过了才知道 这一顿饭 气氛有些微妙 顾云香想尽地主之意 但琪琪和孟孟却谨小甚微 每次顾云香给他们夹菜的时候 他们都受宠落惊 作为依靠男人才能存活的生物 他们清楚 顾云香是他们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没出息 就没想到把他给娶而代之吗 张楚楚鄙夷的看了这两个女人一眼 心中非常不屑 活该他们 只能给富二代或老男人 当成发泄的工具 一天天地居然还幻想着 嫁入豪门 就凭他们也配 望着叶峰那张英俊帅气的脸 张楚楚嘴角的笑容 愈发灿烂了起来 吃完饭 趁着顾云香不注意的时机 张楚楚快速将一张小纸条 塞进了叶峰的手里 上面写道 想知道顾云香在燕多的过去吗 晚上来花蕊主提酒店 从义伟宣出来后 各回各家 张楚楚三人继续去游玩 这也是他们来精灵的目的 顾云香要忙工作 叶峰把他送到了公司 其实 现在叶峰站稳了服装市场 公司也开始盈利 顾云香原本不用这么辛苦 但他却想着推陈出新 要为叶峰设计出爆款服装 甚至能更进一步 打造成名牌 所以 顾云香总是与公司的设计师们 不断地修改加推翻 以及学习充电 得女友如此 夫妇何求 叶峰也是感动万分 给他的保温杯里加了水后 就离开了 叶峰哥哥好直男 顾云香哭笑不得 但毕竟是叶峰哥哥倒的水 他还是忍不住喝了一口 咦 这是红糖水 叶峰哥哥 怎么知道 我来大姨妈了 顾云香略微诧异 看来叶峰哥哥 也挺会暖心的嘛 红糖水甜 顾云香的心更甜 晚上八点 叶峰开车去了花蕊主提酒店 情侣酒店 叶峰进去之后 嘴角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熟读援助的叶峰 知道顾云香的所有过去 他来这里 显然不是被张楚楚的那张纸条 勾起了好奇心 直接来到302房间敲门 谁啊 房间里传来张楚楚的声音 以及浴室内的水声 叶峰没有回答 直接叫来服务员 给出自己名片 他吓得立马开了房间的门 叶峰走进去 叶峰少爷 我在洗澡 你等我一下 张楚楚从浴室里 看到叶峰进来 浴室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场景 但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很快 张楚楚就洗好了澡 在浴室里化了的淡妆 喷上诱人的香水 穿上宽松的浴袍 露出半截苏西洋 便笑盈盈地走了出去 我还以为叶峰不来了呢 害人家等这么久 张楚楚用委屈且撒娇的语气说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这情侣酒店约会呢 水床 蜡烛 皮鞭 绳子 还有比你胳膊还搓得电动棍子 看来张小姐挺会玩的嘛 叶峰似笑非笑地说道 在原著里面 这个张楚楚就是个撒谎 毕竟吊着她的人多了 自然解锁的东西也多了 但她并非是公交车 而是私家车 毕竟公交车 乞丐都能上 而私家车 只接待贵客 那叶少爷想体验一下吗 张楚楚媚眼如丝 单薄且宽松的睡衣 露出白皙部分 足以让男人看得血脉喷张 她的双腿交叉跌坐 却又不严防死守 只要稍微测一下脑袋 就能一窥其中的风景 但显然 叶峰毫无兴趣 脸上的笑容只愈发寒冷 见叶峰不为所动 张楚楚自讨了一个没趣 但并不灰心 笑着说道 那么叶少爷 咱们来谈正题吧 你想知道顾云香 在燕多时的过去吗 你说 叶峰依旧似笑非笑 好呀 张楚楚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叶峰确实是个痴情人 对自己也抱有戒心 刚才自己 确实有些过于心急了 不过 只要自己的计划成功 把顾云香从他的身边赶走 那么自己就能拥有这个富二代 叶峰可是精灵的豪门 而且叶峰长得这么帅 又这么有能力 做他的女人 绝对幸福感爆表 张楚楚清了清嗓子 说道 叶少 你和云香 应该还只发展到了 手拉手的地步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豪门富二代 都渴望纯洁的爱情 但你知道吗 在大学的时候 顾云香变一个富二代 在一起了四年 后来顾云香想回精灵发展 才与他没再联系 你要是有机会 可以带顾云香来这个酒店体验一下 说不定他会的花样 比我还多呢 第115章 滚出他的事件 张楚楚痴痴地笑着 他说的话半真半假 想利用信息差 来离见叶峰和顾云香的关系 只要叶峰信了一分 那就绝对会心生芥蒂 他的计划也将成功 谁让顾云香塑造的形象太清纯 须知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而卑鄙 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就怕叶峰因此 不再相信爱情了 不过也没关系 张楚楚只是想做豪门的夫人 他不介意叶峰以后背着自己偷吃 只要别让自己知道了就行 不知道 那就相当于无事发生 你说的那个富二代 是不是叫做孙云啊 叶峰的眼角 泛着冷笑 你 你怎么知道 张楚楚诧异地盯着叶峰 脑海里更是十万个为什么 孙云是艳斗人 叶峰不可能认识 难道是顾云香 跟他提起过孙云 这也不应该啊 顾云香不是对孙云不厌其烦 甚至连他的名字 都不想听到吗 张楚楚并不知道 上次顾云香生病 孙云那条舔狗 还特意跑来了精灵 不但惨遭羞辱 还被叶峰整成了老赖 据说回到艳斗后 还被他的暴躁父亲 打断了双腿 现在出行都是做轮椅 但张楚楚毕竟是茶艺高手 继续说道 孙云少爷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并无实锤的证据 但顾云香有个青梅竹马 叶峰可要当心 顾云香跟我说过 他最想嫁的人 就是那个青梅竹马 为此 他还专门练习了一首钢琴曲 叫《梦中的婚礼》 话音落下 张楚楚恢复了之前的自信 这是顾云香亲口跟自己说的 他就不信叶峰没有丝毫的嫉妒心 哦 叶峰呵呵一笑 我就是云香的青梅竹马 看来云香这么好的女孩 我更要加倍了珍惜了才是 你 你说什么 张楚楚目瞪口呆 眼珠子都一动不动 他从来没听顾云香说过 他的青梅竹马 是精灵顶级的富二代啊 操 自己之前干嘛不多了解点信息 说完了吗 说完了的话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叶峰露出正常的笑容 叶少请问 张楚楚现在已经吃不准叶峰在想什么了 他只是隐隐觉得 叶峰之所以知道这一切 还来找自己 绝对有缘由 难道 他想偷吃 正想到这里 张楚楚看见叶峰朝自己勾了勾手指 事宜让自己过去 靠他近一点 张楚楚没开眼笑 看来自己还是高估了叶峰 这世上的男人千千万 有哪一个不偷心 他的屁股刚离开床 忽然 叶峰促眉问道 我家云香拿你当闺蜜 你背着她跟我说她的是非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啊 张楚楚再次愣住 他措手不及 没想到叶峰问的是这个 他正想解释 忽然 他看到叶峰又朝自己勾了勾手指 张楚楚下意识地继续朝他靠去 心里则在盘算 如果叶峰想偷心的话 那自己今晚要不要矜持 如果矜持的话 很有可能与这个富二代失之交臂 但如果不矜持 则更有可能像一斤衣服般 被他用完就起 但张楚楚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刚一靠近叶峰 就被他用力地摁在地上 紧接着 叶峰的鞋子踩在他干净的脸上 赤道 我今晚之所以过来 不是听你说云香坏话的 更不是对你的差异有什么兴趣 云香是个重感情的好姑娘 她拿你当闺蜜 你却背着她乱搞 你还有什么资格做她的朋友 你给我听清楚 我谢你今晚十二点之前 离开精灵 否则过了今晚 你就永远别想离开了 我叶峰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劝你莫来招惹我 滚出精灵 也滚出云香的世界 在原著里面 张楚楚卖弄弄茶意 确实成了叶峰身边的女人 当然她的身边 不只是有叶峰 还有很多男人 为了上位 张楚楚不断说着顾云香的坏话 这也导致了叶峰怀恨在心 直接抢上了顾云香 因为深爱着叶峰 顾云香只是抹着泪 无奈接受以这样的形式 成为了她的女人 但她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拜自己的好闺蜜所赐 她更不知道 当初大学时同样单纯的张楚楚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令人可憎 后来 顾云香知晓了张楚楚 与叶峰之间的事情 也只是默默地与张楚楚绝交 期盼着叶峰能浪子回头 但遗憾的是 叶峰并没有 而张楚楚更是变本加厉 疯狂打压顾云香 再后来 叶峰被林毅针对 导致叶氏集团破产 张楚楚这才离开了叶峰 临走前 还拐走了叶峰几千万 而当时 叶峰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几千万对豪门叶峰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但那个时候 足以决定叶峰的生死 最后 还是顾云香拿自己公司的钱 帮叶峰把窟窿给补上的 对于原助理的叶峰 现叶峰本人 对其没有好评价的 就一个分不清好坏的大傻叉 唯一可惜的是 顾云香这个好女孩 而对于张楚楚这种绿茶 叶峰则是让她滚出顾云香的世界 否则 叶峰不介意让她人间蒸发 她的本来面目 其实就是一个low比 也配反复横跳 搅弄风云 在被叶峰恐吓之后 张楚楚立马打了辆出租车回顾苏 刚才的叶峰实在太可怕了 她感觉自己不走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她弄死 她要捏死自己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但张楚楚却感到一难平 不是对叶峰 而是对顾云香 凭什么 顾云香就可以找到这么痴情的男人 凭什么 她就可以成为未来的豪门太太 我不甘心 我明明就比顾云香优秀 顾云香 我会让你明白 找豪门大少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 而且 我就要以色试人 我就是要利用男人的资源 不断地往上爬 将来 我终究会爬得比你高 让你来仰望我 张楚楚此时的内心 黑暗无比 对于顾云香 她无限嫉妒 在大学时 大家总是钟情顾云香的美貌 而自己的才华 却无人关注 就连孙云那种舔狗 找自己聊天 送包包 都只是为了打听顾云香的消息 等到自己去整容 去抽支 变得漂亮的时候 顾云香却已有了 令人艳羡的男朋友 张楚楚不甘心 她一定要把顾云香 踩在自己的脚下 豪门富二代是吧 你顾云香就以为 只有你会找吗 张楚楚咬牙切齿 随即给前几天饭局上 认识的一个 姑苏顶级富二代打电话 崔少 我是楚楚 我现在在姑苏呢 人家心情不好 想找个人说话 你能陪陪我吗 张楚楚卖弄清纯 说话也嗲里嗲气 上次在饭局上 这个崔少就对他流露出了不小的兴趣 但由于他女人实在太多 所以张楚楚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现在 张楚楚迫切地需要找回自信 第116章 精灵 惨 这尼玛都晚上12点了 你才约我 电话里头 崔家少爷崔阳也是一愣 当即回道 改天吧 我要睡觉了 同时 电话那头 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英名声 崔阳准备挂电话 崔少别呀 我这是有事找你 张楚楚急了 连忙叫道 如果换作以前 崔阳这种富二代 他可能并不在意 因为跟了他 连小Sam都混不上 但现在 张楚楚的想法变了 他要尽一切资源 来帮助自己崛起 哪怕是给他们当衣服 也得是奢侈品级别的 行 那你在梦中成会所找我吧 不过我先告诉你 如果大晚上的你找我 是闹着玩 那以后就别联系了 崔阳说道 那自然是 张楚楚连忙硬道 在给崔阳打电话之前 他就做好了背透的准备 虽然崔阳对自己很感兴趣 但张楚楚也有自知之明 人家崔阳感兴趣的妹子很多 更何况 人家身边压根不缺女人 他只缺感兴趣 且得不到的女人 像叶峰那种专情的 还当个舔狗的富二代 本身就比熊猫还稀少 张楚楚打车 直接去了梦中成会所 在包厢里等着 不多时 崔阳打着喝欠走进来 问道 楚楚 有啥事 你说吧 崔少 你上次说捧我当明星 是真的假的 张楚楚笑盈盈地问 哦 你想通了 崔阳立马就不困了 连眼睛里都闪着光亮 上次吃饭 为了炮张楚楚 他便提过此事 但对方似乎兴趣不大 毕竟 除了横店的那些群演之外 即便是个傻子都知道 当成明星的概率 比重彩票还难 就连表演专业学校 毕业的帅哥美女们 好多毕业了 就去考编制呢 崔阳之所以许诺 主要还是为了透她 那当然 成名的机会虽然渺茫 但也不是没有 不是吗 不过我胃口很大的 我想混到一线明星去 崔少你得全力捧我 张楚楚笑着说道 姑苏崔家乃是不下于 精灵业家的豪门 他们设计的产业很广 娱乐行业 就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 崔阳还不是崔家的继承人 所以 他只能透一些练习生 成脚了的 他想透也透不到 但无论是身材还是脸蛋 张楚楚都下了血本 自然不比那些练习生差 所以 崔阳才会对他有特别浓的兴趣 如果张楚楚 想长期混夜场的话 那么 他就是天菜级的 好啊 我们公司 正准备捧一批新人呢 我早说过 楚楚你特别适合当明星 想通了就好 崔阳的脸上 挂着阴伟的笑容 慢慢朝张楚楚靠近 然后 一把将他按在了沙发上 崔少 你干嘛呢 张楚楚的声音发点 别说话 我要透你 此刻 崔阳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 奇怪 楚楚不是说 要在金陵丸一星期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姑苏了 三天之后 也就是周末 顾云香想约张楚楚逛街 发了好几条消息 但没反应 打电话 对方也关机 最后还是 从他的朋友圈里 顾云香才得知 他早就回姑苏去了 原本 顾云香还想闲下来后 好好地跟他续旧呢 毕竟 两人在大学时 是那样要好的闺蜜 别管他了 咱们去逛夫子庙吧 说着 叶峰就把顾云香 拉着顾云香上了车 顾云香是个善良 却并不圣母的女孩 毕竟太过于善良的人 也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商场 她并不知道 她的好闺蜜 在短时间内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还以为她是大学时的 那个外表单纯的女孩呢 不过 这个张楚楚 倒是蛮听话的 看来上次的威慑还是有用 当然 她若真敢在 出现在顾云香的世界里 叶峰绝对会把她 扔去给大猩猩当玩具 那些牲口 一天天忧望强烈 肯定能止住张楚楚的痒 夫子庙 是精灵的三大商业街之一 也是精灵的名胜古迹 在古代 夫子庙又称孔庙 是祭奠某位仙贤的地方 而现在 则是旅游景点 毕竟精灵的主要经济 主要就靠旅游产业拉动了 由于今天是周末的缘故 夫子庙的人特别多 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人头 但某处地方 人超级多 挤都挤不动 叶峰放眼望去 发现众人围着的是一块广告牌 上面写着江南音乐会 集美们 江南音乐会的报名时间开始了 七月份举行呢 咱们要不要试试 我的天 我要是能在江南音乐会上展露头角 名声绝对享受大江南北 到时 我就是大明星了 想啥呢 咱们江南多少娱乐富化公司 多少网红公司 多少有才有样貌的素人 轮得到你这种网红脸吗 网红脸咋了 别看一天天观众骂的凶 可他们就是这一套 哼 只要参加了江南音乐会 哪怕得不到冠军 只要能引起某些大人物的注意 我这辈子 也就吃穿不愁了 我没你这些大胆的想法 我是学音乐的 我就想见现我的偶像 国际钢琴大师黄家祥 据说黄师也是这次音乐会的嘉宾 我也好想 见见那个又有才华 又痴情的齐男子 众人议论纷纷 但凡是有点才艺 有点容貌的女生 都想报名参加 甚至有不少人 已经开始扫二维码 开始网上报名了 这次江南音乐会 居然是在姑苏举行 看来精灵还得加油啊 叶峰关注的 则是另一个消息 按照正常情况下 省内的音乐会 一般都会在省会城市举行 但江南则不同 论历史底蕴 人家姑苏同样强大 论经济 更是把精灵按在地上抱锤 前几年的音乐会 都是在精灵举行的 但这次 却被姑苏抢了去 按照这种情况发展 估计过不了多久 姑苏就是无免的江南省会了 而且 省内早有留言 说精灵就该滚去给灰省当省会 把老大名头 让给姑苏或者江都 精灵虽惨 但还有更惨的 便是继省的省会石门庄 但可惜的是 他命不好 是挨着燕兜的 而且燕兜的小弟 金门都比他强 而且石门庄一听名字就知道 是个庄子演变过来的 挥一下城市 都磨刀霍霍向着他呢 看来光在精灵横着走不行 啥时候在姑苏门横着走 才叫牛比 叶峰忍不住感慨 他转过头去 发现身边的顾云香 正望着音乐会的广告发呆 云香 想当明星吗 叶峰问道 第117章 黄家祥狂喜 当明星 顾云香震了一下 随后摆手说道 叶峰哥哥 你别抬举我了 我哪是那块料啊 顾云香虽然极力否认 但叶峰却知道 顾云香天生就是 总明星的料 他的才华 不仅仅是局限于 服装设计和弹钢琴 他拥有偶像气质 更拥有一副好嗓音 而且 顾云香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歌坛天后 只不过 为了生计 也为了距离叶峰更近一点 他大学专业 选择了服装设计 上次白剑豪寿宴 顾云香一展钢琴才华 不但经验全场 更是得到国际钢琴大师 黄家祥的赞赏 而顾云香 拒绝黄家祥的收徒请求 为的便是想更好地帮助叶峰 他只是把做明星 唱歌的梦想 压在了最心底 在原著中 这次江南音乐会 取得冠军的人 是书中的女主角白苏苏 全靠灵异那个挂笔帮忙 但 白苏苏什么音乐水平 心里没点笔熟 也配跟自己家云香比 还有灵异什么的 叶峰宣布 他已经不是主角了 旋即 叶峰就扫了二维码 帮顾云香报了名 叶峰哥哥 我回去还要画图纸呢 顾云香有些着急 他觉得 自己的个人喜好真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对自己的男人有帮助 云香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你们的设计图纸 已经很优秀了 真的没必要再改 你又不是个处女座 叶峰语重心长地说道 原本顾云香的设计能力就很强 毫不夸张地说 他设计的服装 不比那些名牌要差 只是顾云香自己 苛求完美 再一个劲地挑刺 叶峰继续说道 有梦想 你就要去闯 万一实现了呢 再说了 你以后成了大明星 给我带货 打广告 不香吗 你想想 大明星设计出来的衣服 质量还那么好 样式还那么好看 这不妥妥的名牌吗 我决定了 以后我们夜市的名牌服装 底价一千块钱起售 这番话 说的顾云香居然无言以对 一时间哑口无言 不过夜风哥哥 说的确实在里 要做名牌服装 就需要有明星打广告 来提高档次和知名度 虽然明星们 接的服装代言挺多 而其中大部分都扑接了 但顾云香却不一样 如果他成为大明星 又是自己亲手设计的服装 确实如夜风哥哥说的那般 能一跃成名牌 甚至风靡国内外 只是 要成为大明星 哪有这么容易啊 顾云香靓女叹气 虽然江南音乐会 确实是个出道的好地方 但娱乐圈除了靠能力之外 还得靠背景 须知 这个时代 已经少有草根明星了 演员还好 偶像 歌手这块 是极少的 而且 去了江南音乐会 那么多人 自己也未必能取得名次 放心 一切由我 你只需要安心登台演唱即可 夜风笑着安慰道 这次江南音乐会 你要不是总冠军的话 我夜某人冲上去 就揣那些评委嘉宾一脚 夜风哥哥 你可别这样了 咱们 还是靠实力吧 顾云香笑忠带泪 这个夜风哥哥啊 还真是会讨女孩子欢心啊 不过 有了夜风的支持 顾云香这才放心下来 把公司的事情 交给助理打理 而他自己 则负责练歌 争取在七月份的江南音乐会上 拿个好名次 几天后 精灵电视台的办公室里 黄师 这两天精灵这边报名的人 已经有好几百人了 你要不还是先去姑苏吧 那边的赞助商 以及电视台的领导 都想见见你 助理小微泡来一杯咖啡说道 他给黄家祥做了好几年的助理 连他喜欢吃咸豆腐 还是甜豆腐都知道 但唯独不知道 为什么这次黄师会在精灵 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再等等吧 黄家祥揉揉有些疲累的眼睛 这些报名的成员的照片 他从头看到尾 但唯独没有看到顾云香 他甚至不知道 顾云香是否会参加这次江南音乐会 那么好的苗子 如果不搞音乐 完全就是浪费自己的音乐细胞 黄家祥现在已经是国际钢琴大师了 他的音乐生涯顺风顺水 而且因为感情的失利 他的全副身心 一直都在音乐上面 但自己的成功不算什么 他受到了太多的赞誉 也有太多人想接见自己 可黄家祥最想做的 却是为国内歌坛 发掘好苗子 现在乐坛上面 尤其是那些流量明星 一个个鬼哭狼嚎的 唱的都是些什么鬼 他向往的是二十年前 那些才子们横空出世 互相争霸的年代 那也是华语曾走向过世界的年代 而现在 顾云香就是他发现的苗子中 最好的那一刻 想到这里 他甚至想给叶峰少爷打个电话 让他帮自己劝劝顾云香小姐 咦 这个顾云香 怎么也来报名参加节目了 我记得 他不是搞服装设计的吗 而且还是叶峰少爷的女朋友吗 忽然 办公室里 几个公职人员八卦起来 因为渠道的关系 他们对叶家的一切 都了解得很清楚 尤其是刚兴起的叶氏服装 人家顾云香 可是幕后大功臣呢 你说谁 闻言 黄家祥立马豁然起声问道 他这副师太的模样 不但让两个公职小姐姐一愣 就连助理小微都惊差万分 好几年来 他是第一次见到皇师师太 这个顾云香 到底什么来头 顾云香 黄家祥原本会按的眸子 一下子仿佛被点亮了起来 随即 他不爱笑的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开心的 就如一个孩子 他连忙掏出手机 给叶峰少爷去了一个电话 叶少爷 你好 我是黄家祥 黄师你好 请问又啥事 顾云香小姐 是不是报名参加江南音乐会了 我是这次音乐会的评委 是的 叶峰并不诧异 因为在原著中 黄家祥就是此次音乐会的评委 而且因为地位高 所以权力也很大 甚至大到 他一句话刷掉晋级的选手 或者留下被淘汰的选手 因为黄家祥的名字 就是专业的代表 叶峰少爷 这样吧 只要顾云香肯真的参加音乐会 就不用进行初次海选了 我保他直接晋级 不 只要他肯参加 那么我保证 顾小姐一定能进决赛的前十名 黄家祥欣喜若狂 言辞甚是激动 差点连手机都握不稳 第118章 白素素的小确幸 这几天 黄家祥之所以待在精灵 为的就是想让顾云香 参加江南音乐会 他是黄家祥最看好的接班人 现在他主动报名参加 黄家祥自然欣喜无比 但报名归报名 是否参赛 还不一定呢 所以黄家祥才打电话找叶峰确认 并且许诺 更何况 以顾云香的实力 让他直接参与决赛 这也是黄家祥 第一次用自己的威望 给人特权 谢谢黄师 夜市建材的办公室里 叶峰笑着答谢 有了黄家祥的保证 确实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顾云香只需要好好练歌练琴就行 不过叶峰没想到的是 黄家祥居然这般看好顾云香 要知道在原助理 白素素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呢 挂了电话之后 助理唐雪岚将一份报表 递到叶峰的面前 说道 叶少 这是这几天 我们收购以及达成合作的公司 您请过目 怎么进展如此缓慢 看着报表 叶峰皱起了眉头 现在都过了6月10号了 夜市建材也就收购了几个小公司 虽然也有不少建材公司 跟夜市达成合作 原材料价格也给的低 但远远没有达到 叶峰想要的批发价 去把白建豪找来 我问他是怎么跑的市场 叶峰吩咐道 不多时 副总裁白建豪就风尘仆仆 满头大汗的进了办公室 叶少 你找我 白建豪擦着额头上的汗问道 他正在外面跑市场 一听到叶峰的召唤 就马不停蹄 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了回来 是真的跑 因为开车太堵 而且他刚好离公司不远 还不如跑来得快呢 白总 你咋回事 叶峰直接把报表扔了过去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是干啥吃的 这 白建豪从地上捡起报表 一脸的为难 这几天自己跑市场 已经很努力了 叶峰居然还来问罪 虽然他态度还算客气 但毕竟白建豪以前也是当老板的人 这种感觉真特么不爽 而且叶峰一天天的 竟只会做白日梦 自己搞了十几年 白市建材才有现在的规模 可叶峰倒好 上来就想把公司的规模做大一倍 你以为 这是撒币就撒出来的吗 就算你叶峰想要的只是建筑材料 除了收购之外 还能谈合作 可是人家也是做生意的 凭什么批发家卖给你 人家肯降低价格 已经很买你叶家的面子了好吗 你叶峰什么的 两手一摊 当个甩手掌柜 然后把难题都扔给我 你咋不扔给赵红英 他才是总裁好吗 白建豪本想愤怒的 可他不敢 最后脸上布满了委屈 委屈到他想辞职不干了 但一想到自己身上也没啥钱 这个副总当着也还凑合 他又只能苟且 算了 你能力有限 我找个买菜的大妈都比你干得好 这事也指望不上你 你去用我叶家的名义 邀请精灵的几个建筷公司巨头 说我叶峰请他们吃饭 如果谁敢不来 你拿个小本们记下 我后面再找他们谈心 叶峰起身 无奈地说道 白建豪心里无语 我是能力有限 可你叶少居然拿买菜的大妈都我比 有这么羞辱人的吗 行 你行李上 我看你怎么搞定建材行业的这些大老板 有本事你就继续打经济战 被到时候钱没捞到 自己倒亏了一笔 作为建材行业的资深老油条 白建豪深知 这行的谁有多深 那些老板有多精 叶峰在牛比 终究才二十来岁 他还年轻 他把握不住 出了办公室 白建豪就去挨个打打电话 让他们下午五点 来吃饭 同一时刻 夜市建材的保安室里 灵异哥哥 忽然 白苏苏站在了保安室的门口 苏苏 你怎么来了 灵异下意识地望过去 有些好奇 上次白苏苏来保安室的时候 背个保安戳穿 他给叶峰下跪的事情 让他颜面扫地 也让灵异被指指点点 最后 灵异还惹得白苏苏生气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白苏苏被哄一下 气就消了 只是 这个时候 他不应该在练琴吗 灵异哥哥 我钢琴成绩下来了 已经过急了呢 而且 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江南音乐会 黄师说 我的音乐水准 过初选绝对没有问题 我想今天给自己放个假 你啥时候下班 我等你 白苏苏一脸幸福地说道 这两天 可是双喜临门 他在意的钢琴考级 已经通过 证书都发了呢 而他的老师黄家祥 眼光毒辣 他说自己初选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 说不定自己 还能进入决赛的前十名吗 就算最后没拿到冠军 也足以让白苏苏开心吗 江南音乐会 除了素人之外 可是有不少练习生 网红也会参加的呢 而自己的灵异哥哥 虽然现在是保安 但一个月七千块工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很受老板器重啊 假以时日 他必能一飞冲天 自己喜欢的人和事 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不就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吗 想到这里 白苏苏笑弯了没吗 哇靠 灵异 我真是太羡慕了你 人家妹子居然主动邀你逛街 假以时日 必能全雷打 快去逛街吧 今天我不休假了 把假让给你 不少保安都纷纷挺起了灵异 这家伙太会做人了 上次的事情后 他居然以德抱怨 赤巨资买了一条滑子 来与同事打好关系 就连上次那个 声称是夜市服装干过的保安 也因为抽了灵异的滑子 就再也不提白苏苏下跪那茶了 那谢谢你们了 灵异满脸笑容 看来上次的滑子还真有效 不过 五百多块钱一条的烟 还真特么肉疼 但一想到这些人 不再提白苏苏下跪这么尴尬的事情 灵异就感觉很是值得 什么是拳雷打 白苏苏不懂这些保安在说什么 但他知道 这些人很给灵异面子 灵异哥哥 也不知道有啥魅力 能有这么好的人员 想到这里 白苏苏的笑容 愈发幸福了起来 苏苏 你怎么在这里 忽然 一道严厉的声音响起 吓得白苏苏魂飞魄散 随即 那个声音又惊道 灵异 我认你马 你他们怎么跑这里当保安来了 第119章 灵异要奋斗 白剑豪难以置信地盯着 眼前穿着保安制服的灵异 他在夜市间才当副总已经好几天了 虽然长期不在公司 可也没想到 灵异居然踏马也在这里 而且 上班期间 还踏马跟自己女儿约会 白剑豪气地发抖 一想起 刚才又被夜风羞辱 他怒不可遏 赤道 收拾东西给我滚 你被开除了 凭什么 灵异不甘示弱 他虽然很想讨白剑豪欢心 但这份工作工资七千块 他不想失去 起码 要走也是自己主动走 被人给开除了 多丢脸啊 凭我是公司的副总裁 我让你滚 你就得滚 白剑豪霸气地叫道 治不了夜风 难道还治不你 爸 你干嘛这么霸道啊 人家灵异哥哥又没招惹你 白苏苏着急起来 你给我闭嘴 白剑豪气得心口疼 马德 好好地富二代你不要 你特别要个穷学生 不对 是破保安 要是这白苏苏争气点 那么自己就是夜风的老丈人 而不是现在给他当狗 还要被他羞辱 给我回家练情去 你要是再敢跟灵异见面 我打断你的腿 白剑豪弟恩赐训道 他知道女儿会背着自己 偷偷找灵异 看着灵异 白剑豪怒道 你要是再招惹我女儿 我就算把她迈进窑子 被玩烂玩臭 也特别不会便宜了你 啊 这 白总太过分了吧 对自己女儿也这么狠 众保安惊讶万分 没想到 这个从来没见过的白总 居然是白苏苏的父亲 而且 他还要棒打鸳鸯 声称 要把白苏苏卖窑子里去 哪有这样当父亲的啊 在 请问卖哪家窑子 方便提前透露下吗 白叔 你太过分了 我是那么尊敬你 结果在你眼中 我狗屁都不是 别说我跟苏苏只是朋友 就算我们是情侣 也不会被你拆散 林毅终于硬气起来了一回 他可以容忍白剑豪对自己的放肆 却绝不容忍 他棒打鸳鸯 老子 这就让人事不把你开了 看你狗日的咋狂 白剑豪怒气不减 准备转身回办公室 自己就算在 不讨叶峰喜欢 那特么开个保安 还不是轻而易举 而且 依照叶峰对林毅的态度 也是不知道他在自己公司上班 否则也得把他开了 白总 你太过分了 林毅没有错 我保安部的人 轮不到你来管 这时 牛高马大的保安副队长 唐大龙突然出现 满脸都写着正义 我要开谁 关你论事 当好你的副队长吧 别哪天也被人开了 白剑豪虽然长期在外跑市场 但也听说过 这个唐大龙是个鱼木脑袋 牛都知道转弯的 他却不会转 估计也就是看他长得魁梧 才让他当保安的吧 那你要这样 我们就去找赵总说道说道 唐大龙醋没道 此言一出 白剑豪一下子就怂了 虽然赵红英 虽然也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但他毕竟是赵家的人 又是灵异的心腹 更特么是自己的上司 这个赵红英公司分明 为人严苛 白剑豪其实心里还有点怕他 哼 姓林的 你敢勾引我女儿 别让我抓到你的小辫子 白剑豪耸归耸 但骂还是要骂 然后又对白苏苏说道 赶紧回家练情去 别让我看见你出现在这里 哦 白苏苏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 只能乖乖地回家 虽然逛街约会泡汤了 但白苏苏并不灰心 只要灵异哥哥混出了名胖 父亲一定会刮目相待的 正所谓知父没若女 白苏苏只需要等着叶峰飞黄腾打即可 他相信 这一天一定会很快就到来的 灵异 你放心 有我在这 谁也不能欺负你 白剑豪走后 唐大龙拍着灵异的肩膀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 灵异一时间 竟无言以对 特么 自己被白剑豪开了 大不了重新找份工作 哪怕工资低点 只要抓住机会 也能混上去 可你唐大龙 长了个鱼木脑袋 自己上几天班 就被你恶心了几天 最特么欺负人的 是你好吗 灵异 我觉得赵总他们 还是很器重你的 让你当保安 一定是为了磨练你的心性 你不要被白总影响到 我看好你 你一定会成为人中龙凤的 唐大龙认真地说道 谢谢 突然 灵异还有些小感动 虽然平时唐大龙不当人 但至少他心肠不错 这一刻 灵异感觉天上的太阳再暖 都没自己心灵暖 好了 其他的话我也不说了 出去站岗吧 唐大年指了指外面 灵异 去站岗 这是工作 也是对你的考验 唐大龙继续说道 灵异惊了 我托你先人 外面太阳那么毒辣 地都要被烤糟了 你肯定咋不出去站岗 还考验 我考验你没啊 刚想快这家伙一句 结果肯定翻脸就不当人 气归气 但灵异还是乖乖的站岗 不过他感觉 唐大年这个憨疲 有句话说对了 自己一个保安 工资七千 这完全不合理 这一定是红英姐 跟那位老板 对自己的考验 自己确实应该努力 好好奋斗 将来才能突破 白建豪的阻碍 与白苏苏洗劫连理 太阳大算什么 自己的热情更大 三个小时后 灵异就差点被晒中暑 然后被抬到了保安室补盐水 下午五点整 叶峰前往酒店赋宴 白建豪奉命邀请 建材行业的几位巨头 来吃晚饭 他们一听到是叶峰请客后 就都纷纷答应了下来 虽然虽然已经到点 但路上塞车 叶峰还在路上 叶峰也不急 让这些人多等一会儿 又不会掉块肉 叶峰 刚刚白建豪向我反应 那个什么灵异 居然也在你们公司当保安 副驾驶的金虎说道 他跟叶峰一起出席 是的 我安排的 叶峰慢悠悠地说道 叶峰 我听说你跟这个灵异 似乎有点不对付吧 要不 我找几个人 把他咔嚓了吧 金虎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他想帮叶峰分忧 他想清楚了 自己以后就做叶峰手里的刀 他不方便做的事情 自己就去做 而且 据说叶峰以前 还是白素素的舔狗 虽然现在叶峰迷途之反了 但毕竟 是他追过的女人 就算没兴趣 也不能容忍他人染指吧 他估计 在叶峰心里 也一定是很讨厌灵异 而把灵异调去当保安 根本不是什么器重 而是想把他养肺 限制他今后的发展 好让他当一辈子破保安 与此这样 不如让他直接人间蒸发 然而 金虎在问完之后 叶峰却迟迟迟回答 第120章 杀鸡儆猴 不用 你别管这事 另外 你让白剑豪也别管灵异 如果灵异因为白剑豪而离职了 那么他白剑豪这个副总也别干了 叶峰压低嗓音 韩生说道 开啥玩笑 灵异可是自己的惊艳宝宝 而且按照系统的说法 灵异这个保安干的越长 自己获得的逆袭值就会越多 虽然系统也说过 他注定干不长 但当一天和尚 就得撞一天钟 再说 灵异毕竟是原著的男主角 现在拥有神奇气韵 金虎找人能干得掉他 即使金虎亲自出马 也不行吧 什么叫男主角 就是他掉下悬崖 就能吃个果子长功力 然后还顺便得到某位大佬的传承 这么容易就挂了 还叫个什么男主角 让他当保安 像养猪一样的养着 才是上级 不过金虎也不懂这些 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叶峰考虑 所以叶峰也不怪他 但白剑豪可不许出妖蛾子 叶峰不怕灵异知道 叶是剑财幕后老板是自己 看在钱的份上 他也会闷头盖一段时间 但怕就怕他被白剑豪给挤跑了 所以 叶峰必须得提前打击预防针 我立刻打电话 去给白剑豪那个家伙说声 金虎虽然是五人 但能上位的 无不会察言观色 他虽然不知道 灵异到底在叶峰心里 算了什么 但他却知道 此事还是别插手的好 自己认的这位哥哥 心中想法 实在太难揣夺了 光年大酒店 这是刘文豹手下的酒店 是上次修理孙云的地方 也是这次叶峰请吃饭的场所 叶峰还没到 但贵宾包厢里 几位剑豪行业的大佬 就已经提前到了 诸位 趁着叶峰少爷没来之前 我想先说一句 叶少爷说过白氏剑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啊 八百万就把人家价值两个亿的公司给收购了 真特么黑 马德这白剑豪也不争气 公司被收购了不说 还跑去当狗 什么玩意儿吗 这是 众人骂骂咧咧起来 最开始说话的那人叫刘延 也是建材行业的老大哥 刘延说道 他叶家要是想来建材行业奋一杯羹 我们欢迎 咱们与他井水不犯河水 或者相互合作也行 刘延说完 众人纷纷点头 毕竟建材行业不像其他行业 只需要商场厮杀就行 建材行业 以及建筑行业 包括房东老板们 这些与民生有太大影响的行业 都是需要与官方打交道的 这里面的市场虽大 但油水其实并不太多 而且因为官方的存在 很难出现寡头 独占市场 不过 大家别忘了服装行业的事情 咱们可别成第二个张家了 忽然 刘延画风一转 说到了众人的心坎里去 虽然有官方的存在 叶家很难形成寡头 但他吃掉大家的一些市场份额 成为老大 并不算难事 他们怕就怕的是这个 原本行业的油水就不富裕 如果再被叶峰搞一下 刘总 你是我们的头 你说我们该咋办 兄弟们都听你的 没错 咱们建材行业 可不能重蹈服装行业的负责 众人连忙推刘延为首 毕竟这事情 关乎所有人的利益 先看看吧 刘延抽着烟说道 他其实不太吃得准叶峰的想法 这个叶家的年轻人 完全不能以常理推测 要说他想扩张 但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但他若不想扩张 干嘛横插到建材行业来 这个行业的油水 可未必能满足他的胃口 诸位久等了 这时 门口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转头望去 正见叶峰和金虎缓缓走来 叶少 狐爷 众人连忙打招呼 同时心中 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叶峰不是请示范吗 干嘛把金虎这种江湖人 也带了过来 难不成是红门燕 人都到齐了 叶峰坐在上手的位置 目光扫视着众人 他记得白剑豪一共是 请了八个人 可现在只有七个人到场 还有李建群李总没来 金虎答道 行 那我就等他三分钟 叶峰淡淡地说道 现在的时间是五点二十七 再等三分钟 刚好五点半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虽然都是老油条 但叶峰的气场实在太强大了 他们根本不敢说话 更何况 叶峰旁边还有一个金虎 没来就算了 关门吧 叶峰让金虎去把包厢的门关掉 正准备正如主题的时候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一名突嫖中年男子 风尘扑扑地走了进来 满脸笑容 抱着歉意说道 诸位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李总赶紧坐 刘言等人连忙招呼 李建群正准备坐下的时候 金虎忽然拦住了他 接着又一把将椅子挪开 问道 李总 你堵车 是啊 今天的交通特别堵 谁是谁知道 李建群属于那种口蜜附件的人 即便眼中闪过一丝森寒 但脸上的笑容依旧不改 显然 他没把金虎当回事 金虎即便是江湖大佬 但商界也有商界的规矩 难不成金虎还能打自己 你特么迟到半小时了 你知道吗 金虎赤道 我不是说了 我堵车吗 再说了 叶少不也迟到了吗 李建群笑着朝叶峰看过去 意思是 你叶峰请客的都迟到了 还好意思怪我 你特么也配跟叶少比 金虎大怒 举起手来 做事要抽李建群一巴掌 小虎 住手 叶峰阻止了他 叶少 我可以做了吗 李建群依旧笑呵 他这种满脸笑容 却是一脸奸诈相的模样 让叶峰有些想吐 正好 今天可以拿他立威 杀鸡儆猴 想到这 叶峰冷笑着盯着他 叶少爷 你啥意思 我到底能不能做啊 而且 你今天请我们吃饭 到底有啥事 李建群见叶峰许久不说话 便开口问道 什么事 你先别管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今天我请客吃饭 大家都没迟到 你凭啥迟到 叶峰含声道 你不也迟到了 李建群也回道 但心底有些怂 叶峰的气场 着实有些强大 坐在上手的位置上 犹如王者一般 那我换句话跟你讲吧 我叶峰可以迟到 但你不能迟到 你还好意思 我问什么事 哼 那我发发慈悲 就告诉你吧 你回去你份合同 把你们公司半价 卖给我们叶氏建材 不然的话 咱们就直接打经济战 叶峰的话音落下 全场骇然 第121章 谈判 叶 叶峰 你别气人太甚 李建群大惊失色 没想到叶峰一上来 就要收购自己的公司 虽然这个富二代惹不起 但公司乃是 李建群半生的心血 价值一亿多呢 而且还在盈利期 叶峰居然说买就买 而且还是半价 特么这根墙有什么区别 叶少 李总只是来迟了一点而已 最不至此吧 今天确实特别堵车 我三点多出发 也猜五点到的呢 叶少请息怒 李总 你还不给叶少赔礼道歉 众人连忙打圆场 叶峰不能惹 但也不能让他胡作非为 终究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众人的目光 都下意识地朝刘延望过去 希望他能拿一个主意 但刘延也很无奈 他背后的靠山是陈家 可特么陈家的少爷陈子勋 还在跟叶峰混呢 自己能拿个毛线主意 叶峰没理会这些闲杂的声音 继续说道 如果你把公司卖给我 你还能闹个几千万 安度晚年也够了 但你若是不卖 经济战一打 我定叫你公司灰飞烟灭 叶峰的话 质地有声 没人敢去质疑这话的真假 因为叶峰有这个经济实力 甚至 他可以靠打经济战 成为建材行业的一哥 虽然叶峰也会有亏损 但人家胜在家底雄厚 谁能跟他比 之前白家落难 众人都想去分尸 但因为叶峰看上了白氏建材 所有众人才不敢上前 现在 屠刀终于又伸到众人的头上 此刻 全场没人能做得安稳 李建群被吓得不敢说话 他以前脸上无论何时 都挂着笑容 笑容背后藏着刀子 可现在 笑容没有了 刀子也不见了 剩下的只有恐惧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 明天早上 我们公司副总裁 会找你相谈 叶峰说完 便大手一挥 金虎 送客 是 金虎应了一声 便把李建群赶了出去 刘延等人 则惊魂未定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什么堵车迟到 他叶峰就是想杀一锦板 但这招 确实有效 刘延等人都不敢动他了 可要让他们放弃利益 他们又多不甘心 诸位别紧张 实话实说 我叶峰对建材行业的 这点利润没兴趣 叶峰淡淡地说道 建材行业靠的是资源 而且受到官方的严格管控 其中的油水并不大 也不能像服装行业那般 可以做大做强 即便叶峰砸钱 把他们这些公司砸死了 可没个五六年 也没法回本 叶峰看上的 是建材行业的资源 诸位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我在沽苏那边有个投资 是打造高档商业间 我看上的是那里面的油水 所以 你们不必担心 我断你们财路 叶峰说完 刘延等人 这才如梦惊醒 难怪叶峰会跑到建材行业里来 原来他看上的是建材资源 也难怪 夜市建材从一开始 就只是收购和谈合作 并没有太过分的举动 但对方毕竟是叶峰 刘延等人 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准备继续听下去 我叶峰做事有个习惯 就是顺我者 得生 逆我者 必死 我在姑苏那边投了十个亿 这 我 陈三家 还有赵家的赵小姐 也一起跟投了十个亿 我的生意在那边 而且我想靠修商业间回点血 这些建材资源 就对我十分重要 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咱们好好聊聊这个事 聊得拢咱们就聊 聊不拢我在抢吗 叶峰笑着说完 但众人的脸色 却难看到了几点 好一个聊不拢我在抢 还真特么是你叶峰的作风 不过 众人也吃了一颗定心丸 看来叶峰想要的 确实只是资源 而并非是想进军建材行业 抢股份 叶峰 那你想怎么聊 刘延问道 简单 已经不赚钱的小公司 可以卖给我 我叶峰按市场嫁给 再盈利的 我希望能以批发价 把建材卖给我 我这边建材资源 暂时要得多 但姑苏商业街修好了 我就不要了 这次 我叶峰不赚别人的钱 但你们也不能 赚我叶峰的钱 还有什么问题吗 叶峰笑着说道 没 刘延等人心情复杂 不知该是背还是洗 洗的是 叶峰不是来抢饭碗的 背的是 这家伙完全是把自己这些人 当成了小弟 当他需要的时候 就拿出来试试 特么 我们又不是你们叶家的人 但问题是 现在的叶家 是当之无愧的精灵霸主 就算想反抗 也没那个力量 恐怕即便是四大家族联手 也未必 是如今叶家的对手了吧 不过总的来说 是一件好事 虽然不赚钱 甚至还会亏点原本的运费 但至少能把叶峰这尊大神给送走 等他走后 不就风平浪静了吗 叶少 如果真如你说的这般 咱们听你没问题 刘延毕竟是老油条 还是有点戒心 叶峰说的再好听 那也得确实如他说的那般才是 万一特么拿了资源 就翻脸不认人呢 建材行业在游水手 可蚊子腿再小 也是块肉啊 签合同吧 叶峰说道 签了合同 我叶峰就没法侵占你们的市场份额 同时 你们也得全力配合我叶家 行吧 刘延应了一声 然后这七人迅速与叶峰签订了合同 毕竟不管对谁而言 都不想叶长梦多 叶少不愧是叶少啊 金虎在一旁叹为观止 白剑豪这个老油条都干不成的事 叶峰居然三言两语就干成了 除了叶家这张好用的底牌外 金虎还在叶峰身上 看到了一股王者的气息 以及在语言上 永远掌握着主动权 金虎并不知道 叶峰身上有王者之气和蛊惑 这两个超实用的技能 签下合同 叶峰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酒店 并且吩咐酒店经理 给刘延他们搞了一桌子美味佳肴 让他们不必客气 刘延七人流着泪说道 谢谢叶少 你一顿饭 让我们少赚了多少个W啊 而且 这酒店老板刘文豹 是你们叶家的人 你叶峰倒是买单啊 出了酒店 叶峰准备开车离开 忽然 白剑豪从一旁钻了出来 关心地问道 叶少 事情谈妥了吗 第122章 为何要放过他 妥了 你想问什么 叶峰看着白剑豪 这家伙 怎么也跟到光年大酒店来了 把他们的股份收够了 咱们公司的剑材规模 肯定翻了不止一倍吧 白剑豪激动地问道 一方面 他不想再去跑市场了 叶峰能搞定 肯定费好 另一方面 他也想跟过来看看 叶峰到底能不能行 别他们只会口嗨 只会羞辱别人 没收够 谈的合作 剑材资源的规模 翻了两倍多吧 叶峰说着 将把之前拟定好的合同 扔到了白剑豪的手里 又道 你来得正好 你明天早上去找李剑群 用半价把他们公司收够了 半价收够 白剑豪心头一惊 要知道李剑群的剑材公司 规模可也不小 价值一亿多呢 叶峰居然半价就要收购 这心简直比煤炭都黑 同为剑材行业的大佬 白剑豪其实跟李剑群的私交不错 当初一起辟娼 还都被抓过呢 虽然后来 白氏剑材破产 李剑群不肯借钱 但也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来 鼓励白剑豪 所以 出于私人感情 他很不希望李剑群出事 而且 这钱又不是自己赚 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公司 被叶峰八百万就收够了 白剑豪哪还有心思 同情李剑群这个倒霉鬼 更何况 叶峰居然这么轻易 就能让刘延等大佬签合同 以批发价出售剑材资源 叶峰实在太可怕了 还是老老实实 给他当狗吧 交代完了之后 接下来只需要安心去姑苏即可 虎爷 林毅在公司当保安的事 你跟叶峰说了没 白剑豪又趁机问道 虽然叶峰也有女朋友 但白剑豪不想放弃 如果自己是他的老丈人 那么叶峰吃肉 自己也能喝上汤 再不济 也能舔下碗 不 如果自己是叶峰的老丈人 那么白氏剑材 就不会被叶峰坑否 白剑豪抱着幻想 盼望着叶峰 能稍微回心转意那么一点 自己女儿不说 当小三 当个小四小五也行啊 再说了 就算白苏苏当不了叶峰的女人 那也不能便宜林毅那个loser 嗯 听到这话 金虎直接眉头一皱 目光锁着白剑豪 赤刀 不该你管的你少管 如果林毅因为你而辞职 劳资要你人头搬家 啊 这 白剑豪被吓得脸色卡白 自己只是告个状而已 居然这么严重 更严重的是 叶峰居然还要保林毅 难道真如传闻中的那般 他是看中了林毅的才华 给高工资 让他当保安 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 可叶少爷忘了吗 在过去 他和林毅可是情敌啊 是恨到咬牙切齿的情敌 望着叶峰和金虎 远去的车子背影 白剑豪的心情 也乱七八糟的 如果苏苏争点气 我白剑豪今天也不至于此啊 白剑豪无奈的叹气 终于承认叶峰对白苏苏 没了任何兴趣 抱着失落的心情 白剑豪回到了自己 暗街的三十一厅小房子里 然而 房子里空荡荡 白苏苏并没有按照吩咐 在家里练情 他该不会又跑去跟林毅约会了吧 抱着忐忑的心情 白剑豪给白苏苏去了个电话 但是 白苏苏没接 白剑豪颤抖的手 又打电话回公司 问林毅的情况 这才知道 林毅今天值班中暑了 躺在医院打盐水 白剑豪脸色大变 不用猜都知道 白苏苏这丫头 一定去看望林毅去了 自己英雄一世 怎么生了这么个猪脑子的女儿 白剑豪气得浑身颤抖 他当了十多年的老板 只有这段时间 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 而这一刻 他压抑许久的怒火 再也憋不住了 必须要报复出去 他连忙给妻子去了个电话 老婆 你在哪 能回来下吗 咱们有一段时间 没赖过了吧 啊 对面支支吾吾的说道 那个老公 我在做头发呢 你等我两小时好吗 怎么天天做头发 白剑豪不解 但腹中怒火 已压抑不住 于是 他回到卧室 蒙上了被子 晚上十点 情人吻会所 这是赵氏集团的产业之一 也是精灵高档的会所 只会上流人事服务 据说 这会所里还有杨妞 此刻 李建群已经在办公室里 焦急的等了两小时了 终于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赵家老爷子赵荣 满脸疲惫的走了进来 哈哈 是李总啊 让你久等了 咱们会所刚进了一批心茶 我去验验货 赵荣站在李建群的面前说道 他之所以不做 是因为腰有点不舒服 得让他缓一会儿 能得赵老爷子接见 已经是我的荣幸了 不久等 李建群舔着脸笑道 但心里 去MMP 这个赵荣都快七十岁了 砸体力还这么好 居然验茶验了两个多小时 要是换自己 三分钟估计就歇菜了 但李建群的标志就是笑容 但此时却一点常态 哭丧着脸说道 赵总啊 那个叶峰实在太欺负人了 撒了老爹 听到叶峰这名字 赵荣本能性的皱起了眉头 他叶家的产业都那么多了 他居然还跑剑菜行业抢饭吃 他要半价收购我们公司 李建群脸上的表情 仿佛家里死了人一般 所以 老弟是想 赵荣谨慎起来 赵老爷子 大家都说你是老英雄 现在四大家族 也只有你们赵家 敢跟叶家对着干 老爷子 你给我们公司投资吧 叶峰要玩经济账耗死我 只要我撑下去 那么不但能熬赢叶家 甚至能一桶剑菜行业 李建群连忙说道 爷爷 要不投资吧 一旁 赵家少爷赵洪波走过来 一听到要对付叶峰 他就来劲 不好意思啊 李总 我们赵家没啥钱 你请回吧 当然 对于叶峰这狗贼 千万别耽 一定要干到底 赵荣表示 在精神上支持李建群 这 李建群惊了 你不给钱 那还支持个锤子 干脆让叶峰收购得了 至少自己还能落个几千万 否则 经济战一打 叶家顶多亏个两三亿 而自己则亏光 只能打个毛线 最后 李建群只能无奈地离开 临走前 连跟赵荣招呼都没打一声 爷爷 你怎么能这么放纵叶峰 叶家有钱 可咱们不是也有江北那边的支持吗 赵洪波不解地问道 他实在想不通 爷爷为何不逮着机会揍叶峰 而是要放过他 第123章 大明星 放过叶峰 赵荣不解地看着孙儿 他不知道 此话从何说起 但他知道了 为什么自己儿子 赵家家主赵文伟 要换掉 他让赵洪英当继承人 不仅仅是他之前知识张氏 给赵家亏了三个亿 更因为 他在国外读野技大学 啥也没学到 就学会了西方的那套自信 洪波 我在江北确实有帮朋友 他们的生意做得也挺大 甚至有的不下于叶家 可那些都是生意上的 有利益大家才是朋友 没利益 都特么只会打牌和干女人 咱们就算支持李建群 跟叶峰对着干 可你觉得 我们是叶家的对手吗 江北那帮人 会真心来帮我们吗 洪波啊 你还小 生意上的水太深 记得不要瞎做决定 很多事情 你根本把握不住 爷爷是长江 现在赵家的事务 还是先让爷爷来主持吧 赵荣叹了口气 如果换做别人 赵荣早就一巴掌抽过去了 还得嘲讽一句 这哪家的狗崽子 脑子被驴踢了 但赵洪波毕竟是自己的孙子 赵荣不忍苛责 只能耐心教导 不过他也发现 赵洪波能力有问题 还不足以担任赵家的继承人 必须得让他先磨练一番 才能让他行使继承人的权利 爷爷 就算我们不惹叶峰 万一叶峰对我们赵家出手吗 我听说赵洪英 现在就在赵家的剑裁公司里当总裁 赵洪波担心的问道 呵呵 没事的 赵荣笑着安慰 如果叶峰真的敢犯我赵家 我定会让他得不偿失 用最好的眼光来看 叶峰跟赵家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正各自的W 是为上策 用最坏的眼光来看 叶峰与赵家开战 赵家割肉引入江北群狼入境 咬死叶峰 届时一死一伤 则是下策 他不认为 叶峰有这个胆子搞赵家 次日 叶峰又往叶氏建材注资了两个亿 白剑豪拿着这些钱 便顺利地收购了李建群的建材公司 他是个狡猾且聪明的人 知道对抗不了叶峰 索性还不如拿着钱免灾 他已经心灰意冷 卖了公司后 便直接去了江北 并且发誓 以后也不会再 踏入金陵这片土地 金陵户口一 同时 叶氏建材 又与刘延等七位建材老板 展开合伙 以批发价 获取他们的建材原料 一时间 整个叶氏建材 都变得忙碌起来 开始了加班日常 按照原计划 叶峰只想让建材原料的规模 扩大一倍 但现在 却扩大了两倍不止 以这种规模 只要建筑原材料一道公司 再经由货车运入姑苏 就能将整个姑苏商务街的建筑活 给盘下来 但这样一来 又面临一个新的困境 便是施工队伍不足 叶峰找好的施工队伍 是由陈家提供的 所以 叶峰又给陈子勋去了一个电话 简单明了说了下当下的情况 直接问道 再去帮我找些建筑施工队伍来 规模必须再扩大一倍 能搞定不 放心吧叶少 小事一桩 陈子勋在电话里 当即表示 OK 他们陈家经营建筑行业多年 人脉什么的都不差 能帮一点还是多帮一点 何况 姑苏的商务街 他也有份 这样一来 就只等着跟姑苏的那位大老板 绝里即可 挂了电话 叶峰的嘴角 露出一丝惬意的微笑 他之前问过催人 姑苏的那位大老板姓许 在姑苏虽然不是名门 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毫无疑问的地头蛇 兜里也不差钱 他除了拿下了地皮之外 还投资了七个亿 是仅次于叶峰的二号股东 但若润话语权 目前来说 是这位许老板最大 这个蛋糕 从一开始 便就是他在做 而且有地皮在手 许老板其实也不缺投资 是催人坚持不用姑苏的投资 才最后找到了叶峰 但叶峰不管这些 既然许老板要同意引狼入室 那自己便做董卓入京 请神容易送神男 自己这边建材 施工队伍 都找得差不多了 那么修建商业街的活 自己也必须要揽到手 叶峰给催人去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过两天就来姑苏 催人表示热烈欢迎 来了请你吃大餐 住别墅 回到家 叶峰跟父母说了 要去姑苏的事情 二老表示赞同 父亲叶龙舟 更是拍着叶峰的肩膀 激动地说道 我蛋啊 好好干 我看好你 好的 爸 两天后的下午 叶峰跟陈子勋 赵洪英等人说了声之后 就带着顾云香 岑芳林启程 精灵距离姑苏不远 开车两个多小时 去之前 叶峰给崔人去了个电话 跟他吱会一声 崔人表示 到左岸步行街的 帝王阁会所来 先一起吃个饭 再安排住所 下午五点多 叶峰抵达左岸步行街 今天虽不是周末 但街上 依旧全是人头 比在精灵还热闹 好在 停车并没怎么耗时间 随后 叶峰三人 便直奔帝王阁会所 这时 后方一阵喧闹声响起 哇 你们看 是大明星夏舒函 真人居然比照片还帅眼 是我家哥哥 我要找哥哥要签名照 哥哥 我爱你 哥哥 等等我 叶峰三人回过头去 发现一名戴着墨镜 难以分辨此凶的男子 在十几名保镖的簇拥下走来 而他后面 跟着一大群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还背着书包 一看就是当放学 而且作业也不多 而夏舒函的高冷 保镖的凶狠 并没有阻止他们 作为粉丝的热情 为了追上自家哥哥 他们全都跑得非浅 这么高调 叶峰惊了 这里可是步行街 到处都是人 也不怕引起踩踏事件 当然 大部分人和叶峰一样 压根就没听说过 这个夏舒函 毕竟 不追星的路人 才是最多的 但不少人 都果断对这个夏舒函路转黑 就连顾云香 也忍不住皱眉 他们简直带坏小朋友啊 不过 鸡有鸡到 鸭有鸭到 羊有羊到 硬有硬到 此事跟叶峰也无关 先去帝王阁会所吃饭要紧 就在这时 后面的追星女孩涌了上来 因为人数太多 跑得太快 其中一个撞到了顾云香 啊 顾云香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然后往地面倒去 第124章 杀笔 别挡路 小心 叶峰赶紧扶住顾云香 顾云香也顺势倒在了叶峰的怀里 顾云香并非弱不经风的女子 实在是那名追星的女孩 跑得太快太猛 她自己也是撞了个措手不及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晕了几秒钟后 小女孩又爬起来 跑得飞快地去追星了 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叶峰直接皱起了眉头 叶峰哥哥 咱们走吧 顾云香挽着叶峰的手说道 对方只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而已 没必要跟他计较 何况 自己也没出什么事 我走前面 叶峰当然没兴趣跟一个小女孩计较 但饭圈有句话说得好 粉丝行为正逐买单 说吧 叶峰就气汹汹地朝下书涵靠近 他的保镖门叶峰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 正想阻拦时 叶峰一个快步 直接来到夏书涵的身边 大手一推 叶峰骂道 马德 杀笔玩意儿别挡路 夏书涵这个小身板被叶峰一推 直接摔在了地上 再加上昨天晚上金主玩了点刺激的 他现在只感觉屁股里比塞了辣椒还疼 一时间他坐在地上 痛苦难当 保镖们傻眼了 步行街的路人和粉丝傻眼了 就连叶峰也傻眼了 自己也没使多大力气啊 他怎么痛成这个样子 难道想讹自己 想到这叶峰直接猝眉 从来都是自己去讹别人的 不能来了姑苏 就把这传统给丢了吧 你这人什么毛病啊 这么宽的街道 你非要往我家哥哥身边挤 看到哥哥这么痛苦的样子 我好难过 我心都要碎了 这种没素质的人 大家快拿手机拍照 我们坚决要曝光他 撞我家哥哥的坏蛋 一定是嫉妒我家哥哥 那个小粉丝 本来想说 嫉妒自己哥哥长得帅的 可当他看清楚叶峰的容貌后 顿时两眼冒星星 好帅啊 但随后 他又摇了摇头 再帅也是个坏蛋 自己哥哥那么柔弱 他怎么能狠心推人家呢 坏蛋 一看就是渣男 马德 撞得好 早就该惩戒一下这些人了 以为是个明星 一天天地就不敢认识 还有这些粉丝 自己父母心疼过没 还心疼你家哥哥 你家哥哥再柔弱 也特么是个男的 摔一下会死 谁特么知道他那么疼 手还捂着屁股 是不是这位小伙子 推了一把的原因 路人群众 还是战叶峰这边的 虽然推人不道德 但是爽啊 何况步行街这么宽的路 夏淑涵带着保镖 都快走成路罢了 没看出他哪里柔弱 何况 你一男的 你好意思柔弱吗 书涵 你没事吧 保镖们也梦了 连忙把夏淑涵扶起来 现在人太多 如果冲上去揍叶峰的话 很可能给夏淑涵招黑 这位老师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干嘛要推人家 如果人家有什么不对 人家向你道歉 希望你别生气 夏淑涵故作柔弱和斯文 还一口一个人家 表面上他在认错 但实际上 是想献叶峰于不仁不义 这样一来 夏淑涵既得了美名 又得了粉丝的支持 说不定还能上头条呢 要知道 他之所以这么招摇的走在路上 目的就是想不明气 虽然不太可能是好名声 但总比寂寂无名的好 但叶峰的出现 却让夏淑涵两眼放光 顿时也不管屁股疼不疼了 只一个劲的赔礼道歉 张口闭口 就是以老实尊称对方 我 我家哥哥太善良了 哥哥就是因为太善良 才被人欺负 不行啊 吉美们 我们一定要为哥哥做主 我们要曝光这个大坏蛋 虽然路人们 都要被夏淑涵的 拙裂眼计搞吐了 但粉丝吃这招啊 纷纷掏出手机 准备把这一幕拍下来 谁是你老师 你别给我乱叫 还有 这路人属于大家的 你再这么招摇当路吧 我报警了哈 叶峰淡淡的说道 此言一出 夏淑涵脸色大变 他确实违反了街道管理法 搞不好 真要被官方请去喝茶 这样 自己不就糗大了吗 夏淑涵可以招黑 甚至巴不得被全网黑 反正自己没有大错 大不了后期洗白 但如果叶峰这么一搞的话 那自己人设就崩了 万一官方还拍自己的素颜照 那就是彻底的事件末日 走吧 威胁之后 夏淑涵呆若目击 叶峰便带着顾云香 岑芳林离开 众人惊叹 又看了看一脸震惊的夏淑涵 心中赞道 什么叫做深藏深雨鸣 早就该制止这些明星了 不行 我要曝光他 给我家哥哥做主 粉丝们反应过来之后 发现关注事件本身去了 并没有拍到叶峰 旋即 想追上去继续 但以他们的智商 能拍到叶峰吗 大家准备拭目以待 舒汉 咱们走吧 万一真有人报警 咱们可会被请去喝茶的 保镖劝道 毕竟明星不是普通人 引起骚乱是要负责的 几年前 蜀中那边有个主播 在圣诞节户外直播 引起骚乱后 直接被官方抓去 关到第二天才放出来 被同时放出来的 还有他在局子里 被拍下的素颜照 顿时 他的榜一大哥 就扛着火车连夜跑路了 给我去查这个家伙 我不会放过他的 这里可是姑苏 我不信他还抓了笔还能走 夏淑涵愤怒的说完 保镖们立刻去办 说到查人 在姑苏 崔家可称第一 于家和韩家都比不上 要知道 夏淑涵可是崔市娱乐公司 签约的人气明星呢 帝王阁会所 崔少 厨房那边问 什么时候上菜 崔人的女助理 走进包厢问道 一般会所 是不具备餐厅的功能的 帝王阁 原本也不具备这个功能 但崔少 在这里艳客久了 就有了这个功能 而且 一般人还享受不到 等着吧 崔人一边玩手机 一边回答 那个崔少 今天夏淑涵回姑苏 你要见下他吗 助理又问 他虽然不知道 崔少请的是什么大人物 但他知道 有个明星道场 肯定很长脸 夏淑涵 听到这个名字 崔人一下子做的端正 但他的脑子里 却想到的是叶峰的女朋友 顾云香 第125章 抱紧大腿不放松 之所以会想到顾云香 倒不是崔人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也没这个胆子 他之前得到消息 顾云香也会参加 这次的江南音乐会 这个夏淑涵 虽然是靠综艺伙的 但为了效果 这次他也是评判嘉宾呢 而且 他还是自己家族公司的 签约艺人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 崔人说道 你打电话 让夏淑涵过来吃饭吧 助理立刻去办 十几分钟后 夏淑涵便放弃了 跟成年粉丝的约会 直接调转车头 回到了左岸步行街 进了帝王阁会所 崔少好 进了包厢 夏淑涵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哀愁 哀愁中竟然 还在强颜欢笑 你这干啥 练眼界 崔人猛了 这是他能想到的 唯一解释 毕竟这家伙 一天天小日子 过得这么滋润 也就金主爸爸不好伺候 不可能会有忧愁的小情绪 可能看到夏淑涵吃饭 都不忘了练习演技 崔人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流量明星 就是吃青春饭的 早点为转型做准备 也挺好 不是啊 崔少 见崔人一脸欣慰的样子 夏淑涵急了 连忙将刚才在步行街 遇到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有这事 崔人皱起了眉头 虽然夏淑涵在步行街 招摇过世 看上去很杀笔 但这是公司的策划 也是为了给夏淑涵提升名气 届时 自媒体写文章一夸 网友一骂 不就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了吗 后期一洗白 他还是那个不安适适的美少年 这多容易啊 现在居然被人搅黄了 崔少 你得为我做主啊 夏淑涵哭唧唧的说道 放心吧 肯定做主 崔人安慰道 让他坚强 崔少 可以先调查一下那个家伙吗 夏淑涵问道 他本想找崔阳少爷查的 但他电话打不通 现在刚好找崔人少爷 而且崔人少爷记性不太好 夏淑涵怕他忘记 所以得催一下 待会儿再查吧 我先带你认识一个大佬 大佬 一说到这 夏淑涵就来的兴趣 别看明星表面风光 但其实都是资本的玩物 尤其是捧夏淑涵的那位金主 个子又小 性格又强 还特喜欢捅自己 之前还有一次 自己直接脱钢送医院呢 不知这次崔少介绍的大佬 能不能抱下大腿 对自己有没有兴趣 毕竟现在很多大佬 女人玩腻了 就转对男的下手 夏淑涵会娱乐圈的 对这个特别熟 哟 崔少你这环境挺不错的嘛 在这用餐 我能多吃一碗白米饭 这时 包厢的门被推开 一个笑音音的声音传来 然而 听到这个声音 夏淑涵当场愣住 瞪大眼睛 盯着走进来的叶峰三人 惊道 怎么是你 你特么杂在这儿 叶峰也眉头一簇 你们认识 崔人一下梦了 崔少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家伙 你要为我做主啊 夏淑涵当场告状 他并没有去想 叶峰是不是崔人口中的那位大佬 因为叶峰太年轻了 顶多算个富二代 富二代跟大佬 本质上的差距 不下于一条红沟 嗯 崔人醋眉 立马反应过来了 是什么一回事 当场指着夏淑涵道 你给叶峰道歉 道歉 夏淑涵一愣 特么的 别以为你有了点名气和粉丝 劳子不敢弄你 我崔家让你怎么火的 就能让你怎么凉 你金主都保不住你 我崔人说的 速度给叶峰道歉 否则劳子弄死你 崔人怒骂道 直下的夏淑涵一阵哆嗦 对叶峰说道 今天是我不懂事 冲撞了你 还请原谅我 你冲撞的不是我 是我女朋友 叶峰冷哼一声 这位小姐 请你原谅我吧 夏淑涵下的身体发抖 能让崔人重视的富二代 可不是一般的富二代 即便是瑜伽和韩家的少爷 他都没这么理喻过呢 没关系的 以后别招摇过事就行了 毕竟撞到人不好 顾云香倒不是很介意 毕竟自己的仇 叶峰哥哥当场就报了呢 只是 他很讨厌夏淑涵的这种行为 顾云香在想 如果以后自己做明星了 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不能打扰到别人 谢谢 夏淑涵感激涕零 现在别说调查对方了 对方就在眼前 自己还得道歉吗 叶少 夏淑涵是我们公司捧的明星 也是这次江南音乐会的评委嘉宾 顾小姐不是要参赛吗 你看有啥需要 尽管吩咐 崔人笑着说道 叶少尽管吩咐在下便是 夏淑涵也连忙说道 对他来说 这是戴罪立功的机会 既然叶少的女朋友要参赛 那自己刚好有用武之地 有需要了 再跟你说吧 叶峰淡淡的说道 顾云香有皇家享保 能直接晋级决赛的前十名 所以不是很在意 但崔人有这份心就好 那位许总呢 坐下来之后 叶峰问道 他记得在电话里 夏淑涵说吃饭的时候 有叫过那位许总 许总最近有些忙 所以没能来 叶少见谅 今天咱们吃饭 叶少喝酒不 我陪你喝两杯 崔人笑呵呵的说道 他在转移话题 不是吧 一个人在忙 能忙到晚饭都没时间吃 而且 这踏码应该算应酬吧 本就在工作的范围之内 叶峰用止鼓敲了敲桌子 崔人愣住 夏淑涵也愣住 这叶少到底啥来头啊 居然敢这般对崔少说话 看来这个大腿 一定得抱住 哪怕抱不住 也得留下个好感 有句古诗杂写来着 抱紧大腿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局中 千磨万机还监禁 任耳撕咬或冲锋 这 崔人虽然聪颖 但一下子不知道该咋回答 这个叶峰不愧是个狐狸了 一方面 他跟徐总私交不错 也是他重要的合作伙伴 所以这次搞商业街 徐总才叫上崔人 但跟叶峰 崔人也得打好关系 毕竟他是强大的外援 所以这次搞商业街 崔人又叫了叶峰 但两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崔人架在中间 快成饼干了 如果我没猜错 那个徐总 是故意不肯来的吧 叶峰的嘴角微微一扬 老出真相 而崔人再次一愣 叶少 你家也有情报网 第126章 叶峰的尖叫声 其实徐总不来也正常 他是地头蛇 我过江龙再强 也得看他脸色不适 我是大股东 他是二股东 但他拿了地皮 想做老大 也实属正常 叶峰似笑非笑地说道 大股东 夏淑涵忍不住低难起来 他毕竟是崔氏手下的艺人 对崔人的业务 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了解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徐总在商业街 一共投资了7亿多 而崔少投资了1亿多 还有一亿多 是由徐总那边的一些 合作伙伴投资的 而据说 整个商业街 一共需要投资30亿 而这个叶峰 居然是大股东 那他一共投资了多少钱 想到这里 夏淑涵不由的肃然起敬 巨花开裂 尼玛 这个叶少 还真是个大佬 自己之前真傻 居然还蠢着 要去收拾他 这不得逮着机会包大腿 叶少可比自己的 矮个子金主牛比多了 不愧是叶少 猜得正准 虽然不得不佩服 为什么自己要说 叶峰是大佬 是因为他是富二代 谈指尖就能搞定20亿投资 不 是因为 他在同辈之中 无人能敌 即便是韩 与两家的继承人 都不如叶峰精明 叶少 你也别难为我了 你知道的 我是拿你当兄弟的 崔人无奈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 那个姓许的 与你无关 叶峰淡淡地回了一句 许总有这些想法 实属正常 如果换作叶峰自己 岂是不来附会 把对方不当一回事这么简单 作为家在中间的人 崔人确实不好做 他谁也无法帮 帮了就里外不是人 而叶峰 也只需要他 看戏就够了 拥有商业专精的知识 自己害怕对付不了 一个连名门都不算的许总 地头蛇 就很刁吗 这一顿饭 吃得还是比较愉快 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给叶峰接风洗尘 饭后 夏淑涵想加叶峰微信 还偷偷地跟叶峰说 自己粉丝多 都很水嫩 叶峰没搭理他 崔少 这个叶少 是不是对我有意讲 夏淑涵跟在后面 有些紧张地问道 应该不会吧 崔仁思索了一下 回道 那他就是没有生我的气 夏淑涵想不通 为何叶少要对自己高冷 他应该没把你当回事 崔仁说完 又劝道 你别多想 回去好好准备 江南音乐会的事情吧 夏淑涵 他再一次见识到 娱乐明星在资本面前 是何其卑微 不过夏淑涵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等到江南音乐会一开始 自己死保顾云香小姐晋级 叶少爷就会知道 自己并非无用之人 随后 崔仁领着叶峰三人 来到了别墅住所 别墅仿古代园林建造 占地八百多平米 里面怪石灵巡 小桥流水 还有太极的文化符号 进去之后 就仿佛远离了喧嚣 超然于屋外 这别墅应该不便宜吧 进了园林 叶峰随口问道 也就三个亿 崔仁笑着说道 我爸托关系买的 这别墅也是专门用来代客的 还有别的人住在里面 叶峰好奇 我是没在安排人住过 不过我二哥就不知道了 你二哥 我二哥崔仁 跟我差不多三对头吧 都对继承人的位置虎视眈眈 崔仁叹了口气 说道 要不是迫于压力 我也不会急着干一番成就出来了 崔仁最羡慕叶峰的地方 就是在于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没人跟他抢继承人的位置 可其他豪门可不这样 兄弟戏强 互相玩弄阴谋诡计的事情 还少吗 但崔仁也佩服叶峰 他之所以找到叶峰投资 其主要原因 还是看中了叶峰的能力 比起许总 他更觉得叶峰能把 姑苏商业街的事情搞成 忽然 他想起了什么 说道 叶少 这别墅是 我们崔家专门款败宾客的地方 我虽然没安排人在里面 但保不起我二哥有安排过 你看你介不介意 我给你换 崔仁说着 叶峰却摆了摆手 说道 房子本来就是让人住的 房间打扫干净即可 如果有其他人住着 你看着安排下 如果能不换 就最好 叶峰没有心情折腾房子 这园林别墅 他看着很满意 姑苏自古以来 便有园林设计的美名 而这别墅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叶峰毕竟喜欢清静 只要没人打扰自己 也没什么不行 那也行 我待会去问问 崔仁点了点头 别墅里面 空无一人 所有家具摆放整齐 并且打扫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不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 叶峰把行李放下 说道 就住这儿吧 行 那我把钥匙给你 说着 崔仁就取出钥匙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准备去家族问一下 这别墅有没有安排其他人 叶峰哥哥 你要洗澡吗 房间里 顾云香见到叶峰 在拿换洗的衣裳 嗯 你要出去逛街吗 叶峰问道 顾云香点了点头 他在精灵时 一直忙工作 而姑苏风景宜人 而且隔壁就是一条商业街 他想去逛逛 但又怕给叶峰添麻烦 那你去吧 叶峰说着 又对崔仁说道 崔仁 你别刷剧了 去跟云香逛街 他给你买糖 好 岑峰林顿时就放下了手机 没有女孩 是不爱逛街的 这是写在了经营里的程序 而且有岑峰林在 正好也能保护顾云香的安全 很快 二女就出门 叶峰则准备洗澡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夏天又这么热 他一声都是汗 进洗手间 叶峰直接泡在了浴缸里 为啥浴室 会有女人的内裤 看着一旁挂着的黑色的蕾丝 叶峰忍不住好奇 整个别墅打扫得都很干净 为啥这里有个刺眼的东西 小萌萌 你在里面洗澡吗 西西 妈妈来陪你了 快张开大腿 等着我吧 这时 一道娇美的呼声响起 请客间 浴室的门被打开了 因为别墅没人 叶峰在自己房间洗澡 也从来没有锁门的习惯 所以现在 叶峰和推开浴室门的那名女孩 都互相愣住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这名女孩容颜娇好 身材火爆 身上穿着睡衣 显然是要入狱 叶峰抢在她尖叫之前 直接尖叫道 啊 第127章 混圈姐妹 你 你 我都没叫 你叫个什么鬼啊 盯着叶峰 宁萱气得发抖 眼中带着钩子 警惕地盯着叶峰 啊 我知道你会尖叫 所以我提前叫着玩 叶峰可没兴趣听女人的尖叫声 又刺耳又难听 见对方对自己居然有防备 叶峰也反盯回去 醋梅问道 你谁啊 怎么在这里 你问我 宁萱更加恼怒 眼前的不是梦梦也就罢了 居然还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而自己穿着睡袍 胸中勾壑都被他看到了 宁萱一难评 问道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这是崔家的别墅 你怎么到这来的 这个时候 宁萱的脑海里不断浮响 眼前的这个男的是小偷还是采花贼 虽然长得很帅 但宁萱不知这套 娱乐圈的帅哥少了吗 算了 懒得跟你多说 叶峰对着手机叫道 小爱同学给崔人打电话 收到 正在播号 手机回了一句 然后电话接通了崔人 开的免提 崔人问道 叶少 咋了 来别说 叶峰说完 又对着眼前的这个女人说道 出去 我要换衣服 呵呵 谁心恨偷看你似的 宁萱跺了跺脚 然后走了出去 这个男的 真是越看越恶心 龌龊 不多时 叶峰便换好衣服走了出去 恰好这时 崔人也到了 崔少爷 你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我房间里 会有别的男人 宁萱坐在床边的被子上 翘着二郎腿 还手boss样 愤怒的问道 你啥时候搬进来的 崔人问 我今天上午搬进来了的 我跟二少爷说过 宁萱傲气的说道 崔羊那家伙 没有给家族报呗 既然你是他安排的住所 那你就找他重新给你安排 现在 请你搬出去 崔人很不客气的说道 凭什么 我可是二少爷的人 宁萱气的站了起来 自己可是公司的当家花旦 这委屈可不能受 而且 当初崔羊在追自己的时候 可是说过 啥要求都能满足自己 崔羊算个屁 他没给家族报呗 这别墅 他就没有使用权 速度走人 崔人大怒道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专门找家族问过 确定没人住之后 他才安心离开 谁怎么能想到 崔羊居然安排人住了进去 还不报呗的那种 他妈惹怒了夜少 他能承担得起吗 我可是公司花旦 你不能这么对我 宁萱又怒又委屈 他是崔氏娱乐捧出的艺人 因为娇好的外貌和身材 收获了不少宅男粉 再加上有崔羊作为靠山 是他变得骄纵起来 屁的个花蛋 老子一句话 就能让你冷藏十年 要不你试试 崔人也懒得多说 不是每个人 都能让他以礼相待的 最后 宁萱无奈 只能离开 他上午进来的时候 没带什么行李 只有一件换洗的内裤 挂在卧室里 他取走之后 便准备离开 站住 床上的被子被你做过 麻烦也一起带走 叶峰淡淡地说道 他虽然没有什么洁癖 但这个女人实在让人厌烦 被他做过的被子 容易让人心里隔音 你 宁萱气得发指 崔人惹不起 难道还惹不起你 当即指着叶峰 叫道 老娘就算是放个屁在上面 也有一堆男的凑上去闻 老娘做着被子 是给你面子 别瘦在老娘装什么高端 说不定老娘走后 你还要对着这被子录一发呢 啪 宁萱的话说完 崔人当场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煞时 宁萱漂亮的脸蛋上 就红润了起来 一道五指印 还隐约可见 给叶少道歉 然后把被子带回家清洗一遍 我明天让人来查收 你如果不洗 后果自负 崔人都保不住你 我说的 崔人怒道 这个宁萱 本来是个混圈女 有点名气之后 就开始飘了 仗着有崔人撑腰 没少为非作歹 但这跟崔人没关系 他也懒得管 惹麻烦也是 惹到崔人的头上 可现在 宁萱敢辱骂叶峰少爷 就犯了崔人的忌讳 我崔人的贵客 是你一个beach 能得罪的吗 赶紧道歉 话不想说第二遍 见宁萱没反应 崔人喊声赤道 马德 同样是明星 夏淑涵虽然也不是个傻好东西 但至少人家的眼睛可没瞎 可为啥宁萱这么不长脑子 最后 在崔人的淫威之下 宁萱乖乖地道歉 抱着被子 委屈巴巴地离开了别墅 叶少 这是我的锅 抱歉了哈 由于打扰到了叶峰 崔人有些过意不去 没事 正好当早后娱乐 叶峰并没有放在心上 倒是对这个崔阳 叶峰来了些兴趣 这女人之所以这么嚣张 原因便是有崔阳撑腰 希望这家伙 别惹在自己头上 出了别墅 宁萱气得发抖 尤其是自己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居然抱着一床被子 这特么该多丢人啊 萱 你 这时 背书外街道上的兵力车上 两个女孩难以置信地看着宁萱 二女都没搞清楚 是咋回事 琪琪 梦梦 看着自己的姐妹 宁萱一下子哭了出来 我被人欺负了 什么 居然还有人敢欺负我家宝贝 萱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待会儿让崔少给你做主 琪琪和梦梦连忙安慰 听宁萱讲述事情的经过 二女正是张楚楚的闺蜜 在金陵与叶峰见过一次 同时也是宁萱的闺蜜 当初三人都是混夜场的好姐妹 但宁萱因为长得漂亮 再加上运气好 后来被崔阳看中 当了明星 还收获了不少宅男粉丝 张楚楚也是因为跟宁萱认识 后来才有机会在饭局上 认识了崔阳 崔人太过分了 居然连他哥的面子 不敢不给 还有那个什么叶少 以为有崔人撑腰 就很狂吗 琪琪和梦梦为闺蜜打抱不平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口中的叶少 正是精灵 把他们吓得瑟瑟发抖的那位 毕竟叶峰是精灵人 这里是姑苏 他们以为 这个叶少是崔人认识的 什么狐朋狗友 来棒大腿的 在姑苏 信业的少爷 可有好几位呢 才不是某人的专属 萱别怕 咱们这就去找崔少 让他给你做主 这别墅 咱们得为你讨回来 琪琪和梦梦打起了主意 毕竟他们 在别墅里 还要拍照 发视频 以维持自己精致的生活 现在 计划被人破坏了 他们也落不到什么好处 岂能善罢甘休 第128章 叶峰哥哥 讨厌 打定好了主意 三女就去找崔阳为宁萱做主 宁萱也是崔阳的女人之一 虽然已经腻了 但宁萱 毕竟是他们公司手下的一人 而且 现在得宠的张楚楚 也是他们的好闺蜜呢 只要吹点耳边风 收拾一个叶绍 还不是轻而易举 届时 崔人都保不住他 园林别墅附近的十代广场 你们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洗完澡从别墅出来后 叶峰也想出去逛逛 姑苏的夜色撩人 此时 百货商场的外的亭子里休息 石桌上放满了大袋小袋 叶峰数了一下 一共十七代 其中 十五个代是男装 两个代是零食 就连岑方林的嘴里 都含着根棒棒糖 一边玩手机游戏 一边吃糖 玩得兴起 还舔了舔 方林 大庭广众之下 你还是注意点形象 没看到旁边很多牲口 都盯着 你留哈喇子吗 叶峰无奈地说道 江南虽自古是美人香 可岑方林白又嫩 吃糖的姿势 更是让人浮想连翩 叶峰都快有代入感了 闻言 岑方林一愣 赶紧朝周围看了一圈 然后果断将一整根棒棒糖咬碎 吞进了肚子里 还差点噎着 叶峰 你以为人家 是想抢你的糖吃吗 无语归无语 但叶峰知道 这也不怪岑方林 他一直跟爷爷 在深山老林中避世不出 身边也没啥同龄人 所以才会有些 不安事事的懵懂 他才十七岁 不懂成人世界的复杂 更不懂老SEP的可怕 不过 自己的保镖 岂容其他畜生偷窥 顾云香也玩耳一笑 他知道岑方林 是叶峰哥哥的得力干将 但他心性单纯 以后有时间 自己得多教教他 云香 你买这么多男装干啥 你要换穿一风格了 叶峰看着堆满石桌的男装 好奇地问道 不得不说 顾云香品味挺好 这些男装光看着就很帅气 啊 不是 顾云香讶异了一下 连忙摆手说道 我是想设计几款男士服装 买点衣服来找灵感 叶峰哥哥 你方便给我当下模特吗 都是自己精挑细选 买给叶峰哥哥你的 但一想到叶峰哥哥衣服多成衫 而且渐渐都是大牌 自己选的衣服 好看归好看 但他担心叶峰哥哥拿回去当摆设 他想亲眼见一见 叶峰哥哥穿这些衣服的帅气样子 所以顾云香才灵机一动 毕竟夜市服装 以及整个服装行业都重点做女装 毕竟那些操老爷们 穿个九块九包容的体恤 也和穿五百块钱一件的 没啥区别 好啊 叶峰硬道 不得不说 顾云香的眼光确实不错 不愧是天生搞艺术的料 这些衣服虽然不是名牌 但也不差 而且款式都非常漂亮 叶峰看着也很喜欢 不过说到模特 叶峰嘴角微微一笑 云香 你也得给我当次模特 嗯 好 顾云香欣喜地硬道 你穿巴黎世家 好 顾云香想都没想 就一口同意了 忽然 他意识到了不对 巴黎世剑 不是那衣吗 一想到自己身上 只挂着三点衣式的布料 站在叶峰哥哥的面前 顾云香的耳根子都红了 讨厌 叶峰哥哥居然调戏人家 希希 催人那家伙 居然这么不给面子 宝贝放心 我一定会让那个什么夜少 滚住别墅 百货商场旁 一男四女从房车上走下来 其中男子英俊魁梧 四个女人更是恶诺多姿 他们的出现 直看得旁人羡慕不已 马德 我以为奇人之福就已很牛逼了 没想到这家伙身边 居然四个妹子 还这么和谐 这怕不是为小宝淘汰吧 闭嘴吧 这可是崔家的二少爷崔阳 被他听到 当心他干你 虽然我是男的 但我情愿被崔少干 啥子是他说了算 一个娘娘腔说完之后 还露出了娇羞的表情 看得众人直接起了鸡皮疙瘩 不过恶心归恶心 只能要巴结到崔阳少爷 别说被干一顿 就算是干十顿 干到趴在手术台上 那也值得 崔家 可是姑苏最顶级的家族啊 崔少 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 那个什么叶少 姑苏姓业的都是些小家族 崔仁少爷打轩一巴掌 明显是不给你面子 更可恨的是 那个姓业的 居然还让轩给他洗被子 咱们家轩是个弱女子 哪受过这等气啊 琪琪和孟孟 一边享受着路人崇拜的目光 一边吹耳旁风 他们看得出来 崔阳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崔仁强占别墅 让他颜面无存 同时 他们也正好巴结一波崔阳 看到张楚楚风光无二的样子 他们内心着实羡慕 希望崔阳也能看上自己 作为当事人的宁轩 头上戴着鸭舌帽 嘴上捂着口罩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参与话题 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自己只是崔阳少爷穿腻了的衣服 要想崔阳为自己撑腰 最终还是得看张楚楚的 但此时 张楚楚却低垂眉目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楚楚 你在想什么呢 宁轩上前 亲切地挽着张楚楚的胳膊 啊 没事 张楚楚回过神来 他在听到 抢占别墅的那位宾客 叫做叶少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想起了叶峰 虽然姑苏信业的少爷也不少 何况叶峰远在精灵 但张楚楚确确实实地联想到了叶峰 尤其是那天晚上 SE又叶峰不成 还被他威胁恐吓之后 张楚楚后来还做过噩梦呢 应该不可能是他 天下哪有这妖巧的事 张楚楚摇了摇头 对宁轩说道 轩 你放心吧 你这一巴掌不会白挨的 一定会算在那位叶少的头上 哈哈 楚楚都这么说 宁轩你就放心吧 老子道看看 一个抱崔人大腿的家伙 到底有多猖狂 崔扬大笑道 作为家族中的二少爷 他优势比崔人要强 更何况 这几天自己在张楚楚身上 尝到了不少的甜头 不管是出于哪方面考虑 这是他都得管 咦 居然是那家伙 忽然 宁轩看到了前方亭子里坐着的叶峰 立马朝他指着 叫道 崔少 就是那家伙强占了别墅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第129章 盘着 握着 嗯 崔阳顺着目光望过去 盯着叶峰 随即瞳孔一缩 由于有崔阳撑腰 鸣轩倒是底气十足 朝着叶峰 直接大步走去 居然 张楚楚 琪琪 孟孟三人惊讶万分 嘴巴张成了欧字形 放一个鹅蛋进去 都绰绰有余 怎么会是叶少爷 他 他不是在精灵吗 琪琪和孟孟对望了一眼 吓得花容失色 他们虽然没亲眼见识过叶峰的狠辣 但江湖传闻 可一点都没少听呢 只是 谁能解释一下 为何叶少会出现在精灵 张楚楚是最后一个反应过来的 就算给她想三天三夜 她也想不通 为何世上姓叶的那么多 宁轩偏偏是个叶峰过不去 上次被恐吓的场景 顿时浮现在了张楚楚的脑海里 三女反应过来之后 已经太迟了 此时 宁轩已经静止来到叶峰的面前 怒吃到 姓叶的 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哼 你不是仗着有催人那个狗 催少爷撑腰吗 你有本事继续狂啊 宁轩插着小蛮腰 怒气汹汹 由于 她是娱乐圈的人 所以防护措施做得十足 周围的人 只能依稀看出她 是个美女 却看不清楚她的脸 是你 叶峰一眼就认出了宁轩 毕竟自己的精神力高达250 叶峰哥哥 这是 顾云香也盯着宁轩 他感觉对方来者不善 就连岑方灵都严震一待 如果宁轩有如何轻举妄动 那他就要摩群擦掌地冲上去 一个偷看我洗澡的变态 叶峰实话实说 他并没有冤枉宁轩 自己当时可是受了惊吓 还尖叫过的呢 死 当真是恐怖如斯 想不到这姑娘看着挺好 居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还别说这小帅哥是挺帅的 幻姐姐我了 也要偷看 岂止是偷看呢 幻多是我 我定要把他吃干抹镜 炸出两声又白又浓的枝来 药店碧莲 人家旁边一个美人 一个小美人 有你们的范儿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现代的美女 不喜欢才子 都喜欢帅哥了吗 众人围着宁轩 指指点点起来 甚至有些暴躁老哥 直接骂他不要脸 一见到帅哥就合不拢腿 我 宁轩惊得目瞪口呆 被众人指指点点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带点脑子好吗 这信业的说啥 你们就信啥 神他妈偷看他洗澡 正当宁轩准备争辩之时 突然人群里有人叫道 咦 这是不是那个明星宁轩 我咋看得有点像 你别说 好像还真是他 我只昨天晚上躲在被窝里 对着他的照片撸管 被我逮个正着呢 哇 大明星偷窥某美男子洗澡 究竟是道德的伦丧 还是人性的缺失 我要拍下来 听到有明星 众人的八卦星 一下子就被点燃 纷纷掏出手机 但大部分人不追星 知道的明星 也只陷于顶流 像宁轩这种 靠综艺活起来没多久的小明星 大部分路人表示不认识 宅男女神 只晓得个骗尽空 催世娱乐的当家花旦呢 有人解释道 于是 大部分人都懂了 不认识宁轩 难道还不认识催世娱乐吗 当即 大批路人纷纷掏出手机 宁轩慌了 也顾不得夜风了 立马冲出人群 跑得无影无踪 他也不知道 人群里有没有记者 这要是被传出去 自己的星图 基本数是毁了 比起真相 群众更愿意相信流言蜚语 到时候 假的也成真的了 哼哼 不愧是夜少爷 真是好手段 一句话 就能让人陷入窘境 难怪我那个沙比弟弟 那么看中你 这时 一名男子带着三个妹子走来 领头的 那位魁梧健壮的男子 一步一鼓掌 旋即 双方目光相对 楚楚 顾云香见到了张楚楚 她在逛街之前 被张楚楚打过电话 但是打不通 联系方式已被对方拉飞 所以 现在的顾云香 有些生气 张楚楚倒是眉头一挑 哼了一声 把脸撇了过去 见到夜风 琪琪和梦梦 也有些尴尬 上次不认识夜风 被打脸的是他们 这次被打脸的 则是宁萱 还真是打脸轮流转呢 夜风望着那男子 说道 你就是崔人的那个哥哥 崔杨吧 是我 崔杨昂着脑袋 说道 夜少爷果然名不虚传 除了有手段有能力之外 口才也这么好 我踏马还有点喜欢你了吗 不好意思 不搞急 夜风淡淡地回了一句 又道 如果你是为刚才那女的来撑腰 那我劝你 最好还是好自为之 不然我怕你脸上不好看 呵呵 崔杨突然笑了起来 夜少爷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里是姑苏 不是精灵 你他妈是龙给我盘着 是虎得给我握着 不然 你就只能哭着 回去找爸妈呢 崔杨的嘴角 闪过一丝毒辣 他是第一次见到夜风 也是刚才才知道 夜风就是自己弟弟崔杨的那位贵客 难怪那狗日的 前段时间待在精灵不回来 原来是和夜家大少勾搭起来了 仔细想想也对 姑苏的那些姓夜的少爷 特么谁能值得 让崔杨以贵客之礼相待 那你试试 夜风望着头 似笑非笑 与此同时 存方林也警惕地盯着他 只要夜风一声令下 他随时都能冲上去揍他压的 这夜什么少爷 是哪里来的 居然敢跟崔杨少爷这般说话 看样子 来头应该不小吧 似乎还参与到了崔杨 崔杨兄弟间的争斗 你们没听到吗 是精灵 精灵 精灵的夜少爷就一个 夜风啊 有人急忙说道 这时 众人震惊起来 精灵的大少爷 跑来姑苏 掺和起崔氏兄弟的争斗 豪门之间的争斗 几乎都是广大群众的 茶余饭后的谈资 尤其是崔家的 崔家几个兄弟当中 老大早妖 老二崔杨跟老三崔人 斗得水深火热 几乎都快摆到台面上了 而这个夜风 似乎是支持的崔人 当然 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事实上 夜风对崔家兄弟 争夺继承人的事情 并无兴趣 但这个崔杨 要惹到自己头上 夜风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崔杨 咋不说话 你不是让我盘着 握着吗 那就来吧 我急着找死呢 夜风冷笑一声 身上的气势 压得崔杨退了一步 他有种感觉 如果现在动手 在没保镖的情况下 自己虽然个头高大 但可能会被夜风 摁在地上抱锤 第130章 顾云香的失望 你们说 这两位少爷 不会当场打起来吧 很有可能 崔少本来就是个暴脾气 但我看这夜少 似乎脾气也不太好 那夜少可能要吃亏了 他出来乍到 在姑苏根本没啥事例 何况崔少从小就练跆拳道 据说一拳下去 能打死一头老母牛呢 真的假的 我觉得你能吹死牛 哪有这么夸张 你小说看多了吧 是真的 据说崔少 得到过高人的指点 一拳真能打死牛 见夜风和崔洋剑拔弩张 众人意润纷纷 但显然 他们就不怎么看好夜风 人家崔洋会武术 出门从不带保镖 你夜少前来姑苏 好歹也带个保镖啊 居然还敢说自己急着找死 万一人家崔少真要弄你 你真就只能哭着回去找爸妈了 但是 吃瓜群众并不知道 个头高大挺拔 魁梧的崔洋少爷 此时身体忍不住在颤抖 夜风身上 散发着一股涉人心魄的气息 令崔洋甚至产生了一股 想要下跪的错觉 他只能呆愣在原地 不敢轻举妄动 众人也愣啊 人家夜风都这么说 你崔少爷什么的 不教他做人 旋即 众人愈发目瞪口呆 只见夜风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走进崔洋 一边拍着他的脸蛋 一边说道 瞧你这样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也配让我盘着 握着 我的崔大少爷 有种你就来弄我啊 别他们一天天的 只会口哀 崔洋的脸蛋 被拍得啪啪作响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下巴毒要惊掉了 虽然夜风的力道不是很大 但这事崔洋能忍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想看崔洋的反应 他会不会愤怒的还击 但玄节 他们就知道想多了 崔洋居然还是 跟刚才一样怂 崔洋确实想一巴掌抽回去 但面对夜风身上的气息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居然根本没法做出反应 崔少 张楚楚三人 也难以置信的望着崔洋 虽说夜风挺可怕的 但你崔洋不也是豪门大少爷吗 而且这里还是姑苏 是你的地盘 你崔洋少爷 不是从小练武吗 怎么被吓成了这副德行 刚刚放话的时候 不是挺狠的吗 远跟张楚楚 还指望着崔洋 能错一下夜风的锐气 可看他现在这个雄样 心中难免大失所望 可张楚楚也知道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也不敢多说多问 楚楚 你跟我过来一下 在夜风开着王者之气 吓得崔洋不敢动弹的时候 顾云香也皱着眉头 将张楚楚拉到一旁 确定没人看这边 顾云香才问道 楚楚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还有 你怎么跟崔洋搞到一起去了 崔洋咋了 张楚楚呵呵一笑 你是姑苏人 你应该知道 这个崔洋是个花心大萝卜 她身边的女人 换了一茬又一茬 她只是想玩弄你 她不是你的良人 顾云香重重地说道 我知道啊 张楚楚回答得很轻松 张楚楚 我跟你说正经的 你这是干嘛 顾云香有些怒了 顾云香 你朝我凶什么凶 我想找什么什么男人 那是我的自由 关你屁事 你自己找了个豪门大少爷 当男朋友 就不准我找吗 你又凭什么认为 崔洋不会浪子回头 真心待我 说到底 你不过就是想 处处压我一头 好让我永远当你的小跟班 小臭虫 张楚楚冷言冷语地说道 她也知道自己说的话 有些牵强 崔洋这种人 怎么可能浪子回头 但张楚楚 不愿在顾云香面前认怂 更讨厌她的说教 我 我拿你当小跟班 高你等 听到这话 顾云香自己都愣了 她不仅没这么想过 更从来没这么做过 当初上大学时 张楚楚被渣男骗财骗色 还是顾云香拿钱接击她 甚至安慰她到半夜 第二天六点起床 顾云香还要靠喝咖啡提神 还有一次张楚楚失恋 去酒吧买醉 结果被一群街溜子 围住走不了 她打电话找顾云香求救 从来没去过酒吧的顾云香 硬着头皮 不顾自身危险 去酒吧把她捞了出来 顾云香实在不理解 为什么张楚楚的嘴里 会说出这种话来 几年的闺蜜 自己哪怕有一次 一丁半点的对不起她吗 你随意吧 别做见了自己就好 比起愤怒 现在顾云香更多的是失望 她也知道自己当初的好闺蜜 已经彻彻底底的变了一个人 丢下这句话后 顾云香便转身离开 原本张楚楚准备好了很多回应 嘲讽顾云香的话 可现在全都排不上用场 顾云香 老娘做事不需要你来教 我只是把翠杨当成我事业的跳板 谁这么像你一样 傻兮兮的自己创业 连豪门资源都不会利用 我当然知道 翠杨把我玩腻了 就会抛弃 可你的叶少爷 难道拿到你一血之后 还会一直爱着你 可笑 张楚楚不吐不快 她一定要证明 自己才是对的 以后顾云香只能跪在自己脚边 求自己赏饭吃 好了吗 顾云香走回来的时候 叶峰笑着问道 现在场上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但今天翠杨的窘状 一定会是特大的新闻 好了 咱们走吧 顾云香笑了笑 她是个善良却并不圣母 深情却并不多情的人 既然张楚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那她也没必要守着这段友情 在她心里 唯一能让自己交出真心的人 只有叶峰哥哥 而有些人并不值得 很快 叶峰三人便提着袋子回到了别墅 叶峰这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坐在车上 崔杨勃然大怒 她恨自己刚才的软弱 自己堂堂崔家的二少爷 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而且这么多人围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都不敢露面了 心头越想越气 崔杨发誓 自己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但张楚楚三人 嘴角只是笑了笑 表面大赞崔杨的威猛 但内心却很鄙夷 就刚刚的那副错样 还想着收拾叶峰呢 随后 他们便听到崔杨打起了电话 娇爷 我是崔杨 你这几天有时间没 帮我弄一个人 娇 娇爷 作为姑苏人士 听到这名字 张楚楚三人 多不由的脸色一变 第131章 娇爷 在姑苏 但凡长了耳朵的人 可以没听过韩、鱼、崔三家 但绝对不能没听过娇爷 他闯荡江湖 只有短短两年 但初到极巅峰 单枪匹马 闯入前江湖扛把子的别墅中 一刀将其砍为残废 然后又在上百名保镖的手里 全身而退 扛把子的手下想报仇 但数战数败 最后娇爷振臂一呼 一路凭A 倒得姑苏的江湖上 一阵腥风血雨 可就在他即将登顶的时候 他却停止了扩张 把产业交给手下的人打理 他自己则再也没露过面 但他的手下 依旧在江湖上活动 不管是谁见了 都得买个面子 因为娇爷是姑苏的无冕之王 曾一度靠着威名 吓哭过小孩 而且姑苏并非省会城市 其江湖上的水特别深 远非精灵可比 想不到崔少 竟然认识娇爷这种猛人 崔少 你跟娇爷熟吗 他是我偶像 我好想见他一面 琪琪和梦梦一脸崇拜 作为常驻夜场的混圈女 他们当初的梦想 就是做娇爷的女人 只可惜 他们见娇爷长什么样 多大年纪了 都不知道 甚至姓啥都不晓得 现在 崔少居然跟娇爷认识 而且似乎还很熟 这让他们怎能不激动 恨不得当场 给崔阳来个全套马杀鸡 这么说吧 我跟娇爷 可是同门师兄弟 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徒弟 挂了电话 崔阳大笑起来 娇爷那边已经答应出手 当初两人一起练舞 关系好到不行 但崔阳练舞 只是为了强身健体 为了对付女人 而娇爷 则是为了闯江湖 并且 人家确实混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崔阳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刚才被叶峰搞出的郁闷情绪 全都一扫而光 甚至还能得到妹子的崇拜 张楚楚没说话 但没烧眼底 却全是笑意 他虽不是混圈女 但也听说过娇爷 只要他肯出手 那么叶峰一定会很惨 这里可不是精灵 他叶峰一手遮不了天 届时 叶峰挨顿胖揍 还能连带着顾云香 也一起跌落凡尘 以后 他见到自己 还凭什么傲气 想到这里 张楚楚的内心中 甚至还激动了起来 次日一早 叶峰便起床了 昨天晚上回来 他和顾云香 互相给对方当模特 半夜才睡 但叶峰的体力值 高达350 丝毫没有影响睡眠状态 倒是顾云香 居然一宿没睡 扶在岸边 开始设计服装团饰 不得不说 顾云香的身材 是真的好 只可惜 他来大姨妈了 你们什么人 干嘛擅闯这栋别墅 忽然 楼下传来 岑方林的叫声 以及别墅大门 被砸开的声音 叶峰和顾云香 都愣了一下 然后立马走下楼去 只见别墅大厅里 来了十多个纹身男子 带头的一人 踢了个小平头 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岑方林 则一脸愤怒地盯着他们 小平头点了根烟 傲气地说道 这里是崔家别墅 我特么想来就来 我要找的人不是你 小姑娘 你一边玩去吧 对于岑方林这种 才十七岁的妹子 小平头没啥兴趣 就算有 也不是在这种场合 这么说 你是崔阳的人 叶峰走下来问道 崔阳丧的地儿 他也配让我出马 小平头不屑地说道 随后站起身来 朝叶峰走去 说道 你就是叶峰吧 我现你十分钟之内搬出去 不然 不然 你可又滚出去吗 叶峰微笑着问道 靠 这小子狂得很啊 不愧是什么少爷来着 踏马精灵的少爷 居然跑到我姑苏来撒野 姓叶的 你失去点就最好滚 再逼逼来来 老子弄死你 小平头身后的手下都笑了 他们压根就没把叶峰当回事 要知道 平头哥一只手 就能捏死他 哼哼 小子你很狂啊 以为我是崔阳那种货色 已经过了两分钟了 你还有八分钟的时间 到时候 别说我欺负你 平头哥冷笑一声 自己可是江湖人 又有娇野手下的人 他精灵的富二代 有啥好牛逼的 这年头 打的就是外地来的富二代 哼哼 叶峰冷笑一声 懒得与他们多说废话 大清早的也影响心情 旋即 叶峰朝他们走去 系统提示 小平头的武力高达一千 并且擅长格斗术 请宿主小心应对 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峰停了一下 听系统的意思 以现在的实力 要收拾他 可能还要费些劲 不过 叶峰并不担心 小子 别停下来 我看你好像是想弄我 来 你继续 我保证不闪 平头哥乐乐 身后的手下也发出了欢快的笑声 他们今天过来 帮崔阳收拾叶峰是小事 来找乐子才是大事 平时出去 只要一爆出交易的名号 对方就吓得投降 今天 好不容易遇到个不长眼睛的人呢 方玲 给你三分钟时间 把他们丢出去 叶峰转身说道 武力方面 曾方玲是专业的 不过叶峰也发现一个事情 咕苏江湖上的水 比精灵要深多了 要知道 杨腾八百的武力值 就能在精灵横着走 而这个平头哥 一千武力值 还擅长格斗 还在给人家当手下 至于他们的大哥是谁 叶峰则毫无兴趣 反正在自己面前 都是垃圾 嗯嗯 曾方玲走上前来 他早就看着小平头不顺眼了 搞笑呢 自己不敢动手 叫一个小姑娘出来送死 平头哥 你可要轻便 我的意思是 这小姑娘的战场 应该是在床上 楼上那个才是星夜的女朋友吧 长得还真不错 到时候两个一起玩 平头哥的手下们 露出了阴邪的表情 嗯 平头哥微微点头 原本他只是想收拾叶峰的 但他要躲在女人后面 那自己不成全他 怎么好意思 五言慧语 给我滚出去 曾方玲醋眉 他再懵懂 也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 当即一个剑步上前 一巴掌朝小平头抽去 平头哥小心 众人大惊 他们发现 这小女孩的速度快到离谱 平头哥也反应过来了 但下一秒 曾方玲的巴掌 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平头哥整个身体 都被抽飞了出去 第132章 于天窑之图 平头哥 我去 快送医院 众人目瞪口呆 直见平头哥被一巴掌抽飞 不过方向飞歪 脑袋砸在墙上 平头哥现在昏死过去 脑袋上全是血 流得满脸也是 也亏得平头哥从小练武 不然这绝比废了 同时 他们对曾方玲的武力 感到无比的恐惧 这哪是什么小姑娘 小姑奶奶都不带这么厉害的 恐怕也就只有娇爷 能对付得了他了吧 难怪叶峰出门不带保镖 有这小姑娘在 谁能动得了他 站住 这时 叶峰叫住了他们 说道 把地上和墙上的血迹 都给我清洗干净 不然你们就别走了 新叶的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可是娇爷的人 其中一名手下 搬出娇爷的名头 来恐吓叶峰 希望他有所顾忌 原来是他 叶峰呵呵一笑 在原著里 这个娇爷确实有些本事 套着混江湖 闯出一番名气后 又上岸经商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直到后来 他遇见了男主角林毅 被吊打了一顿 把地脱了 墙上的血迹也擦了 你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不想说第二次 叶峰淡淡地说道 给我拖垫 陈方林从一旁 拿过拖把和抹布 直接朝他们扔去 还差点砸到人 最后 在叶峰的恐吓 与陈方林的淫威之下 这十几个手下 果断当起了保洁 只一分钟 他们就清扫干净 然后抬着平头哥离开了 半个小时后 崔仁打来了电话 叶绍 崔杨他狗日的 是不是找你麻烦了 是找了 好像是一个叫娇爷的人 帮他出头 叶峰回答道 娇 娇爷 崔仁一惊 挣了三秒 又急忙问道 叶绍 你没事吧 娇爷的人呢 走了 走了 是走了呀 咋了 你找他们有事 叶峰笑着问道 没事 崔仁松了口气 听叶峰的这语气 似乎吃亏的是 娇爷那边的人 不愧是叶绍 一个字 DL 但崔仁也担心 娇爷那边报复 于是准备找人 联系一下对方 准备帮叶峰大事化小 只有姑苏人 他当然知道 这位娇爷的恐怖 即便是自己父亲 在他面前都礼遇有加 而且对方 跟于家的那位高人 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于家的那位高人 可是于家的座上宾呢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叶绍你说 崔仁问道 娇爷那边的人 再来的时候 把门给砸坏了 这红木门好看是好看 但不经砸 你换个指纹解锁的防盗门吧 叶峰说道 好的 崔仁无语 当初设计师 在设计这套别墅的时候 就压根没考虑过 会有人闯进别墅好吗 这就跟某些奢侈品服装 在设计的时候 就从来没想过 会换洗的问题一样 但叶峰说的也对 防盗门安全一点 至少 被人打扰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中午的时候 崔仁就找人来 把门给换好了 与此同时 市中心的coco酒吧 杨老爹 你终于肯回姑苏了 我以前就很看好你的本事 而且 你又是虞书介绍的人 以后你就跟我吧 咱们都不是外人 你在我这儿干 郑W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娇爷笑着对眼前的杨腾说道 他的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 但看着比杨腾老练许多 而且 身上自带一骨子很近 杨腾在他面前 乖巧的如同一个学生 笑着说道 多谢娇爷了 自从被叶峰扫出精灵之后 杨腾就已经心灰意冷了 甚至萌生了退出江湖的念头 但娇爷收留了自己 他是虞书的清传弟子 更是姑苏江湖上的无冕之王 杨腾觉得 跟着他混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娇爷 这时 一名手下走了进来 说道 平头哥醒过来了 但似乎脑子出了点问题 嘴里一直嚷着 阿爸阿爸 操 老子不弄死那狗日的夜风 不就是不叫离娇 娇爷怒道 平头哥是他的核心手下 是个好手 现在被人打成撒臂 这口气 他岂能忍 最重要的是 在姑苏 居然有人敢跟自己对着干 当初为什么混江湖 为的 就是以后谈声一时 对方爽快一点 不要不识抬举 现在 居然有人敢犯自己 精灵大少爷 也配在姑苏放肆 玄机 娇爷就准备带着人出洞 杨腾站起来 叫道 娇爷 你说的那位夜风 是不是精灵来的 是的 杨老弟你认识他 离娇好奇地问道 他并不知道 杨腾在精灵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被人给收拾了 因为杨腾实力确实不错 又是自己老实的人 他才不太好多问 但似乎 杨腾跟那夜风认识 实不相瞒 我就是被那夜风逐出精灵 杨腾艰难地说道 嗯 离娇一愣 他只知道精灵夜家是精灵豪门 但并不知道 这夜风还有这本事 当即说道 杨老弟 要不这样吧 我看你也是个人才 而且还是于家的外子 你去找于叔 让于家帮你 咱们里应外合 赞到精灵去 于叔于天摇 虽然只是改姓为于 但他在于家的地位非常高 即便是于家家主 都很买他的面子 而且 这么好的扩张机会 错过不就可惜了 娇爷 咱们不能与夜风为敌 杨腾连忙说道 为什么 离娇眉头一皱 杨老弟 你有点不相信我了 这是于叔的意思 他说 夜风是具有天鬼命格的人 咱们还是不要惹他 日后 定有让他死亡葬身之地之人 杨腾如实说道 我老是真这么说 离娇爷警惕起来 他谁都可以不信 但老是不能不信 因为他是离天组织的鬼眼大人 他的话 不可能出错 嗯 杨腾猛地点了一下头 在接下来的几天 夜风依旧过得很快活 而崔阳被夜风羞辱 以及平头哥去帮着报仇 被打进医院 成了杀笔的事情 则传遍了姑苏 众人再次大惊 你崔阳放了狠话之后 当怂笔也就算了 为啥交易不报仇 有人挑战你的规则呀 这件事被发酵了几天 很快又平息了下去 姑苏众人 又被新的新闻 占据了视线 但有人忘不了 见黎娇迟迟不肯报仇 不肯去弄夜风 崔阳忍不住 再给他打去了一个电话 第133章 敬酒不吃 想吃啥 崔阳连续催了好几次 起初黎娇念在 都是师兄弟的份上 就耐着性子搪塞了几次 后来崔阳一个劲地问 黎娇 索性就不接他电话了 这个黎娇 到底搞什么鬼 让他帮忙教训个人 简直比登天还难 愤怒的崔阳 差点把手机给摔了 他只恨当初跟着于天瑶 没有好好的练本事 功夫都花在女人的肚皮上了 要是自己有离交那身本事 肯定当时就一巴掌抽回去了 还轮到叶峰来 啪自己的脸吗 这个崔阳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原来是个绣花枕头 就是 就知道欺负老实人 遇到刺头就搞不定了 他这豪门少爷当的 跟叶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琪琪和梦梦 背着崔阳抱怨道 要不是 看在他是崔家少爷 凭他还想做全套的马杀鸡 飞机都不给他梦 张楚楚也大失所望 他本以为有娇爷的帮忙 可以好好地收拾叶峰一顿 但他发现 娇爷的人反被叶峰收拾了之后 娇爷居然不敢作声 这个叶峰 再精灵豪横也就算了 怎么到了姑苏 也这么豪横 这方面 他倒不像琪琪和梦梦那样 这么小家子气 他们没富二代看上 也是有原因的 但让张楚楚不爽的是 这都多少天了 崔阳居然还没有开始捧自己 每次都是嘴巴上说的好听 张楚楚发现 这个崔阳貌似就是一个口嗨党 明明一次只有十分钟 还非得装作很牛叉的样子 居然还要自己憋腻傲 来假装GC 张楚楚忍不住 开始重新审视起崔阳来了 奇怪 那个小平头是娇爷的得力干将 被叶峰做成白痴之后 娇爷居然没想着报仇 这完全不符合娇爷的作风啊 同样不解的人 还有崔人 他是见过离娇本尊的人 知道他是雅字必报的性格 而且 不管是出于性格方面 还是实力方面 亦或者是维持他的秩序方面 他都不可能放过叶峰才对 难道叶少 还有不知道的其他本事 崔人也只能这般想 毕竟这个叶峰 上辈子肯定是个粉刷匠 他刷子何止两把呀 崔家的情报网络在牛比 却也比不上离天 崔人并不知道 让离娇不去招惹叶峰的人 正是于天瑶 他是于家的座上宾 是离娇 崔阳等人的老师 更是离天组织的长老 看人出奇的准 有鬼眼之名 下午的时候 崔人给叶峰去了一个电话 大意是说 徐总今晚上请吃饭 想跟叶峰见个面 哼 这家伙终于不把我晾在半边了 叶峰呵呵一笑 同为商业界的投资人 徐总仗着自己拿下了地皮 想压过叶峰这个大股东一头 直到离娇没有报复叶峰 他才肯邀请叶峰吃饭 行 我一定来 叶峰呵呵一笑 他知道这个徐总肯定不少怂了 今晚过去 虽然不能说是鸿门宴 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饭局 但是 叶峰正等着这个机会呢 下午五点 九天大酒店 叶峰孤身赴宴 贵宾包厢 趁着崔少和叶少还没到 我先说两句 叶少到孤苏出来乍道 咱们是东道主 可不能施了礼仪 把你们苦练三十年的酒量 都给我拿出来 谁都不许掉链子哈 许总许洪博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其他的七个人 都是商业界的小股东 和在一起投了一个亿 但这些人 都是许洪博的人 放心吧许总 咱们肯定不能施了礼价 待会儿咱们喝白酒 咱们得好好发扬一下 咱们的九州文化 这七人阴声而笑 作为商界老油条 他们当然看得出来 许总想故意刁难叶峰 叶峰没来姑苏几天 就跟娇爷对上了 而娇爷的人被收拾了 还不敢报仇 这个叶峰 可不是个善茬 他们能理解 许总迫不及待地 给叶峰立下马威的原因 毕竟商界 讲究的东西多着呢 他们也正好给叶峰 这个年轻人上上课 毕竟 他们和许总的利益 才是绑在一起的 诸位 我和叶峰来了 不多时 包厢的门被打开 崔人和叶峰走了进来 他们是刚好在门口遇到的 崔少座 叶峰爷座 这位就是精灵叶峰啊 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惯啊 小小年纪 就是商界沙发果断的枭雄 来日必成大气 待会儿我 可得跟你好好喝一杯 叶峰 你就是我的偶像 不介意坐我旁边吗 众人连忙迎接 许红博也笑着说道 叶峰 感谢你这次募集二十亿的投资 不然我们空有地皮 这商业街也搞不下去啊 叶峰请坐 前几日忙 没能及时给叶峰接风洗尘 还请不要介意 咱们兄弟 以后就跟叶峰混了 让叶峰带着我们挣大钱 许红博等人 从表面上看 是在拍叶峰马屁 但酒桌上 要收拾一个人 就必须得先跑 捧得多高 摔下来多惨 谁是谁知道 何况 漂亮话都说这么多了 叶峰你好意思 不喝敬给你的酒吗 好说好说 小许是吧 以后你跟着我混 我保证你吃香喝辣 叶峰笑着走过去 拍了拍许红博的肩膀 众人一愣 小许是你叶峰叫的吗 虽然你叶峰是精灵豪门少爷 但人家许红博都五十多岁了 这年纪 当你爸爸都不会过吧 还有 我们说的只能算是客套话 你叶峰真特么以为 人家许总挖不到投资 非要你拿两个银子 搞清楚 要不是崔少推荐 你根本就没法投资好吗 神特么跟着你混 哈哈 有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叶峰请坐 许红博当即反应过来 顺着叶峰的话说道 叶少爷 你就狂吧 待会儿有你的好受 不一会儿 饭菜上桌 好几箱茅台也送到了包厢 服务员倒好酒 许红博坐在椅子上 高高举着酒杯 说道 叶峰 初次见面 我先敬你一杯 聊表敬意 什么敬意 叶峰反问 他双手整着后脑 靠在椅子上 嘴角似笑非笑 并没有去回应这杯酒 众人的目光 也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个叶峰 敬酒都不吃 想吃啥 第134章 叶峰咋这么能喝 叶少 在许总没见你之前 他可是一直夸你 年少有为呢 叶少 这杯酒是许总对你的尊敬 给个面子吧 见叶峰不肯喝酒 许红博尴尬得很 众人连忙劝道 第一 聊表敬意 那你就应该站起来敬 你年纪比我大事没错 但我才是大股东 第二 进人的酒 你举这么高干什么 说着 叶峰左手一抬 让许红博站了起来 然后右手往下一压 许红博的酒杯压低 叶 叶峰举起杯子 用自己的杯角 与许红博的杯口碰了一个 一杯茅台白酒 叶峰直接喝下了度 但许红博却闻思不动 他梦了 这个叶峰咋这么熟练 原本他就是看叶峰年轻 不懂酒桌的规矩 好方便给他立下马威 可是现在 自己杯立了个下马威 还被他叫酒桌上的规矩 这酒要不要喝 不喝显得不给面子 又是自己主动性的酒 但喝了 意思不就是 我比你叶峰矮一劫吗 另外七个小股东 也有些不知所措 看来这个叶峰 比想象中的更难对付呢 许总 喝酒啊 愣着干什么 催人提醒道 他知道许红博的心思 但这一波 他得占叶峰 是你许红博要搞事的 正好 让你许红博见识一下叶峰的厉害 少来那么多歪心思 好 我这就喝 说着 许红博就把酒喝了下去 茅台酒入口丝滑 但许红博心里 却有点不舒服 还他们是头一次 敬酒被别人搞了呢 这杯酒 是你跟我叶峰喝的 而这一杯 是我替我们股东陈子勋敬你的 叶峰开始敬酒 许红博喝了 这杯酒 是替我们股东赵红英敬的 这一杯 是替我们股东王孝成敬的 这一杯 是替我们股东周文斌敬的 这一杯 咱们哥俩初次见面 喝着玩 叶峰与许红博一口气喝了六杯 六杯白酒下肚 许红博有些遭不住了 他妈这是白酒 不是白开水 你叶峰喝这么急干什么 但敬酒不喝也不太好 总不能喝法酒吧 马德 年轻人身体就是好 有人滴滴的说了一句 叶峰 我敬你一杯 这时 一名小股东站了起来 行 我敬你吧 叶峰笑着举起了杯 然后又开始六杯下肚 于是 叶峰与这七个人轮着来 每人一杯 叶峰一共四十八杯白酒下肚 合计两瓶多 然而 叶峰却脸色不改 毕竟 他是体力值高达三百五十的男人 肝脏的解酒功能也超级厉害 这叶峰 应该不行了吧 真特么能喝 难怪一人敬六杯 反正我是不行了 你马连续喝六杯 我实在受不了 还好这杯子不大 先吃口菜吧 我得缓一会儿 敬酒结束后 众人开始吃菜 他们估计 叶峰也应该不行了 年轻人身体好 也不能瞎搞不试 不过 他们打算恢复点元气后 再继续敬酒 你叶峰性质不是挺高的吗 待会儿可不能耸啊 系统 我要兑换体力值 叶峰在脑海里说道 好的宿主 建议您兑换二百点体力值 喝翻全场 本系统再赠送你一颗解酒丸 系统说道 行 兑换吧 兵 恭喜宿主兑换成功 体力值加二百 当前体力值为五百五十 兵 宿主消耗一千逆袭值 当前剩余逆袭值四千 兵 系统商城赠送的解酒丸已到账 请宿主注意查收 系统的声音落下 叶峰便发现自己的裤兜里 多了颗黑色药丸 叶峰专门去系统商城看了一下 这解酒丸真便宜 五十逆袭值兑换十颗 系统也不多赠送两颗 但毕竟是繁物 一次性消耗品 一颗也能立马解酒 现在自己的体力值五百五十 相当于普通人的酒杯多 而且对面七个 还是五十多岁的老头 自己还不喝死他们 说干就干 叶峰取其酒杯 朝着正在喝汤的许洪博说道 许总 别喝汤了 来喝酒 叶峰 能抖缓缓吗 许洪博心里 MMP 自己六杯下去 腹中就火辣辣的疼 你叶峰喝了四十八倍 特么咋还能喝 许总 我对你一见如故 拿你当兄弟 宁公非不给我面子 叶峰软硬兼施 那好吧 我喝一杯 说着 许洪博去端酒杯 再喝一杯 他肯定没问题 就是看着叶峰 啥时候去医院洗胃 哎 酒杯这么小 喝着有啥意思 咱们吹瓶子 说完 叶峰拿过来两瓶茅台 直接开掉 吹 瓶子 许洪博惊呆了 这七个小股东也惊呆了 催人都直接杀笔了 你叶峰什么的 吹瓶子 这踏马是白酒 不是啤酒 你搞清楚 咱们是兄弟 两个人吹一瓶吧 我来倒酒 说完 叶峰就倒了一半的酒在碗里 马德 看来刚才是他们吓到了 不过没关系 慢慢来 就是 今天都得丢我倒下 谁都不能跑 但是 许洪博还是不敢喝 这喝下去 明天早上起来 脑袋不是得爆炸 许总 我先干味精 你随意吧 说完 叶峰就唧哩咕噜的 把一大碗白酒干掉 把碗倒过来 竟然一滴未胜 说道 许总 你拿我当兄弟吗 拿 许洪博等人都傻眼了 你特别叶峰是酒先变的吧 杜康都没你能喝 但不好又不好 许洪博干了剩下的半瓶 然后就开始飘飘欲鲜了 由于叶峰皮肤白净 许洪博一不留神 还差点把他看成了妹子 想去亲一口 叶峰 我来敬你 一位酒量不错的小股东 站了起来 他心想 你叶峰就算再能喝 再来半瓶 你也该醉了吧 今天 大不了就舍命赔君子 好兄弟 来 咱们吹瓶子 叶峰直接跟他干一瓶 那名小股东 忍者头皮喝完 坐下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直接把椅子坐翻 人躺在地上去了 最后 还是旁边那人 把他扶起来 有一说一 真特么沉 然而 叶峰却一点事都没有 对着剩下的六人说道 你们是一起来 还是我分别给你们敬酒 说完 叶峰脸上挂着笑容 把六瓶白酒放在自己面前 把六瓶白酒递了过去 众人惊呆了 叶峰你这是要玩命 催人也吓傻了 连忙劝道 叶少 喝个酒而已 不至于这样 本少爷今天高兴 跟这几位老哥一见如故 我非喝不可 叶峰脑子清醒 装作醉醺醺的样子 打开了白酒瓶盖 剩下的六位股东 直接虎驱一阵 面色惊恐 第135章 现场任爹 六瓶白酒摆在面前 还是不喝 喝了 刚刚那名躺地上 成死猪的小股东 就是下场 不喝的话 就等于在叶峰小儿面前认怂 反被他立了个下马威 最关键的是 许洪博许总 喝了半瓶茅台后 已经开始飘飘欲仙 一脸吃汗模样 哎呦 我肚子痛 我去厕所拉西 你们喝 不用等我 这时 一名小股东 捂着肚子 就往包厢外面跑 几个股东一看 人都傻了 尼玛 还有这操作 叶少 我白天黄豆吃多了 我也拉西 你们先喝 又一名股东 飞快地窜了出去 剩下的四个股东 望着打开的包厢大门 捂着肚子 也蠢蠢欲动 你们也肚子痛 叶峰笑语盈盈 然后举起了一瓶茅台 随机望向一名股东 马德 九十粮食金 越喝越年轻 叶少 来干了他 那名股东挽起袖子 放出豪言壮语 准备跟叶峰鱼死网破 干完 他就躺地上了 然而叶峰 又干了一瓶白酒 居然依旧面色不改 这让剩下的几位股东 忍不住怀疑 你叶峰喝的 是不是白开水 当然 这只是一个 不切实际的幻想 人家叶峰喝的 当然是茅台 但所有人 都被叶峰的酒量 给惊呆了 卧槽 我肚子怎么也痛起来了 我得去厕所 哎呦 你们怎么都肚子痛 哎呦 我肚子也痛了 啊 你们 等等我 一眨眼 剩下的四个股东 也都找借口炖了 开啥玩笑 跟叶峰这种狠人喝酒 喝躺是小事 第二天酒进上来 脑袋爆炸 才是大事好吗 见威事已成 叶峰也不拦着他们 喝了这么多酒 叶峰其实也有点微醺了 不过仗着体力之高 以及系统商城赠送的解酒丸 叶峰还能喝 望着一旁目瞪口袋的崔人 崔少 你是不是一口都没喝 叶峰你说啥呢 我才十二岁 属于未成年人 不宜饮酒 崔人连忙找借口躲着 你叶峰喝酒 找我干啥 把我喝躺了 对你有好处 倒是你叶峰 咋这么能喝 要是你早生几十年 跟毛子拼酒 国家都要找你去了好吗 但很快 崔人又震惊了 他听到叶峰叫道 服务员上啤酒跟红酒 见到服务员排进来两箱啤酒 以及一箱红酒 崔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叶峰 你光喝白酒也就罢了 你咋还混着喝 要知道 喝酒第一忌讳 是喝极酒 第二忌讳 则是喝杂酒 前者只是快速躺在地上 后者则是第二天起床 头脑生出风暴 直接原地爆炸 红 白 啤三杯酒 摆在了许洪博的面前 叶峰笑容里带着奸诈 问道 许总 还能喝不 兄弟 还想再给你喝一杯 许洪博醉醺醺的 二话不说 端起一杯啤酒 就咕咚两口喝了下去 自己面子呢 喝完 他脑袋更昏了 搂着叶峰的肩膀说道 叶老弟 我实在太喜欢你这年轻人了 我就没见过你 这么能喝的 我真想 把我女儿许配给你啊 你女儿 叶峰回了一句 兴致并不大 许洪博满脸胡渣 长相粗犷 看着有点像个野蛮人 他的女儿 能好看到哪去 再说了 叶峰已经有了顾云香 对其他女人 不屑一顾 给你看照片 兄弟 我跟你说 我当初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 为的就是让她伺候洋人 好改变我们家的人种 只可惜 西方世界渣男太多 我女儿白白打了两次胎 硬是绿卡都没拿到 真是可惜啊 白瞎了我女儿的美貌 今天就便宜你了 许洪博一边在手机里翻照片 一边叹气 叶峰和一旁的催人 脸都绿了 眉头也紧锁 这许洪博还真特么喝大了 真是啥话都说得出口 而且说的话 也忒恶心点了吧 特么洋人不要的玩意儿 你介绍给我 搞破鞋 接盘呢 这是 叶峰有种想揍许洪博的冲动 叶老弟你看 这就是我女儿 长得不错吧 许洪博翻出照片 她已经被酒精搞伤头了 还得意洋洋的向叶峰炫耀 不错是不错 就是肚子里死过人 还死过两次 叶峰阴阳怪气的说道 许洪博这女儿打扮时尚 穿着也暴露 尤其是胸口处 感觉衣服都要撑爆了 这模样 有点不像是许洪博亲生的 而且一想到她给洋人当狗 叶峰就直犯恶心 说道 许总 你也别把女儿许配给我了 咱们投缘是咱们的事 你要是不介意 我就给你当爹吧 好 许洪博一拍桌子 叫道 以后我就是你爸爸 错了 我是你爸爸 叶峰无语 看着神志都快不清了的许洪博 直皱眉头 嗯 对 你是我爸爸 叶老弟 我今天实在太开心了 认了你这个爸爸 许洪博兴奋的说道 叶峰估计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既然这么高兴 咱们合拍一张 你发朋友圈吧 叶峰提议道 许洪博一口答应 然后就与叶峰合拍一张 发到了朋友圈里 上面写 今天真开心 认了叶峰少爷当爸爸 马德 这许洪博搞毛线 平时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喝了两口猫尿 就被叶峰忽悠成这样 催人在一旁 直呼离谱 就连那五个小股东 看到朋友圈里许洪博发的内容后 也不拉西了 纷纷跑过来围观 果不其然 许洪博搂着叶峰 一口一个爸爸 那模样孝顺得很 接下来 叶峰则好好的跟许洪博 培养了一下父子之情 红 白 皮 能给他灌的 全都给他灌上 直到叶峰 也开始感觉到了醉意 才放过他 饭后 出了酒店 叶峰掏出解救完 一下子就醒了酒 而许洪博 因为喝的太多 说话都听不清楚了 只一息感觉 他是在叫爸爸 最后 在几个没咋喝酒的小股东的扶持下 把许洪博送回了家 许洪博到了家 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 起来后 脑瓜子快爆炸了 马德 老子昨晚咋喝这么多酒 被叶峰套路了 许洪博起床后 就捂着脑袋抱锤 实在太痛了 一想到自己这个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 被一个矛头灌醉 许洪博就来气 尤其是脑袋 痛得他 想直接去撞豆腐 但接下来 还有让许洪博更气愤的事情 旁边一个女人 一盆冷水 泼在许洪博的脸上 顿时 许洪博打了个机灵 一看居然是自己老婆 冷冰冰的站在一旁 许洪博 真特没有你的 跟人喝个酒 还喝个爸爸出来了 爸爸 许洪博猛了 掏出手机一看 便看到了昨晚与叶峰的合照 以及上面的文字 尤其是爸爸两个字 特别扎眼 第136章 在于韩天龙 叶峰这狗日的 王我呢 许洪博又气又怒 又觉得丢人 恨不得把手机给砸了 当这事没有发生 尤其是朋友圈里的评论 又扎眼又扎心 王总 恭喜认爹 你爹挺帅 赵总 你爹挺年轻 何总 你爹应该挺有钱 吴总 中年男人三大喜事 升官 发财 认爹 爸总 认个锤子 喝两斤马尿 你都不知道 自己姓啥了 这个爸总 正是许洪博的老婆 许洪博直接社会性死亡 自己看着都丢人 他愤怒之下 把那七个小股东 拉到群里 直接打视频电话 人到齐后 许洪博直接吼道 你们这群狗日的 昨天晚上为啥不阻止我 看我认爹 你们很开心 不是啊 许总 我们拦过你 但你说 谁要是影响到了 叶少跟你的父子情 你就做谁 许总 我昨晚壮着胆子劝过你 你还杀了我一巴掌呢 你看我脸就知道了 许总 咱们昨晚肯定被叶峰套路了 他绝对不可能这么能喝 是的 我一冰白酒就到眼 可他们叶峰喝那么多 居然没事 众人纷纷说道 狗日的叶峰 我不会放过你的 跟我玩是吧 看老子 怎么玩死你 你过江龙 还能压着我地头蛇不成 许洪博愤怒地叫道 然后又为了讨好生气的老婆 强忍着酒后的不舒服 伺候了他一番 但他酒精还没退 一个没忍住 混着白酒味道的呕吐物 吐到了他老婆的身上 老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许洪博吓得都软了 脸色苍白 一个劲的求饶 给老娘死 他老婆心中的愤怒 彻底爆发了 大叫一声后 也顾不得穿衣服 就跑去厨房拿菜刀 与许洪博那边的家暴现场相比 叶峰就要滋润多了 有了系统赠送的解酒丸 叶峰第二天中午 还小酌一杯移情 毕竟自己现在 也是当爸爸的人了 下午五点 叶峰突然接到了陈子勋的电话 叶少 你在姑苏哪个位置 晚上出来一起吃饭 陈子勋在电话里问道 嗯 叶峰以为自己听错了 问道 你来姑苏了 由于姑苏的商业街 还未正式开发 所以叶峰来姑苏时 并没有叫上陈子勋等人一起 而是自己 先过来打个头阵 是的 刚到姑苏 陈子勋继续说道 叶少 你还记得我那个二叔吗 他搞了个超跑俱乐部 在姑苏这边也有些人脉 说不定对我们的事业 有些帮助呢 陈子勋想的是 到姑苏出来乍道 多认识些大人物 百利尔无遗害 但他并不知道 姑苏瑜伽的继承人于洪亮 还欠着叶峰一个人情吗 真要有事 只需要找于洪亮即可 但叶峰也不驳陈子勋的好意 而且线下 正好也无事 玄机说道 行吧 上哪吃饭 到时候地址发我 行 半个小时候 陈子勋就发来了地址 是一家私人会所 跟催人家的帝王阁一样 除了娱乐 还有餐饮的功能 但只接待贵客 看来陈子勋这个二叔 在姑苏这边 相当吃得开呢 不多时 叶峰就开车到了那家会所 陈子勋正在门口等着 笑着说道 叶峰 咱们进去吧 我二叔那帮朋友 以前也玩车 对你的车技很感兴趣呢 他们参加了那次赛车比赛了吗 叶峰问道 这倒没有 毕竟他们主要还是做生意 陈子勋说道 但凡是开始着手家族生意的富二代 几乎都有了自己的人卖圈子 一方面 富二代赛车这种交友方式 他们已经玩过了 而另一方面 他们也没时间 咱们先进去 他们在里面等着呢 叶峰与陈子勋 走进了预定好的包厢 但是 里面却空无一人 奇怪 他们不是说已经到了吗 我还专门在外面等了十分钟才进去的 陈子勋傻眼了 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 对方啥赖头 感觉没把我们当回事啊 叶峰坐在椅子上 醋没说道 不晓得 我二叔认识的人 貌似姓于 陈子勋摇了摇头 他二叔主要还是在精灵混 所以只是介绍了下人脉 没亲自到姑苏来 不过人脉这东西 大家都懂的 有时候不靠谱也正常 姓于 叶峰好奇地问道 于洪亮吗 这哪能啊 他是于家的继承人 DL大得很 这条线我们可搭不上 陈子勋摇了摇头 既然不是于洪亮 那咱们就走吧 叶峰说着 就站起身来 他刚坐在椅子上 不过三十秒 毕竟来的不是于洪亮 叶峰兴趣不大 再者 叶峰可没有等人的习惯 要跟陈子勋吃顿饭 有的是地方 没必要非得在这里 正当叶峰要离开时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一个人 与叶峰四目相对 他看着叶峰 叶峰看着他 叶峰 你怎么在这儿 来者正是之前 江南江北赛车比赛之时 为江北出战的车神 韩天龙 叶峰都快把他给忘了 但一看到他 叶峰就想起了 在他身上赚来的一个亿 我也想问 你不是江北的吗 跑酷速来干啥 叶峰也好奇 虽然江北那边名义上 也归江南省馆 但他们一直想成立新省 早就以徐州为中心 自成一脉了 江南江北一直没啥来往 要说做生意 那也是跟这省来往的比较多 毕竟文化也相同 同属无岳文化 而江北则属于中原文化 哼 还不是拜你所赐 让劳子输了比赛 被江北那帮富二代嫌弃 弄得我现在 在那边到处遭鄙夷 人脉混不开不说 家族继承人的位置 也跟我无缘 真有你的啊 叶峰 韩天龙愤恨地叫道 他们韩家 也就在他们怀音是厉害一点 在整个江北 却不咋排得上名 更何况 韩天龙又不是韩家的继承人 又被人看着不爽 离他牛比的人 自然也不愿意搭理他 最后 无奈之下 韩天龙才来到姑苏混人脉 毕竟江北韩家 是姑苏韩家的分支 虽然是远清 但混圈子 却不成问题 他一来 就跟瑜伽的少爷 搭上了线 你既不如人 还赖我 叶峰淡淡地说道 关我屁事 你 韩天龙愤恨地盯着叶峰 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恰在这时 门口走进来一人 韩天龙眼睛一亮 对着那名穿西装的帅气 成熟的男子说道 于少 咱们走吧 这叶峰就是个混蛋 咱们没必要跟他打交道 第137章 于家少爷 韩天龙做事要走 而那位于少爷 却纹丝不动 韩天龙 你知道 今天我为什么带你来吗 于少爷 于冲文问道 为啥 韩天龙有些发愣 因为 我知道你设计可以 我也知道 你输给了叶峰 我想知道 你们那场比赛 是不是真的 否则 你以为你姓韩 我就得搭理你 别逗了好吗 你不过是个远方亲戚 人韩家本家的少爷 都不爱搭理你的 我凭什么要搭理你 于冲文此言一出 韩天龙直接尴尬到不行 他承认他是个工具人 但于冲文这么赤果果的说出来 让他颜面何存 但韩天龙偏偏不敢反驳 于冲文虽然不上于家的继承人 但他毕竟是于家长子 全是仅次于继承人于洪亮 没想到叶峰没教训成 反被于冲文给教训了 这让韩天龙心中愈发窝火 对叶峰的恨意也愈发浓烈 看韩天龙这反应 貌似传闻应该是真的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 叶少你究竟是怎么做到 单手开法拉利 还开得那么快的 于冲文饶有兴致地问 要知道 即便是职业赛车手 都未必能有叶峰这么刁 他今天过来 主要目的 就是想认识一下这个叶峰 我三岁就会飙车 叶峰随口扯了一句 总不能说自己是找 系统兑换的车技精通吧 呵呵 不说也没关系 今天我过来 主要是跟叶少谈场生意 我这有个赛车比赛 对方来头挺大的 我跑不过他 我希望叶少能替我跑 我知道叶少来姑苏 是为了做生意 许洪伯那个地头蛇 不好对付吧 我可以帮你摆平他 于冲文笑着说道 他不认为叶峰有拒绝的理由 就这 叶峰兴致缺缺地看着他 自己压根就没把 许洪伯这个儿子放在眼里好吗 嗯 于冲文愣了下 问道 那叶少你想要什么 帮你搞定许洪伯 就已经很照顾你了 你还看不上 他搞不懂 为啥叶峰这么普通 却又这么自信 名人不说暗话 我要这家会所 叶峰淡淡地说道 这家会所档次挺高 装修也好 比催人的帝王阁 要看着顺眼 正好自己准备在姑苏发展 商业街来得太慢 不如就把这里 当做自己事业的起点 你搞笑呢 于冲文直接脱口而出 尼玛 他完全没想到 叶峰的胃口这么大 这会所价值一亿多呢 就这么白送给你 你叶峰跑个车而已 你拿我当冤大头 那随你吧 我是无所谓 叶峰贪了贪手 并不在意 他知道 于冲文不可能轻易 将这家会所送人 但他 也非得赢得 这次的赛车比赛不可 否则 他也不会来找自己 要知道 主动权在叶峰 而不是在于冲文 于少 跟杭城邦那家伙赛车而已 我也能行 未必就需要叶峰出马 这时 韩天龙趁机说道 这可是自己的大好机会 而且他有这个自信 你要是都能行了 我还跑来 找叶峰干啥 于冲文冷冰冰的 回了一句 韩天龙脸色仗得不行 你好心叫你一声于少 为你分忧 你根本居然这么看不起人 但愤怒归愤怒 韩天龙却只能闷头生气 随后 于冲文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豹子 你今晚去收账吗 不收的话 过来帮我个忙 对 就郊区的那条告诉公路 那人少 适合飙车 于冲文说完 便挂了电话 于少 你是给包哥打的电话 韩天龙饶有兴趣的问道 嗯 于冲文应了一声 不太想搭理韩天龙 竟然是包哥 韩天龙倒吸一口凉气 同时 他的脸上 也浮出了一丝恐惧 叶少爷 今晚飙车 你要跟我去看看吗 于冲文笑盈盈的盯着叶峰 他就不信了 没叶峰 自己还飙不了车 虽然叶峰的车技很强 有他在 必能取胜 但没有他 也就未必会输 行啊 叶峰点了点头 还是那句话 主动全在自己 到时候 于冲文叫的那个包哥没跑赢 那自己要的 可就不是一家私人会所 这么简单了呢 叶峰很感兴趣 叶峰 你知道包哥是谁吗 你就敢去 他可是交野手下的头号大将 韩天龙信信的说道 你他妈话挺多啊 于冲文狠狠的瞪了韩天龙一眼 他当然知道 叶峰之前打了交野手下的人 那位平头哥 据说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交野手下的人 自然跟叶峰不对付 可他妈韩天龙跟叶峰说 这个干嘛 被教训了之后 韩天龙低下头去 只能闭嘴 叶峰你放心 交野跟我于家交情匪浅 有我在 豹子不会对你怎样 于冲文想给叶峰吃定心丸 走吧 叶峰淡淡的说道 虽然不晓得 为啥交野不报复自己 但他要是敢来 叶峰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何况 那个豹子 只是交野的一个手下而已 十一点 姑苏城外 一条废旧的高速公路 这条路 已经荒废了很多年 平时除了些面包车 客车在跑 基本没什么人愿意来 整个露面 都是坑坑洼洼的 选在这里飙车 难度着实不小 但对于叶峰而言 显然是没关系的 于少 你来了呀 一旁 走出几十号人来 其中有男有女 领头的一人 是个精瘦的青年男子 看着一脸的狠像 从他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出来 他是个练家子 此人 正是豹子 豹子身旁 一个漂亮女孩 搂着他的胳膊 穿着十分暴露 叶峰一看 愣了一下 这特么不是许红伯 那个专门服务洋人的女儿吗 看这样子 他居然还是豹子女人 豹子 好兄弟果然给面子 于冲文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个豹子 不但是郊爷手下的得力干将 更是有姑苏第一车神的美名 当初飙车 谁看见他可都怕呢 于少客气了 以后多在郊爷面前 给我美言几句就好 豹子笑着说道 他虽是黎娇的手下 但要知道 黎娇的师父于天瑶 可是敢信入了于家呢 对于黎娇而言 于家也是他的半个家 所以 他才对于冲文特别客气 于冲文带来的十几个人 豹子也分别递出滑子 忽然 他看到了一张面孔 顿时 醋眉叫道 叶峰 特么你 怎么会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叶峰微微一笑 特么 平头是我兄弟 你把他搞成那样子 老子今天绝对弄死你 兄弟们 动手 豹子愤怒地 把烟砸在地上 他身后的手下 也掏出铁棍 钢刀围了上来 第138章 叶峰真损 我靠 你们想干啥 率先反应过来的人 是陈子勋 他挽起袖子 护在叶峰的身前 但他不上武力 很快 就被豹子等人的气势 给吓得退了一步 不管咋说 豹子的武力 只不下一千 战斗方面 绝对是个好手 更何况 豹子等人 手里还握着武器 正常人 都会吓得后退 但陈子勋这份 保护叶峰的勇气 着实让叶峰感到欣慰 这个兄弟 没白交啊 豹子 你什么意思 于冲文猝眉问道 于少 这是我跟这信业的 私人恩怨 还请不要插手 豹子淡淡地说道 他与于冲文之间 是互相卖对方面子 毕竟 豹子不是靠他吃饭 而交爷对于于家 也只是尊重 见到叶峰 被豹子执意动武 最开心的人 莫过于寒天龙 他最想见到的 就是叶峰被胖揍一顿 最好被揍得 缺胳膊少腿 当然 在这种场合 他没有啥发言权 他怕于少又对自己 其次则是豹子的 女朋友许世晴 他爸许洪博 昨晚着了叶峰的道 都在朋友圈里认爹了 他心里怎能舒服 更何况 叶峰相对于父亲而言 竞争对手 大过于合作伙伴 两人都期待着 叶峰能在豹子手里吃扁 好杀杀他的气焰 但 你叶峰这副 无所畏惧的表情 是怎么回事 你凭啥这么叼 光看着就来气 豹子 今天叶峰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们私下的恩怨 你们后面随便 怎么解决都行 但是今天不行 而且你别忘了 娇爷是怎么吩咐你的 要不要我跟于书说一声 于冲文依旧皱着眉头 但他说的话 已经很客气了 但豹子却脸色一变 当时平头哥 被打进医院的时候 娇爷就准备报仇 但于书却早就跟杨腾 那小子交代过 不要去动叶峰 所以 娇爷才作罢的 但他心里 确实一难平 今天动叶峰 是豹子自己的主意 即便娇爷知道 也不会怪罪 但要是 传到于书耳朵里 那可就不一样了 娇爷对于于书这个老师 可是万分尊敬 所以 豹子即便在想为平头报仇 但现在 也不得不作罢 退开 豹子不愿地挥了挥手 手下立马推至一旁 韩太龙见到这一幕 都要急死了 说好的收拾叶峰呢 你豹子哥 平时不是特牛叉的吗 豹哥 这男的刚才色眯眯的盯着我 许诗琴也急了 上去就诬告 陈子勋 我特么盯着你 还色眯眯 陈子勋惊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一回事 许诗琴打得一手好主意 他知道 豹哥不太好动叶峰 而且还有于冲文在一旁阻拦 但收拾陈子勋也可以 正好打他叶峰的脸 这位 想必就是我家的那位孙女吧 叶峰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你神经病吧 谁特么是你孙女 许诗琴猝眉大怒 认我当爹了 你特么不知道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 叶峰朗声说道 一时间全场都来了兴趣 居然还有这回事 于冲文也愣了一下 他倒是知道昨晚上 许红伯被叶峰忽悠瘸了 但是 我都这么保你了 你叶峰为啥非要去惹事 豹子这人 虽然现在给我面子 心中也有所忌惮 但真把他惹毛了 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了 都拦不住他动手 人家豹子一个 能打你叶峰十个 你信不 豹哥 这信业的就是存心找事 许诗琴立马向豹子告状 这可是他的靠山啊 他巴不得叶峰出来找死呢 我怎么就找事了 我又没乱说 叶峰微微一笑 继续讲道 我儿子也就是你爹 亲口跟我说的 他送你出国留学 为的就是伺候杨大人 而且 最好还跟他们生个仔 来改变你家血统 但你运气不太好 遇见的都是渣男 白白地打了两次胎 绿卡都没拿到 你爹还为你惋惜呢 但我没想到 你回到国内 居然还能找到这位豹子的结盘 牛比啊 叶峰忍不住夸赞起来 玄机 全场目瞪口呆 尤其是许诗琴 更是大惊失色 所有目光 都望着豹子和许诗琴 就连于冲文 也忍不住扎舌 这女人 是真的剑 豹子也真是倒霉 找了这么个货色 白送给自己 自己都不要的那种 马德 这女人 一天天装清纯 没想到是个这样的货色 真为豹哥感到不值得 豹子的手下 也义愤填膺 许诗琴甘大得不行 自己这个父亲 昨晚到底被叶峰 忽悠到啥地步了呀 怎么啥都跟人说啊 他连忙看着豹子 说道 豹哥 没这种事 这家伙乱说的 豹子握紧拳头 恨得咬牙切齿 浑身发抖 之前 他完全是被许诗琴 清纯的外表 和火辣的身材 给欺骗了 才找到他当女朋友 但乃晓得 他还专为洋人服务 难怪做那事的时候 总感觉松垮得很 豹子自然不会放过许诗琴 回去自会有他的好看 但相比之下 豹子更痛恨叶峰 接盘就接盘 你他妈说那么大声干嘛 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这种江湖人 把脸面 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洋人不要的破玩意儿 自己跑去接盘 这传出去 自己还咋混 以后出去活动 不用打 直接就能把对方给笑死 豹子恨不得 立刻弄死这叶峰 好了 都别说了 行程的刘少 应该快到了 咱们还是正式要紧 豹子 专心比赛 于冲文上前拍着豹子的肩膀 劝说道 他真怕豹子和叶峰两个人 当场干起来 不过有一说一 这狗日的叶峰 是他见过最损的 这才说了几句话 就把豹子气成这样子 行 今天我就给于少一个面子 但叶峰我警告你 有些话别特么乱说 豹子恨恨地说道 事到如今 他除了打死不承认 许世勤专为洋人服务 还能有什么方法 这接盘侠的名号 他是万万不能当 呵呵 看来豹子哥是要接盘 到底了呢 叶峰笑呵呵地说道 他可不管这豹子啥感受 有本事就来弄自己 就算岑芳林不在 叶峰也未必就对付不了他 大不了 找系统兑换个武力值就是 找死 豹子勃然大怒 直接越过于冲文 要对叶峰动手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哟 我还没到呢 你们自己人就比起来了 咋地 你们不比车技 该比拳头了 一群傻狗 你们江南人 也就这点出现 咋地 人生 得死 自然 砍 认识 准余 recorded 请 词 他